麻烦不消 对我而言 光凭气势压住这伙人 那种感觉是极好的 这让我有了一种 身为强权者的那种心理优势 仿佛举手投足之间 都能够掌握住这帮人的性命 这样的感觉 让我飘飘然 却有十分的谨慎 知道 这帮人表现出来的臣服 只怕都是包藏祸心 只要一旦 有可以翻盘的机会 我相信 以这帮亡命之徒的强法 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所以 我外送内警 倒也没有给对方太多的机会 我在高速公路的收费站 等到了环岸这边的联络人 他是茅山的弟子 在外游历之后扎根当地 现如今 开了一家风水事务所 跟上上下下都有一些联系 修为算不得多强 但作为耳目和帮手倒也是够了 他叫做赵一峰 四十多岁的年纪 带了两个小弟过来 与我见面之后 来到了这辆别克车之上 帮我们开门 至于其他人 都给塞到了后面去 另外两个小弟 开着一辆黑色的奥迪在后面跟着 帮忙押送到居荣去 路上的时候 我方才想起联络小沟姑娘来 当时比较急 没有记得小沟姑娘的电话 不过 这并不要紧 我拨通了那个给小沟姑娘 帮助的联络人的电话 电话接通之后 得到的反馈十分喜人 小沟姑娘已经跟她联络过了 而且今天早上 也已经陪同小沟姑娘 把人送到了茅山 还好她没有进茅山去 要不然我这电话还真打不通 如果是这样 我指不定 你有多着急呢 一路高速 三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赶到了茅山这边来 路上 并没有任何太多的波折 也没有想象中的查车 唯一的就是 在于抵达茅山脚下的时候 那个动手开枪的司机 因为伤势过重 事实上 如果当时把她送到医院 进行抢救 说不定这家伙能够活下来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选择把她带上了车 简单处理了一下 连弹头都不用拔出来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一个能够将拔枪弄得 这般迅速的家伙 一个 一来呢 是杀人不眨眼的恋家子 二来也是一个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 我送进医院去 岂不是害了人家医院里 医生和护士 当然 我若是留在医院 陪同他做完手术 又陪几天病床 倒是皆大欢喜 但回头 那两个血族找来大把的帮手 又该怎么办呢 在简单的权衡之后 我当时的选择 便是带人离开 至于死没死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整个人 看问题的角度 也已经变得成熟起来 懂得取舍 也不会圣母亲泛滥 更不会对一个亡命之徒而掉眼泪 这是不值当的 因为这种人 有的时候死了 比活着更加的合适 至少他不会再害人了 赵一风和他的两个小弟 在毛山脚底跟我告别 作为联络人的他们 在目前这个复杂的局势之下 最好还是不要进入毛山宗里面去 这是为了他们 而赵一风也知晓此事的厉害 并没有提出过分的要求 他们帮我将那四级的尸体 以及那辆黑色的别克G28 一起带走处里去了 而我则压着白宇飞 徐涛和失去双手的毕永昌老 走在了通往毛山宗的山道之上 长头跋涉 毕永已经醒了过来 当抬头瞧见 这熟悉的毛山风景之时 他面无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过即便他有什么想法 嘴巴被堵住 两只残肢 被捆绑着 只有双脚能够勉强移动的他 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我没有让他光着身子 当然也没有将那破袍子 给他披回去 而是让白宇飞脱了一套衣服 递给了他 毕长老的脚 有一些蹒跚 不过 有着白宇飞和徐涛两人搀扶 速度倒也不算是慢 这两人得到我的许诺 只要没有对毛山有个血战 我最后只会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 做公正的处置 对于这个承诺 这两人都很上心 毕竟在有关部门那个地方 凡事都讲究证据 不但不会死 说不定还能够当一个物点证人 又或者是无奸道之类的角色 而如果落在了毛山的手中 刚刚经历了宗门大劫 死得上千人的毛山 正眼红着呢 怒气冲冲 说不定直接就把他们给剁了 而即便是剁了 以他们的身份 有关部门还不能说个半个步子 更是无法追责 这样一笔 顿时就显露出了 我这承诺的含金量了 两个人干劲十足 就想着好好表现自己 一路无碍 我顾不得去感受 毕拥此刻的心情 只能够瞧见 他那阴阳脸上的僵硬 来到毛山宗的新山门 与之前不一样 在外围处就有人直白轮手 瞧见我路面 立刻就有人过来与我接洽 领头的人我认识 是扶军的四个弟子之一 之前我不记得的名字 这会儿听他自我介绍 方才知晓 他叫做李亦菲 对待我这个外出办事的外门长老 李亦菲有着近乎于崇敬的态度 走上前来 跟我交接之后 派人将碧勇 把雨菲和徐涛三人接管 然后陪着我前往山门大镇 他告诉我 早上的时候 小姑姑娘已经压解着 旧长老破风 以及蒙义抵达了毛山 我作为外门长老 出外追杀门中叛徒 清理门后的事情 已经在毛山传遍了 这样的效率和威严 无疑是给予了 有些颓丧的门中的众人 一针强心计 而旧长老破风被捕 也大大振奋了所有人的精神 大劫已过 毛山不倒 我听到李亦菲 没口子的夸赞 要说心里面不高兴 那是假话 这世界上 没有人不爱听漂亮话 特别是他说的还十分真诚 而我也能够感受得到 随着我做出来的这些事情 也使得我在毛山 开始迅速的建立起了威信来 也更加融入到了毛山里面去 我与这个千年 宗门的关系 已经不仅仅是我和杂猫小道 交情那般简单 而是融入了更多人的人脉关系里面来 过山门法阵的时候 我遇到了这儿的值班长老 大胖子杨昭 他瞧见了我 和我押送着的碧雍 十分高兴 大胖子是性情中人 顾不得安守职位 冲上来 就给那碧雍几个大耳瓜子 山的阴阳脸 一口血喷洒在地 也吓得李义飞赶忙把他拦住 破口大骂一番 发泄完了情绪之后 杨昭找到了我 厉声说 长教吩咐 你回来了 让你先别去青池宫覆灭 啊 我说那我去哪儿呢 杨昭说 他让你先去秀女峰 他会单独过来见你的 我皱着眉头 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杨昭点头 说对 上面来了一个特别调查组 是总局的严副局长带的对 调查关于你的事情 长教的意思 是先不让你跟他们接触 等我们将事情弄清楚了 再 关于我 我想起之前南娜 跟我提起的事情 说是不是有人冒充我 在南方省的东关杀人放火的事 杨昭点头 说对 那个家伙是个狠角色 当时被擒住之后 给压倒了白绳子 宣判之后 第三天 在层层封锁的情况下 突然消失不见 上头震怒 又知道你出现在茅山这 特地赶过来 想与你呵斥一下 并且将你带走 协助调查 长教自然 不愿意让那帮人把你带走 所以想要拖着 搜集证据充足之后 再跟他们说话 我摇头 说不 这件事情搞得复杂 反而是往我上泼脏水 我与那犯人 犯的时间 重叠 茅山这么多人 都能够给我提供不在场证据 我不怕跟这帮人当面对峙 杨昭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棺子两张口 衙门八字开 这帮人指路为马 颠倒黑白的本事厉害得很 长教如何能够让你落入他们的手中呢 我说当面对峙不行吗 杨昭说你别开玩笑了 他们过来就是想把你带走的 至于什么对峙 辩论什么的 得在他们开的特别法庭上面辩论 至于是什么时候 谁知道呢 这时间 你不知道得受多少劳育之苦啊 何必呢 这我一听 更加高兴了 别人怕坐牢 那是不习惯 而我这种恩进宫的家伙 每一次给人关着 就相当于修炼 更上了一层楼 说不定这一次进去 能够将我肚子里面的瞌睡虫给弄醒呢 我还在说些什么 杨昭推露一把 说别堵在门口了 你先进山 一会儿会有人跟你说的 怎么决定 你们考虑好 我进了毛山宗 这儿早就有刑堂弟子 在此等候 接管了我押韵了三人 白飞雨和徐涛 苦爹喊娘 差点就跪在地上 我知晓他们的担心 跟刑堂的人说明了他们的情况 听我交代完毕之后 刑堂的人也挺给面子的 说路上老钱交代了 自然不会让他们受太多苦 也不会让他们不明不白的挂掉 得到了这句话 白雨飞直接就跪了下来 给我磕头了 送走他们 有一弟子过来供引路 跟我说话的时候 脸上带着满满的崇敬 而走了没几步 突然间 从旁边冲出两人来 朝着我支支而来 口中立刻道 就是这家伙 休想跑 说句实话 看不见 中央调查所的人员 以及那个什么严副局长 我都无所谓 毕竟 咱是人证不怕影子邪 而且 我在这茅山 有着这么多人证误证 那帮人总体 不能是颠倒黑白 将我硬生生的污蔑了去 不过这两个中山庄 气势汹汹的冲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给吓了一跳 这你马是要干嘛呀 我强忍着 拔出指隔剑 砍人的冲动 打量着对方 理智告诉我 这是中央调查组的人 动不得 但当我瞧见 对方 那明晃晃的手铐时 我还是有点想要动手 真当是自己家了 这么不见外 好在 我还没动手 我旁边 陪同的弟子就站了出来 当下就是一声力吓 说住手 都干嘛呢 一个国字脸的中山庄 严肃起来说道 同志 请你让开 我们这是在抓捕重要的嫌犯 请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 他一本正经的回答 让我给眼前这位弟子 都忍不住笑了 那位帮我引路的弟子 我并不认识 不过他显然是知道我的 不但知道 而且十分的尊敬 而这些尊敬 恐怕也是 来自于我这些天 对毛山所做的一切 这些事 已经打动了那些 所谓 无比骄傲的 毛山弟子 正是因为如此 他显得特别强硬 不但没有动 而且还冷冷的说道 恐怕你搞错了 他是我们毛山 外门长老陆言 而不是什么嫌犯 那国字连表情认真地说道 鹿言犯案 证据确凿 如果毛山想要包庇他 可要考虑清楚 另外一个 中山庄冷冷地说道 这位道长 这种事情 你是做不了主的 还是问问 你的师长和长辈的意见 再站出来吧 那弟子红着眼 一字一句地 坑枪有力说道 鹿言长老 是我们毛山的外门长老 你们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想要在我毛山撒野 先摸摸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双方僵持 一直被人拦在身后的 我却笑了起来 我伸手过去 拦住了 跟前这位毛山弟子的肩膀 说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那弟子对外人强硬 对我 倒是一副好面孔 恭敬的说 启禀陆长老 在下行堂弟子 张森苗 三目三水 入了毛山七年 我点头 说小张啊 往旁边站点 毛山的地盘 还用不着你来护着我 张森苗往旁边推开 而我 则走了上前 看着面前两个 一脸正义的男人 我咧嘴笑了 说两位 在这儿蹲守很久了吧 那国子脸说 阎局长怕你们 毛山彼此包庇 特地叫我们在这儿守着 就是方指 你逃避而不见 偷偷藏起来 我叹了一口气 说看起来毛山的人手少了 空子就多了起来 倒是让你们给得逞了 旁边的张森苗 慌忙的说 陆长老 是弟子办事不周 我摆了摆手 说不用自责 安慰了他 我又回过头来 对着两位虎视眈眈的 中山庄说 你们严妇局长在哪呢 带我去见他吧 不过两位 还是收紧的手号吧 说真的 我要真动起真格来 一百个你们 都拿不住我 张森苗 在旁边骄傲的说 我们陆长老 之前在毛山遭急的时候 亲手斩杀了 两百八十多人 而且个个都是高手 没有几个比你们差的 啊 他这话说的 对面的两人 脸色有些苍白 眼中也多了几分怀疑了 也难怪他们有些怀疑 别说是两百八十个高手 就算是两百八十多个人 又或者两百八十多头猪 轮流排队 你的一天一夜的战斗 也未必能够完事 不过张森苗说的一本正经的 却也让这两人 有些投鼠气气 场面僵持了一下 过了一会儿 那国字点终于缓过气了 对我说 你真的愿意 跟我们去见严妇局长 我笑了 说我又没有干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至于你们说的那个 不过是敌人 用在陆左身上的伎俩 在我身上 都重新弄了一遍 我心里物思天地宽 有什么惧怕的 另外一个中山章怀疑 说你不跑 我说你们觉得 我这两天没露面 是逃跑了吗 国字脸说难道不是 我指着旁边的张森苗 说你告诉他 我干嘛去了 张森苗倒也配合 面无表情地说 茅山近日遭了大劫 竟因宗门内部出了大叛徒 不但如此 叛徒的级别颇高 甚至两位长老 都叛逃出了宗门 陆长老受校长教 和长老会的派遣 前去追杀叛徒 清理门户 就在刚才 这两天的时间 将背叛本门的破风 碧勇两人 接擒火归山 听到张森苗的介绍 郭子脸的眉头 有些猛跳 过了好一会儿 放菜说道 我们去青石宫 见严副局长吧 他说话的时候 再也没有了强势的态度 显然是低调了许多 我本来想按照 杨昭长老的吩咐 去秀逆风 暂息 却没想到 刚进宗门不久 就给逮了个正着 想着 也是顺其自然 前往青石宫对面 去交涉也行 毕竟 我有那么多的人证物证 我也批会怕这个 宁折不弯 没有指甲马 从山门走到主峰的青石宫 即便是脚程颇快 也走了四十分钟 路上的时候 也有人去那通知了 所以我们来到 广场的跟前时 杂猫小道 已经带着人来 人在这等候 我在人群之中 瞧见了杂猫小道 却没有看见 曲胖三和路索他们 而与杂猫小道 并肩而立的 则是一个戴着黑眼镜 看起来像是退休 老干部的白发老头 这老头穿着一身 土蓝色的中山装 戴着一顶旧军帽 左胸的兜上 里面插着一根钢笔 造型颇为复古 而在他的身边 则有七八个人 看着个个修为不俗 好几人气场惊人 在我看来并不逊色 我瞧见过 一流甚至是顶尖的高手 这个老古董 想必就是中央调查组的 严妇局长 瞧见我们过来 杂猫小道先迎路过来 笑吟吟的对我说 辛苦了 说吧 他伸出手来 我们两个的手紧握在一起 我微笑着说 日夜兼程 幸不辱命啊 杂猫小道拉着我 来到人群跟前 指着那位老古董说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总局的严局长 他在总局那儿 是负责政工和内务政治处的 是几十年的老资格了 说吧 他又跟严妇局长介绍我 说严局啊 这位就是你们要找的陆严 他现如今 是我毛山的外门长老 严妇局长摆了摆手 笑着说 不用介绍 陆严呢 我们前些天在法庭上 还刚刚打过照面 对吧 啊 我愣了一下 想了想有点懵 说严局啊 你怕不是记错了 我记得当初我堂哥陆左 那场庭审 您好像不在场了 旁边一个矮个子老头 不耐烦地打断 说少装糊涂了 你前些天 被押送白城子之前 法庭宣判的时候 严局长是有过出席的 说嘛 现在装不认识啊 我记才反应过来 咳了咳 说诸位这般说 想必是把李鬼当作李魁了吧 严副局长盯着我 摇头 说不 陆严呢 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 但是看人的功夫 倒是实打实的 无论是外貌 还是特征 又或者体型 语气细细 我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另外 我们那还存了你所有的信息 影像图片 你的认罪指纹 以及一切 这些都是确凿无疑的证据 你当时 也是确凿无疑的 这个时候 跟我们狡辩这些 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苍白了 听到这话 我笑了 不过 还没有等我说话 旁边的杂猫小道 立刻就强势的站了出来 脸色严肃的说 严副局长 这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啊 他之前的时候叫严局 那是尊重和讨好 现在叫严副局长 那是认真了 严副局长显然也感觉到了 杂猫小道的态度 转过头来 似笑非笑的说 哦 小笑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杂猫小道 一字一句的说 话我之前跟你说的清楚 陆言 自从毛山出世 遭节的那一天起 就一直待在毛山 别的地方从没去过 这一点 贵局退休的小大炮 可以证明 金灵局的 大夫局长也可以证明 这些天来 我所有的毛山弟子 还有我们这些人 都可以证明 你说他大半个月前 在南方省 饭被捕 这时间 完全不缓和呀 大夫局长笑了 说那我们来毛山 寻找他的时候 为什么他偏偏不在毛山呢 杂猫小道说 我不是说了 他去帮我们 追查毛山的叛徒了 严妇局长说 小笑啊 原来有那么多的巧合呀 不过小笑 我们办案子 终究讲究的是证据 我们有大把的证据表明 陆言他犯罪的事实 而你们却没有 呃 你谁呀 严妇局长话说到一半 顿时就打劫了 像见鬼一样看着我 在他面前 有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除了衣服不同之外 这人无论是身高体型 还是脸孔 甚至脸上的老人般 都一模一样 而这个人微笑着 缓缓的说 我这两天 不在场的证据啊 很简单 严妇局长不介意的话 可以跟我去行堂一趟 我想他们很愿意去告诉我 严妇局长 是一个长期处于领导岗位的老江湖 对于许多江湖道门 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 十分的清楚 不过 这一黄眼的功夫 人就变了模样 却还是十分的少见 所以难免会被惺吓住 特别是这人的模样 与自己一般无二 就好像是镜子一般 而且声音也几乎相同 易容术在江湖上 算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手法 更为逼真的 还有人皮面具 以及整形手术等等 都是彻头彻尾 换头换面的手段 但是这些需要长期的准备和筹备 不可能像是西川变脸一样 这头一滴一台 就什么都搞定了 就算您的这是人皮面具 也还得把脖子等连接处 刷上同样的颜料不是 但我这个 一眨眼之间就变换了模样 着实有些古怪 我瞧见众人脸上 惊讶万分的表情 忍不住笑了 而带我 说完提议 砸毛小道也点头说 按理说 刑堂是我毛山的保留之地 而我们清理文户 也用不着外界掺和 但如果严服局长 真的觉得有必要的话 的确可以找 毛山的前长老 破风和毕永征许 他们既然背叛了毛山 视毛山为仇口 自然没有给毛山遮蔽的理由 更不可能 为了抓捕他们 陆岩才会打掩护 一般来说 话说到这个地步 大家底牌掉完 基本上可以收拾残局 坐下来谈判了 但这位严服局长却不是 他显然是一个善于 钻牛角架的老孤董 对于人情世故什么的 却有点不太懂 所以他居然顺势 就答应了下来 不但如此 他还指着我 一脸严肃的说 赶紧卸了这面容 要不然别怪我翻脸 我笑了 说这样的英容笑貌 还有说话的语气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旁边的挨老头 怒气冲冲的说 你少开这样的低俗的玩笑 我低头 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然后平静的说 说你们见识少 你们还真是不客气 简直就是 无知者无畏 一辈子的年纪 全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 不知道哪冒出EBSR 就能将你们这帮人 给哄得团团转 真以为那人就是我 倘若那人真是我 就凭你们这点实力 能够抓得住我 倘若那人真是我 我何必用真面目视人 落人画饼 我起见的时候 还客客气气的 这会儿 倒是没有再对这帮人 保持尊重 不过也的确 从来没有听说过 别人甩你一巴掌 还吐你一脸口水 有几能够人 脱面自干 还陪着笑容的 也有本事 不愿意受着气 管你妈谁呢 爱谁谁 这还老头一下就恼怒了 指着我的鼻子说 小子 忒猖狂了 骂谁呢 信不信我现在就撂了你 旁边有人附和 说不拿你开个刀 真以为我们这帮 皇家供奉 是吃干饭的 一时间 群情汹涌 闹得不可开交 而杂猫小到学校了 唱起了红脸来 说各位啊 都别着急上活 这事呢 是越变越明 刑堂的地方 阴气森森 容易间谐 各位贵体金安 就不劳众位一步了 林若明 你拿我手令 去兴唐 将人领过来 旁边走出一人来 却正是我认识的林若明 他朝着杂猫小到 和我拱了一下手 接过手令 然后穿着指甲马 转身离开 林若明走后 杂猫小到 作为何事老 走到严护局长的跟前来 拱手笑道 严局啊 茅山遭受重创 师大长老所剩无几 陆岩是我师父 陶晋红的师父 也就是 我师祖虚情真人的 再传弟子 被他老人家指定为 我茅山的外门长老 位置重要 可不能让人随意诬陷了 再获牢狱之灾 他若是真的干了 无人敢包庇他 但如果没干 却给擒了 我这刚刚当上 长教真人的脸 真的是没地方放啊 他是茅山的长教真人 即便是 茅山刚刚遭受重创 但是 也是管着那么多的人 代表着江湖上的一大势力 严副局长 可以对我吹胡子瞪眼 但是 对于杂猫小到 还是得保持着必要的尊重 更何况 杂猫小到 在江湖上的名声 已经逐渐取代了他的师傅 陶进洪 有泰山北斗一般的架势 严副局长抬头 态度尊重了许多 说不是我非要拿捏茅山 只是证据确凿 杂猫小到说 你们所谓的证据确凿 是否有待商榷 严副局长说 怎么可能呢 都是实打实的文档 和电子的档案 都有一整套的程序证明的 杂猫小到说 那我兄弟陆佐 含冤这几年 不也一样 啊 严副局长 却没料到杂猫小到 在翻旧账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说情况不一样了 杂猫小到摇头 说没什么不一样的 正如陆言刚才所说 他若是顶着您的面孔 去外面胡作非为一番 回头是不是宗教局 就得将您老给抓进局子里面去 然后再把您给咔嚓了呀 严副局长有点恼怒 说小潇啊 你说这话完全没有道理 那白城子防卫森严 世间能够从里面逃脱的人 屈指可数 不是他陆言又是谁呢 杂猫小到笑了 说不是吧 据我所知 邪灵教从白城子 越了不知几次遇了 没有几次能够防得住的呀 严副局长说 你这不是钻牛角尖吗 两人争论着 从一开始 心平气和 风度翩翩 到后面的面红耳赤 十分的激烈 而在这个时候 我站了出来 我举起了手 开口说 两位稍等 如果说这件事情 我倒是有一条线索 可以给你们参考 啊 这会儿 大家伙都不说话了 而是看向了我 我抿了抿嘴唇 然后说 在赶到毛山之前 我曾经去了一个地方 这地方 暂时不方便公开 暂且叫做画外之地 这画外之地 是一个荒蛮的地方 与这世界 彼此联系 又相互格局 一如之前的元桥先导 那里有许多上古的部落和种族 和被逐出九州的妖术 严副局长身边的矮冷头冷笑 说你 这个时候跟我们讲这些故事 想干嘛 我看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而是平静的说 我一开始 是因为一个意外去了那 后来才知道 还有别人也去过那 再到后来 我还知道 那还有许多九州混的不如意的人在 比如邪灵教 比如佛爷堂的秋水先生 比如小佛爷 啊 听到我后面连说起的三人 众人都为之惊呆了 要知道这三个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总局最大的敌人和防范对象 是通缉名单上面的守卫目标 只是 这些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我没有给他们提问的时间 而是用春秋笔法 讲述起了我这一次 去荒岛的遭遇 重点讲了我在西南之地 给人困住 然后剥皮的事情 我详细的讲述了当初 被人给剥皮知识的感触 用最真实和残忍的语言 给他们活灵活现的说起了这事来 说到这些的时候 我面无表情 仿佛是在说别人 而大概是我说的太过于投入 在场的大部分人 包括毛山中人 脸上都露出了不适应的表情来 有人甚至有点想呕吐了 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恶心了 杂猫小道听得十分认真 虽然我们事后有过交流 但是我却从未将自己的苦难说出来过 也没有跟他讲过这些东西 这是他第一次听起 我相信驱胖三也不会再跟他说起 当我讲到青鹿王穿着我的皮囊 变成了我一般 准备去哄骗我的同伴时 我打住了后面的话头 然后平静的说 无论是白狼王还是青鹿王 又或者是差点统一了 那地方的轩原野 他们都是邪灵教 佛爷堂秋水先生的弟子 而这些人终究有一日 会重返世间 多回属于他们的一切 我这话像是预言 又仿佛是在警告 而那个一直跟我作对的爱老头 终于忍不住说道 胡说八道 小佛爷早就死了 在天山 而且还是你们的校长门 和你堂哥陆左亲手击毙的 杂猫小道脸色严肃 说狡兔三哭 他这事咋有先例 在线人士一点也不奇怪 另一个人又看向了我 说你被人剥了鼻 为何又安然无恙呢 我笑了笑 低下头 然后撕开了身上的衣服来 被我故意弄出来的 模糊的血肉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来 那帮人想起我刚才 晦升晦色的描述 再次看到真实的血肉 居然有人不争气地呕吐了去 当我将衣服重新披上的时候 不少人的脸色都没有变好 而这个时候 林若鸣已经随同行堂弟子 压着破风长老和碧勇来到此处 两人身穿囚服 表面上看起来倒是没太多的伤 只是脸色苍白 手脚具是特殊的镣铐 十分的狼狈 杂猫小道走上前一步 遮住众人 看向我的目光 然后朝着严谱局长拱手说道 严局应该是见过这两位长老的吧 严谱局长点头 说2006年 在协会的扩大会议上面 有打过照面 杂猫小道笑了 说好 有什么想问的 随意 各奔东西 他并没有问我太过消息的事情 简单的夸赞之后 就问起了我们是如何打发那严副局长的 我也一一讲了起来 当听我 说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摆道理之后 陆左哈哈大笑 不过很快 他就把握到了一部分人 也许被许多人忽视的事情来 他问我 说你确定那个被宗教局抓起来 后来逃掉的栽赃者 是在荒谕 用剥下来的皮囊 画作你的青鹿王吗 我说这世界上的法门和手段 我所知不多 但如果严副局长并没有说谎话 一切属实的话 那位青鹿王 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毕竟连气息都很相似 就不是一般 易容术所能够代替得了的 陆左说 不是说那荒谕的人 不能离开那儿 来到这世界吗 我说据说那大荒山之上 有一种叫做生死符的东西 可以打破这样的限制 将人给带到这儿来 这些天忙忙碌碌 我和陆左并没有太过于详细的交流 所以我在荒谕的许多的细节 他都并不知晓 此刻也是有空 我便将与此番 驱胖三前往荒谕所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 跟陆左说了起来 当听完我说了一切 陆左常常的叹了一口气 拍着我的肩膀 说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一言 必将苦其心智 劳其金骨 老祖宗的话 着实不假呀 而你这些年来成长得如此的迅速 并非只有巨蟹骨的功劳 你吃的这些苦 也很重要啊 陆左对我在荒谕所做的一切 大部分表达了赞赏 而一些小事情 则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相对于刚才 这会儿他问我的事情并不多 大概是因为 跟那神秘的小飞也有关 他甚至还提起了驱胖三 当初出生的时候的事情 跟我聊了很久 讲完了这些 他回头望了眼屋里 然后低声说道 关于陈老大的事情 你知道多少 我说他的什么事 陆左说最近的事情 老孝有跟你谈起过吗 我摇头 说没有 杂毛小道 因为着急去金铃开会 所以让人送我 到这边来与他会合 倒也没有交代太多 陆左带我 前往外面去 然后低声说道 陈老大化魔的事情 在茅山事变的次日 就已经传了出去 江湖上流传的版本 是邪佛舍利 魔化 将他打造成了一个 受迫害的悲情英雄 现如今 中央已经将他给定职了 而且 对他大部分的知书手下 都给予了调整 以及调查 只可惜晚了一步 那些与他走得近的人 都提前撤离了 包括 晨晨和王清华等人 另外 他在内蒙的特别基地 也发生了营效 大部分的属下 也消失一空 陆左说 在那蒙古基地 我听说过 据说 黑手双城 培育后背力量的训练基地 当初在 长城那一台站出来 挑战我们的 通天园越南 就是从那出来的 那通天园越南 据说 曾经是邪灵教福爷堂的人 在落入了有关部门手中之后 本应该是送进白城子 接受改造 一辈子受尽监禁 却没想到 船手 给 黑手双城 将身份 弄成了卧底和线人 最终 坦而皇之地 洗白了 在内蒙基地里面 还有许多 如同越南一般的蒙人 这些 逐渐代替了 七剑的那些旧人 成为了 黑手双城的羽翼 而此刻 这帮人一哄而散 只有少部分人被抓捕 陆总还告诉我 因为受到 黑手双城的连累 往日 曾经在黑手双城 麾下做事情的人 包括七剑之中的林秦明 布渝 董忠明这些人 也都纷纷被停止 接受总局政治处的审查 在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之前 他们将被无限期停止 这且不说 而且还会被限制人身的自由 严重的 甚至还要接手双规 而七剑的这些人 则都是要被双规的对象 这消息 传到毛山这边来 也有人询问了毛山的意见 毕竟现在 落难的这帮人 很大一部分 都是亲毛山的 现如今 黑手双城栽了 全龙无首 所以更想听一听 杂毛小道 这个新进掌教的意见 毕竟这一位 不是出出茅庐的毛小子 他战功赫赫 让当局想要忽视 都无法做到 这事不是一两句话 就能够讲得清楚的 而且 通过别人传递的意思 很容易会被歪去 所以 杂猫小道 急着去金灵 也有一部分 是这里的原因 诚然 如王清华 城城这样的家伙 绝对是一屁股翔 但林奇明 不语这些人 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应该 跟魔化之后的黑手双城 并不是一会儿的 毕竟这些年 他们 被疏离的情况 并不只是做样子 他们已经不再是黑手双城最亲密的心腹了 这些正直而有能力的人 倘若是被打下去 无论是对朝堂 还是江湖 都是一次很重大的打击 听完陆左讲的这些 我忍不住地问 说他后面到底有没有在路面呢 陆左摇头 说没有 自从那一次之后 黑手双城 便再也没有路过面 倒是有人 见过城城和王清华那些人 据说他们 已经去了外眸 有的人 瞧见他们出现在了中俄边境 众说纷纭 至于具体的 谁也不知道 我说关于持有转世这个版本 有没有流传出去 陆左摇头 说目前没有 不过还得防范他 我又想起一事了 问他们上一次 去法门寺助权这事 陆左跟我了解 说的确是有 不过不是圣光日宴会的人 而是天山神之宫 遇到的那会儿黑暗真理会 陆左跟我讲了一下 十分简单 不过给我的感觉 还是挺恐怖的 八国联军 随后他对我说道 对了 现如今 毛山虽然短暂的稳住了 但是内有外患 处于危急的边缘 老肖现如今 处理朝堂上的事情 至于江湖上 则得由你我出手了 我说怎么办呢 他看向了我 说那独龙避虎的精绪 你还有几分呢 我说来的路上 碰到了精灵霜气 余满寒大师的孙子余南南 之前承诺过他 所以给他一份 现如今 手中只剩下四分了 陆左说这本人很欺少 我说这回去黄域 找遍了整个华族 这五分是所有的积累 如果还想找 必须得去那死亡蝴蝶谷 而且不一定能够再找得到 陆左点头 说好 你分两份给我 我去找大通和尚 而你则去京都找谷而已 江湖人讲究一个君子 以诺值钱金 答应人家的事情 一定要办到 要不然 你说的话就跟放屁一样 谁还信你啊 我说好 然后呢 我一边拿出了 装着独龙壁虎精绝的桃瓶 递给路坐 一边问道 他接过来 然后说 你剩下一瓶自己留着 别用 以防万一 这一次去京都 除了送药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 与老王以及文明他们 取得联系 陈老大的暴露 使得计划 需要提前进行 除了找到人之外 王明 还要寻找见证 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必须 将他尽快纠正过来 免得持有转世的消息 透露出去 让毛山陷入到被动之中 还有一个 你在京都 也可以看看林启明他们 啊 我说林启明他们怎么了 陆总说 你可能不太了解 总局政治处那边 正好是那位 严副局长管辖 无事生非 有事 浪翻天 这一次 虽说会有一些人出来 给他们站台 但是只怕未必能够奏效 倘若是 政治处那帮人颠倒黑白 指路为马 想要迫害林启明他们 你在京都多少有个照应 至少 得将人给救出来 啊 我很少吃惊 但是 却给陆总的形容 给吓了好几条 我说不是吧 陆总说政治斗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些年林启明 不与他们几个人 走得太顺了 年纪不大 屡灯高位 你觉得那些 与他们同级 却能够做他们 父辈爷爷辈的人 会怎么想啊 之前 还有陈老大 这样强势的人物罩着 现在陈老大垮了 林启明他们几个 也没有撑腰的人 自己 又还没有能够 迅速成长起来 那帮有意见的人 还不赶紧动手 正所谓 强倒众人推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这般说着 我顿时 就有点担心起来 七箭之中 给我印象 最为深刻的三人 张丽云 当初只是因为 我们的一句话 便陪着我们 奔赴 查任八错的弟弟 甚至 还因为我们 害得北江王被连累 自己呢 也是人影无踪 对他来说 我们的心里 是愧疚的 而林启明 是林佑的堂哥 这位三十多岁 就成为东南亚 重臣的新生力量 他是代表 对我们 一直抱有善意 帮助呢 也是颇多 对他 我也是心怀感激 和尊重 至于不渝 我呢 也是印象深刻 因为我隐约记得 他的女友小玉儿 是王明的师姐 南海一脉的人 这也算是个自己人 这些人 其实 也算得上 是我们在朝堂之上的 关系网 然而此刻 一举覆灭了的话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但如此 这样拥有正义感 能力 又强的人 如果退下领导职位 并不是心怀善念 和正义的人们 所希望看到的 我朝着陆左点头 说好 我现在就去 陆左摆了摆手 说不 你姐等等 京都人员复杂 此时关系重大 你一个人 恐怕 有处置不当的地方 所以 得等两个人 让曲胖三 协助毛山的那些 老前辈 将后山 布置头当之后 让他跟你一块去 曲胖三也去呀 听到这消息 我顿时就激动起来 以前 那时候还不觉得 但是这一次单独行动 出去追杀碧勇 以及清理门户 让我顿时就感觉到 身边没人的不便 也幸亏是我运气不错 误打误撞 方才没有出什么大事 要不然 任何一个环节 出了差错 只怕 我不但是没办法 完成任务 而且 还会害死不少人 所以回城的时候 我就在想 曲胖三这个家伙 虽然嘴碎了一些 但是脑袋聪明 能力又强 最主要的是 有大局观 有这么样的一个人 在身边 我睡觉 都安稳了许多 所以 陆左的话语 让我很高兴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在茅山待了两天 因为茅山后院的私密性 所以 除了曲胖三之外的我们 都没有参与 那样的布阵 我闲着无聊 给夫君 征询了意见之后 调到了刑堂那边 对犯人进行审讯工作 而也就是到了这里 我方才知晓 茅山刑堂 并没有将所有的人 都交给有关部门 许多涉及机密的人物 都留在了刑堂 比如 在茅山后院一站 那些叫千通王 为老公的女子 此刻有两位活了下来 并且被俘 他们 被刑堂的女弟子 日夜拷问着 就是想要从他们口中 掏出关于千通王的 更多的消息 刑堂这个地方 并不在高峰之上 而是 一处盆地的 一个峡谷之中 我来到这儿 算得上 是故地重游了 不过待遇 的确是冰火两重天 福君 之所以让我来这儿 一是想要 借助我的凶名 震慑住那些 不太想合作的家伙 而另外一个想法 也是向我示好 让我得到一些 关于 这次茅山 遭捷的更多的信息 事实上 有这么多的俘虏 特别是高级别的俘虏 使得整个事件的 起因结果 都是一目了然 从刑堂目前 收集的资料来看 组织这一次 对茅山攻击的 行动的幕后黑手 叫做兄弟会 三十三国王团 而那位秦归正 则是三十三国王团的 特使代表 背景是美声会成员 另外 他还是那什么 天池法振宗的 首席长老 而参与本次攻击的势力 除了那个 叫做什么 圣光日言会之外 许名的那个 新的邪灵教 和一个叫做 兰德咨询公司 也屡屡出现在 审问的结果之中 另外 最主要的高端力量 则是来自于 那位叫做 千通王的男人手中 那些无蔑建筑 其实都是 千通王带来的人 他们之间 仿佛是从属关系 而除了 直接的人员之外 这帮人背后 还有一个庞大的关系王 无论是朝堂 江湖还是军方 都有 而这些 显然不是一两个 简单宗门 就能够张罗起来的 很显然 敌人 在更高层的地方 还有一些 不为人知的力量 毛山的这些天来 并没有发起反击的号角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忌惮这些东西 想一想 如果一个能够 从封存库房里面 调出来的野战火炮 并且 指使军方 参与其中的组织 到底是有多么恐怖啊 随着 我了解的越多 心中 越是恐慌 我们这一次 面对的敌人 是史无前例的 如果将这些人 彼此串联起来 就算是将我们 所有人加起来 也未必是对手 不过 除了坏消息 也有好消息 千通王的身份 最终确认了 他的真名 叫做王元外 这个听起来 很像是外号的名字 在几年前 曾经热闹过一阵子 有消息称 此人的父亲 曾经是南海一脉的人 据说南海一脉 妖魔鬼怪之中 南海见怪的弟子 后来因为 私闯龙脉 而被击杀 王元外的父亲 除了是南海 见怪的弟子 还是一名成功的商人 曾经 创下一个 偌大的商业帝国 虽然近几年来 生死 帝国衰落 但是 破船还有三千丁 受死的骆驼 比马大 这还是有很多钱财的 那帮凶悍莫名 宛如杀人机器的建筑 就是他通过巨额财富 培育起来的手下 现如今 千通王的身份暴露 上面自然是乐见其成 所谓 合身跌倒 家庆之宝 这巨额财富 自然有着无数眼红之人 对于这件事 有着很多 敬于辞道者 在收到消息之后 也都在暗地里 摩拳擦掌 相信用不了多久 我们 就能够从新闻中 敲见不少的并购 收购案 然后一个巨大的商业帝国破产 而千通王 则将再无任何的彩礼支持 打断了对方的一条腿 他的整个人 能力就算是再厉害 恐怕也都是有些独目难知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破锋也终于是坚持不住了 开了口 但之所以选择背叛毛山 是因为当初 前代化石人杨知修 执掌毛山时期 他曾经与杨知修一起 做了许多同流合污之事 杨知修若不倒 他什么事都没有 而现如今 杨知修倒下去了 碧勇 用过去肮脏事威胁的 画了一个 关于美好未来的大饼 纠结之下 他最终选择了妥协 因为他之前办的那些事 若是被宣扬出去 他必将是无法在毛山自容 至于碧勇 回到刑堂地牢 他反倒是不再开口 显得很沉默 我在这里 见识了刑堂对他叛逐的手段 各种残酷的刑法 让经历过活泼人皮的我 都感觉到有一些不太适应 而即便如此 碧勇还是选择扛着 就是不妥协 想必 他也知道 即便是竹筒盗豆子 全部交代了 想必 也逃不过意思 与其 这样 不如耗着 我在这刑堂 撕困两日 第三日的时候 被人叫走了 曲胖三找到了我 说陆左离开了 走得太匆忙 没有来得及道别 我们呢 也得去京都了 不能耽搁 我有些诧异 说问他 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呢 曲胖三叹了一口气 说是 据说有小妖的消息了 而且 不是什么好消息 毛山奥骨 有杂猫小道 和毛山一众人 在旁边虎视眈眈 对严副局长 并没有耍什么小聪明 使出什么 肮脏的诱贡手段 而只是简单的盘问了一下 破风长老 破罐子破摔 来了个徐树进曹营 一言不发 但是碧勇 却表现出了 相当合作的态度 从碧勇的口中 得知我这些天 一直都在毛山 这两天 也去追杀他 和破风去了 严副局长 看着我的时候 没有了之前的那种 蔑视和敌意 而是在心理上面 也认同了我之前的解释 如果是之前的时候 一个乡野小民 抓了也就抓了 没有什么后遗症 但现在不同了 陆延这个名字 并不仅仅只代表着我一个人 在此之前 我的背后 已经站着 陆左和整个 敦战苗谷 另外还有那么多的好友 比如 王明 和 文明 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然而此刻 我的身后 更是有着整个毛山 而此刻的毛山 刚刚遭受到重创 处于最敏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毛山 情绪十分激动 稍微不安辅助 便能够从这江湖的 泰山北斗 变成这江湖上 最大的不安定的因素 而那些 早已经扎根在各部门 基层或者中央 与毛山有着关联的无数人 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在朝堂之上 不是一党一派的天下 而是有着各种 各样的势力存在 这些势力 都有着自己的 主见和声音 如果这个时候 严府局长 把毛山 往死里面得罪 最大的可能 就是会被那些 亲近毛山的势力 以及那些 吐死忽悲的中立派 给往死里堆 最终的结果 就是他黯然而退 成为替罪羔羊 这事 严府局长是门青 毕竟 他是混迹总局 几十年的老政客 是非轻重 拿捏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 在绝对的事情面前 他的态度 又突然好了许多 而一直表现出 十分配合的必用 突然间 跟严府局长 说出了许多的线索来 有关这一次的突袭 毛山的组织者 圣光日元会 以及圣光日元会 背后的幕后凶手 还有邪灵教 以及许多东西 他说 他有更多的猛料 希望严府局长 能够带他离开 他就能够 具有更多的信息知识 听到这话 严府局长的呼吸 变得沉重了许多 他的脸已经有些红了 很显然 严府局长这一次 意识到 这一次过来 虽然并没有能够将我 给抓捕归案 但是 面前这位必用 也是一条大鱼 如果能够将他给带回去 必然会立上一场大功 或许能够抵消 此前所带来的遗憾 不过 他并没有头脑一热的就答应 而是回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砸毛小道 他并没有糊涂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 也知道这事 由谁来做主 他虽然 是总局的副局长 名义上管辖一切的修行宗门 但是 毛山这洞天福地里面 却没有管辖 砸毛小道的权 斟酌了一会儿 严福一转看门说 小肖 你知道的 总局对于此次事件 十分的关注 而且事情 又涉及到了邪灵教 情况 更是重视无比 如果 并有能够提供 他努力表达着自己的诉求 然而砸毛小道 却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并且 毫不犹豫地打断他的话语 砸毛小道 没有让他 将这无理的要求说出来 他平静地说 严局 相关的一切信息 我们都会 整理成相关的笔录 成交上去 谢谢您的关心 但请您也相信 对于这件事情 作为受害者 毛山 才最有足够的动力 和资格 他说到资格 这两字的时候 特意咬住了 然后死死地盯着 严福局长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点脸面都不给 让严福局长 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这世界上 有许多人 因心存愧疚 点到机制 不再进行纠缠 但是 有一些人 明明知道自己 要求过分 但别人的拒绝 却不但不会害羞 而且呢 还会心怀愤恨 比如朋友借钱 比如此时此刻 所以 严福局长身边的 矮个子老头 一下子就着火了 朗生说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杂猫小道 毫不犹豫的回答 这种耍嘴皮子的话 阁下 还是 先把某个岛弄回来吧 瞧见杂猫小道 突然之间 变得尖牙利嘴 仿佛驱胖三副身 我就知道 他心中 容忍程度 已经是到了极限 而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夫君走上前来 拱手说 言局啊 当年茅山出山 曾经与贵局的 王洪奇总局 有过约定 那约法三章 至今还供奉在 青池宫里面 历历在目 茅山为了证明 路沿的清白 已经破例 让诸位进入茅山秘境了 请不要 再让我为难 此番茅山 虽然遭了大劫 但是 傲骨仍在 过分的诉求 这是第一次 也希望 是最后一次 杂猫小道说的话 毫无回旋的余地 而夫君 更是说 争争傲骨 两位都是 做个长教真人的大佬 共同表达了态度 让严副局长 脸面全无 什么招呼 都没打 直接带着人 扬长而去 夫君瞧见 对杂猫小道 拱手说 我的人 送送他 杂猫小道点头 最后 由夫君去送人 这帮人一走 他朝我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 毕勇跟破风跟前 平静的说 两位师叔 现如今 有师职我 掌管毛山 规矩可能有之前 有一些不同了 至于是什么 日后 我们慢慢分享 还请多多关照 他笑容平静 现在十分的客气 并没有任何咬牙切齿 拱手过后 他挥了挥手 让那人 将他们带走 我看着青石宫 门口 那严副局长的位影 说这一位 脾气很大呀 的确 严副局长 并不是什么 长袖善武的 老油条的政口 有一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看别人的时候 给人的感觉 好像是在俯视你 沈渡世人一般 而在这样的场面之下 他居然还其乐融融 客客气气的 基本局面 也不愿意去维持 负气而走 着实 有一些太不成熟了 当然 不成熟是指的年轻人 而针对于这样的老领导 只能说是有个性了 杂猫小道笑了 说这一位出身比较好 有点像是 安插在 总局的钦差 专门审查别人 这一辈子 都是别人给他点头花腰 被人奉承惯了 稍微不太合乎心意 表现出来的情绪 就难免会激烈一些 原来如此 原来是公子哥的出身 难怪会如此呢 我刚才问他 那破风 为什么一副 抽眉苦脸 苦大抽身的样子 我感觉 他的性格 应该不像是这样 杂猫小道这回 忍不住 一边摇头 一边苦笑 说 你托付的那妹子 实在是太彪悍了 也不知道 他说的到底是真实呀 之前我想到这儿的反馈 是破风 试图逃跑 起了些冲突 结果呢 他就将破风 作为男人的尊严 给剪了 啊 一剪没呀 听到这消息 我下意识地夹紧了双腿 有点不敢相信 说不会吧 那小郭姑娘 应该没这么生猛才对呀 杂猫小道苦笑 说谁说不是呢 我先前还跟他见了一面 秀秀气气的 却不想到 如此的凶残 我想 大概是把洛阳长老死去的悲愤 都发泄到这儿来了吧 我说是不是 跟你们造成麻烦了 杂猫小道摇头 说没有 破风本来就是个意外之喜 我从刑堂那里得知 破风交代了一些事情 再加上现如今的必用 我相信 很快 我们就能够明白自己的敌人 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了 也给我们以后指明了方向 从这点来说 毛山底好好地谢你 我说客气了 咱们都是自己人 用不着说这些 杂猫小道说你刚回来 要不要去歇一歇 我摇头 说不用了 路上的时候已经睡过了 他们人呢 杂猫小道说 你指的是小毒物和驱胖三他们吗 他们几个 有点恶心这儿 这位乱拉威风的特使大人 就没过来前来伺候 现在应该是在后山的塔林那边 我叫人带你去 我说不用 是小姑姑娘那儿吧 我自己去就好了 杂猫小道说 不了 现在如今 毛山的管控比较严 还是让人带你去吧 另外 我本来 今天 是要去一趟金领 跟专案组的人去会晤 结果 给这事耽误了 这家伙一走 我也得离开 除了追查凶手 盘点老丈以外 还要尽量争取 上面的拨款和补偿 就不跟你道别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头见面再说 我有点着急 有点担心 说那家伙 会不会因为刚才的事情 转头又四处通缉我呢 杂猫小道说 摇了摇头 他说应该不会 毛山不倒 他们 就不会一条大道走到黑 而且 如果真的是确定小飞没死 邪灵教随时会死灰复燃 那么 也够他们忙一阵子了 顾不了你什么 我与杂猫小道告别 然后在青池宫 一位弟子的带领之下 前往后山 一路上 我们来到了后山塔林了 经过了一场大战 这儿 一片残破狼藉 尽管尸体都收敛的一干二净 但是那些破碎的塔林 却仿佛 还没有时间去收拾 显得 是十分的破败 我来到杂猫小道 小姑草炉之前 却瞧见院里 一个人都没有 带我来的那个人 拱手告别 而我 则走进屋子里面去 瞧见陆左 曲胖三 朵朵 包着几个人在角落处 不知道再看些什么 我喊了一声 陆左抬起头来 冲着我点点头 又低着头去 我走上前去 说什么情况 不欢迎我 曲胖三低头说道 别说话 黑手双城来过这里 黑手双城 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凯旋归来 结果 却没有一个人欢迎我 而有点小别扭 听到这名字 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也知道他们 为什么没有理会我了 相比于我 自然是黑手双城最为重要 对于这点 我无比的清楚 只有黑手双城当初 随着千通王的离开 而神秘消失 而这些天来 我也偶尔听人提及过他 却并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此刻听到曲胖三 这般说起 立刻就来了精神 低声说 那人在哪呢 曲胖三沉默了一会儿 过了几秒钟 方才说应该走了 啊 我说什么时候搜的 曲胖三说 大概是在法阵合拢之前吧 不确定 但大体如此 我说你怎么看出来的 曲胖三说 这儿的情况 收拾残局的时候 陆左曾经来瞧见过 关于老肖和他小姑的东西 都给人翻过了 虽然做了演示 但是还是能够看出来 整个茅山 没有谁敢动船工长老的房间 除非是黑手双成 我说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曲胖三看向了旁边的陆左 陆左深吸了一口气 说不 我能够感受得到 这里存留有他的气息 我说那又怎么样啊 那怎么确定 他是在封山之前离开的呢 曲胖三自信满满的说 我的法阵一起 没有经过 守证人的同意 没有人能够离开 就算他是黑手双成 也不行 我说那万一他没走呢 曲胖三笑了 说不 只要你在茅山 他就不会留在这里 我说这什么道理 曲胖三黑黑直笑 说你当初将虚星那老头叫出来的时候 他瞧见了 可不转身就跑了吗 也就是说 不管黑手双成 到底是他自己还是那魔头 对于你 或者说你身后的虚星 都是有些惧怕的 既然如此 自然没有待在一起的理由 我忍不住 翻起了白眼 说你们 这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众人哈哈笑了起来 连黑手双成 都有着密切关系的包子 也都没心没肺的笑着 他显然已经是走出了心理阴影 陆左和曲胖三 将这房间里上下仔细的检查清楚之后 由曲胖三带着两个小姑娘去了旁边玩 而陆左则带着我来到了草屋前的药谱附近来 闻着药香 陆左问道 说那位严妇局长走了 我点头 说你应该知道他的来意吧 陆左笑了 说知道 不过想着这事 老肖应该能够帮你摆平 同样的手段 不能够耍两次 用在我头上 再用在你头上不合适 当时我虽然名气大 但是孤家寡人 没有平时 但是你不懂 你刚刚当上毛山的外门长老 就算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毛山都得听你到底 我说你倒是想得开 把我往外推 陆左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说难不成 你当了毛山的外门长老 就打算判出我 蹲战苗谷了 我摸了摸鼻子 说别吓我呀 我这刚刚 帮毛山清理了叛徒 可不想也给人当做叛徒啊 陆左哈哈一笑 这才问起我这两日的事情 我如实作答 听完我讲完了这一路上的惊险 他感慨了一声 说陆岩呐 你也算是走出来了 当初我和老肖 也曾经被毛山的行堂长老 以及其他人追得满是绝乱跑 狼狈不堪 而现如今 你却单枪匹马 去追杀毛山的长老 而且一下子还是两个 不错 连我这个不称职的师父 都是鱼有容焉 地下市前 在有指甲马的情况下 陆左却连招呼都没来得及打 就匆匆而走 这事 着实是有些奇怪 不过 如果小药有危险 这事就可以理解了 事实上 倘若是换作虫虫 我估计 也是什么也顾不上 就直接兴冲冲地杀了过去 只是什么叫做 不是好消息呢 屈胖三告诉我 说在近西长治 有一个花鸟市场 在那 有人瞧见过一只 白乎乎的大鹦鹉 那鸟有母鸡一般大 而且能够口出人言 拉到市场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了 关子一破铁笼子里 后来被人以十八万的高价买走 寻找小妖的事情 我们一直都有在做 只不过一直在奔波 没有任何的成效 而杂毛小道 接任毛山宗长教之后 立刻就吩咐 各地的毛山的眼线 帮忙收集消息 这个消息 是通过内部的渠道 传到陆左耳朵中的 听到这消息之后 陆左带着朵朵 离开了毛山 因为时间紧急 来不及跟我告别 于是 跟屈胖三这边交代了一二之后 便匆匆地赶路走了 不过这个消息之中 那鸟到底是不是小妖姑娘 陆左都心急如焚 想要赶紧去求证 我有点担忧 说要不要我们赶过去帮忙啊 屈胖三笑了 说这点小事情 陆左就能够处理了 我们再赶过去 有点兴师动众 再说了 咱们不是说好的 得去一趟京都吗 现在还去不去啊 我说去啊 当然去了 人家古二爷 还等着那独龙壁虎的心血 重新站起来呢 屈胖三这几日 帮毛山那帮老孤董 将后院给布置妥当 腾出了时间来 而我则与行堂这边交代了一声 然后前往青石宫去 与轮职长老夫君 简单聊了几句 准备告别 我去前往青石宫的时候 瞧见夫君 愁眉苦脸 显得不是很开心 我问他怎么了 夫君告诉我 说大师兄乃是吃油转世 这消息之前被 毕永那家伙传播了出去 我们虽然做了及时的数理 但依旧有一些小范围的流传 而且已经蔓延到山外去了 我们自己人可以控制 但是外界的流言 着实让人有些头疼啊 我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 曲胖三是了解前因后果的 他笑着说 乙哥传额这事 从来都是没有开始和结束的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找些渠道 多传一些 比如黑手双城是皇帝软世 或者是被人刻意针对 再比如萧长教是旅动兵重修 再比如路言是猪八戒投胎 我呸了他一口 说去你妹的 你才猪八戒呢 夫君黑着脸 一本正经的说 呃 那个什么 猪八戒从本质上来说 是虚构的人物 并没有列入道教的谱系里面 拿这个出来 信的人不多 他说这话自然是调侃 不过 夫君都开始调侃起来 说明他的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仔细想想 曲胖三这个办法 确实有很大的可操作性 大师兄乃是吃油转世 这消息也太离谱了 远不如砸猫小道 是吕洞宾转世来的贴近 毕竟吕上仙离得朝代还算近的 可以想象 类似于这样的留言 如果大批量的传出去 听到的人一开始 或许会认真对待 但听多了 就觉得实在是好笑了 没有人愿意 把精力放在这种 莫须有的屁事上面来 因为黑手双城 给人用的 邪伏黑舍利 计算的先天弱势 再加上他之前身体力行 立下的汉马功劳 想必也能够将风向给扭转过来 这也就为了他日后的回归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曲胖三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手段 夫君表达了惊叹 而曲胖三则是 事了夫依序 深藏功与名 跟夫君提出了告辞 我们此次离开 除了给毛山结交潜在的朋友之外 还有就是前往京都 挽救黑手双城 曾经的部下 这事夫君是知道的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阻拦 他对我说 万门长老的令牌 和联络人的手册 你手上都有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一旦你需要帮助 请记得找毛山 任何时候 毛山都将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这一点希望你记得 我点头 说好 我知道了 夫君对我十分的尊重 一路送我 离开了青池宫 事实上 他想送我离开毛山山门 但最终被我拦住了 杂毛小道离开 百废待兴的毛山 还有许多的事情 要等他来主持 实在是没有 需要这般多的礼 走出山门大阵 离开了毛山中 屈膀三回望了一眼 那隐藏在雾气之中的山巒 叹了一口气 对我说 当初奋不顾身 扑进来的时候 可曾想过 自己居然会成为 这千年到门的外门长老 我摇头 说没有 当时的想法 就是毛山 倘若是遭了灾受了难 小大哥只怕会很伤心 屈膀三又叹了一口气 说事实上 他在心中 一直藏着巨大的悲伤 这一次 死的人太多了 我想这些人里面 一定有许多人 是他认识 有的甚至 跟他有着不俗的交情 但现如今 都化作了一杯黄筒 给人埋葬 他就算重新 回到那个位置 心里面 也很是不开心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他 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屈膀三笑了 说你现在看到的 只是一个人表面的情绪和态度 而如果你再活五十年 想必就能够一眼敲出别人心中的想法了 我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正如屈膀三所说的 我这些日子来 敲见的杂猫小道 永远是精神异议 仿佛不知疲怨一般 双眼熊熊有神 无论是何时何地 都有着一股子蓬勃向上的劲 当时的感觉 他觉得杂猫小道 是重新 回到了茅山 成为了掌教真人 摩拳擦掌 劲头十足 但现在想起来 他的心中 有多少的无奈 是我们 不曾瞧见过的 或许在他的心中 真的是视功名利禄如粪土 对于众人 那敬仰的职位 在他而言 却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和负担 想到这儿 我终于理解路索 为何会这般 不留余地的帮助他 甚至都不介意 我加入茅山了 因为路索 也看到了杂猫小道 心中的悲伤 离开茅山之后 我们先去了一个 聚荣的肖家 两地相隔不算太远 不过我们到的时候 却已经来晚了 不但没有瞧见 三叔五哥 就连杂猫小道的家人 都没有瞧见 整个肖家大院 空空荡荡 再无一人 我问起了附近的村民 得到的消息是 肖家人在不久之前 突然间就离开了这里 我们都有点慌了 好在 我有相关人士的电话 将手机重新开机之后 打通了三叔的电话 得到的答案 是他们并没有出事 而是得到了杂猫小道的提醒 所以集体搬家 去了一个偏僻的乡下 三叔带着肖家 所有人都离开了 包括陆索的父母 另外 还有五个 在金陵买了个房子 他性格比较跳脱 就定居心里了 我没有问三叔 具体在哪里 而是简单的问了一下 个人都是否还安好 便与之告辞 看得出来 杂猫小道虽然忙 但头脑还是很清楚的 现如今风雨飘摇 敌人不在 潜藏在暗处 而且还不择手段 一点下陷的功 的确很有可能 做出胁迫家人的勾当来 而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肖家大院 远没有毛山秘境 防卫的森严 几乎是一统击破 与其如此 还不如搬到一个 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让那把王不但 找寻不到 确定了这事 我们没有再停留 而是直接转道去了金陵 然后前往京都 我们用的依旧不是真名 一路的折腾 抵达了京都之后 我与驱胖三商量了一下 决定先去与文明那边 取得联系 结果呢 却是无论是手机 还是电邮 都没有任何的回应 我们傍晚抵达 又特地去了 之前碰面的四合院 结果来到附近的时候 驱胖三就告诉我 说这一带有雷子 不知道有多少耳目 在盯着这里呢 我想起了之前 与文明分别的时候 他告诉我 说国内的青灰同盟 在找他手下的麻烦 他与我们分离 过来到这处理死事 却没曾想到现在 却还没有弄完 不但如此 而且仿佛也暴露了 我们又找了几家 没有任何的线索 没办法 只有先去谷二爷那里 谷二爷 住在城北的灰龙观一带 当初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 此刻 我与驱胖三 找寻不到文明 有点像是 乌头苍蝇一般 在这复杂的局势之下 只有打低 往回轮观 夜里十点多钟 回轮观一处 破旧的大楼的地下室入口 我和驱胖三 站在这 瞧见上面的封条 有点发愣 这边准备拆迁了 谷二爷给我们的地址 这儿给封了 也就是说 我们根本找不到人 我和驱胖三都傻眼了 我问驱胖三 说你记得 谷二爷的电话号码吗 驱胖三摇头 说大人我 哪会记这种破事 我说那怎么办呢 驱胖三伸了个懒腰 说要不然 吃涮羊肉吧 我一脸郁闷 说我说的是 接下来该怎么办 没问你吃什么 驱胖三伸手一抓 黑眼中 突然浮现出 一张灰白色的脸来 猙獰半露 破碎玻璃一般 摩擦的声音 从嘴里传出来 说你们是谁 驱胖三平静的说 劳烦告诉谷二 这么冷的天 给我们准备点涮羊肉 我本以为这一次 要空手而归 却没想到 驱胖三居然看穿了 这儿的障眼法 整出了这么一套玩意来 仔细打量 我瞧见 这玩意好像是幽灵浮空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身形是一飙形大汉 一脸猙獰恐怖的恶模样 不过给七胖三 掐住了脖子 再凶恶都变成了 呲牙咧嘴 无比滑稽 他被擒住 这还是个死脑筋 那种刺耳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衙门八字开 说完这五个字 他就直勾勾地看着我们 这是队暗号吗 我愣了一下 小心翼的说 有礼无前 你墨镜了 那玩意机械的说 错误错误 驱胖三气乐了 空着右手扬起 噼里啪啦的 就扇了过去 虽然没有听到啪啪声 但是没一会儿 那玩意儿的脸就肿了 跟包子一样 又红又亮 根本没法看 到了这个时候 那玩意儿才哭丧着脸 说你们不讲规矩 驱胖三不满意地说 什么狗屁规矩 别跟我装糊涂 赶紧领路 我们跟古二 是患难的好友 这次过来 是特意来看他的 而且带了药 给他来治伤的 那玩意儿拱手 说你们是 驱胖三又要发作了 我赶忙上前 说他叫驱胖三 我叫做鹿岩 真的是古二爷的朋友 不骗你 那幽灵终于浮现地笑了 说我想起来了 我瞧见过你们的照片 古二爷也一直念叨着你们的 驱胖三似笑非笑 说念叨什么呀 幽灵一哆嗦 不敢说话 而驱胖三 则自顾自地说 是不是骂我们言而无信 幽灵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缩成了一团 驱胖三怒气冲冲地说 这个老沙才 大人我费尽了千辛万苦 帮他搞药 差点就死掉了 结果他却在背后 这般编排咱爷俩 真是的 行行行 大爷还不伺候了 走了 他故作生气 将那玩意一扔 转头就走 他一气 那幽灵吓得直哆嗦 赶忙拦在了驱胖三的身前 苦苦哆求 驱爷 你可别走啊 要让二爷知道 我把您给气走了 灰头 飞扒了小的皮啊 将我打入深渊 永世不得超生啊 他为虚物 根本拦不住驱胖三 被穿蹄而过 我瞧见驱胖三气势汹汹 那幽灵 连跪下来的心思都有了 忍不住笑了 我上前拉着驱胖三 故作责备的 对那幽灵说 还不快带路 那幽灵慌忙的点头 手一挥 那封条 就在门口吱压一声 打开了 露出了里面 黑幽幽的空洞来 一股凉嗖嗖的音风 从里面吹出来 让人下意识的 就哆嗦了一下 我拉着假意离开的驱胖三 往里面走 一边走 一边问 说干嘛搞得这么阴森森的 你家二爷在里面 还想做什么不法的勾当不成 那家伙惨兮兮的说 嗨 做什么不法的勾当 这不是 最近江湖上 风声有点解 好多中门 稍微站错队 就给各种理由 折腾不休 而那些散人就更惨了 变着法的刁难我 我这二爷 在这京都 更是避不过 他接到两次邀请 都是上面 想请他出来 去公文做事 这二爷谢绝了两次 然后 就闭门谢客了 躲到了这来 曲榜三说 说他原本 不住在这儿啊 那家伙说 原先也在 只不过 现在躲得更深了一些而已 走下这地下室 能够瞧见 几间的破烂店铺了 拆除的 就一段时间了 再往里面走 就是狭窄的居住 七拐八拐的 不知道之前住了多少人 那个家伙带着我们 一直往里面走 曲榜三 则问他的名字 他告诉我们 说他叫做阿贵 阿贵是 古二爷之前的一长随 在一次意外事件中 给古二爷的仇家 算计而死 灵魂受创 不得往生 二爷心疼这娃 就麻烦 找了蚂蚁门的老大 铁齿神算流 帮忙 将他塑形 弄成了这般模样 长期跟随身边 也算是有个伴的 七剑下场 此时大柜 可以算作是 一鬼魂 只不过 没有太多的业力 也用不着往生 曲榜三撇嘴 说那就是 一鬼王了 阿贵谦虚 说什么鬼王啊 我距离鬼匠 还有十万八千里呢 古二爷现在的居所 在长廊 尽头处的 一个小套房的夹层下面 通过一个狭长 而曲折的通道 来到一个宽敞的房空洞来 这个房空洞 看样子有些年头了 估计城市改造的时候 被废弃了 此刻又被古二爷 给重新捡了起来 经过装修和重建之后 他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来 我们下来的时候 空气十分清新 并不浑浊 显然这儿的通行条件 还是挺不错的 本口这儿 守着两个年轻人 瞧见阿贵带着我们下来 立刻就围了上来 阿贵跟他们 说明了我们的身份 但对方 依旧表示不疑 我瞧见 他们如临大跌的态度 也能够感受得到 这儿无比紧张的气氛来 显然 这古二爷的日子 过得并不是很好 他之前或许 还能够在这儿 小隐隐喻室 当一个逍遥自在的修行者 过着自家的小日子 但是参加过天下十大之后 在总局那儿 就有着备案和档案 而且还跟我们走得挺近的 那就被人给盯上了 双方在门口这儿 发生了一点争执 不过这并不算得什么 很快来了一个 穿着红色运动服的年轻女子 被他们称之为小师妹的 并且迎了过来 她是古二爷的孙女 古二爷从监控器里面 瞧见了我们 让他赶紧过来 引我们过去 这防空洞面积挺大的 至少有几百平 经过一个转折的通道 我们来到了一处大厅 瞧见古二爷 正坐着轮椅 朝着我们这边赶了过来 看得出来 他的精神还算是不错 而瞧见我们过来 更是高兴 我们有一段日子 没有见过面了 再一次相逢 倒也是热烈 古二爷身边的人不多 除了几个刚刚入门不久的 徒弟之外 最值得介绍的 就是迎我们进来的 那个红衣女子 小姑娘叫做古娜 模特身材 名蒙好指 是个美人披子 这显然是听古二爷 说起过我们的 在旁边不停地转动着 幽黑的眼珠子 打量着我和曲胖三 我和曲胖三 并没有卖什么关子 见面之后 寒暄两句 便直接开门见山地 说起了这独龙壁虎精血之事 并且将这药引的瓷瓶奉上 古二爷一直憋着不愤 但是心中 其实早就活翻开了 就如同主肺的开水 此刻瞧见 我们都拿出来了 顿时就是激顿不移 人只有真正失去什么 才会懂得珍惜 而此时此刻 坐在轮椅上的他 最想做的 恐怕就是重新站起来 尽管我们当初的承诺 用常识来判断 怎么看都是在骗人 但是他心中难免期待 此刻当我们真正拿出这东西来 他还是有一些不真实感 在确认之后 无论是古二爷 还是他旁边那漂亮孙女 都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来 曲胖三在旁边 交代了服用的办法 以及一些服药搭配和调养 还有后续的一些康复的事宜 讲完了这些 然后说道 哎 古二爷 我们赶了一路 上千里的路上 这饭还没吃呢 不弄点吃的 招待一下 古二爷年纪颇大 别人都尊称他一生爷 也就曲胖三 没大没小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是高兴得很 都恨不得将曲胖三 放在神龛上供着呢 哪还在意这些 赶忙问说要吃什么 当得知是帅羊肉之后 立刻吩咐 孙女古那去准备 趁着旁边人 都准备去忙火锅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 问起了他此刻的情况 情况跟阿贵说的一般模样 古二爷这一次 的确是转入地下避祸 古二爷祖上 虽说是六扇门的 但是这般封建 糟粕的手段 在新社会早就用不上了 所以到了他这一辈 就再也没有入过宫门 不过后来的时候 又有了需求 所以几个师兄弟 还有徒子徒孙 也有在宫门里干活的 只不过都得不到 真传并不厉害 他这门手艺 算是刑狱行当里的 头一份 自然十分吃香 倘若是之前 他或许还有些想法 只是经历过了 元桥先导的事情之后 心思多少也淡了许多 再加上自己行动不便 坐着轮椅 便更是如此了 却不曾想 第一次邀请之后 他在宫门的师兄弟 就有消息传出来 告诉他 上面的意思 是你得站出来战队 你又是不来 就说明心思不单纯 回头将你弄倒 尽管这消息并不确定 但是谷二爷也是有脾气的 他老人家 横了一辈子 哪里能受得了这种气 所以在第二次邀约来的时候 他就人间蒸发 引了下来 听说谷二爷说完了这些 我想起了一事了 说你竟然在宫门之中 有些耳目 不知道对最近 这里面的一些事情知晓吗 谷二爷说 你想知道谁的消息 我说林启明 你知道吗 谷二爷说你讲的 可是年纪轻轻 就成为了东南局老大 被称之为宗教局 少装派代表的那位 林启明邻局长吗 我点头说对 谷二爷说 他呀是条汉子 只不过现在被关押在了白城子去 听说呀 好像要完了 白城子 我本以为 依照当前的情况 林启明 一个堂堂的封疆大吏 即便是跟黑手双城 有一些或者那样的关系 但至少 也该给予相应的待遇 虽说不至于好吃好穿 但是最多也就是个双规什么的 对他 也还有保持一些尊重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已经被关押到白城子去了 白城子是什么地方 那是当今 最大的特殊监狱 在江湖上的铭记 比西北边疆那儿 建立在沙漠中的重刑犯监狱 和被称之为第一监狱的秦城监狱 还要强上许多 因为那是专门 关押修行者的特殊监狱 不但有着全国最为严密的保安 以及安保力量 而且还是藏龙卧虎 有着许多恐怖修为的宫门中人 那甚至还有一个特别的研究院 关于他的传闻 我自入行以来就听过无数 耳朵都生了老简 听说那是防备最严密的地方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当然 传闻就是传闻 杂毛小道也说过 那地方被人越狱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而即便如此 也改变不了白城子可怕的名声 而最重要的是 就是林启明既然已经被关到了那里去 显然是已经对他的罪名有所认定 要不然也不可能如此 我有些惊讶 问古二爷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林启明先前还是东南局的代理局长 怎么突然就进到局子里去了 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啊 古二爷说 你们没听说吗 那位著名的黑手双城 已经被意图不归者 用邪佛黑者力给魔化了 我说自然知晓 我们刚从毛山过来 只是 这关林启明什么事啊 古二爷说 他们不是一伙的吗 曲胖三翻起白眼 说你这话说的太没道理了 什么叫做他跟黑手双城是一伙的 人家当初只是他的下属而已 照你这么说 黑手双城现如今坐到了总局副局长的位置 那么总军从局长 政委 副局往下 这所有人都得抓起来咯 古二爷说呀 你们两个就别跟我置气了 我还感慨呢 我有一个师弟 跟着那位林局长 在东南局工作 听说啊 林局长人挺好的 他还打抱不平呢 我说具体 你也不知道 古二爷说 我就躲进小城楼成一桶 管他 东下于春秋 事情 的确 是知道那么一个事情 但是具体的事 却并不知晓 你们若是 想要知道前因后果 我回到找人去问 我有点着急 说那你知道 其余人的情况吗 古二爷说其余的人 什么人呢 我说 黑手双城 手下的七艳 比如 那位布鱼 于家园 还有董仲明啊 什么之类的 古二爷说 我这就听到林其名的消息啊 至于其他的人 没怎么了解 我说你这两天呢 帮我打听一下行吗 我们比较急 古二爷说没问题 娜娜的父亲呢 就在一个机关里面上班 回头让他给打听一下 应该会有一些结果 驱胖三 赶忙吩咐 说记得 别提我们 古二爷笑了 说我知道 现在世道这么乱 你们两个不打算露面对吧 我们点头 说对 这事得小心 别回头 把我们也给弄进去了 我们这边聊着天 那涮羊肉的清汤 便已经是弄得差不多了 我们一步步远处的餐厅 古二爷高兴 喊他孙女拿两瓶二锅头来 说要陪贵客喝酒 他的漂亮孙女不肯 说爷爷 你身上有伤 还喝什么酒啊 不准喝 古二爷虽然有些发脾气了 然后用手 拍着轮椅的扶手 说有棚子远方来 不宜乐乎 怎么着 爷底 招待好 况且 有了他们送的药 回头 你爷我又站起来了 怕肾哪 古那是个比较理智的女子 古二爷 双腿拒断 在他看来 重新站起来这事啊 显然有点过于夸张了 不过他呢 也不会直接戳穿爷爷的希望 而是说 我来陪贵客喝 用不着你 接下来的吃饭时间 那位古那小姐 给我们证实的什么叫做 精派大妞的做法 这一顿酒给劝的 让我们都有点晃悠了 曲胖三这家伙 拿着年纪卖乖 说自己还是小孩 不沾酒 结果都冲着我来了 我不可能被小妞吓到 当下也跟他怼了起来 两人喝了一瓶又一瓶 不过 这古那虽然能喝 但是跟我这个开挂的人 到底是不能比的 喝到第五瓶的时候 终于晕乎了 古二爷赶紧叫人 将自己的孙女 扶回去睡觉 这老不休 还指着四家孙女 修长的眉腿 冲着我咧嘴一笑 说怎么样 我喝的也有些多了 愣了一下 方才问道 说什么怎么样 古二爷咧嘴 露出了一排货牙来 说你别跟我装啥 我问你 我这孙女人怎么样 漂亮吧 我说还不错 古二爷说呀 他性子也好 干脆清爽 追他的小伙儿可多 能够从这儿 排到西之门去 你要是对他有意思 赶紧跟我说 我虽然老了 还是能够给他做主的 直接嫁给你 我也好招这么一个孙女去 我听到这老司机 要开车的样子 赶忙摆手 说别呀 你别歪楼了 我可是有女朋友的 啊 古二爷愣了好一会儿 方才有些 不敢相信他说的 真的吗 曲胖三 说是真的 人家女朋友 是东海蓬莱岛 未来的海公主 又聪明又漂亮 而且修为高深莫测 比她都强 老古啊 你要想找孙女去 不妨考虑一下我 古二爷气得翻白眼 说你 得了吧 毛还没长齐呢 二只饭吃到这会儿 气氛都还不错 简单瞎扯了几句 我们开始聊起了当初 分别之后的事情来 古二爷在京都这儿 消息灵通 他告诉我们 当初我们和左道等人 大闹白云关 把天下十大分封的事儿啊 给搅黄了之后 官方就没有再提起 不过呢 那名单 反而是在民间流传了出来 诸多因素弄到一块 大家反而认可了 当然 除了榜单上那些人 民间私下 又列出了几人来 说这些人的实力啊 也等同于天下十大 而在这些人 列出来的名单里 就有我和杂毛小道 还有一些 众所周知的强者 算得上是皆大欢喜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官方的面子就亏大了 所以官面上的 这些个部门 无论是明理暗理 又或者说 对于我们这帮人 基本上都处于封杀的状态 不宣传 不合作 不接触 尽量的晒着我们 让我们遇到事儿 知道难了 去求他们才行 而且一旦出现任何事情 都得公事公办 一点变通和宽容都没有 听到谷二爷说这些 我顿时就明白了 严副局长弄出来的那事 事实上 如果真的有人 或者说是有心人 去审查一番 就应该知道 那是冒牌货 他的真的身份 但是一直到将我 投入白城子监狱去 都没有人纠正这个错误 也就是说 这背后 有人在推波助澜 不管事情 到底会怎么样 只要抓到把柄 就往死里面弄 板上钉钉 这事儿 才好玩啊 除了关于我们呢 还有一些 是关于别的消息 比如白云关的海长真人 举行了交替仪式 将现任的 关主的职位 交给了他的师弟 林云子 而他本人 则挂摔银而走 云游四海去了 与之对应的 则有赛阳真人 这位与陶进洪同辈 被誉为 一石余亮 其中的道门北平 也在不久之后 宣布闭关 不再陷于江湖 牡丹江天仙宫的 三绝真人 则是去了北京 我问什么是北京 古二爷告诉我 这据说 是去了西伯利亚 这次的天下十大 三绝真人 引以为迟 觉得自己 这两届天下十大 名不符实 落人化病 于是 在白云关之事之后 便回到了东北 随后 又北上 据说 是去寻找 道门的某处的秘境 想要通过游历 秘境 然后提升自己 让自己未来 能够堂堂正正的归来 用实力 来给自己冠名 他说这话的时候 让我有点内疚 事实上 三绝真人 绝大部分的压力 来自于我们这 而即便是如此 当初 他在十四路口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荣誉 却还是选择帮助了我们 若是他心中 没有情绪 这肯定是假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当天就离开 前往北地去 后续还有许多的江湖消息 另外 古二爷 跟我讲了许多 关于朝堂之上的事情 真真假假 这些都难以分辨 只是当作一乐 不过据说 这段时间 与我们修行者 有关的几个部门 都经过了大换血 掉了一些 比较有魄力 和才干的人 走上了领导位 而这个时候 古二爷则笑了 他说 这次对付黑手双城 残余势力的人 雷厉风行 便有着那些 新生代的力量 在幕后推动着 毕竟 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帮老大上位了 那肯定要给自己 以前的心腹和下属 一个可以 期望的官衔 如果能够通过 打击那些旧力量 将位置腾出来 想必也是极好的 那一夜 我们聊了许多 一直到了下半夜的时候 古二爷困倦不已 方才各自散去 我和屈胖三 这一觉睡到了 第二天下午 听到有敲门声 我方才爬起来 问了一声 外面 古那低声地说了一句 说他爷爷找我们 简单洗漱之后 找到了古二爷 古二爷拿着一张纸 瞧见我之后 递给了我 然后说 除了林秦明 落入白城子监狱的 还有于家园 董仲明 朱雪亭和白河 这些天呢 都失踪了 不知下落 金融大亨 这于家园 也就是不于道人 也就是说 起见之中 除了张力云和于悦 在很久之前 就已经失踪之外 现如今 三个男性 包括林秦明 不于和董仲明 在内都给关进了白城子监狱 至于那白河 以及还有朱雪亭 这两人则在搜捕的过程中逃离了 说是失踪 明眼人稍微一动脑子 就能够知道 这两人是逃走了 那么 要不就是暴力抗法 要么就是发生了某些 不可对外公布的事情 最坏的结果 是死了 两个女子之中 朱雪亭 我们打的教导比较少 至于那白河 曾经 屡自三番 被派到我老家去监督录作 甚至 还跟小妖姑娘打过一架 对于她 我还算是熟悉的 不过平心而论 她也是公事公办 我对她 实在是提不出太多的恨意了 而现如今 当初危震江湖的 七剑 七零八落 得了个这般下场 着实让人呢 有点遗憾 纸条上除了七剑之外 还有其他 黑手双城 底细的消息 我在一张 薄薄的纸张里面 瞧见了一个印象 比较深的名字 赵忠华 这人是陆佐 特别跟我提起的 说他呢 曾经是 黑手双城的手下 后来因为某次事故 脱离了组织 隐居在南方省的东关 开了一家废品站 自称破烂掌柜 而后来 黑手双城 启示建卒 又将以前的旧部 招揽回来 他就回归了体制 现在 在南方省 南方市的 某一个地方 任副局长 算得上 是林秦明 麾下一大将 不过他的触发结果 有人 让人是意想不到 仅仅是 留职查看 并没有做更多的处置 这事情有点蹊跷了 虽说这位破烂掌柜 不如其见亲近 但是 在黑手双城的集团之中 也算得上 是高级干部 待遇 却是这般的千差万别 按道理来说 刘之查看 算得上 是比较严重了 但是 相对比 林秦明的 琅当入狱 又显得有点古怪 而且上面大部分 都是黑手双城 前妻的嫡妻 后面他招揽来的人 除了少部分 没有离开 其余的 如同王清华这会儿人 早就逃之夭夭 不见了踪影 我读完了报纸 忍不住 问古二爷 说林秦明等人 到底是什么罪名啊 古二爷摇头 说这个就不知道了 我顿时就是一阵乌语 说什么罪名都没有 咱就拉到了 白城子监狱里去了呢 古二爷说 他们上的是秘密法庭 我那儿子的级别不够 相关的档案啊 差不多 就这些 有的呢 还是找朋友 给弄出来的 虚胖三摸着下巴 总结了一下 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除了部分 没有得到消息到人之外 大部分留下来的人 都是心底乌丝天地宽 觉得自己 不会被人牵连头 而毫无意外 这帮人 都给毫不留情的顺势打倒 反倒是王清华成胜那帮人 估计早准备 一点风吹草动 立刻不见了踪影 我说这么浅显的道理 难道朝堂之上的人 就没有明眼的人吗 怎么就能够 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人 被打压呢 古二爷笑了 说露言 所谓强倒众人推 朝堂之上的人 就是这样的 君子不利于威强之下 你还指望这个时候 有人站出来 力挽狂澜不成 我说 那也不能用的时候 大家都好 不用的时候 就当做是姨妈金一样 给扔了吧 古二爷说 看起来你们还是 不了解政治这事 他可能 跟小学课本里 学的不一样 我叹了一口气 感觉到了一阵疲惫 正如同古二爷所说的 我在这地方 还是太幼稚了 虽然空有一身好本领 但是 跟那帮老司机 还是玩不起的 怎么办呢 我看向了旁边的 老司机屈胖三 却发现 他听完了 古二爷的话语 不置可否的笑了笑 然后说 老古 行了 在你这 也打扰一夜 药间已经送到了 那我们就走了 古二爷有点惊讶 说你们去哪 屈胖三笑了笑 伸着懒腰 说去哪 当然是去找 大同和尚 去送药了 还能去哪 对了 你的手机号是多少 回头有事给你打电话 古二爷说 这地下信号都平密了 不过你们寄一个号码 是我孙女的 她每隔一段时间会出去采购 应该能联系得上 她说完 讲了那号码 我寄在脑子里 然后跟着屈胖三 一起告辞了 从这防空洞的密室 回到地面上 道路曲折 古二爷行动不便 就由她的孙女 送我们离开 不过走的时候 不是阿贵 引我们进来的那条路 而是另外一个通道 那个通道 也藏在地下 算得上 是比较宽阔 能够开进一辆三轮车来 七拐八拐之后 我们出现在一条小巷子里 头顶是雾蒙蒙的天空 古纳看着我 眼波流转 小脸蛋红扑扑的 朝着我挥手 说路大哥 再见 我与她挥手告别 然后跟屈胖三 走出了巷子口罩 转头回去 瞧见那女子 已经消失不见了 屈胖三扎扎一下嘴 说这妞不错呀 前途后窍的 一看就知道 是未经人事的厨 我听说 留学到那老皮肤 传了你们手艺 叫做皇帝玉女经 反正重重在天边呢 你不如拿她来练练手 总好过没事总用手啊 我的脸都黑了 说你妹的 你才用手呢 你们全家都用 屈胖三哈哈大笑 都在言语 我气头过了 冷静下来 这才问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呢 屈胖三 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说不用手 到底是用什么呢 我给她逗得没法 只有说 脸精化气 脸气化神 脸神还须 脸须何道 屈胖三摆了摆手 说得 你别跟我在这念经了 你不是有一个 茅山势力的 通讯录的小册子吗 这京都这么大 既然现在 联系不上老鬼他们 那就去找 这些地头蛇 问一问情况 我点头 说好吧 当下 我也是拿出了通讯录来 研究了一下 京都这边的情景 茅山在全国各地 都有一些暗线 这些人的身份 有的是公开的 有的是半公开的 有的呢 则是绝密的 是持有人的级别的不同 而有所区别 我拿的这一份 是全国的名单 仔细一看 在京都这 茅山有五个联系人 有两个是公开的 两个半公开 另外 还有一个是绝密 我沉思了一会儿 拨打了一个半公开的号码 半公开的联络人 名单上只有电话号码和外号 而这位的名字叫做孤狼 电话打了两通 都没人接 打第三次的时候 我都准备换一个人了 结果这时候 却接通了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说喂 找谁啊 突然接通了电话 让我愣了一下 犹豫了半秒钟 方才说 你好 孤狼吗 那边的声调一下子小了几分 说你是谁啊 我说 我是茅山新任的外门长老 陆岩 想来找你帮忙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恭敬的说道 哎呦 十分荣幸 陆长老啊 这电话里头 沟通也不方便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直接过来吧 简单的通话结束之后 这边又发了个地址过来 那个地址 是富城门一带的金融街 离这儿倒是有一些圆 我瞧见这地址 还附带上姓名无声 就有点懵 曲磅三看了一眼 说这位是什么情况呀 曲磅三怂了怂肩膀 说谁知道呢 我们出门 打了个车 没多久就赶到了金融街 然后按照地址上面一处 比较有名的大厦的顶楼去 这是一家 看上去门脸十分高大上的投资机构 这一点从对于前台小姐的综合素质 就能够看得出来 曲磅三 说这小妞不去做模特 都可惜了 估计 要是横下心来 跟导演 副导演睡觉 或许还能出个 三流电视剧 以及网络大电影的女二号 我们来到前台 给这位女二号 说起我们要找吴胜 这女二号 用标准的八颗牙齿的微笑 看着我们 然后 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说 请问 你们跟吴总有预约吗 吴总 曲磅三 装着天真无邪的样子 说这位小姐姐 吴总在你们这儿 是什么职位呀 女二号说 吴总是我们这儿 投行的创始人 和董事长 啊 金融人才啊 我有点懵 感觉有点走错路了 没想到啊 这位办公开的联系人 居然是投资领域的人 跟我们想要找的方向 完全疯马牛不相及呀 不过来都来了 总得见上一面 我对女二号就有说 你告诉她 我叫陆岩 之前跟她 有沟通过电话 这女二号 点头 拿起了手机 用苏的让人浑身发麻的语调 询问了几句 然后挂了电话 对我热情的说 你好 吴总在办公室里 等着你们呢 请跟我来 她领着我们 往公司里面走去 越过忙碌的大厅 一直来到了最里面的一间房间 敲了敲门 就得到了英许之后 推门而入 我走进办公室 敲见一个西装革履 面色沉稳的中年男人 她打扮沉稳 一看就知道是精英人士 女二号离开之后 那人上前过来 打量了我一下 然后说道 我见过外门长老的照片 你不是鹿烟 我低头 抬起来笑了笑 说现在呢 那男人攻手 说毛山弟子孤狼 见过外门长老 望着面前这位 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 都跟我们这些江湖人物 完全不搭边的金融精英 我愣了好半天 方才反应过来 我攻手 说你好 吴胜是吗 他说对 是我 我从他沉重的男中音 以及男低音中 听出了刚才电话里的声音 确定了人之后 我忍不住说 有点意外啊 没想到 毛山的联络人 居然会是在这 一秒几百万的金融街大厦里面 开着这么大一个头发 吴胜笑了 随后 他引我们来到办公室 招待客人的沙发入座 然后 说道 所以我的外号叫做孤狼吗 这时有人敲门 一个美丽的 弯弯的OL的女郎 给我们端来了咖啡 但是离开之后 孤狼开口说 陆长老 在你来之前 我就已经收到了相关关于你的消息 知道 这次毛山遭劫 倘若是没有你和你的朋友在 千年租门 必将覆灭 而你救下来的那些 无辜的镇迷之中 有一个人 便是我的母亲 在这里 我向你道谢 他站起来 给我鞠躬 显得十分的郑重 我赶忙 起身扶住他 谦虚了两句 这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然后 他介绍了驱胖三 他知道我 自然也知道驱胖三 又是好一分的赞大 如此寒暄了一番 吴圣对我说道 陆长老 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 请尽管直说 我在京都扎根十五年 方方面面 都还是有些朋友的 我有点迥 说其实找你呢 的确是有事 不过你现在在做的专业 和我们想干的 似乎有点出入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毕竟 我没有不买股票 孤狼无胜 一本正经的说 如果买股票的话 我建议你们周五之前 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 啊 我没有问 反而是驱胖三 忍不住说话了 说为什么呢 吴圣严肃的说 这段时间股票大热 其实是某些人 在背后推动的 这帮人 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 他们将股市 推上了顶峰之后 必将在利益空之上 大作文章 然后开始挥舞镰刀 进行收割 收割财富的同时 重创国内的经济 打击当前的执政者 以及掌权者 联合旧有利益 或者既得利益者 一起反扑 我分析啊 这近日必有一战 你们或者你们的家人 如果说购买了股票 赶紧空仓 免得被当作炮灰 他说了一通 然后严肃的说道 这背后 是国际的金融巨额 兄弟会 他们和国内 一些利益得者 这是第一次联合行动 准备做空我们国家 与这一次 盛光日元会 进攻茅山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听到吴胜 从金融角度 来分析此事 我顿时感觉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说既然如此 那帮人还跟兄弟会合作 吴胜叹了一口气 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许多既有利益既得者 他们的发家之路 充满了血腥 又怕被人给算老账 唯一的办法 就是跟外人合作 通过大起大落的局势 翻云覆雨 一呢 是在这里面 获得巨大的利益 另外 也是找寻机会翻身 如果能够洗白 而重新占据高位 那就更划算了 所以 才会点而搜险 听到这话 我联想到了 碧勇长老和破风长老 这两位都是 毛山中的中间力量 十大长老之一 包括他们的弟子 都是如此 但正如同 吴胜所说的一般情况 因为害怕被算总账 害怕自己当前的权位失去 故而最终选择了图穷 匕首线 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和为之奋斗 一辈子的东门 道理是一样的 说完这些 吴胜话题一转 最后说 我听说了 陆长老 你单人追击破风 必有两位叛徒 最终生擒的事情 现在校长叫人在精灵 而你们则出现在了京都 必然有什么大事情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 应该是处理面粉总局 这一次对于黑手双城的 清洗事情的事吧 清晨无人 无愧是做金融的 能够在这么凶险领域里面 厮杀的男人 这头脑当真不是盖的 他这么说 想必也是反击我刚才说的话 我说找错人了 但他却想用自己的能力 证明我的错误 我笑了 没有在隐瞒 而是直接说起了我的目的来 吴省点头 说其实你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了 陆长老 你虽然是毛山新任的外门长老 但是功勋卓著 而屈大师也是声名远播 我也不隐瞒 我孤郎 其实是毛山在京都的总联络人 其余的联络人 其实都是我的下线 所以你们能够找到我 就算是找对人了 我有些惊讶 说那么就是 你有办法了 吴省耸了耸肩吗 说我在京都 主要的任务 是帮毛山管理资产 我每年 投行都会 负责毛山 日常的经费开销的四成以上 啊 我有点诧异 说毛山还需要用钱吗 吴省哈哈大笑 说这毛山 又不像是 隋岸阁一样 靠做生意 卖福胜钱 又不像是白云冠一样 收徒赚钱 几千人的开销 也不是 贫困而来的 自然需要经济供应 当然 君子 不严厉 大部分的修行者 都耻于谈钱 所以这事啊 没有人跟你说起而已 说完了这些 然后他又说道 不过 我可以帮你找到 对这事最清楚的人 他看了一下 手腕上的百搭费力 然后说道 正好 也快到饭点了 我一下吓人吧 你稍微等我半个小时 我处理一下手头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虽然这个吴省 也是个修行者 虽然给我的感觉 也并不厉害 但是 他整体的气场 却是很强的 这种气场 在金融名利场面上的 厮杀出来的气质 很像 就好像是战争年代中 那些沙发果断的 雇佣兵一般 明明只是一个普通人 却能够操纵 无数人的生死 他也一样 吴省让我们 在沙发前这喝咖啡 欣赏窗外的景色 和川流不息的人群 而他则会到了 巨大的办公桌前 先是打了一大通电话 然后又开始不停的发邮件 距离半个小时 还有五分钟的时候 他终于弄完了 然后拿出了电话来 开始联络 通话 很简短 约了地点之后 他收拾东西 然后站起来 跟我们说道 我们走吧 约个地方喝早茶 我们跟着他 出了办公室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也变回了普通人的面孔 吴省有车 这是一辆银子的 劳斯莱斯幻影 也配得有司机 路上的时候 大家都没说话 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到了一家 看上去比较老旧的茶馆 在胡同的深处的一个地方 看上去人并不多 还真是喝茶呀 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广式早茶 下车之后 吴省带着我们往前走 然后低声说 我们见的这个人 身份比较特殊 也比较敏感 最近又出了事 比较谨慎 所以就不吃饭了 找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聊一聊 茶馆也是我们茅山的地方 老板是另外一个联络人 我忍不住问他 说我们这是要去见谁呀 吴省笑了 说等见到就知道了 我估计你们应该是认识的 走进了茶馆 因为是早上 所以基本上没什么人 不过我瞧见跑谈的小哥 以及门口的迎宾姑娘 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看样子应该是个修行者 吴省表现的是自信满满 我都不由的期待起来 走进茶馆 从左边的展门处 跑了一个满脸油光的胖子来 冲着我们点了点头 说他已经到了 在后面等着你们呢 说吧 他又向我点了点头 自我介绍 说的长老 你好 我是八戒 八戒 我的脑子转了一下 想起了这是另外一个 半公开的联络人 冲着点了点头 说你好 八戒没有跟我们一起进来 而是由屋盛领着 到我们面前 后面的一个暗房里 屋子里面的灯光昏暗 看不清楚是什么 而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在这茶馆的后面 坐着一个人 我走进来的时候 他正好抬起头来看我们 两人对望 我愣了一会儿 然后很惊讶地喊道 徐大哥 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 原来我们要见的人 却是毛山宗的徐淡定 这位仁兄 也是毛山的一代传奇人物 他的父亲 是毛山的前长老徐修梅 而当年 黑手双城 试炼天下 他也同样 是同一批的人物 跟随着黑手双城 一起进了总局 后来不知怎么回事 就又转到了外交部 先去法国 又去了美国当武官 还有参赞来着 算得上是毛山 在抄堂之上的另外一面旗帜 我们是认识的 而且关系呢 还不错 久别重逢 我有些惊喜 徐淡定显然知道 我们的到来 反而淡定了许多 邀请我们坐下来 吴胜瞧见 我们都比较熟悉 笑着说 既然如此 那我呀 就用不着当中间人了 你们聊 去前台跟罗胖子聊聊 徐淡定叫住了他 说小吴啊 你先别走 在旁边听一听 他出言邀请 吴胜也不再坚持 而是坐在了旁边 大家落座之后 我比较关心徐淡定的情况 而他则是淡淡的说道 大师兄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我的确受了一些影响 消息传回来的第三天 我就被免职了 从美国返回到国内之后 我很早就去了外交部 那帮人还管不到我 限制不了我的人生自由 徐淡定 一直都是风轻云淡的样子 但是 在谈到现在的那帮人时 言语之中 难免表现出了几分责难之意了 显然 是对那些人很不满 他告诉我们 的确 是有人准备搞的 不过他并没有能够让那些人如愿 徐淡定的老岳父是个老机关 在布围里面 有着盘根错节的人脉 老婆家的亲戚 也有他身居高位者 而且 他与黑手双城的关系清清白白 这些年 又一直在国外 立了很大的功劳 就凭这些 那帮人 还动不了他 更何况 现如今 毛山也是遭受劫难 正是最让人同情的时候 这对徐淡定 这种 有毛山背景的人 也是很大的加分 至于他的停职 只不过是一种保护措施而已 这阵风头过了 徐淡定 必将在更高的岗位 发挥自己的才能 而且 他此刻 返回京都来 也不是闲着的 黑手双城的老部下 很多人 其实也是他的老部下 他不可能 看着这帮人 被那些新鬼给玩死 吴胜说的没错 徐淡定此刻 却是最合适的人选 而我们的到来 也让徐淡定 洗衣出望外 因为他虽然在京都这个地方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与此同时 因为他与此案的关系 很多时候 他行动起来并不方便 这使得他 需要一批 比较可靠的帮手 但这样的人 其实并不好找 因为毛山 在京都的力量 虽然有 但是都给盯得死死的 行动呢 很是不便 所以 我们的出现 正好填补了这些空白 徐淡定谈完自己的情况 又问起了 毛山 知变的情形来 包括后续的一些助理 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天 相关的各种消息 也都传了出去 徐淡定作为毛山弟子 自然是知晓许多 但是远不如我这种 亲身经历过的人 口述生动 对于这个 吴胜也比较关心 我并没有过分夸赞自己 只是比较客观的 讲述了当日的情形 不过 即便是有意低调 但当 我和徐胖三 的确是参与了许多重大事情 而且还是最关键的人物 这些都是无法抹除的 讲完了这些 又谈到 我追杀 破风 碧勇 以及两个徒弟事 后来在刑堂 参与审问 得到的消息 在这过程之中 徐淡定重点地问起了 黑手双城 现身知识的情形来 还是他 比较关注黑手双城 当听到黑手双城说出 关于毛山那番话 他有点激动 红着眼睛说 是他 一定是他 他回来了 一定是他 他叹了一口气 说只不过 他与千通王交手的时候 估计又受了伤 事情还是比较危险的 千通王 徐淡定冷哼了一声 说王圆湾那家伙 倒真的是作死 当年的时候 上面放过他一马 觉得父亲的事情 不能落在儿子身上 却不曾想 他竟然不敢知 弄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一乐 说他父亲当前犯了什么事 徐淡定说 他父亲当初 在世界末日一战中 趁着京都所有的守备力量 应战邪灵教 私自闯龙脉 并且打伤多人 最终被人擒住 后来 在被审问之中 身受重伤 不止而亡了 审讯过程中 身受重伤 我听了 一阵的寒暂 说这也难怪 他会心生反义 只不过 他到底 是哪修行来的一身 超凡的修为呢 你可能不知道 当日的他 简直就是魔王凡事 留学到张老 也败于他手 差点身子 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倘若 不是陈军献身 只怕茅山后院 早就被攻陷了 徐淡定说 我听说近些年来 闹得挺凶的那一帮建筑 也是他的手下 我点头 说看样子好像是 都对他服服帖帖的 徐淡定问我 说这些年一直在国外 并不太了解国内的情况 不过听说那些建筑 每一个人的修为 都十分的超拙 甚至比一些宗门长教 还要强大 甚至有人说 每一个建筑 都有天下十大的水平 你们怎么觉得 曲胖三扑斥一笑 说讲这话的人 怕是被吓破了胆子 我点头 说对 曲胖三说得很对 这些建筑固然难缠 而且每一个的修为 都颇为深厚 建法超拙 但也并不是没有弱点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同样突出 洛阳长老 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还能力敌四名建筑 并且击杀两人 也正是如此 缺点 徐旦定好奇 说什么缺点呢 我说这帮人的修为 是速成的 据说是通过 好几种罕见的法器 调制而成 已知的 就有一尊九州顶 而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根基不牢 而且神魂不稳 当日洛阳长老 用毛山羊鬼术应敌 将那帮人 吓得屁股尿流 好不痛快 哦 徐旦定笑了 说若是如此 我就放心了 他笑得很坦然 显然对于 毛山羊鬼术这种手段 他也是十分擅长的 徐旦定说出了 千通王的身份 而千通王身份曝光 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 不过也使得 他名下的产业 将会被有关部门 打压和接管 千通依旧叫做千通 但绝对不会再姓王 而那帮追逐利益的 世家子弟面前 他以前得意的金钱手段 必将不在 想必会伤痛一阵呢 这时 一直在旁边 只听不说的吴胜 突然举起了手来 他咳了咳 然后说 之前得到消息 所以 我一直叫人在收集 关于千通的 集团的消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应该很早之前 就将财富做了转移 现在千通集团 空有七表 其实真正的资产不多 甚至都不足以 偿还银行的贷款 从这点来说 千通王的损失 虽然有 但是并不大 而且 他如果跟兄弟会的人 搭上了线 想必 还会有更多的利益 听到孤狼无声的提醒 徐淡定点头 说对 如此说来 他还真的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家伙 我是最关键的问题 在于我们 得搞清楚 这个人为什么会 突然变得这般厉害了 他与那帮建筑 还是有些不同的 无论是修为 还是神魂 都稳固如山 这才是最可怕的 他以前的时候 或许 还有迹可寻 现如今 从地上转移到地下 从正规军 变成了流客 其实更加难缠了 像我这样的人还好 倘若是一般人 还真的很难逃过 那家伙的手段 徐淡定说 名故为有一些 关于王源外的资料 我在里面有朋友 说那里 掌握了王源外 最全面的消息 我现在正想方设法 让他想办法 回头给我们调出来 我说林启明他们 又是什么情况了 徐淡定叹了一口气 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林启明他们犯事 的确是证据确凿了 而且他们也都认了罪 不过让我奇怪的 这许多的指控 其实都很模糊 而且证据率 也不是很清晰 感觉就好像 作假做出来的一般 而且除了他们三个 白鹅 朱雪亭都不认 甚至想要逃走 我说那后来呢 徐淡定摸了一下鼻子 叹了一口气 说朱雪亭逃走了 不知下落 我心头一横 随后一跳 说那白鹅呢 徐淡定的眼神 变得凌厉起来 不过并不是对我 而是看向了 茶桌之上的茶杯 过了好一会儿 大方才说到 被当场击毙 死了 啊 白鹅死了 听到这话 我顿时就 惊得说不出话来 脑海里浮现出 一个短发俐落的女郎 大长腿 眼睛亮晶晶的 我记得最后一次 与她见面 好像是在我们市里 那个监狱里面 她出面审我 后来又将我给放了 我们当时的立场 并不一样 她奉命来蹲守陆左 所以起过几次冲突 但是 我还是能感受到 她的善意 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此刻 却在一次内部的 审核的过程之中 被当场击毙 这事实在是 我经的半天 没有说话 而徐淡定 则说道 后来有人 告诉了我一些 真实的细节 说当时白河 表示自己没罪 带人抓捕 她的人态度很强硬 甚至蛮横 还采取了 侮辱性的手段 想要扒头裤子 她在反抗 起了冲突 后来被围时 白河都已经准备 举手投降了 结果领头那人 却下令开枪 据说当时的场面 十分难看 整张脸都射爆了 脑枪子 留了一地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骂了起来 说然后呢 徐淡定 静静的说道 当事人 被停职关了进闭 现在正写检查呢 但是很多人都出面 说当时的情况很危险 这个判断没有错 我没有说话了 虽然我跟白河的关系 并不太好 但是 却知道 他在黑手双城的麾下 也是立过汉马功劳的 这是有功之臣 旁边的吴胜 低声问道 据说白河 可是以前青城三老 九龄禅师的弟子 徐淡定点头 说对 不过青城山早已没落 没人帮忙出头啊 他这话刚刚说出来 突然间 手机响了 徐淡定 一开始没理会 响了三声 这才拿起来准备挂掉 结果瞧见来电之人之后 朝着我们说 稍等 他接过电话 简单说了两句 然后就挂了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 叹了一口气 说还真有人 帮着出头了 啊 我说怎么了 徐淡定说道 刚刚收到消息 被关禁闭的那个人死了 死在了总局内部的禁闭室里 碎石半段 有人 在墙上写了四个字 徐旁三说是哪四个字啊 徐淡定一字一句的说 血债血环 啊 龙虎长老 尽管白河 跟他并不熟 审视之前 还有过一些冲突 但是 听完徐淡定的讲述之后 我都感觉到自己血脉喷张 有种想要拎着刀子 去砍人的冲突 然而 还没等我正式动手 就已经有人做了 不但做了 而且做得如此坚决 透着一股子 利风遮人的力气 什么叫做 血债血环呢 仔细琢磨这四个字 让我有一种 大夏天里 吃冰淇淋的畅快感 同时 也疑惑起了 干这事的人到底是谁 徐淡定 也显得十分惊讶 他刚才断言 青城山没落 不会有人 为了九龄禅师的弟子出头 然而这消息 来的还是 如此之突兀 不但有人帮他出头 而且 还用了 嚣张跋扈的手段 实在是太迅猛了 抛开被关禁闭的 那个家伙的实力本身 但说 在总局戒备森严的 禁闭室里面杀人 这里 有多强悍的实力 和同样 强悍的内心 方才能够干出 这件事情来 这相当于 老虎屁股摸一把 不但涂爽 而且还涂刺激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甚至有点作死的意思 那是什么地方 任何人 都有脾气的 而宗教总局 可不就仅仅 只有脾气 而且还有傲气 惹到这么一帮人 那么接下来的报复 必将是很恐怖的 我相信 颜面无存的总局 必将精锐尽出 不管这事情 是对是非 一定要将 那个嚣张的凶手 给找出来 只是 那人到底是谁呢 谁会干这种 污脑的事呢 是的 虽然这件事情 干得漂亮 大快人心 但从根本上来说 只是简单的泄愤 并没有任何 实质的结果出现 那个下令 开枪射杀白河的家伙 到底该不该死 该死 那家伙绝对是心怀叵测 将某些私人怨恨 或者说别的因素 加注于死事上面来 这财长 本来已经打算 束手 戴金的白河 被暴投而死 只不过 他身边那些人 如此配合 这时候 还有那么多人 为他喊冤 就知道 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了 如果能够 从他的嘴里挖出 是谁在背后知识 并且 拿死人当证据 远比碎尸万段 要来的明智许多 而且还能够 通过这件事情 将那帮家伙的气焰 一举打压下来 从而给某些人 争取一个 更好宽松的环境和结果 但动手的人 却把明明一把好牌 打得洗碎 徐淡定皱起眉头来 摸着下巴 说是谁呢 他看向了旁边 孤狼无胜 显然是想要 听一听他的判断 而无胜并没有藏着 而是沉吟了 几秒钟之后 做出了判断了 这件事情 需要从两个角度 来思考 如果是杀人灭口 转移注意力 自然是他们内部狗咬狗 真凶是谁并不重要 而如果不是 纯粹是报复的话 那么我能够想到五个人 啊 徐淡定点头 说你讲来听一听 无胜伸出左手 竖起了第一根指头 第一个 就是大师兄 白河毕竟 是他最亲近的手下之一 而且 还是他 培养多年的人才 情同手足 此番遭到黑幕待遇 而且 是惨凑暴徒而死 而且死的 极其不光彩 照当前 凶手还将逍遥罚来 他若是没有 被这邪佛舍利给控制 应该会出手的 第二个人 便是新近的天下十大 青城山的平沙子 青城山虽然已经没落 但是高手并未断绝 虽然他与白河 素不相识 但是拼沙子的性格无常 他若是 想将青城山的旗子扛起来 做这事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第三个人 就是西北局的李腾飞 此人呢 据说 出自于青城山的老君阁 而且与白河有救 一直心生仰慕 如今女神惨死 他愤然出手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第四人 我就有点 妄自揣度了 徐旦定说 你直接说便是了 我们参考 用不着担心 吴胜点头 说当年青城一战 众人皆说 青城三老守山 立战而亡 但是 实际上 那位 众童子 只是跌落山崖 生死不知 我想 如果 他有没有可能还活着 听到老友 九龄禅食 待徒惨死 方才出手 至于这第五人 他说离吧 看向了徐旦定 说那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徐旦定说 今天凌晨 吴胜看向了我和徐胖三 说在京都之内 能够有这般能力的人不多 有那种执行力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但恰巧我们面前 正好有两位 他说的第五种可能 原来是我和徐胖三 这家伙问题想的还真是周到 难怪徐旦定 会想听一听他的意见 仅仅凭借着这点信息 他居然能够整理出 这么多结论来 的确是一个搞情报的好材料 难怪会成为 京都这边的总联络人 我耸了耸肩膀 说第五个可能排除 我和徐胖三 昨天在谷二爷那待着 再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还真的掺和不进来这事啊 徐旦定点头 说知道 大师兄 谋理深远 不可能干出这种蠢事 李腾飞虽然有本事 但人在西北局 但话还没说完 吴胜呢 便举手打断 提醒道 说西南局的王鹏 已经将李腾飞 要回了警官阵 现如今 他正代表西南局 来京续职 参加总结会议 我这才 将他纳入先人的行李 啊 徐旦定点了点头 然后说 总统子这事过于缥缈 应该不太可能 我说也就是说 目前最有可能干这事的 有两个人 一是凭沙子 而另外一个 则是李腾飞 对吧 徐旦定说应该是的 吴胜说 既然我们能够想到 总局的那帮专业人士 自然更是心知肚明 这事 用不着我们来追查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就是想着怎么处理 后续的事情 比如 朱雪亭的安全 以及 被关在白成子的 那三位的安全 以及 其余 被控制起来的 旧部的人身安全 徐旦定说 这朱雪亭 是白云关的弟子 但极有可能 已经被白云关 庇护起来了 吴胜点头 说明眼人都知道 这次的清洗 到底怎么回事 白云关 虽然没有站起了 参合的意思 但是保护一下 自己门下的弟子的勇气 还是足够的 然而在旁边 一直一言不发的 虚胖三 突然开了口 说当务之急 不是这个 而是把那些 乱动手脚 肆意牵连的家伙 给弄服了 众人都有些意外 而徐旦定则看向了他 说 屈兄弟 你这话 是什么意思 屈胖三问道 打压黑手的旧部 主导这些事情的人 到底是谁呢 徐旦定 沉默了一会儿 并没有回答 而是说 现在 不是激化矛盾的时候 如果真正对抗的话 我们其实胜算并不大 哦 屈胖三 似笑非笑地说道 听你这么说 那帮家伙的来头 还真的挺大的 咱闲着逗乐子 你说来听一听 瞧见屈胖三 如此执着 和强硬的态度 徐旦定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主导这件事情的人 最终 其实是有两个 一个是总局的政委 副局长 严建设 而另外一个 则是 刚刚顶替大师兄 被任命为 副局长的伍卫东 屈胖三说 那位严副局长 就不用跟我介绍了 谈谈那位伍副局长吧 徐旦定说 你们可听说过 龙脉家族的事 屈胖三点头 说知道 金木水火土吗 历朝历代都有 不过那是封建糟粕 怎么着 现如今还有不成 徐旦定说 你们知道别好 龙脉家族的强大 你们应该是知道的 曾经被人称之为 天下第一高手的王红吉 便是出自于龙脉家族 另外黄天望 王明等人皆是如此 这位武副局长也是 他进局里的时间并不长 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 并且与他一般出身的人 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增多 据说是之前王明截断了龙脉 归以为己用 使得这帮人没有了修行之地 所以这才出事 听到这话 曲榜三笑了 也就是说 这帮人本来高高兴兴 挂一个皇家供奉的名头 什么事都不干 享受着全天下最好的修行之地 结果现在没办法了 只有出来干活了 徐旦定点头 说对 这帮人组成了 现如今最庞大的新贵组织 开始成为朝堂之上 另一股新兴的势力 而且极具共激性 我有点无语 说这是当然 这帮人的心里 过去一肚子怨气 无法发泄吧 徐旦定看向了我 说我听说 这一次天下十大的评选 王明也有现身 而且跟你们走得很近 在你看来 他到底 有没有将那龙脉给截断 吸走了所有的气息呢 我怂了怂肩膀 说王明的修为高深莫测 我没办法妄自揣度 徐旦定叹了一口气 说王明我也认识 不但认识 而且还挺熟悉的 人事真的不错 但如果这事是真的 那么他还真得来背这锅 若不是他急功近利 将龙脉给截断 断了人家的修行的根基 又怎么会弄出 这么多事情来呢 曲磅三冷哼了一声 说本来就是一帮 贪吃混色的米虫 现如今 也只不过是回归正常而已 正常修行又如何 哪来那么多怨气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奢难 世间之事皆是如此 那些人本来享受着最好的修行待遇 不但 在这龙脉这种外人难以知晓的修行圣地 打磨根基 而且 就在别人为了一两本 修行秘籍 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他们却有无数的点击 可供参与 这种待遇 简直是太美妙不过了 然而 当龙脉之中的气息被人截去 以前为之自豪的一切 化作云烟 这种发自内心的失落 是不可避免的 有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落差 知道得知我性 是知我命的道理 但是有人 却不会 他们从龙脉之中走出来 心中天然带着一股力气 感觉这世界 谁都欠他 而这些力气 很快就会发泄到这些工作之中来 徐丹定若无其事地说 那位在金碧市里 暴毙而亡的行动负责人 也姓武 我眯着眼睛 说他与这位武副局长 又是什么关系呢 徐丹定聊头 说目前暂时 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联系 只不过这人 也是这两年才从地区 上调到总局的 然后就得到了迅速的重用 而且他每一次的提升 背后应该 都有那位武副局长的影子 屈胖三点头 说明白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搞林启明他们的人 其实就是那位龙脉家族的代表人物 武副局长 再加上一个 严副局长 在背后 推波助澜了 徐丹定给他冰冷的语气 吓了一跳 说你不会 是让我跟那位武爷碰个 你死我活吧 屈胖三哈哈一笑 说我可没那么傻 徐丹定松了一口气 毕竟这是一位 胡作非为的名声 在天下十大的评选期间 就已经传开了 听说过他名字的人 都知道 这并不是一位善茬 如果他真的胡闹的话 还真的是有一些头头 徐丹定问他 说你有什么打算吗 屈胖三说 这帮人如此肆无忌惮的 打击黑手双城手下的人 甚至毫无原则 弄成了白色恐怖 这事难道就没有人管吗 现在 总局的头是哪一位呀 徐丹定说姓朱 是个乐呵呵的老头 没有什么立场 基本上属于 等退休的那种 很少 有什么自己的意见 屈胖三眉头一条 说谁的人 徐丹定 朝着上面一指 说算不得是谁的人 他听上面的 周局长本来 就是一个过渡人物 这些年来 一直做的工作 就是和悉尼 当初王洪奇卸任的时候 鼠疫 就是 既任者 大师兄 只不过 他的资历不够 需要过渡一两任的时间 而当时的狗老 徐老等人 都在旁边扶持 问题是不大 但是现如今 大师兄出了这事 黑手双城 是内定的下一任的总局局长 握了个去 难怪这事情会如此复杂 居然 既然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存在 也难怪那位正直大佬 不发生呢 原来黑手双城 早就被指定了 如此一来 他的权柄 自然大大收缩 这还不算 现如今 黑手双城入魔 使得前任 王洪奇的微信扫地 某种 阴暗的角度来看 他自然是乐见其成的 而现如今的混乱 也给了武副局长 和严副局长 这些人 一些可趁之机 而黑手双城的年纪 明显比这些人 要小上许多 却能够被给予重托 要说那些位 高位 权重的 那些大佬心中 没有意见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 现在的情况很糟糕 最主要的问题 其实是黑手双城 乃至于茅山 甚至 是我们这帮人在 朝堂之上的支柱 他倒了 我们大部分的高层力量 也就都荡送了 曲榜三突然笑了 说南鼎哥 你的想法是什么 说来听听 他没有再莽撞地想办法 而是征求徐南鼎的意见 这事 说起来实在是稀奇 因为这家伙 一项最有主意 很少会摆出一副 虚怀若骨的态度来 徐淡定笑了 说在你们来之前 我也没有什么办法 不过刚才聊天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了 正所谓 春王齿寒 虽说毛山宗 与龙虎山 在朝堂之上 属于天然的竞争对手 但毕竟都是顶级道 门下的弟子 也大多 在宫门之中讨饭着 彼此还是会有冲突的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却是最有可能联手合作 他突然抛出这么一个话题来 把我们都给震住了 龙虎山和毛山的矛盾 虽然从来 不束如于表面之上 但只要是明眼人 其实都能瞧得见 我们之前瞧见的那位赵成峰 便是龙虎山 搬出来与黑手双城打擂台的 而且后来龙虎山 更是插着我背 毛山其拿之时 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 双方从来都不对付 据说之前的老一辈 陶晋红和善阳真人 甚至都没有怎么见过面 见了面 也不会太多的寒暄 君子一诺 宿敌 我们是不太了解情况的 但是吴胜却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忍不住拍手称赞道 徐师兄说得极是啊 这帮人 可以这般对付毛山 自然也可以如法炮制 对待龙虎山 毛山与龙虎山 虽然一直在对抗 但毕竟光明正大 堂堂正正 而现在这帮人 行为做事完全没有底线 也丝毫不讲江湖的规矩 这样不懂得规矩的人 才是最可怕的 无声的话 让我们豁然开了 派手说 徐师兄啊 我的这事 什么都不明白 也不清楚 要干什么 只管吩咐 徐丹定笑着说 你是外门长老 级别可比我高 话哪里敢吩咐你呀 你可别这么说了 那半夜都是片面外人 咱们自家人 别那么多假客气了 徐丹定点头 说好 想要意识住 那帮人的气势 光凭我 和我身边的那些人 的确是有些不够的 但是 如果说加上龙虎山 以及几个毛山关系 不错的势力 再加上 对毛山 抱有通情心理中的 中立中人 成功几率 应该会大很多 其余的人 我都可以去跑 唯独龙虎山 光我一个 可能力度不够 可能需要 你跟我一起去拜访 我问他 说谁呀 徐丹定说 现如今龙虎山 朝堂之上的代表人物 叫做李浩然 他之前是张天时的弟子 在总局基层做了很多年 还是大师兄 和我的老领导 后来辞职 回龙虎山修行 成为了龙虎山的长老 苏冷 长老过世之后 他返回朝堂 担任总局的巡视员 等同于副局长一职 我点头 说好 什么时候去啊 徐丹定说 他平日里在总局办公 家在城南 一处四合院 这李老呢 不分管太多具体的业务 上下班很规律 所以我们傍晚 前去拜访便可 我说方便 徐丹定说 我与他老人家 有一些交情 一会儿我得提前 去打个招呼 想来问题不大 我说好 需要我做什么吗 徐丹定摇头 说不用 我常年在外 在茅山宗的地位并不高 而你 则是茅山的外门长老 属于茅山高层 由你出面 代表了茅山的态度 而具体的 我跟他谈好了 我看下了曲胖三 说你跟我一起去吗 曲胖三伸了一下懒腰 说这种弯腰求人的事 可别叫我 我听 关心金融股票的 你们去那做客 我就同吴胜同志 一起聊聊炒股的事吧 我忍不住翻起白眼 说你有本钱吗 就去炒股 曲胖三嘻嘻笑 冲着吴胜说 要不你借我点 众人一阵笑 气氛倒也不像 之前那般僵硬 徐丹定虽然贤富在家 但毕竟是关键人物 说不定身后有些眼线 所以他跟我们商量妥当之后 先离开了这 随后吴胜 带着我们在茶馆里坐了一会儿 又帮我们介绍了另外一些联络员八戒 他是真的忙 到中午的时候 电话一个又一个的打过来 我和曲胖三 于心不忍 让他赶紧先走了 吴胜推辞再三 这才对我们说道 有什么事情 联系我 他吩咐茶馆老板八戒 照顾好我们 然后这才起身离开 瞧见这人匆匆离开的背影 我忍不住感慨 说想不到 毛山还出这样的人才 说句实话 像这样的人 倘若是以前的我 还真的只能是对他仰望 八戒刚才说 这位孤狼先生 可比网上传的神乎其神的 古神徐祥 还厉害呢 曲胖三嘻嘻笑 说现在需要仰望的人 可是他呀 我们在茶馆待到下午 徐淡定 瞧钟打扮而来 带我们离开 而曲胖三 则是在茶馆里 提供了一个房间 呼呼大睡 徐淡定没有开车 拦了一个出租车 带着我们 来到了城南的遗处结石 那位李老的四合院 是闹钟取静 转过一条繁华的商业街 来到胡同口 立刻就偏僻了许多 来到门口 有人守卫 穿着青色的道袍 我们表明身份之后 来人上了搜身 这才放我们进去 自有工作人员 领着我们往里面走 来到了第二 进的一处 停堂之前来 那坐着一个白发老者 看不出年纪 但是却是红光满面 穿着一件 白色的练功服 他瞧见我们 笑淫淫的站了起来 拱手说 淡定啊 好久不见了 徐淡定拱手 说老领导啊 您批评的是 我应该早点过来看您的 是我的不对 两人寒暄了几句 随后李老的目光 便落在了我的身上来 他眯着眼睛 说你是 我拱手 不卑不抗的说 在下 鹿言 啊 为了保险起见 我一直都没有用真面目来试人 毕竟 这地方 人多眼杂 对于 不想透露来京消息的我来说 必要的谨慎 还是需要有的 而当李老看向我的手 我低下头去 抬起头来第一瞬间 简单的说起了四个字来 如果是一年前 说不定 我这话说出来 人家会是一脸茫然的表情 不知道我是谁 但是现在 却不会了 无论是天下十大的评选之中 我真正的崭露头角 还是现如今 被毛山 活先任命为万门长老 现如今的我 已经在这江湖上 闯下了一番偌大的名头 也就是说 现在的我 可以算得上 是一方重要人物了 李老对徐淡定 能够平淡是之 那是两人 之前又打个交道 是有情分的 但听到我的名字 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 朝着我拱手 说原来 是毛山的路上了 他弄得很正式 搞得我是有点尴尬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好在旁边有个徐淡定 在旁边打着哈哈 说老领导啊 您就别捉弄陆言了 他也是被枪 逼着后心 心宽上任 不懂得这里的规矩 要不然呢 也不会在毛山那种 生死存亡的时候 还上杆子 当这么一个 搭手兼保镖的外门长老 李老笑了 说可别这么说呀 江湖上 不知道有多少人 眼巴巴的 想当这个搭手和保镖呢 徐淡定的表情 却严肃了起来 说但凭着 陆言的一身本事 却用不着趟这趟昏水 他话说到这儿 这李老还是挺认可的 他点了点头 说对 关于陆言的许多事情 我都听说了 说句实话呀 他倘若是 真的想找个宗门靠着 宗主的位置 寄予不了 二把手三把手 估计都能虚息以待呀 即便是龙虎山 也是如此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入毛山 显然也是看了 萧可明那小子的面子 说完这些 他伸手 对着我说 请坐 大家各自入席 徐淡定 执意让我坐在 李老的对面 而他 则坐在下手 然后说道 老领导 我这次过来的想法呢 想必你应该是清楚的 不知道 你对于这事 有什么想法呀 李老哈哈一笑 说你问的是我李浩然呢 还是龙虎山的长老 他的话语 很有意思 如果是问李浩然 讲的是过去的交情 那么 他就跟我们说实话 但只是 以他个人的身份来谈 而如果是龙虎山的长老 那么 他就是 假大空的话 李老的确 是个有意思的人 他一开口 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 不愿意多掺和此事 不过 他也在徐丹丁的面前 又不愿意绕圈子 所以才会说出 这么一句话来 让我们知难而退 保存思疑 这是个妙人 总局这儿 除了寻于徐老之外 很少再瞧见 这般有意思的人了 不过徐丹丁 既然打定主意来找他 那肯定是 做好了思想准备 自然也不可能 知难而退 当下 也是笑了 说贪心点 都想问一般 李老笑了 说好 我跟你说一说 作为龙虎山的立场 龙虎山 自赡阳师伯 闭关之后 由这一代 张天师张永灵 执掌 他既然二十五年以来 一直历经图治 弘扬道法 对江湖之事 并不感兴趣 甚至 对于朝堂之事 也含有设计 也不赞同 掺和任何 派系和纷争 之间的黏压 所以对于 毛山及黑手 双城 麾下那些人 我们表示 同情 但是无能为力 徐淡定 显然早就 猜到了这一套说辞 然后点头 说您有什么提议呢 李老说 至于我这个人 觉得毛山县 如今最该做的 就是 摘清术 与陈志成之间的关系 不要让他的事情 影响到上头 对毛山的观感 我听到 一个消息 说陈志成不仅仅 只是被那邪佛 黑蛇利 魔化才变的 而是他本身 就是 身为吃油的转世 天生的祸害 徐淡定的脸色一红 激动的说 不不不 这都是那帮邪魔外套的污蔑 这是赤裸裸的污蔑 李老说 若非如此 那为何 他还能够 做出那么多 惊天动地的伟业呢 听到这话 在旁边宛如塑像一般的我 终于忍不住了 插嘴说 外面的谣言无数 一点证据都没有 李老 您是有眼光和见识的人 认识大师兄 也有那么多年了 如何判断 心里应该有感秤的 至于成就伟业 便是持有转世 那么王红奇 是也不是呢 当年那些白手起家 打出天下的人 是不是 也是妖魔转世 听到我争辩的话 李老不怒返笑 仿佛笑得很开心 好一会儿 他方才说道 世人都觉得你陆言 不过是一个躲在陆左 威名之下乘凉的后辈 却忘记了你做出的那些事情 可没有陆左的什么影子 不错 对于陈志诚 我的确很了解 我甚至是他第一份工作的直属领导 对他也是充满了信任 但我并不能代表某些身居高位者的看法 你们可别忘记了 早在春秋之时 鲁国乡民 曹贵 就说过一句话 叫做 肉食者比 未能远谋 听到李老的话 徐黛定顿时眼睛俱视一亮 他有点激动的说 老听到 今天他露言过来 不为别的 就是想问你一句话 毛山亡了 龙虎何安呢 他说的很简单 然而这句话 却是问得人震聋发愧 双方都是当世人杰 用不着像战国豪杰一般 用的纵横之术 耍所谓的嘴皮子 因为你想说什么 别人的心中都明白 徐黛定此番前来 也只想说一个道理 那就是 毛山真的破落了 下一个轮到的 又该是谁呢 在之前的时候 龙虎山毛山两雄争雄 各不相让 但是在上位者的眼中 这其实都是属于江湖的势力 江湖势力和王洪席 徐黛定 狗老这为首的一些老牌势力 还有后来居上的 勋贵势力一起 构成了现如今当朝的局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江湖势力人数虽重 但一盘散沙 跟上面的关系 就几乎没有 宛如立于沙堆之上的高楼大厦 几乎是一推就倒 而这个时候 如果不团结起来 下一个首当其冲的 绝对就是龙虎山了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够看得出来 而经过这几年的相处 我就不信 龙虎山那些有识之士 没有看出那帮人的狼子野心的真面目来 之前的人守规矩 争夺的是容易 是名望 是所有老派人为之坚持的信仰 但是现在那帮人却不是 在他们的眼中 只有利益 他们就好像 是被利益驱使的行使走肉一般 别无其他 真正让这帮人走上台 局面一定会很糟糕 烧不如意 就给你肉体打击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再不行 也管不到 货不及家人 这种江湖小喽喽 都讲究底线和原则 直接给你玩音的 他们甚至还下作到出卖国家的利益 跟虎视眈眈的境外势力去合作 断了你的根基 这样的人 谁能忍呢 这些道理 徐淡定知道 我知道 想必面前 这位睿智的长者 也是清清楚楚的 徐淡定知道 他的脾气和秉性 所以 并没有讲事实 百道理 而是单刀直入 然后用真诚的双眼 直勾勾地盯着对方 等待着李老 做最后的决定 当时双方 都沉默了许久 现场一度很尴尬 就在我以为双方 要谈崩的时候 李老却突然间笑了起来 说句实话 这老头 长得挺帅的 一脸正气 笑起来的时候 有一种老顽童的感觉 阳光的很 而他笑过之后 这脸色 他严肃地说 小徐啊 你这是 在将我的军呢 徐淡定刚才质问的时候 咄咄逼人 但是此刻 却变得无比恭敬起来 拱手说 嗨 清非得已啊 李老又看向了我 说陆岩呢 你怎么想的 经历了刚才 死一样的沉默之后 我这会儿 也是心思活泛了许多 为了促成此事 我开口说道 李老 我虽然是当了毛山 一万门长老 但说到底 实权并不多 我的确可以代表毛神的态度 肖长教也会承认我所说的话 但我个人也给你一个承诺 那就是 如果有一天 龙虎山遇到什么难事 只要用得着我的地方 只要是不违反我的个人原则 我都会竭尽全力的 我说的铿锵有力 而李老却笑得更加灿烂了 他站了起来 走到了我的跟前 伸手与我相握 然后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我很喜欢你 啊 还没有等我多做的联想 李老便开口说道 我不是蠢人 知道在这个时候 应该站在那边 但是龙虎山 毛山 相争多年 远的不说 之前萧可明立押我龙虎山望月真人 而登顶天下俘虏巅峰 就让龙虎山的众人 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 内部才会如此不同意 但你刚才那句话 我觉得说服了我 也让我有信心凭着他 去说服那些 有不同意见的人 徐怠定站了起来 激动的说 老领导 李老眼神一沉 顿时变得无比霸气 给你两天联络的时间 去找帮手 后日朝堂 龙虎山将会发动 所有的关系和能力 弹劾武卫东 紧急任务 一直离开了李老的居所 我的心中 依旧还有一些 新潮澎湃 没有想到 李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居然义不容辞的选择 站在了我们的身后 并且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力量 对武副局长进行了弹劾 这事听起来实在是太热血了 要知道 李老并不仅仅 只是没有一个 实权职位的观察员 他在全国协会之中 也有职位 另外 在几个官方的协会之中 也都担任要职 是龙虎山在朝堂之上的 代表人物 身后不但站着整个龙虎山 而且还有许多依附于 龙虎山的其他宗门的力量 以及这些年来 一直和龙虎山 有着关联的联盟 龙虎山从一开始 就压保在当今朝廷身上 在朝中 潜伏 潜在的力量 其实远远 要比毛山强大得多 甚至相当于其他宗门力量的总和 牵一发 而中全身 这些人 才是徐淡定真正想去争取 而所谓的弹劾 也并不仅仅只是打嘴炮 不动而已 这异动 则是雷霆万军 如山巒崩塌 这才是那些大人物们的 行驶的作风 敲定了龙虎山这一块 后面的事情 基本上就可以说是稳住了 已知离开了互动口 我还是激动的 不能自持 徐淡定笑了 说怎么样 很兴奋吧 我点头 说自然 徐淡定叹了一口气 说江还是老的辣 说句实话 你今天还是给他算计了 啊 徐淡定的一番话 就如同是一盆冷水一盆 从头泼到了脚 让我有点透心凉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位李老并不是真心想合作呀 徐淡定笑了 说恰恰相反 双方合作 这是必要的结果 龙虎山此刻 也是别无选择 而正是如此 他方才会一直绷着不松口 就是想要我们 给出一个能够 打动龙虎山的好处 但事实 即便毛山 什么也给不了 他们也会选择事与援手 这纯王齿寒的道理 是个人都懂 啊 我有点郁闷 说那你的意思 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承诺 其实是多余的 我不胡乱张口 他也会答应吗 徐淡定笑而不语 不过脸上淡淡的笑容 却还是出卖了他的意思 得 到底是江湖经验太浅薄了 给人玩 我有点郁闷 说乔姓李的那老头 堂堂正正的 一脸正气 却不知道 是个狡猾奸诈的家伙 我说了两句 发泄心里怨气的话 又说道 不过也没事 我也没有提毛山答应什么 只是说龙虎山若是碰到什么事情 我去帮忙就是了 左右不过跑腿 倒也是不算吃什么大的亏 徐淡定说 你这是妄自菲薄 小看自己了 事实上 毛山遭劫之后 相关的细节 已经有许多的流传 传流于江湖 你和驱胖三 及时抵到毛山 立挽狂澜的事情 在整个江湖上 都流传开了 特别是 你一夜展示了 两百八十多个高手的事 让整个江湖 都为之华人 然后后来 你又单枪匹马 追上毛山的两位 叛变的长老 清理文护 风头更是一世无双 你可知道 现在外面叫你什么吗 啊 我说什么呀 徐淡定哈哈一笑 说我也是听 吴盛跟我谈起的 你能猜得到吗 我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说 难道是 玉面小飞龙 或者苗江公子之类的 徐淡定摇头 说你堂哥以前 叫啥你知道不 我说苗江谷王 徐淡定说 不是现在 我说的是以前 以前 我的表情有点痛苦了 神秘一般的小心说 八脸怪客呀 卧槽 按照那帮人的取名标准 这老子的外号 得有多蠢呢 徐淡定不卖关子 一吻正经的说 还好了 倒也不准 就是听起来 像是小说里的反派 千面人途 听到这名字 我忍不住就愤怒了起来 说怎么这帮人 给取的名字 这也太恶心了 什么叫做千面人途 听上去 就好像是武侠片里 抛两机龙套 就会去领盒饭的角色 徐淡定心情挺好 说我倒是觉得还不错 将你的特点全部囊括了 千面 说的是你呢 神乎其神的一绒术 而人途 说的是你的战绩 啊 我的心头顿时就不没力了 徐淡定还是继续说道 有了你这千面人途的承诺 龙虎山 想必是觉得赚大了 我又忍不住 埋怨起 李浩然这个老狐狸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徐淡定才认真地说道 这事怪不得他 立场不同 人的出发点 便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 整个龙虎山 最值得我尊敬的 便是他了 而倘若不是他 说不定 龙虎山 那些被私奋 和利盟蒙蔽双眼的人 也未必能够选择站出来 做出这样正确的选择 我没想到 这徐淡定 对那李老这般尊敬 忍不住问 说徐大哥呀 你跟我好好说说 这位李浩然 都有些什么攻击呀 徐淡定带着我往外走 缓声说 他呀 说来话长啊 很久之前 还真的是大师兄的领导 后来嘛 他跟我讲那位 李浩然张老的过往 一言一语 都充满了对于过去的回忆 拜访了龙虎山的李张老 这只是行动的第一步 后续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不过 那些 就用不着 拿我这个毛山长老 招牌来招摇撞骗 所以两人分开之后 我回到了八戒的茶馆处 八戒姓罗 吴省等人都叫他罗胖子 我回来的时候 去胖三还在睡觉 我便在外面 跟罗胖子闲聊 因为变了模样 倒也不担心 被人撞破 罗胖子在京城这边开茶馆 消息灵通 知道许多江湖上的小道消息 而这些消息 比之前 若从古二爷那儿听到的消息 也是逐一的认证 倒也是颇有意思 我们聊了很多 不过 主要谈了几件事情 首先 那就是 关于我那个该死的外号 还真不是徐黛定忽悠我 而是的确确有其事 最早 是出现在了某一个秘密的 论坛之中 然后 广而告之 最后 得到了公认 那个论坛叫做 弃之天空 最早呢 是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 一大方前客混于一次 各种污秽横流 之前 王明跟我开玩笑 说他自己啊 被挂了几亿几件 美金的一些悬赏的花红 就是从那儿出来的 不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修行者知晓 那里 也就慢慢变成了各路修行者 交流心得的地方 成为了一个江湖新闻的集散地 因为服务器在境外 所以里面的话题 十分的静谋 真实度也挺高的 当然 真正的高手 都是忙着休息 很少有混进于此的 听到罗胖子的话语 我恨不得立刻 注册一个马甲 去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 玉面小飞龙的话题 只不过 这也是跟他们 在一起想一想而已 罗胖子 与我聊熟了 知道我的脾气秉性 倒也不再如 一开始那般生疏和客气 笑着说 仔细想想 前面人图这个名字 其实挺霸气的 多少 比八点怪客 要好人许多 啊 这般想一想 还真的是有点道理 我只有这般安慰自己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便是关于 辞元阁 少阁主 方志龙 前两天的时候 已经召开了 对于他的特别法庭 并且确定了他 抖私 倒毒 以及贩毒的罪名 除了他严查 产业之外 还将连同方志龙 在内的 十七名试案人员 一起揭押 刑期 从十五年 到三年不等 准备转行去了 对于在逃的黄小饼 则会 给予全网的通缉 听到这个消息 我都惊讶的 说不出话了 这你嘛 如果说 王元外 和他的千通集团 我绝对 没有半句话可说 毕竟千通王的罪行 沁竹难书 手上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的性命 然而 隋元阁 真正的 就只有一个规规矩矩 做生意的江湖门宗 买卖这种事情 莫须有的事 能够拿得出手来 将人家那么大的产业 给侵吞了去 这吃相 也实在是太难看了一些 世间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 罗胖子 看着 激愤不移的我 欲言又止 我说 有批快放 他说 辞元阁之所以 有今天 其实 一是 与大师兄交好 甚至可以说 大师兄是他们的后台 如今大师兄倒了 被认为是 大师兄钱包的 辞元阁 自然地动 再有一个 那就是 辞元阁 跟亡名老鬼 你们之间 还存在着 一些关系 还不错 而因为天下十大 评选的缘故 你们得罪了不少人 那帮人哪 将这怒气和怨气 都洒在了辞元阁的身上 也不是没有半点原因的 操 我看着罗胖子 说你跟辞元阁 到底什么关系 他咧嘴一笑 倒也不瞒我 说是我有个女儿 嫁给了辞元阁的 住京办事处的 一个掌柜 现如今 他老公给人抓了 天天在我这哭呢 我苦笑 说得 照你这么说 辞元阁的事情 我还真的 得管呢 罗胖听闻 往后退了一步 然后长距倒地 很显然 他之前一直 跟我在绕圈子 就是想聊到 隋元阁的话题 然后挤退我 让我做出 这样的承诺来 这里面的确 是用了一些小心机 不过 我并不在意 首先 罗胖子坦诚 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其次他尊重我 才会这般 最后一点 无论是辞元阁的方志龙 还是黄胖子 都是我的朋友 朋友的事 自然也是我的事 所以 我管定了 我第二天早上 在与徐旦定的通话之中 提及了辞元阁的事情 本以为这事 应该能够和后天之事 一起解决 却不曾想 徐旦定告诉我 出手整治 辞元阁的 并非是武局长 而是另有其人 这人 是局中的元老 与王鸿奇 许应渔和狗老等人 一老辈的 八三四一 目前态度是中立的 是计划拉拢的对象 这次出手 他们只不过 是浑水摸鱼罢了 至于原因 是那位元老 有子之根 辞元阁有恩怨 现如今 是想要趁势拿下辞元阁 并且将其收编了 趁火打劫 这事 让很多人都不耻 但是那位元老 作为跟王鸿奇 一代的肃老 至今 仍旧发挥着余热 在强倒众人推的时候 倒也是 不会有人站出来 多惹是非 这就是辞元阁此刻 真正的困境 再加上 罗胖子说的那些理由 造成了辞元阁 当时的局面 这事 不是不可以搬 不过 需要时间 一口气 是吃不成胖子的 也不可能一下子 撂倒所有的敌人 政治博弈的原则 是团结大多数人 打击一小部分人 在此之前 需要尽可能的 团结大多数人的力量 所以辞元阁的事情 需要稍微搁置一下 对于徐淡定的解释 我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说道 徐大哥 辞元阁并不仅仅 只是关系到 我陆岩一个人 事实上 无论是陆左 还是萧长教 又或者 亡名和老鬼闻名 他们每一个人 都与辞元阁的老大 大通教方志龙 以及首席供奉 黄小饼 有着莫尼之教 如果某些人 因为一个人的私利 公器私用的话 我想后果 可能会不堪设想了 听到我的话 徐淡定也陷入了沉默 我的话不多 也不会像去胖三那般 实时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但一般来讲 都会 实事求是 十分真诚 事实上 辞元阁并不仅仅 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 整个江湖都在看着 一个广街善缘 处处讲究 公平公正的宗门 现如今 说被打倒就被打倒 而且吃相还如此难看 这样大家怎么想呢 没有人会觉得 这是在立威 有些人或许会恐惧 但更多的人 心中生出来的是 反抗的精神 会传染给更多的身边的人 到了那个时候 微信这东西 说没就没了 徐淡定沉默了许久 然后说道 这件事情 需要跟龙虎山 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不管结果如何 我会尽快答复你的 他给出了承诺 而且明显 不是忽悠我 谈完了这个 让人心情沉重的话题 徐淡定又问道 你跟京城的古二爷 关系不错吗 我上次听你说 你们之前拜访过他那里 我点头 说对 怎么了 徐淡定说 看热闹不嫌事大 我们现在是寒信点兵 多多益善 这位古二爷在京中 部委之中 预复有能量 回头 我让吴胜 陪你去找他 帮着说一下 看看能不能 让他们那边也给点压力 让事情 给弄得动妥协了 啊 我愣了一下 说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那位古二爷 现在都给逼得躲起来了 倘若是朝堂之上有实力 怎么可能如此呢 徐淡定笑了 说他怎么跟你说的 替身潜入 我将我们那天 与古二爷见面时 得到了消息 跟他简单的说了一下 徐淡定哈哈一笑 说能够挤进天下十大 评选的五十人名单的 能有几个擅长 你们或许不知道 他有一个师弟 在朝中的地位颇高 连我们都不得不认真对待 不过两家可能有些现象 这才没有跟你们提起 但此番之事 多一分力量 就多一分可能 你呀 还是得出面 努力一下 听到徐淡定的话 我不再拒绝 说好 我尽量 打过来电话 曲胖三打着哈箭 走了过来 我把自己得到的信息 跟他聊了一会儿 曲胖三哈哈大笑 说古二那老狐狸 早就知道 他藏着掖着 他要是真的走投无路 早就跑乡下去了 还来什么大英语试 躲什么防空弄 简直是笑话 我说你既然知道 那看着我这义愤填膺的模样 也不拦着一点 曲胖三嘻嘻笑 说这是让你吃一件掌一日 免得整天傻乎乎的 给人骗得团团转 早点 是京都地道的油条豆浆 罗胖子请我们吃豆汁 我实在是不敢再尝试 只能是静些不敏了 没多久 这五省开车过来接我们 然后往灰龙灌一旦 白天的时候那地方 人来人往 有人瞧着 倒是不太好近 不过这倒难不倒我们 逮了个机会 我们从一双五处进入 然后一路走到了 那个破落的房间里面来 我找不到地道的开关 只能敲了敲墙面 说阿贵 出来 那毫无动静 等了两分钟 取榜三级了 出颜威胁 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真的不出来 我们就动手了 啊 这家伙还是有威慑力的 话音刚落 墙面上浮现出一张 猙獰的鬼脸来 确实拿贵 他一脸郁闷的说 各位老大 现在是白天呢 这阳气这么浓烈 我没事出来 活不长久的 曲榜三说少废话 呆路 阿贵看了眼无声 说他是谁啊 曲榜三翻了下白眼 说管得着吗你 阿贵一脸委屈 说你真不拿我当人看呢 这般说着 他也不敢怠慢 弄开了通道 然后引我们 前往防空洞里面去了 故地重游 我们到的时候 谷二爷正在吃早餐 一大碗的炸酱面 油乎乎的 瞧见我们 热情的招呼我们 要不要来一碗 我瞧见他精神不错 询问起他的身体状况 谷二爷很是激动 掀开了盖在腿上的毛毯 指着断结处 说自从服用了 那毒龙壁虎的情穴之后 本来已经 结痂定情的伤口 开始麻麻痒痒的 而且有一股一股的暖流 能够感受到 这生命能量的流动 说到这时候 他的眼睛都红了 哽咽的说 想不到我居然还能够再站起来 一想到这个 我就高兴的睡不着觉 我瞧见他眼珠子里 全部都是血丝 知道他说的这话不假 曲胖三宽慰了几句 说注意休息什么呢 随后话锋一转 说老姑啊 我们对你是真不错 出生入死 鹿岩还给人寡了一身皮 才给你弄了这东西 也算是君子一诺 而你呢 却还隐瞒着我 他这话一说出口 谷二爷就有点炸了 激动的问 说怎么回事啊 曲胖三是社套的高手 层层引导 用责备的语气了解 听到后来 谷二爷叹了一口气 说我明白了 我那小师弟的确做得不错 不过现如今 也是身居高位 只不过两家好久都没来往 我呢 就当做是没有这么一师弟 曲胖三劝道 说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啊 再说了 你的那些徒子徒孙 在外面讨生过 还不是人家在中暗中照顾的 这么多年 孰对孰错 谁能说得清楚 你就不能给人家低一个头 谷二爷来了脾气 耿着脖子 说凭什么我给他低头啊 曲胖三瞪了他一眼 说怎么着 在我面前 你还想装大爷了不是 他一变脸 谷二爷顿时就软了 他当初之随选择跟着我们 是欣赏 佩服曲胖三的人 姿态放得很低 现如今又蒙受大安 哪里敢对曲胖三发脾气 而曲胖三敲打力活他 又是软语相助 说现如今呢 陆岩这边有困难 你呢 就放下点不值钱的面子 真的有那么难吗 曲胖三软硬兼施 又抓又打 搞得谷二爷直接懵了 没多久就举着双手投降 他说罢了罢了 往事之事谁说得清楚 与其将这恩怨带到坟墓里 不如现在画景 也给孩儿们留点香火的情分 行了 我就陪你们走一趟吧 劝动了谷二爷 又是一番折腾 中午的时候 我们陪着谷二爷 和他的孙女古男一起 见到了谷二爷的那位小师弟 见面是在紫禁城的一家私人会所里 场景很是隐秘 两个老人斗戏斗了几十年 再次相见 却是一笑敏恩仇 然后抱头痛哭 气不成声 随后 事情自然没什么难度 在谷二爷的牵线搭桥之下 我们呢 与那位小师弟见了面 也算是认识了 而后面的谈判 我们也并不参加 而是由吴胜出面谈 我们吃过了饭 然后直接离开 回来没多久 吴胜打了电话 说搞定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好消息也越来越多 具体虽然没什么 但是能够感觉得到 这事情在一步一步的推进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晚上 突然间 徐淡定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那边 徐淡定显得十分严肃 对我说道 陆寅呐 有件事情 我必须紧急通知一下你 我说怎么了 徐淡定说 我们这事 被泄露出去了 哈 我一下子愣住了 干嘛问他 说那怎么办呢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徐淡定说 该找的人都找了 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他们翻不了天 但是 我害怕他们 从另外的方向动手 所以有件事情 想要求你 我说你只管抢 徐淡定说 我担心有人 会对林奇明他们不利 需要你喝去棒餐 去白城子 暗中保护林奇明他们 可以吗 白城子 我来个去 徐淡定说的话语 让我有点懵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因为在我的脑海里 一直都觉得 像白城子这样的地方 当真是 白宫馆扎子洞 无比的恐怖 正常人进去之后 没有几个 能够活着回来的 让我们去白城子中 去保护林奇明 这是什么意思呢 用什么方式啊 白城子地属 科尔信大草原的东部 听说周围几十里 荒芜人烟 有什么动静 一眼望穿 根本无法秘密潜入 听到我好一会儿 没有回话 徐淡定也知道 我在这件事情上 有点为难 他说道 这件事情 的确是为难你了 当我收到消息 说是因为我们 这几日的准备 武副局长那边 得到了消息 风吹草动 心中恼怒 准备 对林奇明他们 几个动手 来一个死无对证 就算事后追究起来 抛一两个替罪羊而已 却能够重重地 打击我们的事迹 我忍不住骂了起来 说那帮人 好歹是身处高位者 怎么跟流氓地痞 一般的模样呢 徐淡定冷笑 说肉食者壁 指望着他们有提醒 讲道理 那是不可能的 再说了 这帮人 真正发迹狠赖 都能够 理通外国 跟那帮老外合同 还会在乎这些 我有点乌语 说他们准备 什么时候动手啊 徐淡定说不清楚 或许今天 或许明天 我已经 让那边的人 帮忙照看了 但实在是不放心 如果林奇明他们 真的死了 我不知道 大师兄会做什么 他是个 重情重义的人 如果真的发了标 说不定 会跟这帮人 直接面对面的交互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真的回不来了 不管黑手双城 是否入魔 只要他公然的 跟武副局长 严副局长 以及他们的黑恶势力 公然对决 那么就算是回来了 也洗不白 如果是这样 我们所有的努力 就都白费了 想必武副局长 那帮人冒着巨大的风险 以及危险 想将林奇明等人秘密处死 这也是有这方面考虑的吧 风险越大 收益越大 我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问道 怎么 把我们也给抓进去 徐淡定苦笑 说又不是监狱风云 而且白生子 大多都是单独灌押 不会给你串联的机会 我说那怎么办呢 徐淡定说 我听说你懂得盾力之术 我说地盾之术啊 我自然知晓 不过白成子那样的地方 必然有大阵存在 而且 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 多少前辈的打磨雕琢 我用的地盾术 也未必能够进入其中呢 徐淡定说 那加上驱胖三呢 我沉默了 思索了好一会儿 还是摇头 说不行 徐淡定叹了一口气 说既然如此 那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难不成 我们就眼睁睁的 看着林启明 布鱼和董仲明 被人害死在白成子里 徐淡定的话语 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默之中 很显然 徐淡定是没有了办法 方才找到我 但凡有一把的希望 他也绝对不会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把我们调出北京去 但是没办法 林启明等三人 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管彼此之间的交情 但讲一点 那就是他们 和黑手双城的关系 情同手足 一个白河 都已经足够让人心伤了 但如果加上林启明 布鱼和董仲明三个人 黑手双城的心 就算是石头做的 也会愤怒的融化掉 许久之后 我问道 我可以试一试 啊 徐淡定本来都已经陷入绝望之中 听到我的话 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说真的呀 我答应了下来 整个人的心思 顿时就活泛了许多 随后说 虽然不能用低顿术 进入其中 但是 我还有别的手段 淡定哥 你在白沉紫的人 能不能接应我进去 这个 徐淡定犹豫了一下 说这个恐怕很难 那儿的防卫十分的森严 从最外面的戒备区 到达 关押犯人的求是 一共需要六道关卡 十来到的程序 不光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还有许多的巫术 道法法阵 以及鬼魂之术的戒备 进出其中 也需要相当多的手续 真正能够自由出入的 除了白沉紫 自己的人之外 只有大局局长 总局副局长 以及总局的巡察员 他们级别之上的人 才能可以啊 我笑着说 如果说是白沉紫 自己的人呢 徐淡定叹气 说我们一时半会儿 还没有办法给你搞到 内部的身份呢 我说你恐怕忘记了 我的外号 徐淡定有些不确定的说 千面人徒 我说对 事实上 现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让你们的人 先出白沉紫来 我呢 装成他的模样 进去 你让你里面的人接应 只要混进白沉紫里面去 那帮人 谋害林启明等人 那就由不得他们了 听到我的话 徐淡定就不淡定了 口中南南自语了几句 显得十分的兴奋 隔着手机 我都能想到 他电话那头 手舞足蹈的样子 很快 徐淡定回复我 说好 这个我来安排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你现在就出发 前往西苑机场 那里有人接你 等回头我安排好了 再跟你说后面的事情 双方商讨结束 我挂了电话 问屈胖三 说你跟我一起 屈胖三耸了耸肩膀 说我无所谓 主要是看你 你觉得 没我你沉默 我笑了 说得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 还需要您这样的老司机 扶上麻 送一场 当然 需要了 屈胖三 俯傅大笑 说你小子长进不少啊 当下也是匆匆忙忙的收拾 最后 由罗胖子开车 送我们前往西苑的机场 随后登上了一架秘密的班机 前往了东北的方向 当天夜里十一点多 抵到机场之后 有人接应 将我们带进了白城紫的附近 街头的人叫做袁俊 他既不是毛山的人 也不是龙虎山 或者别的宗门的人 而是八三四一系统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会受命于徐淡定 这个我有点懵 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戴着一副眼镜 身材偏瘦 双目炯炯有神 甚至有些锐利 来的路上 他一直跟我讲起了 白城紫里面的规矩 地形 级别 以及其他需要的东西 甚至 还给我草惠了一张地图 从地图上面来看 白城紫总共分为了三个区域 分别是警戒区 生活区 和监牢区 这戒备区又叫做无人区 从科尔西大草原东部 落线梁子往西 那一大片草原就是军事的戒备区 拉起了铁丝电网 竖起了招牌 不准任何人进入其中 这个地方 还埋藏着许多地雷 曾经发生过 有牧民的羊群侮辱其中 被炸死的情况 这范围上百公里 每隔一段地方 都有监视器 堪称天网 还有巡逻队 再加上不均匀的 分布的雷区 形成了白城紫 第一道的防线 同时 白城紫在这儿 也布置了许多的法阵 让人无处遁形 别说是人了 就连鬼都不敢往这凑 生活区 是在监牢区外面的一片区域 这里 是看管白城紫要饭的看管地方 以及研究部门和白城紫 供奉学校等机构的地方 有着完善的生活设备 甚至还有电影院 菜市场 以及许多民生机构 再往里 就是白城紫的本身 也就是监牢区 巨元郡告诉我们 白城紫拥有着最大 最专业和最严密的监牢建设建筑 有监牢 地牢 水牢 空中牢房等 监卫无数 这里面 不但关得了许多饭式的江湖小楼 还有许多凶名浊汉的邪道剧情 甚至还有建国前就关押于此的老魔头 以及被镇压于此的各路的妖魔鬼怪 总之 所有与修行相关的罪犯 以及囚犯 他们大多数会被关押于此 林奇明 布渝和董仲明三个人 因为他们地位的缘故 被关押在这重刑犯的空中牢房之中 监控的十分的严密 以及森严 不过 据元郡说起 白城紫炸的制度和设备十分的先进 尽管那消息 说得出来是有模有样的 但是 能够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他们之前跟徐黛宁交流过 甚至觉得没有必要 无极致他 他的反馈 让徐黛丁 有些焦急 有些出入 但对于我们来说 元郡虽然欢迎 但是也表达了 不必冒险的保守意见 不过来说 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之下 他终于 还是同意了我代替他的身份 进入了白城紫的计划 事实上 就在我们赶路的时候 徐黛定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元郡临时出来办事 现如今正好回去 他是监牢的看守之一 而且今天排的是夜晚 与他一起 巡视的人员 被叫做是马松松 他也是我们的人 里面 将由他来接应我 一切都安排妥当 我听元郡介绍的差不多之后 从他的手里 接过了钥匙 身份牌 以及他的一切事物 然后在车上 对元郡进行了 最为深入的观察 我连指纹和瞳孔 都观察仔细 而随后 又与曲榜三下车 由我开车 前往白城紫 夜已经黑了 天空之上 如同蒙上了一张黑布 什么也瞧不见 我将车子里面的音响声 调到最大 里面放的是许位的 曾经的你 男人低沉而充满魅力的嗓音 在夜空之中 不断地回荡着 我一路向前 朝着曾经 无比神秘的白城紫 前行而去 在我的眼中 白城紫 无疑是强大而恐怖的 而他 所有的光环 最主要 是来对于 其身上的神秘 在许多的江湖人看来 白城紫 简直就是一个 地狱一般的存在 这里面 有着全国 最庞大的监狱系统 有着许多 强大的看守 当初 8341出来的强者们 一大半 去创建了 总局 而另外一小半 则创建了这个 震慑住了 无数修行者的 白城紫的监狱 这些人 他们的强大 曾经让无数的修行者 是文风丧的 也让强大的如同 毛山宗 青城山 等顶尖的宗门 最终 关闭了山门 置身十万 君子 不立于危墙之下 我不会 因为邪灵教 两次 攻破白城紫 将人劫走 而小看对方半分 也不会因为 那个 冒充我的茶叶货 从中逃脱而清日 在我看来 在这些外界 传得沸沸扬扬的事情 指不定其中 有多少黑幕呢 此刻的我 需要稳下心思来 度过一重重的难关 毕竟 我现在 在顶着的 是袁骏的身份 如果我暴露了 那么袁骏 必将受到牵连 虽然这里面 涉及到了 党派斗争的缘故 但从白城紫的角度来看 袁骏的这种行为 其实已经算得上 是一种背叛 那么 这样的事情在 袁骏就很难 在白城紫再待着 这对于许多白城紫 待了大半辈子的 修行者来说 这可不是一件 让人高兴的事情 来的路上 徐丹定在电话里面 跟我们简单 谈起了白城紫的事情 当初 之所以会选择 这么一个地方建成 最主要的原因 是 并非是 附近强大的军工企业 和一望无银的大草原 又或者是别的 白城紫 坐落于此的唯一原因 是这儿 是元朝龙脉 最后的残余之地 曾经的元朝 从成吉思汉 田木真统一末尾 建立了蒙古帝国 开始对外扩张 然后 开始攻灭了西辽 西夏 花辣子摩 东夏 金朝等国 然后 南密南宋 一统中国 最巅峰的时期 整个末北 华北 东北 西藏 西域 中亚 西亚 东欧 都沉浮于 蒙古的铁骑的马蹄之下 一时间 辉煌无双 然而这样的政权 百年兴亡 剩下的其余的汉国 也是独木南枝 纷纷的衰往 风水学中说 只要能够打到天下 建立朝代 就必有龙脉 元朝的龙脉在哪呢 这个说法有很多 有人说 是在成吉思汉 启示的地方 也有人说 是在中都 大都 有人说 是在遥远的末北 有人说 是在中东 反正是众说纷纭 但是 如今 肯定的说法 应该是在 白城子一带 或者说 就在 白城子监狱之下 那么 投身于白城子之中的 修行者的 顶尖高手们 正在享受着 元朝 残于龙脉的滋润 在此修行 至于 看守囚犯 只不过是 顺带为止 要不然 谁愿意来到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 即便是残于龙脉 但想一想 当年 横扫天下的蒙古 想一想 让欧洲人为之 丧胆的惶惑 就能够知道 这龙脉力量的强大 白城子的顶尖强者 其实 也是朝堂之上的 另外一股势力 只不过 很少 有发表自己的声音而已 它其实 是另外的一个 皇家供奉团 只是职能不同 因为种种特殊的原因 使得白城子 真的如同一个小城市一般 许多普通人 能够进入其中 需要签署保密协议 有的很可能 要在那待上一辈子 而即便 不是 也需要 等到退休之后 签署了极为严格的 保密协议 方才能够离开 当然 这仅仅只是 徐淡定的一些说法而已 仅仅是皮毛 白城子的强大 在于他的神秘 谁也不知道 那里面 到底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会有什么样 恐怖的事情发生 就连 袁骏这样身处其中的人 都很难讲清楚 我们只能够瞧见一些 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 而更多的事 需要真正发生了 方才能够知晓 没有人 对那个地方了解 就连他们自己人 都是如此 汽车在开 终于来到了一处 小山坡之前 进入夹道往里面走 有一个不起眼的门岗 外面 攀附着 爬山虎一样的 绿色的植物 将其整体的 融入到了夜色之中去 我停在了栅栏门之前 摇下了车窗 将通行证递了出去 黑夜之中 走进了两个人 一个是持枪的士兵 而另外一个 则是与我一般打扮 穿着黑色制服的男人 这个男人 宛如一头黑色的豹子 眼睛亮晶晶的 在黑夜里 能够发光 我被他盯着 有一种很不自在的感觉 对方检查了我的通行证 又请我出示证件 随后 还用一种能够散发出 红光的仪器 扫过了车子 这才开始放闸放行 期间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两人的脸上 都充满了一种 莫名的冰冷 过了关卡 往里面走的时候 一路的通场 这条路 修得很好 笔直的一条线 历清的高速 公路上 没有什么人 只有偶尔能够瞧见 耸立在路边的观察上 以及巡逻的队伍 路过巡逻队的时候 我保持低速 本以为 他们会拦住我 但是却并没有 路过的时候 我仔细打量着 那巡逻队的人 每一队有八人 其中 鹤枪实弹的 普通的士兵五人 身穿黑色制服的 看守三人 士兵不论 单说那些看守 在我看来 每一个 都是很不错的实力 我感觉他们 都有毛山精锐弟子的实力 随时能够 拉出去开达 很强啊 看起来 徐淡定关于 白城子底下 有元朝一脉的说法 似乎 并非是妄言 因为倘若是 没有这种东西 作为支撑 很难 批量性的生产出 那种高水平者的修行者 车子行了一会儿 越过了警戒区 来到了一处高情之前来 这是第二道关口 从外围进入最核心的监牢里面 一共需要通过六道关口 与警戒区铁丝电网不同 这儿是高墙 伪装性的树墙 将这儿与外围弄成了一片林子 大门口 并非铁门 而是一种 汇满了各种符文的墓门 那墓门 不是普通的墓材 而是阴沉墓 这阴沉墓 又称之为是乌龙墓 乌墓 沉墓 碳花墓 东方神墓等等 在古时 沉于水中之物中 近乎于碳化的墓材 我知道 阴沉墓 也见过阴沉墓 自然知晓其中的价值所在 可以说 每一根阴沉墓 都是价值连成的 有着极好的辟谣 以及 发生其附件的作用 那么大的一扇墓门 全部 都是用阴沉墓来做的 并且 弄的是浑原天成 融物一体 除此让人有些震撼 阴沉墓最大的功效 就是承载法力 而在上面 钻刻和布阵 也是最为的强 甚至能够 刺激出那种远古的 那种洪荒之力了 我靠在其中 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这比那些 茅山后院的钢峰 还要强烈 到了这个时候 我的心中 多少有了一些紧张 感觉自己一入其中 说不定 就极有可能回不来了 不过事已至死 我也只能是 硬着头皮进入其中 本口的检查 与之前的相比 并无其余的区别 只不过多了一个 脸部识别的功能 守卫里面 除了一帮 操劳爷们之外 还有一个 戴着眼镜的女孩子 大概 也是二十四五岁 在确认了身份之后 吵着我为了一笑 然后挥手 说让我开车进去 我穿过 那阴沉墓座的大门 然后进入了生活区 感觉这儿和外面的某些养老院 差不多 道路宽阔 到处都是绿树成荫 没开五十米 旁边就有人朝着我招手 在车灯的硬照之下 我瞧见了此人 正是给徐淡定 给我安排的接应者 马松松 这是一个 三十岁不到的年轻女人 华东神学院毕业时 据说与林启明一样 是黑手双城的学生 通过层层证审 进入了白城子 也算得上 是精英人才 不过 这样的人 人才 云集在了白城子 倒也不算是突出 我将车 停在了路边 马松松一边 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一边嚷嚷 说好你个圆俊 都快熬夜班了 你才回来 真是够拖拉的 他拉着长长的嗓子 进了车里之后 低声说 徐总派来的人 我这次过来 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 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也是为了接应者的安全 听到他这般话 我点了点头 说对 我是小白兔 好吧 我这次的代号 就叫做小白兔 然而此时此刻 他的模样 和圆俊一模一样 而声音却是不同 那马松松听了 脸上十分的惊讶 伸手过来 说可以啊 和你说话 我根本就认不出来 这是什么 人皮面具吗 这也太神奇了 我笑了 伸手与他相握 说吊虫小技而已 请多关照 马松松说 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 给您引到 实在是没什么好关照的 反倒是您 像您这样 胆大 且敢独闯白生子 这龙潭虎穴的 必定是大人物 将来有机会 还请大人物 多多关照啊 我说彼此彼此 马松松说 我们换位置吧 我来开车 把车停了 我带你 进监狱的牢房去 我说好 两人换过位置 马松松开着车 然后对我说道 一会儿进去之后 尽量少说话 一切由我来处理 他的话 还没说完 突然间有一道强光 照射到我们这儿了 紧接着 有人拦住了道路 朝着这边灰旗子 马松松脸色苍白 将车子摇下来 随后 听到前面有人喊 停车 接受检查 糟糕 被发现了 我的心脏 剧烈的 跳动了两下 而马松松 住车的手 却朝着我大腿上 拍了两下 然后对我说 古胖子 你干嘛呢 前方出现几人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黑胖子 穿着一身 绷得紧紧的制服 打量着这边 听到马松松的话 忍不住笑了 我知道谁呢 原来是小马哥你呀 这么晚了 不在家里待着 跑到外面来 瞎晃荡什么呀 他走了过来 马松松并没有下车 而是摸了一包 看不出什么牌子来的烟来 扔给了对方 然后说道 嗨 这不是远景有点事 要外出吗 刚回来 我去接了他一下 准备值夜班呢 那古胖子 赶紧过来接烟 抽过马松松 递出来的打火机 将连点着 然后往副驾驶室里 看了一眼 我朝着他点了点头 却并没有说话 古胖子吸了一口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然后堵出 说不错呀 特供呢 马松松笑 是我们队长赏的 古胖子朝着那边 拦车的人挥了挥手 试一让路 然后说道 听说最近进来的人 他们的背景都挺硬的 上面人说 说不定要来做妥协 让我们都打起精神了 又出了什么漏子 弄得跟上次一样 所以这才拦了你们 行了 都是自己人 赶紧走吧 他让开路来 马松松踩油门 往里面走去 瞧见这些人的身影 消失在后视镜中 马松松 方才松了一口气 说这帮家伙 是督察室的 正要是给他们抓到 挺麻烦 幸好之前关系不错 我说他刚才说了 这儿呀 已经是提前有预警了 马松松说对 之前 我们也出现了 几次重大的纰漏 让人 将犯人 给接走了好几回 闹得疯疯语语 不少人都受了千里 我呀 也是那之后 调过来的 再加上这一次 鹿岩失踪啊 弄得更是沸沸扬扬 大家都有点提心调的 一旦有什么风吹扫动 都是草木皆兵啊 啊 我有些诧异 说鹿岩失踪啊 马松松说 你没听错 就是参加天下时大 评选的那个鹿岩 那家伙在南方省犯事 给人抓了钱 后来 击押到我们这儿 特殊牢房里面关着 结果突然间 人间蒸发 闹出了特别大的动静 不少人都给牵连到了 所以大家 才会如此的紧张 我此刻的身份代号 是小白兔 马松松 并不知晓我的真实身份 故而 谈及的那个鹿岩 倒并没有特意的回避 只不过听别人这么说自己 我多少 还是有一些病 我苦笑着跟他解释 说那鹿岩是个冒牌货 是别人用来诬陷他的 这是后来经过 中央调查组的 严府局长确认 查无此事 是 马松松 人在白省子 消息不是特别灵通 将信将疑的 就这么听着 若是假的 怎么可能瞒得过 总局和民雇委 那么多专家呢 我指着自己的脸 说那你瞧我 与这原局 也有什么区别呢 马松松 看着我 好一会儿 方才说道 这样这么说来 倒也有可能啊 远远的调过那小子一会儿 总感觉 跟传说中不太一样 我叹气 没有多说着 那个冒牌货之所以 没有被人拆穿 倒也不仅仅只是 他伪装的成功 更多的可能 是有人在背后 做了推动 乐于见到 我的身上被迫脏水 当然 这些事情 我也没有必要 跟他们解释太多 怕什么 来什么 马松松说完这个 然后又说道 我原军之前就商量过 现在白生子 外松内紧 非常的谨慎 是不可能有什么披露的 所以你们过来 纯粹是多此一举 我笑了笑 说防范于未然吗 没有的话更好 若是有 有我在 多少能够帮得上一些忙 也不至于是白忙活 马松松说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 我说请讲 马松松说 你行动的时候 多少注意一点 原军那小子 混进白成子不容易 你的动静 能够轻一些 最好 不要让 他丢掉饭碗为好啊 我点头 说一定注意 两人聊着天 来到了宽敞的停车场的前面 里面是黑压压的车子 大部分的人 是涂着迷彩的月夜 也有一部分人 如我们这般 是民用车辆 在东北角的地方 甚至还有装甲车的声音 停好了车 马松松检查了一下 我们身上的相关证件 然后对我说道 一会儿 你跟我一起进监区 照着我做 能不说话 尽量别说话 我说好 两人走过了一段 长长的临间小道 来到了一处 高高的围墙之前 白成子的 大部分的区域 都种着那种高大的桥木 而围墙 大多布满了绿色的爬山湖 以及 类似于 唐曼之物 我跟着马松松 过来的时候 瞧见到墙头之上 站着七八只乌鸦 黑夜之中 它们的双目 有些微微的发红 就好像 是只是灯一般 微微的发亮 马松松低着头 嘴唇不动 用鼻腔共鸣的声音说 那是幽名乌鸦 是楚连城 那老妖婆养的鸟 用来监视白成子上空 一切异常的动力 你别去看它们 那些鸟 能够感知到 别人的注意力 然后将讯息 及时传达给 楚连城 那老妖婆去 我一愣 说这楚连城 是什么人呢 马松松说 这白成子 最有权势的 几个人之一 他的样子看上去 是一三十出头的少妇 但是我听人说 他在白成子 都待了一匹子以上了 有人说那些幽名乌鸦 是他从黄泉道上抓过来的 不肯离去的那些冤魂 所化 有人说 有金乌血统 反正是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说 别惹他就行了 我低着头 往围墙那边 移到铁门处走去 压低声音问道 说这样的乌鸦 有多少只啊 马松松摇头 说不知道啊 二三十只 我不清楚 也没有具体数过 但是知道 整个白成子的上空 都给这玩意儿 给监视着 谁也跑不多 来到那铁门前 马松松掏出了身份卡 在门上刷了一下 滴滴滴 门禁上的绿色的指示灯 闪烁了几下 铁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来 然后往里面走去 是一个墙壁 为金属的房间 里面有两个 全副武装的士兵 还有一个 有点打磕水的安保人员 那人一样 穿着黑色的制服 听到动静 抬头看了我们一眼 随即 又低下头去 我有点紧张 大气都不敢出 而马松松却显得十分的轻松 走到那半钟桌之前来 猛拍了一下 一脸严肃的说 范一峰 上班时间打瞌睡 要是万一 这个时候犯人逃脱了 那可怎么办呢 那人没好气的白了底 说别逗了 我困着呢 自己顾安全门 马松松 往兜里面掏东西 将身份牌 钥匙之类的东西拿出来 方才 在这安全门的旁边的篮子里 然后说 我跟你讲 刚才我在路上 碰到了谷胖子 他说最近的风声不对 查的比较严 我可不是吓你 别给那帮鸡刹给瞧见了 否则你吃不了兜着走 那黑色制服 挥了挥手 说滚吧 马松松将东西 放在篮子里之后 扔过了安全门 而我也很自然的 将那东西放在篮子里 走向了安全门去 那安全门 不但是个能够 检测金属之物 而且还能够检测 有法力波动的物件 类似于乾坤囊 这样的东西 也可以检查的出来 不过 负责监督的那个范怡峰 在眯瞪眼 又跟马松松说 没什么防范之心 我事先就将东西 放在了乾坤囊中 又不动声色的 将其放在了 不过检查的篮子里面 故而顺利通过了安全门 旁边虽然有两位 站岗的士兵 不过目不斜视 似乎并没有留意我 我们进入其中 朝着右边的通道走去 转过了两个走廊 来到了一处地板式 绿色的更衣间里 这儿已经有人了 七八个 瞧见我们进来 也没有怎么理睬我们 显然 这儿的人际关系 似乎并不和睦 不过还是有人 跟我们打招呼 随后 我被带着来到了一处 更衣事前 马松松给我指了一下属于圆郡的柜子 然后自己更换起制服来 我有样学样 换上了一身蓝黑色的看守服 又跟着马松松去旁边的装备室领了装备 装备包括对讲机 高压电棍 和一定权限的门禁 还有一把装着特殊弹头的警用手枪 还有一把银色的手铐 更换完这些 我们又需要通过另外两道的一些检口 一个是面部扫描 另外一个 红膜的扫描 再经过了高压喷零 方才来到了最里面的监牢区 整个过程 马松松一直吹着口哨 然而我却能够从他的心中感受到紧张 吹出来的口哨都有好几个颤音 好在我的手段还不错 并没有暴露出来 绿灯通过 进入监牢区 马松松带着我往南边走去 来到了一处监控室内 敲门喊了两声 门里面开了 有两个哈欠连天的人 马松松过去 与他们交班 我们是来与他们接班的 敲见我们的到来 两人打起了精神 跟我们做了交接 马松松跟他们聊着 没多一会儿 一个浓眉毛的家伙 突然走到了我的跟前来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说圆军 咋了 心情不好啊 怎么话都不说了 糟糕 我一直这样闭口不言 着实很奇怪 这一点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在来的路上 都会刻意学习这圆军的语调 以及他说话的语气和习惯 这事对于普通人来说 自然是难上加难 但是对于一个 明了入微境界的人来说 通过控制语速 气流 以及入口腔和鼻腔的 晾语速度 以及唇齿之间的肌肉咬喝等因素 却是能够做到 类似神似的效果 当然 想要做到一模一样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仅仅只是像而已 我不确定 这家伙是看出了什么 还是无意之间的玩笑啊 只是淡淡的说道 没什么 心情不太好而已 农民冒笑了 说咋的了 谁欺负你了还不成 我说哪能了 马松松跟另外一个人 交接完了班 瞧见 我在这边 有点应付不及 走了过来 一边笑 一边 揽着我的肩膀 说 嗨 你们 就别烦袁俊了 这段时间 他不是对卫生院的 那小赖护士 亲友途中吗 结果人家 人家早上 给巴神龟的大徒弟 给拍过了 哎呀 袁俊知道这情况 正郁闷着呢 你们呢 别惹着他 另外一个交接完毕 走上前来 笑着说 赖宁的小狐狸精 吃人不吐骨头的 还是不要 沾染为妙啊 马松松 嬉嬉笑道 说听你这语气 他吃了你什么呀 这笑话 让浓眉毛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而我 故作恼怒的 哼了一声 然后走到了那边 的监视器前面去 马松松 推着他们往外走 说得了 赶紧走吧 袁大爷看来 真的要发火了 浓眉毛大喊道 说袁情商 想开点 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两个人离开了去 马松松 将门关上 最后又走到 我的跟前来 不过 他没有开口 而是冲着我 使了一下眼色 随后开始 在二十来个平方的 监控室里面 搜查了起来 没多一会儿 他方才 来到了我的跟前 低声说道 我怕这儿有什么 监听设备 小心为妙啊 我点头 说没有吧 马松松说没 白橙子呀 这说言也言 说松也松 真的绷得紧呢 许多的那些囚犯 根本待不住 说不定直接暴动了 或者就直接自杀了 所以言 松 需要 有机的结合 我们也是一样 他说完 来到了监控室的 操作台前 手在键盘上 须点两下 然后 点亮了中间屏幕的 一片区域 他说我们这儿 是重刑犯的监区 正好是看守林齐明 布渝和董仲明 他们几个的区域 除了我们这儿 还有清行区 自由活动区 临时积压区 带出玉区 以及SA加A 三个特殊的监区 不过那些 还轮不到我们来看守 而许总之所以 安排到我们这儿来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忍不住的就问道 说你知道一个叫做 方志龙的人 在这儿哪里吗 方志龙 这马松松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摇了摇头 说不知道 这白绳子太大了 犯人也多 不是这个监区的 也很难知道 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说完 手指飞快了操作 很快屏幕上 出现了三个可视图像了 这是布置在 肩房角落处的摄像头 因为已经是夜里了 所以图像的 都是经过处理的 有点昏暗 但基本上都能够 还原出个 大概的图像来 而从画面上 也能够瞧得出 里面的人 却正是我这次 前来白绳子 所要想保护的对象 这三个人 分别是林奇明 布鱼 于家园 和董仲明 画面上 林奇明和董仲明 已经安然入睡 而布鱼 则是双腿盘坐在床上 正在行器 又或者说 是正在冥想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 他们每一个人的 双手双脚之上 都绑着手铐和脚铁 那链子上面 时不时 有光芒流动 很显然 是有限制修为的功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可能 进行修行的 布鱼之所以 双腿盘坐 不是在行器 而是在修行 尽管画面模糊 但是 我还是能够认清楚的人 的确是他们 那监视并不算大 除了一张床之外 也就是角落处 有一个蹲坑的 墙壁上 都用了软性材料 防止犯人 想不开撞墙 其余的布置 都很简陋 甚至 连电视都没 很难想象 三个在秘密战线上 立了汉马功劳的人 因为某些 莫须有的事情 再加上黑手双城的关系 给弄到这来 其中 林奇名还是东南局的老大 而布鱼 也是外联办的副主任 这事的结果 着实让人 有些难以接受 而他们本人呢 在里面的落差 恐怕是更大了 也不知道 他们能否 接受这个现实 马松松娴熟的波动着 一颗球状的操控器 镜头 却是对着 准备监视之外 这时 我才方才发现 他们监视 之所以狭小 是因为 白城子这边过于小气 若是因为 都在半空之中 从外面看 这监视 居然是一个又一个 独立悬挂于半空之中的铁笼子 而在每一个监视的外面 都有一道铁锁 连接的桥梁 几乎 每一个监视的外面 都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守着 当然 从外面看 类似 这样的监视 总共有三十来个 并不是每一个监视 都把守有士兵 差不多 六七个监视 有人看守 而在林清明的监视的外面 甚至还有两个身穿 黑色制服的看守在值班 至于铁笼子的下方 则是一片绿色的火海 我指着那 说这是什么意思 马松松说 那叫做祁连火 能够焚烧业力 让人无法感受到天地之力 从而 在修行的本身 被拘束之后 没有办法通过寝神 无咒 或者自我催眠等手段 离开这里 我冷笑一声 说你们这的手段 倒还是挺强的 马松松说 七八十年的时间 有什么漏洞 基本都给补上了 自然 不会出什么差的 你看外面那些人 有两个系统的 互相监督 任何提审犯人的 都需要出示相关的证明 而且 需要经过 反复的验证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觉得那事啊 只不过是谣传而已 他对于白城子这儿的 安保系统 十分有把握 而我 则有些心疼 说干嘛将他们 放在那半空之上呢 马松松笑了 说刚刚进来 心思啊 难免定不下来 总想着逃脱 所以啊 才会延一些 而如果过了半年 一年的时间 经历过 心理医生的评定之后 被认可的 就可以转入 比较舒适的间区了 去除繁重的手铐脚铁 甚至还可以与人 沟通交流 有自己的圈子 我说你的意思 是他们需要 在这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的地方 待上一年半载 马松松摇头 说不一定 如果表现得好 或许很快 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上面 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也可以转入 其他 更加不好的间区 听到马松松的话语 我的眉头 欲发紧了 设身处地 我换位思考了一下 越发觉得这事啊 太过于憋屈 难道林奇明他们 真的就认命了吗 我的脑子有点乱 总感觉 哪有些不对劲 但具体是在哪呢 我也说不清楚 我思路乱 下意识地左右 打量一番 然后问道 说你们这儿 防卫力量强悍 但是我却看不出来 前控室就我们两个人 外面 值班守卫 是跟我们一起过来的 差不多也就十来个人 再加上那帮 士兵 哪强着呀 马松松哈哈一笑 是我刚才都说了 为了保持警戒 各个间区是分开的 你以为我们能看到的所有间区 所有的情况 我说就这样也不算啥呀 马松松说我们这帮人呢顶天的也就是一预警的眼睛而已 处理点事情 要这真有什么大事出现 肯定轮不到我们来管 我说那谁来弄呢 马松松指着屏幕上面的林奇名 说你比如说你比如这位 全身修为被禁锢住 啥事都干不成 就算是跑出来 被判定进入了一级戒备之后 外面的士兵和看守 可以从全处置 最严重的 甚至可以直接射杀 这是最简单的 另外 在各个间区之外 有轮班的高手队 一般差不多有20到30人的编制 都是高手 领队甚至都有 不逊于天下十大级别的强者 更不用谈那些常年 在地下静修的老怪物 真正碰到了事 他们一出来 谁能逃脱呢 天下十大级别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什么时候天下十大 变得这么不值钱了 随便一个高手队的领头 都能够是天下十大级别 马松松笑了 说你一高人胆大 或许不信 但我跟你讲实话 那几位老大的身手 不只是我 很多白城子服役的人 都瞧见过 那是真的强 比外面评选的 那什么天下十大 除了毛山 龙虎山和白云关的 几位大佬之外 还真的难说 有谁能够比他们强的 他自信满满 这自信 是源自于白城子历来的地位 也是他们自己的骄傲 我无法判断 马松松的话语有几成真假 但是 听到这个天下十大级别的话语 多少有些抵触 感觉到这帮人 有点井底之蛙 坐井观天的样子 不过就在马松松 这般说话的时候 突然间外面 传来了一阵 凄厉的报警声 在监控室内 红色的报警灯 一下子就转了起来 马松松从座位上一跃而起 抓起对讲机 便问道 说怎么回事 而那边稍微等了一会儿 说道 西标的A级区 特殊间区 传来波动 有人潜入 重复一遍 有人潜入 直接击毙 简单一句话 让马松松就紧张了起来 我瞧见他的表情 有些古怪 忍不住问道 说接下来怎么办 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吗 马松松摇头 说不用 我们呢 牵手岗位 看好自己的地盘就行 不过一会儿 可能会有上面的人 过来查看工作 你要稍微准备一下 不要录线了 我说要是问起我 我该怎么办呢 马松松说没事 一切由我 只不过今晚 可能会乱上一阵子 靠 到底怎么回事 不会这么巧吧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有人潜入是什么鬼 马松松说你别急 预警系统就是这样 有可能是误报 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们呢 不要妄动 就在这等结果就行了 他一边说着宽慰我的话 一边手上不停 不断地在操作台上 拨弄着各种案件和开关 在我面前的除了操控台之外 还有一个巨大的液晶的屏幕 这主屏幕至少有200多寸以上 由四块液晶面板拼凑而成 而另外旁边还有十多个显示器 马松松眼睛不断地 从每一个显示器上掠过 打亮着每一个画面 他说的轻松 但快速的操作却还是能够让我感受到紧张的气氛来 随着马松松的操作 与西边A级特殊间区的几个主要的入口都被单独调了出来 他将图像放大之后 对着我说 我没时间看着他们几个 画面我单独调到你面前的显示器上 这里是操控平台 你负责盯着让 不出什么意外就好 我点头说好 没问题 你忙你的 这些交给我 我移动座椅 来到了跟前 全身贯注的 盯着面前这四个二十一寸的显示器 上面有着林奇明 布鱼和董仲明 三人监视房间的情况 以及外面的图像的集合 尽管有警报声响起 但是并没有任何声音传递到里面去 所以他们都在沉睡之中并无一况 我目光打亮了一下 余光处又看向了别的地方 乔剑在监牢外面的长廊上 有大量的行动人员在集合 另外 还瞧见佩戴监章的高级别的 看守员出现 正在指挥人手 朝着西边的方向挤了过去 我有些好奇 说怎么样 人查到了吗 马总统摇头 说不清楚 我们这儿的监控系统是分开的 各监区互不关联 除了本监区之外 唯一能够瞧得见的就是外面的总体情况 他们调出了外面的画面 我能够瞧得见有队伍在集结 至少上百人 而且大部分都是鹤枪实弹的 这帮人穿着与迷彩服的士兵 以及黑色制服的看守的并不一样 看上去十分的专业 马松松对我说道 这就是白成紫的别动队 大部分人都有着修行基础 他们手中的枪械都是特制的 有专门破防的 有里面装的阴弹头 麻醉剂等等 这些是专门用来对付修行者 以及其他异常生物的十分的专业 我听他讲述着 这些人的强大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 这样编制的队伍 我并不是没有瞧见过 在天山神石宫 在茅山 我都有瞧见过不少 甚至亲手宰杀过不少 因为没有真正的动过手 我不知道这些人的战力如何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的修行者来说 这帮人还是挺有威胁的 许多正统修行者 因为民国时期的心理伤痕 和传承下来的潜规则 对于枪械之物 向来都保持着近而远之的态度 认为热兵器是对于修行者的一种侮辱 故而很少会有人选择拿枪说话 这个是与当前的国情有关 也跟修行者对于自身的心境和追求有关 但是不可否认 修行者用上了枪 那种快速的反应能力 以及远比普通神枪手更加准确的枪法 还是具有很强大的威胁 警报仍在响 红光闪烁 将紧张的气氛 传递到了每一个角落 不过白城子 这儿的机制十分成熟 并不会因为一两个疏忽点 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而是因为这样的警报 瞬间发挥出了巨大的动能来 庞大的机器开始高速的运转 没过多久 监控室这儿房门被人敲响 随后嘀嘀两声 有人刷卡进来 听到这声音 马松松立刻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对我低声说 领导视察 估计是我们的顶头上司 司马顾 你赶紧起来 跟着我坐 他话语刚落 走进了好几个人 领头者 是一个五十岁的一个半老头的 穿着与我们一般黑色的制服 不过 这奸章却是多了几个星星 马松松朝着他 进了一个标准的军里 朗声说 报告大队长 重刑监区值班员 马松松 援军正在监察监区的所有地区 请指示 我与他一同站立 一起敬礼 显得十分自然 那半老头子走了进来 摆了摆手 说特殊时期 用不着多礼 怎么样 这边没什么问题吧 他脸上带着笑 一对金鱼袍一般的眼睛里 充满了何须的笑意 让人放松了许多 马松松笑着说 没呢 我们这儿没啥事 老大 到底什么情况啊 怎么这么突然 A管那边就闹了起来 半老头 扫量了我们一圈 然后说道 马赫秀 马老 在幽浮守卫的A区 巡查的时候 发现不对劲 于是 调集同板严查 结果发现 前段时间 不翼而飞的那个鹿岩 那小子 正躲在监区地下一化粉池里 闷了好多天 给发现了之后 开始四处逃算 你们这边注意一点 有任何的消息 立刻通知指挥部 啊 这马松松忍不住笑了 说卧擦 化粉池 他这么多天 是怎么熬过来的 吃食吗 众人是一阵大笑 半老头子也是忍俊不惊 说也许吧 马松松说 那个冒牌货 还真的是能躲呀 嗯 他这话一说出口 半老头子的眉头 又皱了一下 说谁跟你说 鹿岩是冒牌货的 简单的一句话 让我的后背汗水都给憋了出来 的确 从白城子的角度来说 一个经过了总局和民固委 双重机构认定 并且验明正身的囚犯 怎么看 都不可能是假的 那么马松松 又怎么知道 又怎么知道 他是冒牌货的呢 这是我跟他说的呀 瞧见面前 这位半老头子的司马顾 还有他身后好几名随从 让我有点紧张 倒不是因为我怕他们 或者说是别的什么 而是担心自己的身份暴露了 会牵连马松松 和援郡他们在这儿的前途 好在马松松这人 临场应变的功夫不错 黑黑一笑 说他们那帮小兔崽子都在传呢 说一个能列入天下十大的家伙 不应该这么差 刚才有听到 您说他居然萎缩 躲进了画粉池里面去 更觉得这应该是个冒牌货才对呀 司马顾冷冷的说 外面的流言不要信 是不是陆岩本人 这个你们也不要议论 至于躲在画粉池里 他们苗疆无骨 本来就是恶心下作 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 表面上不做评测 以及评判 但是话语里 却多多少少有着严重的偏向性 让人心中不痛快得很 我站在马松松的身旁 听到这话 心头多少有些愤怒 不过 身处此处 我不得不控制自己的情绪 就算别人往我身上扑脏水 我也只能是忍着 马松松赶忙承认错误 说对 我们对谣言的态度 是不轻信 不传播 禁令言止 我记住了 头 我错了 保证没有下一次 他显然是很得这位司马顾的欢心 听到他的自我反省 司马顾笑了 他说 知错能改 善目大焰 好好做事 司马顾说着话 又转头看向了我 我的心里有点紧张 害怕他找我问一些什么 我若是答不上来 这事可就严重了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突然间 司马顾的身后的随从那 传来对讲机的声 说这里 是总监局大门 有人翻过高压围墙 闯入监局 速度很快 重复一遍 有人翻入高压围墙 那声音很急 司马顾伸手 从随从手中接过电话 然后说道 我是值班领导司马顾 到底是什么情况 对讲机那边紧张的说 不清楚啊 那人突然出现 然后踏着一把飞舰跨空而来 越过了我们的高墙和法阵 落到监牢区这边来 瞧那模样 应该是朝着S级的 特殊监区去了 飞舰 S级特殊监区 听到这些名字 司马顾的眼皮一阵狂跳 很快反应过来 赶紧说道 立刻拉响橙色警报 并且通知在静修的几位大佬 告诉他们来者不善 他们正在沟通的时候 大部分的注意力 都给吸引过去的我 突然间 心头一跳 吓一时的回过头去 我瞧见林奇明 布鱼和董仲明的监房 突然之间 沉重的大门全部打开了 或者说是弹开了 这是什么情况呢 而就在我愣住的时候 监控室突然对讲机响了起来 有人紧张的说 报告 重刑监牢处三名载压的囚犯 试图越狱 监房大门已经被他们打开了 怎么办 马松松一脸懵逼 而这时 司马顾突然抢过了对讲机来 他一脸正义的说 我是值班领导司马顾 听我命令 不要给逃犯任何的机会 直接击毙 直接击毙 其实 我一直觉得情况 有些不太对劲 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 但当这位司马顾 说出直接击毙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 为何会有莫名的担心 马松松一直很笃定的说起 白城子的安全 却忘记了一件事情 如果 有人真的想杀林奇明等人 肯定不会选择在食物里面下毒 又或者 是其他的什么办法 他们一定会去钻这规则的漏洞 而通过规则的漏洞 正大光明的杀人 一如当初 白河被杀一般 即便是犯了错误 也会通过被人操作而被原谅 这才是最可怕的 而此刻 林奇明他们 已经陷入到了最危险的境界 我刚才的余光 一直在打量着 那三个监方的情况 无论是林奇明 还是不予董正明 这三人都处于在沉睡之中 并没有任何的移动 那监方的门 其实是自动打开的 与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关系 这就有可能 是那监方电子门的某种错误 但是最大的可能 其实是有人在暗中捣鬼 而导鬼的那人 并不是想要救出林奇明等人 而是想要栽赃陷害 他们等的就是司马顾的这一句话 杀无赦 有了这一句话 武副局长 以及身后那些势力安排的人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动手杀人了 或者说 我面前的这位司马顾 根本就是严副局长的人 等等 尽管一开始的时候 我十分的紧张 害怕被人拆穿之后 给袁骏和马松松带来麻烦 然而 眼看林奇明等人 即将混沌于此 我却凭空多出了强大的勇气来 冲着司马顾大声的喊着 然后伸手过去 想要夺过那通话器来 显示器 他的屏幕上 我能够瞧见 正在跟监控室汇报的消息 是守在林奇明 监防门外的其中一个黑衣的看守 他听到我的话 愣了一下 然后掏出了枪来 但是并没有动手 而监控室铁门的打开 也惊醒了奔以熟睡的林奇明等三人 他们相继地睁开了眼睛 朝着外面看来 不过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后续动作 显然是对于逃离此地 没有什么想法 他们甚至感觉到 他们有一种古怪的淡定 仿佛 这并非监防 并非是白橙子 司马顾 瞧见我过来抢的通话器 下意识地往后退去 只不过 那对讲机是有限的 点着操作台 所以 没有退两步 瞧见我来势汹汹 顿时 变得恼怒起来 左手拿着通话器 右手 却并成了手刀 朝着我 猛然地展来 他没有想到 这往日的属下 居然 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变得如此的果断 他们没有想到 我会打断他的谋划 然而司马顾 虽然有着一身的威严 而且 也算得上 是一位一流的高手 但是对于我来说 到底还是差了一些 我即便 是并不以速度 和敏捷擅长 但是在这方面 却还是远胜于对方 所以啊 在司马顾和众人看来 眼前一花 那通话器 便已经落到了 我的手上了 而司马顾 朝后击退 然后我开口说道 只是一万 那三个犯人并无危险 不要轻举妄动 任何出格的举动 都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甚至是死亡 这话说到这儿 我即刻加重了语气 让那人感受到 我心头的愤怒 随后我挂掉了通话器 没有再跟那人 再做交流 打胆 司马顾被我抢断命令 脸色一下子 变得极为难看 脸皮通红 眼珠子 就掉出了一般 指着我怒声吼 说严峻哪 你还有没有组织性 纪律性 选刚打断我的命令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你负得起责任吗 这是圈套 真正撕破了脸皮 我也收起了 隐藏的身份的心思 冷笑了一声 走上前去 逼是死马顾 我的气势 让对方有些意外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说 司马顾 吴卫东 和陈黑手的斗争 又或者说 龙脉家族与 毛山龙虎的斗争 不是你这种小人物 能够插手的 你若是真的想死 我不拦着你 但是如果你真敢 下命令杀害 林语董三人 我不介意 提前送你上西天 你 司马顾 往后退 给我的话语 吓得脸色狂变 大声地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远郡 你想造反吗 我冷哼一声 说造反 我看想造反的人 是你吧 司马顾气得 浑身颤抖 指着我说 远郡 你这个一下犯上的家伙 怎么敢 这家伙刚过来的时候 气势十足 仿佛一切都掌控的样子 而此时此刻 却表现得气急败坏 让我忍不住好笑 然而这个时候 在司马顾这伙人的身后处 有一个人往前站了出来 一字一句地说 他不是远郡 啊 听到这话 马顾一愣 说这怎么可能呢 那人还没说话 马松松立刻就挤了上来 冲着那人说 你是谁 你不是我们白成子的人 怎么可以出现在监区 那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 替着小平头的男人 他不高不胖 不挨不瘦 扔入人群之中 完全是不起眼的家伙 他冷冷地说 我是总局派过来的 特约特派员 秦月 至于为什么能够出现在监区 不是你的职权范围 这一位 你不是远郡 那到底是谁呢 我笑了 说巧了 我也是总局的特派员 怎么不知道 还有你这么一号人物 啊 听到我的话 这司马顾一下子来了劲 对着身边人的喊 说快来 这儿有一个假冒的看守 将他擒一下 他一声令下 跟随在身边的四五人 除了特派员秦月以外 全部一拥而上 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高手 在狭小的地形之中 却有极为强悍的进攻能力 向前 从来的一瞬间 有人挥拳 有人戳脚 有人掏出了腰间的 高压的电报 对于如何擒拿敌人 他们有着一整套成熟的体系 配合极为的默契 只不过 他们似乎找错了对手 我在对方一拥而上的一瞬间 将马松松给推到了角落里面去 这家伙是个人才 我不能让他在混战中受伤 至于对手 砰了一下 我在一瞬间出拳 拳头如同 黎唐的炮弹 与冲在最前面的那位看守 瞬间相斗 拳拳相对 猛然地撞到了一起了 而就在香蕉的那一刹 我将拳头织上的骨骼和皮肉 变得坚硬无比 加强了好几倍 大义荣术 并非只是用来改变身份的 他的实战之中 也有着很大挖掘的潜力 金钟罩铁布山这种销手段 只是很低级的依赖 两人拳拳倒肉 不过并没有任何的停顿 那人惨叫一声 将整个身子 直接朝着后面跌飞而去 而在下一秒 我已经抄起另外一个人的腿 将他朝着 身后那名拔电棍的家伙掀去 他正好撞上了滋滋作响的高压垫 那高压垫不知道多少福特 不过显然是被加强过的 一米九的大汉 在下一秒钟之后 直接口吐白沫 攀软在地 我并没有任何的停顿 手起角落 将另外两人给撂翻倒地 明明是白城子最精锐的看守 对付普通人 属于一个打十个的那种 就算是放在江湖之上 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 结果在这儿 却给人当作小孩一般 上演着一招撂倒的教科书动作 司马姑的脸完全就黑了 而在他身后 那位特派员秦韵 也没有了最开始的嚣张 在第二个人倒下的一瞬间 他就转过身 朝着门外跑去 这是个醒目的家伙 知道真正的高手出招 是什么模样 也明白自己留在这儿 只不过是一盘菜而已 他滑溜溜的 跟着一条泥球一样 司马姑没跑 而是猛然一鹤 身上的黑色制服 一瞬间炸成了碎片 飞扬在尘土之中 他整个人充满了一种 明黄色的气息 将其包裹成了一团的烈焰 这是要放大招的钱自我 然而我却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身子一缠 凭空消失不见了 下一秒钟 我出现在秦岳的跟前来 我不让他走 这个时候 他已经跑出外面的通道 一边奔跑 一边掏出了通话器来 通知同伴 糟糕糟糕 不行 你们得赶紧动手 不然 砰的一下 突然出现的我 迎面就是一圈 直接将秦岳给砸飞 身子重重的 撞到了铁门之上去 这一拳 我控制了力度 并没有将这人一拳打死 只不过 在短时间之内 那家伙会因为脑震荡 而没办法爬起来 人体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低了一下 我掏出门禁卡来 将门再次打开 然后将口鼻流血 陷入昏迷的琴月 拖进了房间里面去 而司马顾 正一脸迷茫的四处张望 不知道自己的对手 为何突然消失不见了 门打开 瞧见我 拖着昏迷的琴月过来 但咬牙切齿的说 你杀了特派员 他以为我杀了人 我没有解释 正要说些什么 而那时候 马松松 突然间 就大声喊道 不好 那帮人要动手了 怎么办 我听到 目光落到了监视器的显示器上 敲剑 在短时间的犹豫之后 那边监牢的守卫 在得到了琴月的命令之后 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掏出枪来 冲向了肩房里面去 朝着手无寸铁 身体被束缚的 林启明等人 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监视器 如果不经过调试的话 是没有声音的 但即便如此 我隔阵的屏幕 还是能够感觉到 这子弹出唐之时的乍响 想着全身穿着球衣 赤手空拳的林启明等人 如何能抵挡得住 那子弹的钦泻 这些人 在平日里 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别说子弹 就算是淘弹 也未必能够奈他如何 然而 他面对着 武副局长和他身后那帮 吃人不吐骨头的狗贼 到底还是被阴了 在那一刻 我的心 腾然生出了一种 无处安放的暴力的情绪来 我有一种 想要杀人的冲动 然而就在 我以为林启明 等着要被乱枪 打死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三人仿佛 早就预备好了一般 直接将剩下的 那个铁床抓了起来 铁床的底部 是直接连在了地上的 结果 却被他们 给直接弄断了 然后 拽到了跟前来 抵挡住了一波 子弹的扫射 从画面上来看 除了董忠明身子一歪 好像中枪之外 其余人都是没事的 啊 我当时就愣在原地 有点懵了 尽管隔着屏幕 我还是能够感受到 他们将的铁床 抓起来所需到力道 这样的力量 绝对不可能是 修为被限制之后 所能够做出来的 果然 我瞧见躲在铁床后的 那三人 奋力的一阵 束缚手脚的铁链 疏然而断 碎成了石树截 断了 这玩意儿曾经锁住过 无数的黑道的枭雄 魔道的巨拨 按照里来说 质量不可能这么差劲 要是 每个人都能够挣脱的开 那这玩意儿的出品的场子 肯定倒闭了 这匠人呢 也给打断了腿 这种修行的限制的法器 不可能这般的脆弱 没有是什么原因 让他变成了如此呢 难道又是那 司马顾等人的阴谋 只不过 他们若是想要杀死 林启明等人 何必弄得这么麻烦呢 若是 手铐脚铁并没有断 林启明等人 无力挣脱 岂不是早就死了 哪里用得着 做这么多无用功呢 我满脸的震惊 而不远处的司马顾 也没有朝着我动手 也是一脸懵逼的 望着屏幕上的景象 有点不知所措 抵过了最开始的一波攻击之后 三人将铁床堵在了肩房的门前 不过 却并没有试图逃脱 而是想办法 将那肩房的铁门关上 固守待员 他们根本 就没有想过要逃离 只想求得安你 这一切 让我有点懵 不过瞧见 枪声大作而起的时候 不远处 又出现了一群人 开始攀爬而上 然后朝着这边喊来 动手的几人 跟那些人沟通 仿佛要一不做 二不休的样子 他们铁了心的要杀人 我知道 不能够再待着 转身想逃 然而又瞧见 瞥见的角落里的马松松 和气势汹汹的司马顾 知道 不将这个家伙给解决掉 作为此间的主谋 以及整个行动的指挥者 他必然会有着巨大的危害 只有将此人给打倒了 我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速战速决 就在 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司马顾也想到了 他抬起了头来 与我对视 然后咧嘴笑道 看到没有 他们早就是 预谋想逃脱 可不是我冤枉了他们 我去你的 我没想跟这丝配话 足夹一点 人便已经来到了司马顾的跟前了 这家伙 刚才用气一击 整个人宛如佛陀一般 浑身发光 而且散发出来的 是那种黄色的光芒 宛如黄金历史一般 充满了力学的美感 我刚才只是瞧了一眼 便闪身而走 没有与其正面的交锋 不过大概心中也清楚 这玩意儿 应该就是龙脉修行得到的好处 只不过正所谓 一股作戏 势如虎 载而摔 三而劫 我逼其锋芒的手段 让对方 有点懵了 他的心理素质好一些 就会狂傲 心理素质差一些呢 就会怠慢 我呢却不会 这两人 冲到我的跟前 却见 那家伙 双手一翻 持久而上 双掌顿时是一阵的发亮 仿佛 又漫漫黄沙 扑面而来 充满了干燥的热风 而我却是竭了一个手艺 大金刚轮翼 于陆佐 有过深入沟通交流的我 知道 这九字真言术 在近身搏击之中 随着修行者自身的理解 有着足够强大的加持效果 这远比使用普通的 夜狼鼓战法 要强大许多 我想在短时间内 撂到面前这人 就得表现得更加强热 手印如花 截出来的一瞬间 我口吐真言道 标 砰的一下 双方的力量 在一瞬之间 撞击到一起来 一股恐怖的能量 冲击到了双方的交手之中 朝着四方扩散而去 轰了一下 一声巨响 操作台上火花刺剑 数十个屏幕 被进气冲击之后 全部都纳入了雪花的状态 再也显现不出 监控器的画面了 而本来信心满满的 撕瓦固 没有能够扛得住 我这一轮猛击 整个人 连着往后 退了七八步 一直到 退到了墙根上去 浑身憋得通红 紧接着 一大口鲜血 就喷了出来 化作了一道雪雾 我刚刚获得了五位建筑的九州顶的支气 虽然说那只是小顶几十分之一 不过对于我来说 进气方面却是有着质的飞跃的 这样的力量 再加上真言加直 并不是司马顾所能够抵御得住的 他倘若是不跟我硬拼 或许还能坚持个十来个回合 然而他却偏偏想要装一回 想要凭借着自己 在元朝一脉修行出来的实力敌我 最终落成了如此下场 我对于敌人 从来不会半途而废 我又不是喋喋不休的反派 自然没有任何犹豫 剑步冲前 再次的疯狂进攻 司马顾惊查万分 大声喊道 说怎么可能呢 你到底是谁 局里有你这般修为的驱使科术 你是派来的 他到现在还相信 我是什么总局的特派员 三五秒之后 司马顾滑倒在地 与那位特派员秦岳一般 同样是脑震荡 以他的修为 过去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但昏迷一整晚 也是跑不掉的 马松松这个时候 才从墙角上爬着起来 瞧见一头鲜血的司马顾 有些慌张 说你把他杀了 我摇头 说虽然很想 但是没有 马松松常熟了一口气 说那就好 这家伙固然可恨 但是不经过程序贸然杀人 这罪名也是很大的 我笑了 说别吓着 是我 马松松一脸心惊肉跳 说你怎么突然之间 又变成司马顾这傻子了 我说我去救人 再用元俊的脸 有点不合适 用这老杂毛的 比较方便 对了 你一会儿装晕 这事 撇开关系 我一边 跟他说着话 一边 去搜司马顾的身上 将他身上的 那种身份卡之类的东西拿住 马松松照着我的话 往旁边靠 苦笑着说 方便打听一下 您是哪位大任务 司马顾在我们这儿 算是很强的人 结果在你的手下 这一招都走不过 我笑了 说到不至于 认真打起来 他能够扛我三招 至于我是谁 出于你的安全考虑 我就不跟你详细解释 时间紧迫 我来不及 跟马松松说太多 简单收拾妥当 立刻托门而出 我之前的时候 就差不多 向重型监区这儿的地形 给琢磨清楚了 此刻心中焦急 狂奔而走 很快就来到了 空中监区的这一块 还没有进入其中 我就听到 枪声响起 半空之中 已经是乱作了一团 与监视器 镜头之下的景象一般 这个所谓的 空中的监区 有差不多 四个篮球场地 一般巨大的面积 下方处 是一片幽冥火海 而每一个监房 或者说是铁笼子 都是架在半空中的 有铁桥 在此彼此相连 此刻上面乱成一团 我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祈愿着 林启明他们还没事 然后 从一边的高架桥 阶梯往上冲 我冲上来的时候 不断 遇到慌张的看守 瞧见我 还不忘记打招呼 我没有理会这些人 还有七八个士兵 正小心翼翼的 朝着一个监防围去 我在脑子里 迅速对比了一下环境 不确定这里面 到底是林启明还是不渝 不过这并不要紧 瞧见这帮人 端着枪口 虎视眈眈的样子 我没有任何犹豫 冲上前去 就从后面发动攻击 这些人有的瞧见了我 有的没瞧见 但不论瞧见与否 都没有太多的戒备之心 所以在短时间之内 被我全部撂倒了去 很快 我冲到了那肩房 合不拢的铁门前来 感觉到 隔着衣扇 厚厚的铁门之后 有一个呼吸沉重的人在里面 我挨着铁门 低声说 走 啊 里面传来了林启明的声音 说你是谁 我压低声音 说我是陆言 奉肖克明和徐淡定的命令 过来保护你 快走 啊 门后愣了一下 突然间 门猛然拉开 林启明的脸出现在我的眼中 他一脸焦急的说 说我们没事 你赶紧走 这是一个针对陈老大的圈套 什么 小龙女和替死鬼 林启明的话 让我愣了一下 而他 瞧见我的脸 也是愣了一下 两人大眼对小眼 有些懵了 我用自己的声音 压低声音说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说 是针对你们陈老大的圈套 林启明听了我的话语 立刻明白了我的身份 苦笑着说 我们其实是自愿进白生子 那帮家伙 打算拿我们当诱饵 在这对陈老大设服 没想到他没来 你们却来 啊 林启明的话语 让我是豁然开了 之前的种种一团 一下子就得到了解释 我说能够当上 大局扛把子的林启明 可不是这一般的小楼 这武副局长和严副局长 等人又不是一手遮天 怎么可能 在没有充分证据之下 将他给抓进这白生子里来 原来他们都是自愿的 不光林启明是自愿的 布鱼和董仲明都是自愿的 他们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愿意用这种方式来自证清白 有人想要用他们作为诱饵 将黑手双城引到这儿了 但作为林启明而言 他自然知道 现在的黑手双城 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陈老大 对于他们的结局 其实并不关心 简如此 他们也波及来着白城子里走上一走 将事情的主动权掌握在手里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 那帮人放了诱饵 并没有引来黑手双城 但是却把我引到这边来了 从当前的局势来看 很明显 作局的人并非是武副局长那帮人 要不然 也不会出现像司马顾这样的人 这武副局长也给骗了 所以才会选择在这样敏感的时候 吩咐人对林启明的人下手 落入画壁 而呢 布局的人 则是在这背后推波助澜 使得徐淡定也知道了这个消息 方才委托我过来瞧那么一下 那布局的人 想要吸引的是黑手双城 却并没有想到来这儿的人 却是我 因为我担心林启明 布鱼等人的人身安全 误打误撞 所以冲到这边来 双方一见面 一沟通 这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林启明让我赶紧逃 我自然不啰嗦什么 转身就是一阵狂奔 然而就在 冲到了那边的铁锁桥的上时 突然间有一股阴风 从头顶上疏然而落 让我的头皮下矮似的一阵发麻 不好 有古怪啊 此刻正处于极度敏感的状态 任何一清半点的危险 都会被我放大到极致 所以 对方虽然算得上是悄无声息 但我还是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直接拉开了距离 刷了一下 一道乍响 铁锁桥那边的铁拦住 被拦腰斩断 火花四溅 有一个虚影 拦在了我的跟前 那玩意儿 通皮 一身黑灰之色 淡薄如影 穿着宽大的长衫 脑袋之上 戴着一个高高的帽子 活脱脱 像是那地府来的黑无常 刚才 将那 钢铁拦腰斩断的 正是他手中的一根 招魂斩 那玩意儿 看似柔软 但是 却有着 刀意般的锋利 就在我停住脚步的时候 身后 也有身影浮动 我侧过身子 余光 瞧见这玩意儿 与之前的那个 一般模样 只不过通体 呈现出那种 惨白的颜色来 介于 实质和灵体之间的状态 就如同 是那对应的白无常 哈哈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从底下的 幽冥火海中传来 紧接着 我就瞧见一个 十四五岁的少女 跃上了离我这儿 有六七米的 另外一道 铁索桥上面来 那少女 穿着一件 月白绣花 小皮凹 加上 银鼠砍尖 头上 挽着 随长的云壁 簪子上 一只赤金的 扁簪 别无花朵 腰下系着 杨飞色绣花绵裙 做古人打扮 但双脚 却并没有穿鞋 不但是没穿鞋 就连 袜子也没有穿一双 衬托出 她一对小脚丫的精盈 宛如 刚剥离的 鸡蛋一般 那样的滑呢 她站在 那铁护栏之上 双脚踮起 就跟跳芭蕾舞一般 小脸长得是 格外的精致 虽无妆容 但是却清新脱俗 十分的漂亮 这位 宛如 跳芭蕾舞一般的 小姐姐一出现 便欣喜的说道 等了你这么半天 你终于来了 啊 我眯着眼睛 打亮对方 冷笑一声 说天天来 那少女笑了 说别装了 你不是司马顾 我说那我是谁啊 少女右手一抓 却有一根 如同 哪吒三太子 乾坤圈一般的 玩意儿浮现 在她的手中 不停地抖动 发出软如 蜜蜂一般的 嗡嗡声来 而她 则是笑颜如花 说你是黑手双城 入魔的黑手双城 对不对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说你又是谁呢 少女骄傲地挺起胸来 说我姓龙 你叫我小龙女便好 小龙女 我靠 小姐姐 你是杨过的徒儿 我有点乌语 不想跟这位 犯了中二病的女孩 在这浪费时间 当下也是足见一点 冲向了前方 那位黑无常去 我是在与少女 说话的时候 一瞬间发动的 她有点挫不及防 而那两位 黑白无常 却并不会动 他们一直 就这么盯着我 我的身子微微一动 他们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我冲得 如万军雷霆 然而对方 却在一瞬之间 抖起了手中的招魂帆来 朝着我猛然的一扇 招魂帆上 莫名的涌出了一股 古怪的犀利来 然后正在向前冲的我 是一阵的心神摇影 啊 我感觉到了心神不宁 眼前是一阵的摇影 整个世界 仿佛变成了一团漩涡 这种战斗方式 是我之前没有遇到过的 对方强的 并不是恐怖的修为 而是我很少 有触及过的精神 神魂领域 那招魂帆 微微一摇晃 让我整个人都感觉天旋地转 当下暗道不好 努力保持着神台的一丝清零 然后用牙齿咬了一下舌尖 剧烈的疼痛 让我这个时候保持住了清醒 离开了身后 那白无常的 陡然的攻击 我避开了对方的攻击 而旁边的铁户呢 再次遭殃 给轻轻挂了一下 一大片直接飞起 从高处 落到了十多米之下的 幽冥火海中去了 哐郎一下 回神传来 我往后一跃 却瞧见这个时候 半空中的寨桥四周 又多出了好几个人来 有一个是独眼的老头 有一个是五十多岁的大妈 还有一个是三十来岁的少妇 最后一个 是一个长着锅子脸 就好像央视里那种 男主角一般的正气凛然 而我瞧向他的时候 他也正好瞧向了我 那个男人 缓缓地摇了摇头 然后说 当年邪灵教来劫狱 放走风魔 魅魔的时候 我曾经 与黑手双城打过交道 他不是黑手双城 没有那人的底蕴和豪情 独眼老头 跃上了一处铁笼子的监牢的顶上 双手古怪的前身 冷笑着说 比起黑手双城 他还差这远着呢 我听到他说话的时候 瞧见不远处的黑白无常 随着他的呼吸起伏 那两个凶悍无比的黑白无常 居然是这独眼老头 控制的亏赖 好厉害呀 这帮人出现的一瞬间 显然早就埋伏于此 而从我此刻的感官来讲 这帮人的确是个个强的 就连刚才的赤足少女 都有着让人静而远之的力量 虽然没有较量过 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水平 但我也知晓 之前马松松跟我讲起那事 虽然有出入 但差不远 这些人呢 说不定真的跟天下十大差不多 元朝一脉 而且还是与总局一般 同样是从8341分离出来的白城子 果然是名不虚传呢 藏龙卧虎 他们是被 射局者请出来 对付黑手双城的阵容 猎王人 知道黑手双城的实力 所以才会请来 这么强大的阵容 只可惜李亏没有来 来了一个离鬼 想到这里 我顿时就郁闷的不行 我是出门踩钩石了吗 越是这么想 我越是生气 不过还是心存侥幸 拱手苦笑 说各位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人呢 啥都好 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迷路 我走错路了 各位让出条路了 大家各自相安无事 你们可看好啊 围着我的好几个人 都哈哈大笑 那三十多岁的少妇 妩媚的说 这位伪装成 司马垢的小哥哥 你以为我们这儿 是窑子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多样的都笑了 说哎 楚连城啊 你可别这么说 窑子是旧社会的说法了 在我们的新社会 可没这种东西 楚连城 这个少妇 就是在监狱墙上 放着那幽民乌鸦 监视整个白城子 上空的楚连城 而那楚连城 则眼波流转 指着独眼老头说 马赫秀 你个老不休的 别人不知道 我可知道 你的那些破事 要我说出来吗 别别别 独眼老头连忙摆手 这人的赤族少女小龙女说 我的乖乖万孙女在这儿呢 给点面子 两人一阵笑闹 而我则是一阵无名的伙计 只是不远处 躺倒在地的那帮人 说这些人 在监牢区 异于谋杀毫无抵抗的犯人 准备杀人灭口了 你们就这般 熟视无睹吗 反而说 要抓我这么一个 见义勇为之人 这是什么道理 我怒气冲冲 而那果子脸 则平静地说 这些人自然该死 不过我们的任务 就是抓住任何仕途 营救邻居长的闯入者 那小龙你嘻嘻笑 说这位大叔啊 别装神弄鬼了 拨下你的人皮面具 让我们瞧一瞧 你是何妨神圣 这些人 像参观动物园里面的猴子一般 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 大概是等待着黑手双城 到来的这段时间 实在是太过于无聊了 所以他们才会 有着如此这样的恶趣味 并没有一拥而上 将我拿下 而是如同玩弄老鼠一般 摇摇地看着我 个个都笑嘻嘻地 仿佛我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然而这是他们的想法 我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看来 虽然这一次 我出门是踩了钩屎运 遭了那无妄之灾 但是并不代表 我就要栽在这里 我这一身的本事 都还没使出来呢 如何能够服软呢 咱呀不是那种人 陆左当初跟我讲过一句话 那就是 面对着现如今 身居高位的那帮权贵们 过分的屈从 只会自取其辱 勇敢站出来 展示出自己的肌肉 那才是真正的勇士 正所谓人死鸟巢上 不死万万年 正是如此 陆左能够万万年 我为何不能呢 只是 我不能够使出 自己招牌的手段来 要万一给人 瞧出来断你 那么 我就算是逃出了这儿 估计要背一辈子的黑锅 再也没有办法 自由地出入在阳光之下 这才是我 当前最大的窘境 怎么办呢 我脑子飞速地晕着 感觉头疼无比 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了 而对方瞧见我脸色 阴晴不定 忍不住笑道 可怎么 是在等你的帮手吗 帮手 我愣了一下 随后反应过来 今天夜里 在白城市闹市的人 可不仅仅只有我一个 那个躲在 话粪池里 不知待了多少天的冒牌货之外 还有一个 御史飞剑的家伙闯入 其中了 特别是后者 要知道 江湖上的飞剑 有一把算一把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每一把 都有鸣记 能够做到这等境界的人 必然也是顶尖的修行者 只是 你们这帮家伙 是有多淡定啊 居然能够 不慌不忙的 在这儿蹲守着我 那边的事 都交给下面的小弟去做了 至于吗 这也太过分了 我心中郁闷 表面上 却淡定无比 平静的 举起双手来 说诸位 别打架 我声明一言 那就是 在下 对于白城子 并无恶意 之所以来到这儿 只是因为 你们内部浮行 杀人灭口的事情 都做得出来 我路见不平而已 那国字脸冷冷的说 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我说 我若是投降了 能够得到什么待遇呢 请教一下 国字脸没有说话 反倒是 那赤族少女 小龙女 扑斥一声笑了 然后说 白城子这种地方 是监狱重地 任何人没有手续闯进来 都属于 是大不敬的冒犯 不过你也别担心 念你一身本事 修行不义 我们不会杀了你 顶多就是把你囚禁起来 这一辈子 留在白城子罢了 他脸带笑意 不知道是说真的 还是开玩笑 这个脑子犯二的不良少女 我不想跟他交流 而是 瞧向了仿佛是众人眼中的国字脸 说这位兄台 他说的话 代表了诸位的意见吗 国字脸抿着嘴 思索了几秒钟 方才达到 凭着一身本事四处招摇 如你这般的 迟早要祸国殃民 不如留在白城子 他说的这话 显然也是认可了小龙女的话 我伸出手去 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叹了一口气 说明明有和平解决的办法 诸位真的 一定要用强势压人吗 毒鸭老头哈哈大笑 说别把自己说的这般委屈 能够跑到这儿来的 还冒充司马顾 你觉得 你算是什么好鸟吗 任你十八班兵器 阿安 站得正憨 我身子一躬 随后 挺起腰杆 浑身的骨头里 噼里啪啦 一阵作响 我伸起来 舒展了腰骨 随后缓声说 我之前的时候 曾听说 司马顾跟我们说起 镇守白城子的诸位 虽然名声不显于世间 但是 个个 都是高深莫测之位 或有天下十大之能 在下唐突 与人争斗之前 喜欢问一句名号 还请各位赐教啊 小龙女冷哼 说别整得像是那么一回事 就好像你很牛一样 她的话还没说完 却被那独眼老头 给拦住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没有了畏畏缩缩的样子 整个人挺拔了起来 散发出了强烈的气势 气场 在不断的鼓道 将我周遭充满了 回旋的气流 她人老成精 也看得出来 面前这个神秘人 并不是认他们随意 揉捏的小角色 国子脸 也感觉出来了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她眉眼打量着我 好一会儿 方才站了出来 朝着我拱手 然后朗生说 李皇帝 没有名号 交付是与王红吉 争宗教总局失败的 奔雷手 李高阳 独眼老头朝我拱手 认真的说 封都阴草马鹤秀 人称马恶鬼 那位沉默的大妈说 皇天殿母梁林 人称梁殿母 少妇冲我 妩媚一笑 痴痴的说 小哥哥你听好了 奴家叫做楚连城 没名号 你叫我楚娘子就好 赤族少女皱着眉头 说老妖婆 让人家叫你楚娘子 你好意思吗 这位大叔 我刚才已经报了名号了 你叫我小龙女便好 楚娘子被他说了一下 眉头皱起 却冲着我笑 说小哥哥 这位小妹妹可不得了 本来他母亲八个月留了产 是个死婴 却被他外公私自放在 碧龙潭中不只安放 孕育了三年六个月 居然又活了过来 几十条龙龄融入体内 天生龙脉余身 修为冠绝白城子 再给他十年 哦不 五年的时间 他必然如同 当年的王红旗一般 无敌于天下 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听到他的话 我忍不住拍了拍手掌 然后又叹息道 果然是六扇门中 好修行啊 世间那么多 奇人异事 却不敌阁下几人 只可惜大好年华 无限美好 却得了有人给我陪葬 实在是可惜 我故作惋惜 语气 却桀骜不驯得很 众人听了 纷纷皱起了眉倒了 果子脸 李皇帝冷然说 刚才我们自曝名号 是给阁下面的 也是敬重你一身的修文 不是来听你装逼的 好了 赶紧上了 报上名来吧 众人瞩目 而我却哈哈大笑 洒然说道 坐紧观天的诸位 想知道我的身份 等我死后 来截我脸上的面具吧 说吧 我足见一顿 人如利剑一般 朝着那边的出口乐器 好歹 我的话语 让一众心高气傲的顶尖高手 恼怒不休 纷纷痛骂 然后果断朝着我出手 最先拦在我面前的 是离我最近的那位小龙女 小妮子别看岁数不大 小萝莉一般的身子 这凭空拍的地上 却有如是泰山青亚 势大力尘 刚风扑面 我这才知晓 那楚娘子的话语 并不仅仅只是威胁和调想 这是真的 那小龙女 一身修为十分的恐怖 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 即便是比起现如今的我来 也是有所赋予的 只不过 小娘皮年纪不大 性子未定 孤儿没有能够 很好的把握住 自己的优势而已 我双手结印 朝着那扑面而来的刚风 猛然戳去 铜 手印是外狮子印 而代表的意义 是勇猛锅干 遭遇困难 反勇处的斗志的表现 面临绝境 最好的态度 就是向死而生 我得拼他 破 鱼记手印 破去了对方狂风一般的攻击 而侧面 却飞来了一根 如蛇一般柔软的绳索 朝着我的腰间揽来 我身子坠落 正好 没处可去 便伸手过去 一把抓住了那根绳索 我正想要 借力腾挪 却不曾想 那手掌术 传来了一阵的刺痛 紧接着 那楚娘子哈哈大笑 她在高处 猛然 一抖绳索 妇媚的笑着说 说破了天的大话 还以为是什么狠角色 却不想 是一个厨 我这揽月所之上 荆棘无数 每一处都沾染的流 那竹叶青 与烙铁头 混合的致命无业 小哥哥 你可别再用劲 否则 立刻会独火攻心 大好的年华 一招报销 她这般一说 周围那 狂风咒语的公事 骤然一听 原本叙事待发的 马厄鬼 梁电母和李皇帝 都收住了那种公事 他们对楚娘子的手段 最是清楚 知道她 并没有说瞎话 然而这个对手 只是个指楼 他们也不想再费尽心思 毕竟 他们真正的对手 是那位 明满天下的黑手双城 而不是一个 连脸都不敢露出来的 无名小卒 抓着那绳索 在半空中 晃荡的我 能够感受得到 从各处 射来的同情的目光 他们在等待 这帮白城子的顶尖高手们 在等待着 或举手投降 免得独火攻心 死在这个地方 在他们看来 我没有别的出路 如果强行撑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 拽着绳索晃荡的我 却没有如他们所愿 尽管右手 给那绳索之上 荆棘弄得 是鲜血淋漓 独速迅速的 朝着我的全身慢烟来 但是我 却没有半分的惊慌 而是顺着势头 猛然一荡 最后 我一跃而下 落在了那边的 高架桥的阶梯之上去 跌落到人群之中 有人朝着我冲过来 给我三两下 撂翻了去 随后我开始 朝着通道那边 狂奔而走 而到了这个时候 上面的顶尖高手 方才反应过来 大声喊道 不好 他要拼命了 不能让他走 开启 降魔大阵 郭子连此言一出 偌大的监区之中 突然间 传了一阵 悲呛的唢呐声 如电一般 穿此空间 随后 在各个监区的各处 突然间冒出了 那种 隆重而沉闷的 大鼓之声 三声雷鸣一般的 炸响之后 有数十个脸色图的 无比雪白的女子 穿着花棉袄 从角落中 偶然冒出 她们如鬼一般的浮现 却透着一股 驼驼生机 和速杀热气 这些女人的眼珠子 全都是斗鸡眼 面无表情 口中高喝道 朝隐木兰之 坠鹿兮 西餐秋菊之 洛英 苟鱼琴 兴夸以 练其兮 在这歌声的肃杀中 从无数人的口中 赫念而出 经过声音共鸣 和空间来回震荡 在这 坚区之中 形成了一个 自上而下的 无形的立场 无数恐怖的压力 从上 从下 从四面八方 扑面而来 将我的心脏 紧紧的束缚住 让我的双眼之中 浮现出了 无数 降魔天尊 黄金力士 扶着毁天灭地的法器 瞅着我猛然砸了 糟糕 这儿还有法阵在 本以为自己 即将逃脱 然后借助着自己的 大凶术 配合地盾术 直接来个 人无影 去无踪的我 在那瞬间 顿时就有些绝望了 不过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是知晓 此事只能是一网无前 而并没有回头的路 想到这里 我知道 逃脱是没有办法的 只有凭借着 自己的一身本事 杀出一条血路了 我不敢掏出指个剑来 这玩意儿 还是有人 能够认出来的 当下 也是朝着旁边 猛然一闪 伸过手去 将那铁炸了 猛然一转 拉出一根铁管来 暂时当作护身的武器 当地上 大鼓在响 有实面埋伏的煞气 那些穿着花棉袄 涂着白面的女人 每一个手中 都拿着一对降魔虫 而在他们的对面 则有一个 骑腰高的蒙皮大鼓 砰砰砰 他们使出了全力 拼命地敲打着大鼓 一种宛如两军对阵的 鼓点节奏 从他们那传了过来 与此同时 更加谢自立地的歌声 也从他们的喉咙中传出 刷刷刷的 十八个 黑白无常 想要真实一些的 那种幻影 出现在了高架桥的阶梯 他们的上面 还有落在了桥梁的扶栏之上 各自邻里 每一个人手中的武器 皆不相同 有刀 枪 剑 挤 抚跃 勾插 边 挤 锤 格 挡 棍 朔 磅 矛 八 这十八般兵器 每一把都散发出 强烈的气息 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威严 这威严是 龙气 相比于 我的这些对手 拿着一根 露锡破烂铁管 我实在是寒酸 这造型 引来了旁边人的一阵大笑 我抬起头来 瞧见那白橙子五人 就已经来到了我的附近 那楚娘子盯着 叹息道 说明明可以活 你却偏偏选择去死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你不肯露出真面目来 他瞧我的模样 宛如打量死人一般 楚娘子 这是对自己的毒药的自信 却不知晓 那致命毒液 并没有涌入我的心脏之中 让我窒息和麻木 而是被昆水之中的巨血骨 全部吸收了去 这玩意对他来说 致命毒醋 不过只是他的开胃的零食而已 多多益善 所以 我仅仅只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一些僵硬麻木而已 到了后来 在获得了巨血骨的力量回馈之后 却比之前的状态 还要好上一些 那位到了年纪 不去跳广场舞 反而在这儿守夜班的良殿母 脸色阴沉 开口说 既然他选择了死 那就成全他吧 这帮人说的好听是一帮隐士的高手 说的不好听 那就是一帮狱卒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自然不可能有太多的怜悯之心 瞧见我 如此死硬 也少了说服的心思 特别是在我刚才说的那一句 坐井观天 不计是真的刺动了对方 所以 国字连李皇帝 在沉默了几秒钟之后 陡然扬起了右手来 然后 他很用尽的 猛然的一挥 上 此话一出 那帮围绕着我的十八幻影 立刻晕而上 就在刚才的停顿之中 我已然瞧了出来 这些幻影并非是人 而是将的兵器 供奉之后所产生的灵体 换而言之 那就是 他们都是灵器 与我对敌的那些 不是什么人 而是 在元朝一脉之中 不知道供奉了多少的十八般的兵器 人家的阵容 堪称豪华 而我的手中 却只有一根废铁管 然而 那又如何呢 想生就得拼 不然 就只能是憋屈的死在这里 一想到这个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剑步冲上 朝着如同 炮弹一般射来的长枪就冲了过去 一声金属的碰撞声之后 随后传来 我感觉到一股磅礴之力 通过撞击 传递到我的手掌之上 让我的半边的膀子都一些发麻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心中越是发出了几分的不甘 怒吼了一声 没有任何的犹豫 再一次的 挥击手中的那个贴管 当当当 我挑飞了对方的长枪 然后挡住了身后戳过来的斧头和长枪 这帮灵气 不振于此 不知道 花了多少岁月 弃合程度 简直是令人发指 攻击一处 立刻就如同 朝勇一般 一波又一波的 绝对不会有半分的缝隙和停歇 让我根本无法停歇下来 只能是硬着头皮面对 这一开始的时候 这十八名幻影 发动起来的时候 还有些僵硬 而随着那些鼓点 越发的急促而激烈 战歌高亢 攻击的势头 也变越发的凶了 而那歌 充斥空间 压力 在虚空之中浮现 碾压下来 让我有一种 喘不够气来的感觉 就仿佛整个山巒 都给轻压在 我的身上一眼 手持一根烂铁管子的我 在这样的强大的压力之下 并发出了 绝境之中的那种吼声来 一边用九字真言 给自己不断的加持 一边用夜郎古战法 腾罗躲避 然而却根本无暇顾及 这越来越激烈的攻击 终于 在几十个回合之后 那铁烂管子 在那持剑的虚影 一剑斩中 裂成了两段 当地下 四剑的火花之中 我唯一用来防身的东西碎裂 铁血纷飞 随后 我的脸上 就给铁血给滑倒 鲜血流出 尽管我在下一秒 让脸上的肌肉变得很僵硬 挡下来了 接下来可能受到的伤害 但还是知晓的 自己要么 拔出指割剑来硬敌 要么 抢 谁说没武器 这里不是有一大把武器吗 而且还把瓦惊人 个个传起 你毁了我的武器 那我就夺泥的 我口中 狂吼一声 身子 在瞬间发动 一记那狮子印 砸在了吃剑嘴的身上去 那家伙浑身一震 仿佛虚无一般 我直接就冲了过去 空手夺白刃 抢过了对方手中的剑 长剑在手 重若千军 这玩意儿本来就是 剑的灵气所化 虽然被我一掌打伤 化作虚无 不能与我抗争 但是最终 还是能通过操控这长剑 让我无法施展 来达到斩杀我的目 而就在我隐的长剑 以及其灵气僵持的一段时间 其余的十八般惊气 也反应过来 纷纷朝着我 发动了最猛烈的凶击 在那一刻 我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要死了吗 我心中叹服 然而就一个极为强烈的求生之意 在我脑海之中浮现而起 不能死啊 我再次疯狂大吼着 而与此同时 从我右手之中 生出了几根肉眼 可以瞧不见的那种细弦来 缠绕在那剑柄之上 原本宛如震动棒一般 不可操控的法剑 在一瞬间就平静了下来 它不再晃动 也不再随着自己的意愿而抵抗 是巨蟹骨 一只沉水之中的巨蟹骨 出于本能 将它法剑之中的灵气 给控制住了 现在 这把剑 它属于我了 一剑在手 天下我有 一剑斩 汤汤汤 一股雾边的豪气 从我的心头陡然的冒出 瞧着身边 围着我的那十七八个幻影 远处 疯狂的敲击 高歌的花苗女子 还有那白成子的五位 高高在上的顶尖高手 突然之间 我的记忆就出现了重叠 同样的景象 似乎很早之前 就有发生过 那个时候 我还被叫做是一剑神王 当时 我被人迁移 误入歧途 遭受到了 中原方式的 他们的围攻 几百人的中原高手 漫山遍野 无数的刀剑 在眼前飞舞 我不曾砍服 也不曾屈服 而此时此刻 我又有什么 是可以畏惧的呢 世间万物 这鱼不过是一展 啥 长剑在手 我整个人的气势 就变得截然不同了 脸上的慌张与惊恐 也不见了踪影 有的只能是 对于敌人的专注 一剑 一剑 又一剑 世间万物 莫过于一剑而然 若是不能 我就再出一剑 五六分钟之后 原本在疯狂 击鼓的花棉耳们 先后停止了 自己的疯狂 目瞪口呆的 看着散落一地的兵器 我的长剑 将最后一个 持毛者穿刺 溃散的灵体 化作了青色之气 回归了长毛的本体 我的面前 一片狼藉 而气势 在战斗中 逼发到顶点的我 抬头而望 冷冷地说 诸位 在下来了兴致 什么堪比天下十大 什么五年之后天下无敌 来了来 让我这乡霸佬瞧一瞧 到底是什么鬼 黄天电母与雷电掌控者 喝过酒的人应该知道 酒喝多了 酒憨了 就会上头 会发飙 内心 极度膨胀 打过架的人也都知道 这跟人 拳对拳 搅对搅的一番拼搏 并且 将其撂倒在地 再无法动呢 那个时候心里 想的成就感 就会如同 雨后的春泽一般 蓬勃而起 怎么压 都压不住 有一种 比泥天下 谁能抵手的兴奋 用一句 通俗的话语来讲 那就是 还有谁 最开始的我 满脑子 只是想要逃跑 想避开那些 顶尖厉害的人物 害怕他们 知晓闯入 那白城子的家伙 是我露言 因为我承担不起 接下来的结果 以及后果 我害怕 从此自己被通缉 从而过上浪迹天涯 无家可归的道路 但是 对方 却是 越逼得紧迫 越是把我心中的怒火 给勾了出来 或许 在他们的立场之上 我的确是那个 罪该万死之人 但是 我却不这么想 如果不是我出手 他们难道 就真的眼睁睁的 看着林秦明等人 被司马顾 以及武副局长 安排的人 给弄死吗 老子的目的 可不是来杀人放火的 我只是想救人 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我对那些人 恨之入骨 他们也顶多 是打晕了事 从来没有想过 要伤人 更不想去害人 但是 你们 居然各种蛮横 还在那什么 鬼绳索上面下毒 对于我即将 要死的情况 也表现出了 如此的冷漠 你们这帮 自以为是 坐井观天的家伙 心里面难道 对于生命 一点的尊重都没有吗 面对死亡 你们难道 就没有半点的遵义 我心中有限 故而壮志豪情 故而 抛开那些 所有的 怯弱与单小 想这帮人 知晓一下 什么叫做 天下十大一般的水平 让他们都知晓 什么叫做 天下十大一般的水平 要让他们知晓 在这帮人 窝在白城市 这么多年 江湖上面 已经出现了很多像 陆左 杂猫小道 一般水平 而且 黄明和去胖三 这样的顶尖强者 就连我这个 敬陪的末位者 也不是他们 所能够随意的羞辱 而这话我一说出来 顿时捂人 就立刻炸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 是那位 黄天殿母 这位大妈 不跳广山舞 而是双手一挥 却有一大片的 蓝紫色的电光浮起而来 化作了两道 荆棘的垫边 梁天母 一斗手中的长鞭 电花四剑 而他 则发出了一声冷笑 立成说 给你点颜色 你就开了燃访 说你破了个区区 十八元龙雄兵阵 这也能吹到天上去 真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了吗 正好 我来会我你 他老人家 对我嚣张的气质 也是恨意十足 手中的荆棘垫边一甩 便化作了两道游动的长舌 朝着我这 疏然的缠了 我瞧见 下场的人 就他一个 其余人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只是远远的警戒着 知道他们还是要脸的 这帮人 瞧见我破去了这十八班的 兵器组织的见证 对我多了几分尊重 但是 他们在对我的狂妄之语 也是深恶痛绝 越是如此 越想要在单挑上面 将我降伏 这才能够最大限度的 让我心服口服 让他们的骨骼组合呢 是在这次比赛之中 心中舒服 只不过 派了一个大妈来 当真也是太小看我路言了 来得好 我猛喝一声 但是却并未有上田迎机 只是足够轻轻一点 将跟前的长枪 就这么拨起 用的巧劲 将散落一地的兵器 给纷纷挑在了半空中 随后我双手不停 将那十八班兵器 除了手中箭 其余的都装入了乾坤袋中 乾坤袋空间有限 但是装这些东西 急一点也是可以放的 这些都是战利品 看起来挺不错的样子 不拿白不拿 留在这儿 也着实是对不起 那帮人的慷慨的憎 我是这么想的 不过对方 瞧见我的行为 却是一脸的蛋疼 这家伙 郭子连李皇帝 果然忍不住 冲着那梁殿母喝道 那小子有纳虚语 迷戒子 这种法器 不能让他叫我们白生子 这供奉了数百年的 援兵器谱拿走 拿下他 梁殿母冷笑 说小子 你死到临头 却还在贪 真的是不知好歹 说话之间 这梁殿母 疏然而至 双手之上的殿边 化作漫天的殿网 将我周遭 腾挪跳跃的空间 给直接封闭 他果然不愧为 殿母之名 那无比高温的殿边 在其操控之下 宛如医术一般 在半空之中 汇出了最为完美的图案来 而这些图案 却是无数符文的集合体 隐隐之间 产生着极为古怪的联系 与虚空之中不断的勾连 传递着庞大的力量 压倒在我的身上来 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 这位大妈 只能跳这种广场舞 然而当她一出手 就让我感觉到了一种 强大的压力 对于这种压力 的确已经远远的超出了 许多我所见过的强者 也难怪他们有着 这么强大的自信 看起来 白城子作为朝廷 养着他的顶尖部门 不但拥有着 难以计数的资源 也有着庞大的人才储备 而这些人的实力 真的是不可小觑 只是想要这样 就将我打败 你也是太小看我了 旁人瞧见 这绚烂的电花 和诡异的电阵 或许会惊慌失措 但经受过 这大雷泽强伸术 犀礼的我 对于这玩意儿 却并不觉得 是小孩过家的 这玩意儿看着 的确是绚烂 但是比起 大雷泽强伸术 神剑引雷术 这种江湖 传说级的手段来说 差的 那可不是一星半点 小屋见大屋了 我冷笑一声 丝毫不拒 挺剑而上 常见纵横之间 真武八卦剑 点破四方 将的宛如灵蛇一般的 垫边 挡得是无可奈何 真武八卦剑 乃是毛山最强的 防御性的剑法 而我所学的 是虚情真人 亲手的顶级的剑意 对方的攻击 我防的是水泼不漏 对方只能用电击我 那凶猛的电 从鞭子上 狂涌而来 透过剑尖 一直蔓延到了 我的身上来 凉电母眼中 满是冷笑 就等着 我被电倒下去 然而呢 我却并没有 那蓝紫色的电芒 扫荡到我的身上 并没有起到 将我弄倒的效果 反而是 与我身体里面 储存着的雷翼相结合 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增幅了几倍 化作了更为凶猛的雷翼 朝着对方 蔓延而去 电的传播速度 远比人的反应 要快上许多 这或许 就是黄天电母能够 寄身于白城子 大佬行列的缘故 也是众人对他 信心满满的原因之一 但同样 也是这场 鄙视的转折点 黄猛的电机 在反应 落到了梁电母的身上 将他整个人 都电得是一阵的狂斗 所谓 善勇者 逆于水 这是 一位天生完电的强者 但碰见了我这样的 雷电掌控者 到底还是 继续一筹 他对于反应而来的电盲 多少一些抗性 但到底 还是舒缓了 自己的反应时间 就在身体僵硬的一瞬间 被我抓到了空隙 长剑递出 一招轻石弓十三剑招 将其防备破开 随后将长剑 递到了对方的胸口处 我明明可以一统而过 但最后还是变了招 剑尖上销 然后贴身而上 一脚将那人踹飞了去 砰了一下 那梁电母重重的撞到了 那高架桥的石阶之上 砸碎了周遭无数 列文 蔓延开来 而他则是一口鲜血吐出 再无战斗能 我一招得手 没有冒际 毕竟旁边还有好几个 顶尖的高手 在那虎视眈眈 过于轻举妄动 只会让我陷入 极度危险的举动之中 头脑发热 只是暂时的 等到了这一会儿 感受到 那黄天电母的强大之后 我已经变得清醒过了 一个梁电母 就已经如此难缠 倘若 我不是剑走偏锋 利用自身的优势 将他制服 说不定还真的可能 在这小山沟里 就翻了船 而梁电母 也只是其中一个人 我旁边这儿 还有四位顶尖的高手 而且白城子 也并不是 仅仅只有这么几位 我呀 还是得想办法逃离开 心里这么想着 但是我的表面 却表现得越发的狂傲 常见一转 向前只去 开口说道 再来一个 事实上 在我用最简单 而果决的手段 将梁电母打倒之后 场面一静 众人都是一愣 就离远处那些 击鼓的花眉袄 也都下意识的 停下了手中的小魔杵 我心中知道 自己刚才的侥幸 梁电母倘若 不是撞到了 我最为强势的点上 只怕 不会如此 但他们不知道 在这帮人的眼里 看见的 是他们一直 颇为信服的 黄天电母 使出了自己 赖以成名的顶尖手段 结果十几招 就给我撂倒了 这也太阴霸了吧 在这样强大 而干脆利落的手段 实在是 你难道 是王洪齐不成 众人一阵疑虑 我审不住笑了 说怎么 还打不打 不打的话 别挡老子的路 白成子的人 还是要脸的 左右打量了一番之后 那位楚娘子 月中而出 嘻嘻笑道 说小哥的手段 还真的是强啊 能够有这般修为的 想必不是无名之辈 何不报上名来 说不定大家都是自己人 这不过是一场误会呢 他说的是故作轻松 但我还是能够从 他的背后 感受到对方 话语背后 所透出来的那种 凛冽的杀意 我不是刚出江湖的愣头青 如何能够上得了他的当呢 我挽了个剑花 平静的说 你来 楚娘子点头 说正是奴家 不过开打之前 我想问一下 阁下刚才使出来的剑法 莫不是毛山的真武八卦剑 能够继身进入白城寺的高层 必然不可能是什么酒囊饭袋 而眼看 梁店母 惨败 还敢挺身而出 那么这位看起来 娇俏无比的少妇 远比我想象中更加难缠 再联想起 马松松说过的话 我知道 面前的这位小娘子 并不可小觑啊 她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七老八十了 还能够违反生物的特性 在进行逆生长 在我知道的人里面 除了重重创造者 吃力妹之外 好像也就只有她了 光凭借着这一点 她呢 就足够让我重视 而能够 从我刚才电光火石的剑法之中 认出我使出来的 是毛山松的真武八卦剑 仅这一点 就能够证明对方 是一个经验 十分丰富的老江湖 这一点 更是让我心惊不已 感觉越发难以对付 经验告诉我 这样的人物 强大的并不仅仅 只是她的手段 有的时候 她的嘴 也是语言 也是一种 给予人强大压力的武器 杀人诛心 她可以通过揣摩我的心思 从而呢 让我坚决的战役 产生裂缝 她会从小数着手 让我陷入困境之中 不跟她过多的交谈 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我走上前去 平静的说道 小娘子 别拖她 用剑说话 刷了一下 我一抖手中长剑 支取对方的心窝 而那楚娘子 则嘻嘻一笑 双手一展 人疼于半空之上 调笑道 这位小哥 还真是着急 我们 又不是入洞房 有什么好呼吸的 还是说 你怕我发现了 你的真实身份 难以自处 方才会如此 那人的身法 宛如鬼魅 又似那 随风飘动的柳絮 任何一点的进风 都有可能 被她感知 做出反应了 从敏捷这一点来说 她的确是远胜于我 然而正是因为如此 对方不跟我正面交锋 反而呢 是让我有点难以施展了 我埋头实践 不说话 而楚娘子 还在喋喋不休 说阁下的手段 如此古怪 唯一有奇迹可能的 那便是毛山的剑术 难道 你真的是黑手双城 我笑了 然后 并没有再追着楚娘子 满场乱跑 而是站定远处 一边调膝 一边打量着周遭 那位被我划伤了的梁殿墓 已经被 马厄鬼给扶了起来 给他服用了丹药之后 在不远处 进行调膝 其余的 李皇帝 马厄鬼和小龙女三人 则是遥遥地望着我 此刻 那什么降魔大阵 已经开启 尖区的边缘位置 有无数古怪的符文 进行浮动 最后化作了 清雾 消散了去 那些花眉袄 在经过短暂的 差异之后 又开始击鼓起来 节奏呢 十分古怪 却将整个空间都盘活了 源源不断的压力 从四面八方 狂涌而来 除了这些人 还有另外一群人 那就是黑衣守卫 和鹤枪实弹的士兵 法阵开启之后 没有人 怎能进来 所以啊 这些 都是重刑区本来 配备的人员 再有的 就是 玄空监空那 林奇明 不予董仲明三人 本来就是诱啊 不用接受 任何的拘束 此刻 也是将我的未来 给关注了 李皇帝的轩辕见 他们远远的 朝着我们这望来 我能够感受到 这三人眼中的关心 其实 想知道我的身份 用不着兜这么多圈子 直接跟林奇明 求证一下就行 但我估计 林奇明不会跟他们 说起我的真实身份 这个人的人品 以及品性 还是值得信赖的 要不然 也不会选择 鱼淡定 也不会选择那么着急 请我们 来救他们 在没有确切的 消息的情况之下 如此担忧 他们的安危 整个重刑监区的人 除了依然还 关在铁笼子里 监控室里的 那些囚犯之外 在这的 都已经超过 一百五十人了 那些人 为了黑手双城而来 现如今 却逮住了我 我知道自己 逃脱无望 只能通过 另外的手段 来进行离开了 所以 与其被晕而上 还不如认真的 面对此时 此刻的每一场比赛 深吸了一口气 我化动作为静 缓缓地 调节起自己的呼吸了 每一次的呼吸 我都能够 感受得到 自己的存在 天地之间 除了自己 一切 都是世界 在我的脑海的投影 我不动了 楚娘子 反倒是着急了 她的身法 在我看来 属于这天下间的 名列前茅者 无论是反应 还是行动 都隶属于 超前的一流 我即便使用了 大虚空术 也没有自信 能够在她的面前 占得十分便宜 倘若是 追着她 而动 只怕 累死了 也未必能够 沾染得了 对方的半片的衣角 所以如果 我一直追下去 楚娘子 有信心 将我给活活揍死 但我不动了 她反倒有点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思索了几秒钟之后 她说道 你倒是个 沉默寡言的人 真没趣 我笑了 说我若是黑手双城 割下几亿人 早就躺在地上了 远处的李皇帝 一声冷哼 说你这也太高看了 黑手双城了吧 我平静的说 当今天下群雄辈出 在我认识人之中 除了天下 齐风 抖出的千通王之外 便只有一个 黑手双城 堪称为顶尖之人 倘若红色土匪 尚未顿世 或许也有的一争 但此时此刻 黑手双城 应该是天下第一了 除娘子摇头叹气 说看起来我错了 你不是沉默寡言 你只是那个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而已 我说 是吗 除娘子微笑 说千通王何许人也 不过是南海剑怪 夺赦重生的顶路而已 那南海一脉 便是很久之前的南海陷空岛 曾经与天山神池宫 东海鹏海岛 以及苗疆万毒窟 和北帝千寿宫并列其间 只不过后来衰败了 只落下什么天下三圣地 一个破落户里出来的家伙 便能够跟你口中的天下第一并列 可见你的见识有多么浅薄 他的话语里面 有颇多 我没有听过的信息 也有颇多 我没有听过的信息 什么叫北帝千寿宫 楚娘子黑黑一笑 说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 还有更多的说法 我不清楚 也不想告诉你 现如今 只想让你知道 这世界远比 你看到的更加的广过 小子 别以为胜了店母便能够 目无一切 看招 他话音一落 身子一抖 我眼中的世界赫然一变 周遭的寻常景象化作虚无 到处都是茫茫的白雾 无数猛兽 从混沌之间 腾扑而出 朝着我扑来 他们身形巨大 浑身都有那种腥臭的气息 带着血腥和恶臭 显得是无比的真实 皮毛之上 还都有反光 我冷笑起来 说想凭借这幻术将我拿下 手中挽起剑花 我剑不上前 朝着楚娘子的方向戳过去 一剑而战 剑气从剑忍之上 一发而出 化作一道幻影 展落在对方所处的位置之上 然而 这一剑 却斩了弓 楚娘子在我出现的一瞬间 消失不见了去 这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周遭猛兽 便是一拥而上 这些从来都不存在于 现实世界的猛兽 有的是三目的凶暴 牛犊子一般巨大 有的则是斑斓猛虎 有着血喷大口 更有十几米长的蟒蛇 偏偏有毒蛇一般的 密集的历史 一时之间 原本空荡的尖区 上演了一场 动物世界的戏码 这些猛兽冲得极快 一下子就涌入了 我的跟前来 我起初以为是幻象 并不在意 然而当这些 扑到跟前 我挥剑去斩的时候 被对方坚硬的铁爪子 给拍到 这才感觉得出来 其中的真实 这些是真正的猛兽 而且每一头都无比的凶猛 在一瞬之间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来 我面临的不是一两头 瞧这架势 地有上百头形状各异 但是却一般凶猛的猛兽 或者说是异兽 我心中一沉 收起了轻视之心 真武八卦剑 疏然挥出 又凭借着 夜郎古战法的身法 在兽群之中 穿梭着 奋力而战 与猛兽交集 和与人相斗 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因为那些猛兽 大多是凶悍不畏死的 用的都是些 同归于尽的法子 这使得我远比 与人相斗更加的谨慎 一时之间 倒也有些慌乱 而就在这时 突然间一道进气 从诡异的空间浮现 朝着我的脚踝处传来 我抬起脚 发现 楚娘子 突然浮现 想要 攻我下盘 被我闪开之后 猛然冲来 被我三两件防柱 渐渐要害 便往后退去 正等我想要猛攻之时 她却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去 这是 大虚空术吗 我瞧的惊讶 也知道 在这时候 自己已经暂无保留 故而 在对方 消失的一瞬间 我也顿入了 虚空之中去 果然呢 同处一地的虚空 我能够感受到 另外一股气息的存在 不过 对方显然并不能 在虚空之中存在太久 很快又浮现了出去 而我 则停在了原地 打量着周遭 无数画面入眼 让我知晓 跟前的大阵 无险可及 逃脱不得 另外 我还瞧得见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 凶猛的野兽 是因为 在角落处 布置了一个法阵 但是用骨头 鲜血 内脏 以及保湿等物 构建了一个通道 九弓令旗 扎住阵脚 开拓出了一个门来 在门中 无数的猛兽 汹涌而出 在楚娘子 密法的操控下行动 破了你的阵 府邸抽心 想到这里 舒然出现在 那门外的法阵前 常见清局 九弓令旗 舒然被炸 门立即消失了去 那遍布着 间驱的 无数的凶兽 失去了通道 仿佛被吹破的气球一般 化作了漫天的血雾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再一次 顿入了虚空之中 下一秒 我出现在了 楚娘子的身后 发现他被法阵 反噬的力量 震得 喷了口鲜血 于是毫不费劲地 将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再下一程 那构建虚空通道的法阵 显然是与楚娘子息息相关的 他大部分的精神 都附着其上 要不然 也不可能操动得了 那么多的凶恶的猛兽 然而 他表现出来的力量 越强大 风险 也就越多 故而 他法阵被毁 他受到的反噬 也很强大 以至于 在泥顺之间 以他 敏捷的反应能力 也没有能够 避得开我的长剑 我的剑架在了 楚娘子的脖子之上 但是 却并没有斩下去 我是来装逼的 不是来劫仇的 用装拨一的 世界的顶尖强者 曲胖三的话语来说 那就是 收放自如 这才是装拨一的 最高标准 图一时的场宽 只不过 是傻逼而已 我若是 将这小娘子 一剑捅了个对穿 固然 是畅快了 但是下一秒 旁边围观的 一大帮人 估计都会冲上来 将我给碎尸万段了去 我的剑 在楚娘子的脖子上 停蹲了一秒钟 然后她消失不见了 瞧见她消失不见的身影 我便知道 她会打虚空术 或者说 是与打虚空术 类似的手段 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与我的大虚空术相比 还多少欠了一些意思 楚娘子消失不见了 不过 我却并不紧张 依她此刻的姿态 以及状态 不可能再一次与我为敌 她若是不想留下 什么后遗症 就得找个地方 好好调戏一下 否则 这一身的修为 就要废了 果然 过了几秒钟 李皇帝的身后 楚娘子出现了 身形一个亮相 好在小龙女将她扶住了 这才没有跌倒 小龙女 与她虽然吵吵闹闹 看似不合 但是此刻 却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 楚娘子原本 娇艳如画的脸庞 此刻一阵仓牌 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尖色地说 好厉害的手段 竟然能够一眼瞧见 我的弱点 并且瞬间出手破阵 这样的人 可比黑手双城 要厉害太多了 我听到 冷冷的一笑 说你们那时 没有瞧见过 真正的黑手双城 否则就不会这般说了 楚娘子还想说话 但是却给李皇帝 给拦住了 李皇帝 国字脸的 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对她说 你去后面调息 我来对付她 她的地位颇高 楚娘子不敢违背她的命令 点头退下 到了十几米之后的墙边 攀腿而坐 而李皇帝则是转过头来 平静地说 陈志诚我是见过她 平心而论 你比她强上许多 我摇头 说你们见过她 只是身受重伤 尚未全域的她 而不是此时此刻的她 李皇帝闭着眼 说也就是说 你见过此刻的她了 我没有说话 而是看着她 李皇帝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你是黑手双城的手下 我摇头 说不 我只是一个想要拯救她的人 那是一个英雄 曾经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伪业 现如今只是落了难 被人算计了 但她 不是一个坏人 只是需要有人帮助她而已 如果你们能够找到她 我和我的朋友 或许 可以让她恢复以前的自己 李皇帝的眼睛 依然是眯着 并且从里面 蹦射出了许多 不为人知的神秘的光芒 她的呼吸十分的平缓 仿佛 亘古不变的岩石 她平静地等待着我说完 然后说道 很好 听完你讲的故事 我都要快被你感动 不过白城子 建成至今 已然 有着荣辱灵魂的威严 这威严不是任何人 都能够贸然进行触犯的 任何人触碰到她的威严 就需要付出 必要的代价 我看得出来 阁下虽然藏头落尾 但是 却是一名 天下顶尖的高手 连梁殿母和楚娘子 都败于你手 而且 你还并不伤及 他们的性命 这让我不得不表示感激 所以 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说什么机会 李皇帝向前走了三步 平静地说 打败我 你就可以离开白城子了 无人 能够拦你 听到这话 我的心中 并没有任何的欢喜 反而被她 突然间 洋溢出来的自信 给刺到了 这是一个强者 很强 至于有多强 我只能与她交手 才知道了 而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小龙女却开口说 李叔叔 杀鸡烟用宰牛刀啊 不如让我来会会她 李皇帝摇头 随我说道 小龙女啊 你夺天地之造化 会龙脉之精髓 天先凡事 未来自然是不可限量的 但来到这世间 到底还是太年轻了 欠缺了一些历历 不知晓 这人间有多么险恶 二姐 旁边认真地瞧一瞧 高手之间 生死相搏 是如何的 她的话语 楚娘子不敢辩驳 但小龙女 却似乎是一个例外 她娇沉了一声 说这家伙 哪里有您说的那么厉害 唉 这李皇帝摇头叹气 说他其实说的也没错 我们这些年 一直是窝聚于白城子 这目光 只注意到眼前人了 的确是太狭隘了 他叹息着说 然后抬起头来 看着我 好一会儿 方才说道 好 我们来吧 他又上前走了一步 朝主摇摇拱手 在此之前 李皇帝已经向前踏了三步 这步伐 就像是普通的官员一般 温稳荡荡 其实 吴华之间 又多出了几分的威严之情 然而此时此刻 他再踏出这一步来的时候 整个空间的气场 都在一瞬间 发生了转变 仿佛 随着他的转动一般 不断的涌起 将他整个人 都衬托得 无比的霸气 他之前的时候 一直如同 一块朴玉 谁也不曾注意到他 然而 就在与我宣战的一瞬间 就迸发出了 最强大的光芒来 我的心一跳 就知道 是今天 我唯一需要面对的 强大对手 而他 之所以敢说 这么一句承诺来 并不是想要 我放他一马 而是有绝对的信心 将我停留在此处 我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他点了点头 说好 李皇帝右手向前 搓成剑指 微微一晃 却从这虚空之中 抽出了一把剑来 那是一把看上去 比较老旧的剑 唯一的亮点 在于剑柄居然 是玉石所致 那碧绿色的玉石 有一种君子坦荡的气质 李皇帝 宛如古代的剑科以后 平静地望着 面前这把古剑 剑脊之上的神秘的花纹 然后说道 我这把剑 是父亲的大哥传给我的 他告诉我 这把剑 叫做轩辕剑 轩辕剑 我即便是再淡定 听到这话 也忍不住抽出了一口凉气 说是那把轩辕下雨的剑吗 李皇帝摇头 说虽为金铜锁柱 但应该不是圣道之剑 我松了一口气 传说中的宣言剑 是众神采集 守山之铜为皇帝所著 由九天玄女传承于他 后代与夏鱼 剑身一面 可日月星辰 一面可山川草木 剑柄一书 农耕 俱养之术 一面 属四海一统之策 此剑 后为商堂所得 其内 蕴含无穷之力 含天地治理 持有者 甚至能够掌握 一国之器云 万物之春秋 就在此时 李皇帝 却笑了 说不过对于我来说 他却也是圣道之剑 说吧 他的眼中就迸发出了 那种宛如 灼星烈日的光亮来 那亮光 落在了他手中的 骨剑之上 然后化作了一道 灵力无比的剑光 那剑光朝着我 树然飞来 快的就像是 一道闪电 在瞧见的光底一瞬之间 我突然间心脏 就猛的狂跳了起来 随后我感觉到了一阵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的心计 这种心计 在上一次出现 还是在我 面对千通王的时候 不好 我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使出了大虚空术 化作了虚无去 然而 在这虚空之中 瞧见 拿到剑光 从我站立的地方掠过 斩落周遭无数 地板裂开半米宽的缝隙来 一直到降魔大阵边缘 方才停止 好强啊 我感觉到了 对方的强大 心中 突然间 也来了几分斗志 浮现在了 李皇帝的身后 挥着手中的法剑 朝着他斩去 唐底下 李皇帝仿佛早就知道 我的出现 古剑疏然而来 唐唐唐唐 两人交集了几个回合 手腕一抖 一股不可抵御的唐唐力量 将我整个人 都直接挑飞了去 论剑法 他与我旗鼓相当 偏偏 那股静气 宛如山河倾泻 让我根本无法阻挡 强 太强了 我感觉到了 对方的恐怖 也知道了这帮人 如何对他这般的幸福 不过 这些日子以来 养出来的信心 却让我 能够咬着牙 坚持了下来 尽管劲道 比他差了许多 但我还是通过别的手段 再进行找补 李皇帝手持轩辕剑 以王八之道 步步紧逼 每一招 都能够让我感觉到 这世界末日的感觉 我自知不敌 但也只能是硬着偷皮敌的 倘若 没有大虚空术 我只怕 在他手中 走不过百招 这个时候 我方才知道 这帮人 也并不全是坐井观天 而有着强大的底气 方才会如此 这判断 在我与对方 交手三十几个回合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 尝试了 诸多的手段之后 我知晓了一点 那位李皇帝 虽然仅仅只是亮了一把剑 但是 绝对是堪比千头王 黑手双城一个级别的 不出事的紧尖高手 我想打败他 不可能 除非是虚情真人上身 但只是这个地方 又如何可能呢 怎么办呢 我心中萌声退役 横惶之中 突然 远处通道口那 跑来几个人 冲着我这边大喊 说不好了 那御外天魔被放出来了 怎么办呢 啊 原本步步相逼 准备将我秦下的李皇帝 他那波澜不惊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 极度惊骇的表情来 大声喊道 这怎么可能呢 恶龙出世 他的话音未落 外面突然间 传来了一阵 恐怖无比的吼声来 那吼声 宛如授偶 却又充满了 无上的尊严 让我们所处的建筑 开始发抖 细碎的石块 从头上落下 整个大地都在颤抖 这感觉是龙吗 我的心头 也是一阵的震撼 而在这个时候 李皇帝陡然之间 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来 那宣言剑 那宣言剑腾空而起 然后化作了万道的剑光 朝着我们这儿 疏然射来 又是飞剑吗 什么时候 这江湖上一个萝卜 一个坑的飞剑 竟然这般多了 就好像不要钱一样 万剑归宗 半空之中 一声威严无比的声音 陡然扎响 剑气纵横之间 我感觉到了 那刺拨 空间的力量 仿佛 就要将这虚空 给展开了一般 然而我却是早有准备 直接顿入了虚空之中 对方的手段厉害的 让人震撼 即便是在这虚空之中 我似乎也能感受到 那恐怖纵横的剑气 倘若我停留在原地 就算是用毛山防御 第一的真武八卦剑 再加上一身坚硬如铁的修为 恐怕也要变成 一具满是筛子的尸体 没有几个人 能够挡得住 李皇帝的这一箭招 从某个讲度来讲 这个人是可怕的 因为倘若真的是 面对锣鼓相当的对手 这位在江湖之上 几乎没有什么名气的 白橙子的大佬 有着堪比着千通王 黑手双城的顶尖实力 难怪上面会派他 带人来设套秦铸 黑手双城呢 而且还是放在这个地方 大概也是觉得除了他 能够办这件事情的人 其实并不多 但是他挑错了对手 陆左曾经说过 拥有了大虚空术和地顿术的我 滑不溜手 别的不敢说 这逃跑的手段 当属是天下第一 没有几个人能够奈何的了我 特别是在对方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并且对此毫无对策的情况之下 万箭归宗之后 高架桥下面的平地是一片的狼藉 到处都是硝烟 无数顽口大的窟窿 凭空而现 我从虚空之中 能够感受到 刚才那一下的威力 也知道李皇帝 想一招将我给解决了去 不过 他最终是没有能够得偿所愿 这世界大部分的人 都扛不过这一招 但是 我却不在其中 再次出现的我 遥遥地望着李皇帝 而他也终于是叹了一口气 对我说道 虽然 你并未能够打败我 但现在突发情况 也算是你的运气 既然如此 你还是离开吧 白城子 不会再拦着你了 说吧 他头也不回地 朝着通道那边奔了过去 刚才还对我打打杀杀 但是现在 却对我无比地放心 直接转身而走 这情况 反倒是 让我愣了好一会儿 瞧见 那帮花棉袄 与好多的黑衣看守 都朝着这边跑去 顿时 我就有点慌了 刚才还对我虎视眈眈的小龙女 也跟着李皇帝跑到外面去 我忍不住喊道 喂 啊 那小姑娘 挥过头来 瞪了我一眼 说干嘛 我说刚才那家伙说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玉外天魔是什么鬼啊 小妮子气呼呼地说 李叔叔都叫你滚蛋了 你还愣在那干什么 难不成 想要白橙子管饭呢 我有点尴尬 不过还是忍着 这少女的小性子 坚持问道 说到底是什么呀 小龙女虽然也有些焦急 说你修行的时候 遇见过心魔没有 这心魔其实是 玉外天魔的一种 他们最擅长的 就是迷惑人的心智 而被我白橙子 镇压的这一位 其实是一条 一脉的真龙 只不过他沉睡了多年 而且已经被这玉外天魔 给控制住了心智 残暴无比 一旦现世 必将是霍乱于天下 万里黄河起烟波 长江浪滚至海口啊 恶龙 我听到 说那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小龙女气呼呼地说 真龙乃是天地制道之物 是宇宙规则的 具象化的化身 对比起 我们存在的世界 还有出现的枣子生物 是上一个纪元的先民 杀之不详啊 再说了 他只不过是被 玉外天魔 给迷惑了心智而已 本质啊 还是好的 我忍不住抱怨道 说黑手双城不还一样 倘若是 没有被那 邪佛黑蛇力 给沾染了魔化 此刻 还不是如同老黄牛一般 跟着你们办事 小龙女 恶狠狠地看了我一 说废话那么多 你要是想帮忙 就跟上来 不想帮忙 就滚蛋 啊 帮忙呢 听到他这话 我先是一愣 最后 反应了过来 他大概是觉得 这一次的事情 着实有些棘手 所以才会想要 让我出言相帮 只是 我们刚才 还在生死交诈 大家都还是敌人 所以你以为 小孩子过家家呢 不过帮一下 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毕竟我刚才 已经使用了大熏工术 这门手段 这世间会的人不多 白成子的人 只要是不傻 稍微打听一下 就能够猜得到 今夜闯入 白成子的人里面 有我一个 我如果能够 在这个时候 给他们留点人情 他们应该 不会做得太绝吧 我这般 思索着 嘴巴里却说 你们刚才还想杀我 不留活路 那我为何 要帮你们呢 小龙女气得 眼睛发红 说要不是你 把我们两员大将给打伤 我们至于这般 手忙脚乱吗 算了 一看你就知道 是一个自私透顶的家伙 滚蛋吧 别让我再见到你 否则 再见到的时候 还抓你 这个时候 马恶鬼等人 也早就离开了 小龙女 不再与我说话 而也是转身离开了 他这一走 整个监区 顿时就少了一大帮子人 除了远处 还有几个看厂子的 其余的地方 基本上都没有了 而在这个时候 我瞧见林奇明 布鱼和董仲明 居然也从那半空的监房那 走了下来 很显然 外面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 他们在监房里 也是待不住了 所以 想要出来帮忙 有不明白的人 不明白的情况 想过来拦住他们 而林奇明 却摸出了一份 盖着大红车的文件来 大概是 这盖车子的单位太牛 那几个人 倒是也没敢怎么动 这个时候 从旁边走过来 一个六十多岁的领导 跟那几个人说了几句 然后带着林奇明他们 朝着外面走去 因为要避嫌 林奇明他们 路过我的时候 也只是给了一个眼神 并没有露出 与我有多熟悉的意思了 反倒是那个老领导 走到我的跟前来 递给了我一个棕色的小本子 我愣了一下 说这是啥呀 老领导说 这是临时的通行证 李玉发了话 没有人会拦你 不过也请你 尽快离开白生子 别在这里添乱 说吧 他便匆匆忙的 往通道口那边跑去 而我在这个时候 也反应过来 跟上了他 说嘿 领导 要帮忙不 啊 老头愣了一下 说你 我说你别瞧不起人 不管你刚才在不在这 但是前面的几个人 可以证明 我刚才 吊打了你们这儿的 梁殿母和楚娘子 手段还可以 这老头 缺点乌语 场面一度尴尬 而这个时候 不渝却笑了 说打女人算什么本事 啊 这话说的是这样 只不过刚才那情况 我用的雷电之力 震住了梁殿母之后 马恶鬼 因为天性 被我克制的缘故 也没能跳出来 那可不是我能够 所选择的 我心中有些郁闷 而这个时候 林奇明则说道 一起吧 说不定 有一掌胸台的地方 这七剑就是七剑 三言两语 便将这尴尬的场面 给化解了去 几人的说话间 已经出到了 监区的外面 白城子这儿 不同的监区 相隔的还是挺远的 彼此之间 则是遍布铁丝网 和草瓶子 大概也是为了 这事业和管理的方面 此刻 我们一走出 这重型监区 就能够 瞧得见周遭 是一片狼藉 好多建筑 直接垮塌了去 最后 突然间 电闪雷鸣 我下意识地 抬头一看 却瞧见 一大片的黑影 笼罩天空 这是 感受着黑影的轮廓 我的心中狂跳 下意识地 将脑袋使劲地 仰望过去 却瞧见 一头传说之中的 真龙 在半空之上 张牙舞爪 这玩意儿 头上鸡脚 嘴唇边有须 阵阵龙吟 响彻天地 身子 折叠弯曲 不知道几百米 千米 仿佛能够 掩映整个天空 这也太强了吧 谁能拦得住他呢 我浑身僵着 而在这个时候 却瞧见 他朝着九天之上 猛然一跃 仿佛要腾于云间 却不曾想 在天空往上之处 却有一层 无形的巨大屏幕 将他的天空 给遮蔽了去 不但如此 他恶狠狠地撞击 还给自己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我都感觉到 这整个天地 都围之一阵 紧接着 瞧见 他往下方 坠落而下 而就在此时 有一个身影 出现在了 电闪雷鸣的 半空之中 紧接着 那人就向前 展出了一剑 刷了一下 那一剑 宛如一道电光 划破了夜空 重重地落在了 那真龙的身上去 一瞬之间 我听到了一声 凄惨的叫声 紧接着 那真龙的身影 在迅速地变小 几夕之间 就小了数倍 仿佛 只有一两百米 这是什么情况 还在我有点 懵逼的时候 突然间 被那剑光 集中的恶龙 猛然转过身来 朝着灰剑那人 就扑了过去 而那人 是李皇帝 恶龙的速度 比光剑 还要快 李皇帝 给一扑其中 随后跌落 而下一秒 这两个家伙 居然朝着我们这边 重重地砸落下来 我觉得 今天自己出门 或许 真的是踩到狗屎运了 费尽心思 混入了白城子 试图将身陷冲围 他的林秦明等人 给救出来 结果到了最后 方才发现 这尼玛根本 就是一个圈套 而我 费尽心力 挣脱而出的 想要 出来看点热闹 结果 又给殃劫了吃鱼 眼看着 这头顶之上的阴影 就要重重地砸落下来 我身边好几个人 纷纷朝着外面狂奔而去 但是我呢 却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直接 顿入了虚空之中 随后瞧见 原本坚硬的水泥地面 却给砸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来 猎文如猪王 朝着四周扩散而去 虚空之中 我没有瞧见 那解脱封印的真笼 我只感觉到 视线 一阵的扭曲 随后 我浮现于深坑的边缘处 感觉到里面 有两股很强的杀气 冲天而起 当当当当 一瞬之间 金属相撞的声音 陡然而出 纵横交错的剑气 将迷雾撕裂 有人被波及到 发出了一声惨叫 也不知道 最终是个什么结果 而随后 我瞧见两个身影 从深坑之中跳出 彼此交战 彼此纠缠 没有几百米 上千米的真笼 也没有 突然缩小了尺寸的模样 而在我的视线之中 是两个人 一个是手握 泛着金光轩辕剑的 李皇帝 而另外一个 则是一个浑身 散发着黑色雾气 看不清模样的家伙 那家伙长得高挑 滚滚黑烟 将他的身体包裹 看不出有太多的模样来 而在他的手中 有一把白骨的长刀 白骨长刀 带着浓厚的煞气 就是那种 让人看上一眼 就感觉到 各种不舒服的气息 我浑身的鸡皮疙瘩 都泛了起来 而且止不住的发痒 两个人打斗的十分激烈 几个呼吸之间 那轩辕剑 与白骨长刀 就相碰了十几下 每一下的撞击 都会发出一道 动人心魄的撞击之声来 而随着 这暴击之声 却是将那空间的气场 给搅得一团浆糊 无数肉眼 看不见的龙卷风 在各处的力量的节点处涌起 让寻常角色 根本无法站立 就算是我 也有了一种随时随地 会被力量冲击的恐惧 十几秒钟之后 两人相互 斩出了最强的一击 宛如惊雷一般的炸响 瞬间生成 无数的碎屑 瓦砾 陡然飞起 周遭无数人 纷纷是跌落到地上去了 而在这个时候 我方才瞧见了 那被黑雾弥漫者的真容 让我很好奇的 是那一位 全是个女人 而且是一个 十分漂亮的女人 面容精致 有着美少女的清纯 和女人的抚昧 青带色的绣发 一直垂落到腰间来 高挑的个儿 差不多有一米九左右 倘若的胸部 若是再胸尾一点 或许就能够参加 那维密天使了 是的 这是一个宛如模特一般 身材的美女 脸和胳膊 一片雪白 唯有胸口以下的部分 满是那种 黑色发光的鳞片包裹覆盖 而即便如此 也很薄 显露出了 她无限美好的身材了 这个 她让我想起了 在荒域里面 认识的一个人 那就是轩辕野 想到这里 我顿时就醒悟过了 那女人 却是白橙子口中 那个被玉外添魔 清染过后的 一脉的恶龙 这居然是个小姐姐 啊 两人疏然而定 我瞧见这恶龙 双目通红 盘口一张 阵阵龙吟涌出 而李皇帝 则将手中的轩辕剑猛然一抛 将剑化作了九道剑光 定住了自己的周身 随后两人逍遥对视 女人的脸色变换了几番 然后怒然喝道 说干嘛拦我 她的声音说不上好听 还有几分的沙哑 听起来 有点像是周迅 或者黄小蕾那样 一挂女声 这李皇帝 脸色却不太友好 微微发红 他眯着眼睛 喊声说 你懒幽龙 被玉外添魔感染 心中藏着大恶 倘若出世 这世间便会被你给搅乱 生灵涂炭 我秉承祖宗的英灵 世代镇守 便是不让你逃脱 围惑人间 这便是理由 神剑引雷 随后恶龙狂笑 说狂妄无知的人类 你以为我真的只是 一条只有半条命的小爬虫吗 他说着话 单手往前一抓 一道黑色的幻影陡然浮现 却是一只锋利 猙獰的爪子 李皇帝周身的九道见光 顿时就绚烂起来 飞快旋转 然后刺向了那利爪 结果 到底利肉 居然给弹开了去 啊 李皇帝怒吼了一声 全神发力 九道见光 化作了一把金光闪闪的轩辕剑 摇摇的顶住了那龙爪 而在那一刻 那恶龙的额头之处 却幻化出了一道黑色支气来 撞向了李皇帝 这气息 比雷电 还要迅疾 李皇帝的全身心 都放在了抵御 那幻影龙爪之上 却没有抵得住 这一道黑色支气 气息入体 整个人顿时 就是一阵精神恍惚 知道不妙 顿时就脸色大病 强行将这玩意儿 给逼出 一口鲜血喷出 随后呢 就向后倒去 这恶龙奸济得场 站在了先机 足间一顿 想要趁胜追击 而在这个时候 李皇帝的跟前 突然又浮现出了 两道幻影来 却是之前 拦住我的那黑白无常 手摇招魂帆 朝阵的恶龙挡去 然而 如风一般冲来的恶龙 他的脸上 却浮现出了一抹冷笑 他的身子微微一晃 却是分出了 两个黑物的分身来 将那黑白无常 给抱住 扑倒在了地上 而这时 马恶鬼也及时赶到 双手一抖 却有无数的鬼影 从他的身上浮出 无数麻木的脸孔 随之浮现 将他紧紧的包裹 拦住了这女人 前进的道路 小龙女 也及时赶到 冲过去 把倒地的李皇帝扶起 焦急的问道 是李叔叔 你怎么了 李皇帝胸口 满是自己喷出的血 手中的轩辕剑 也暗淡了几分 苦笑着说 那玉拜天魔 当真是狡猾至极 居然逃出了 我的心魔来 我若是 镇压不住心魔 只是与他缠斗 只怕 要 气血报亡而死了 小龙女眼眶一红 喊道 我去敌他 李皇帝伸手一抓 说不可 却不曾想小龙女 冲得极快 根本没有拦住 不过此时此刻 情况也是十分危急 并没有多做犹豫 直接盘腿而坐 加紧时间 将被挑出来的心魔 给灭了去 小龙女加入战场的时候 马恶鬼呢 已经是岌岌可危了 随时都要倒下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 另外三人却加入了战场 分别是林奇明 布鱼和董仲明 这三人 名列七剑之中 配合十分默契 倒也是能够拖延一二 不过他们手中 却并没有趁手的法技 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小龙女加入战场的时候 局势即将崩坏 而我呢 则从乾坤囊中 掏出了那刚刚搅和而来的 法刀和法枪 以及手中的法剑 扔给了林奇明三人 这个时候 隐藏身份 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了 我必须拿出指格来对敌 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而就在我准备 找机会入场的时候 小龙女的出现 却让左冲右托的恶龙 给一下子瞧上了 她的脸上 浮现出了兴奋弱狂的激动了 对这小龙女说 你便是吸走了 游龙一半力量的 那个人类的女孩 好啊 我若是将你吃了 必将能够 挣脱这牢笼 去九天之外潇洒 什么 这小龙女 居然是吸走了 这条恶龙一半力量的 难怪 白城子的那帮人 如此自信 认为小龙女五年之后 必将无敌于天下 原来理由 确实在这里 我心中了然 而那恶龙 也是找到了目标 朝着小龙女 疯狂冲去 小龙女是出声牛赌 不怕虎 双手虚张 却是划了一个 太极阴阳鱼的手印 然后朝着那恶龙 猛然一撞 双方重重的撞到了一起来 紧接着 撞击之时 所产生的恐怖力量 将除了他俩之外的所有人 都朝着远方推去 包括马恶鬼 林秦明等人 都没有例外的 被轰出了上百米远去 方圆百米之内 再无一人 哦 错了 顿入虚空之中的我是一个例外 在虚空之中 我瞧见 那位域外天魔 所附身的恶龙女子 表现出了极为恐怖的攻击力 她在一瞬间 挥出了上百刀 每一刀都是视若千军 沉重的宛如山巒倒塌一般 而小龙女 则凭借着那根 非金非铁的金属环抵挡 她虽然 修为深厚 但是 对于与人的生死交战 似乎 还欠缺了一种叫做经验的东西 所以两人一交手 基本上就处于 被动挨打的状态 即便小龙女偶然会使出几招很有灵性的手段 但是最终 还是会被那恶龙瞬间给化解 战斗进行的十分的激烈 在几息之后 那小龙女立刻了一声 一大股青涩支气浮现 身上居然浮现出了十几条那种藏青色的小龙 这些小龙宛如真龙一般 一米多长 张牙舞爪 将其紧紧的护一种 让她不受那白骨长刀的斩杀 而瞧见这些 那恶龙女子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狂喜 弹口一张 却有恐怖的犀利出现 那些精气化成的青色小龙 抵挡不住 却是一点一点 朝着那恶龙女子的弹口之中滑落而去 当时的场面 一度让人窒息啊 眼看着这些青色小龙 即将落入恶龙女子 那娇艳如花的弹口之中 突然 一把长剑挡在了两人之间 从虚空之中浮现出来的我 冲着那包裹于黑雾之中的女子 眨了眨眼睛 笑了 我说约嘛 剑是好剑 名曰指歌 然而 我就根本忘记了此刻的自己 根本就是司马顾 那个老菜皮的模样 原本风流倜傥的出场 落在那恶龙女子的眼里 根本就是一个 猥琐老流氓的形象 她瞪了我一眼 就像看死人一样 冷然笑道 找死 这是一位干脆利落的暴躁母龙 没有太多磨叽 自从小龙女出现之后 她满脑子都是将其吞下 将修为补全的想法 此刻却被我拦住了 自然是勃然大怒 她没有什么心思跟我掰扯 直接一刀斩杀了过来 汉勇 果然 人不可貌相 这位虽然有着娇艳如花的容颜 但是却并没有人类女子那般的温婉 我若是把她美丽的容貌放在眼里 生出几分轻视 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刚才与李皇帝交过手 自知不如 而面前这女人 却能够将李皇帝弄得跌落下去 从祭典上来说 她的恐怖是远远超乎出我的想象的 而即便如此 我在与对方第一次的交手之中 还是试图使出全力来 我想要知道 这女人到底有多么强 当地一下 指割剑 陡然斩出 与对方的白骨长刀 陡然相撞 交手的那一刹那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向我 轻压而来 最先感觉到的可能是扛不住 而随后 我也是稳住了自己心中的意志 怒吼了一声 将全心的那种潜力 给一并激发了出来 种种力量汇聚一堂 再加上九州顶的气息 侃侃地挡住了对方的禁忌碾压 而我的双脚之下 所站着的水泥板 却是出现了两道的裂缝 然后朝着后方迅速地扩散而去 不知尽头 有点难呢 女人没有能够一刀解决我 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一挑 那抹微笑迅速地蔓延开来 她冷冷地说 就这点微不足道的能力和手段 还想护花 那女人的脸上 写满了不自量力的嘲讽 随后 她再次挥出一刀来 而这一刀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是 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下来 让我有一种 下意识地想要躲闪逃离的感觉 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在这样巨大的威胁和逼迫之下 我的心脏处 却突然间涌现出了一股力量 这力量是如此的熟悉又陌生 她的出现 让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而随后 我突然间就意识到了一些什么 巨蟹骨小红 她已经沉睡了太久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她似乎还要继续沉睡下去 而没有巨蟹骨的我 其实是不完整的 因为我大部分的手段和修为 其实并不仅仅是我自己 而更多的是来自于巨蟹骨 她不醒过来 我呢 就永远都会差一些东西 跟别人无法比拟 如果受到了一些刺激 她会不会醒过来呢 想到了这里 我的胆子突然成倍的 就这么增长了起来 所有的顾忌都给抛住于脑后 随后手中的指鸽剑 也迸发出了最线烂耀眼的光芒来 当当当当 长刀与指鸽剑 发出了猛烈的撞击 凝望着我 随后目光落在了我手中的长剑上来 龙骨 她的目光死死的盯着我手中的指鸽剑 一句子一句的说 哪来的 啊 王明送的 这是实话 不过我却还是跟对方老老实实的说起 而是笑嘻嘻的笑道 这小姐姐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难道是不是 瞧着我长得太难看了 不如这样吧 我低下头去 在抬起脸来的时候 却与对方的脸蛋一模一样 同样的精致漂亮 同样的倾国倾城 瞧见变幻不定的我 那个龙顿时 就是一阵双目喷火 深吸了一口气 让我说 你这个 你难道是修罗道混沌精的人 这什么鬼啊 我没有理会对方的质问 而是通过言语的交流 将自己被冲击的浑身发麻的身体 恢复了过来 让短流通过全身的经脉 得到了威养之后 方才有了一些暖意 然后笑着说道 怎么样 美女 约不约 热龙瞧见我这副态度 冷声说道 调戏老娘 找死 她终于被我激怒了 也没有再盯着小龙女 而因为 与我搭起嘴炮 所以也就没有 有心思 去吸取小龙女身上的真龙之灵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她对我的憎恨 达到了一定峰值的顶端 她想要杀了我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杀意 对方手中的长刀 如暴风骤雨一般 斩落而来 我当下也是硬着头皮 用真无八卦剑法 抵挡 好在这个时候 锯鞋骨那里 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涌入了我 四肢百骸 倒也没有让我 力量上 逊于太多 双方 就这么激烈交手着 一开始的时候 那恶龙的确是 凶猛异常 有那么一种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的汉勇 然而我却 宛如牛皮糖一般 死死的缠住了对方 我让恶龙感受到了压力 每一次都仿佛 要将我给斩落鱼刀下 但是每一次 都差那么一点点 这就是真无八卦剑的 独到之处 凭借着这真无八卦剑 玄学的精准计算 将伤害拦在了 每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让对方没有办法 更进一步 而当他退下的时候 我却又突然雄起 将他缠住 让他离开不得 渐渐的 恶龙感受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东西来 若是比起修为 我自然是 差那李皇帝许多 但是若润起 这难缠的程度 我却是更强于他人 而在旁人的眼中 我的确是比李皇帝 更加的给力 缠住了对方 更多的时间 但是相对于我而言 与这样的敌人交手 对我其实是一件 前所未有的挑战 让我每一秒 都处于急剧变动之中 时时感受着 死亡的巨大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 我也没有感觉到 巨血骨有半分的意识 很显然 这家伙并没有 如我所愿的醒过来 响云十八机 声声龙吟浮动 对方的攻势 突然间 就越发的凶猛了起来 每一刀 都比上一刀 更加的凶猛 我开始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随后 我感觉到身后 突然传来了一阵进风 哇 这一次 我终于没有再忍住 下一时的顿住了 虚空之中去 然而就在我消失了 大半的那一瞬间 突然间 双肩被抓住 然后朝着后面 猛然一拽 本来已经顿入虚空之中的我 又被拽回到现实之中来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人 能够打断我的大虚空术 的力量 甚至穿透了现实和虚空 随后 我被重重的砸落在地 肩膀和后腰处 传来了一阵的剧痛 好在我及时调整 让受力的地方的密度 迅速的增加 方才没有对 背方捅了个对穿 那时我方才发现 抓住我的 并非是旁骛 而正是之前 与李皇帝 与那轩辕舰 对峙的黑色利爪 那玩意儿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 骤然下手 这才将我从虚空之中拽了出来 很显然 那个女人 狡诈恶毒 不像龙 反而像是一条毒蛇 我被盯在地上 她宛如狂风一般冲来 手中的长刀 朝着我的脖子处 斩了过来 仿佛要将我就地解决 我发现受伤后的自己 似乎是被某种印记给标明了 大虚空术竟然再难施染 眼看着进风扑面 我抓起只割剑反击 不过还没等我出手 就有三把剑 拦在了那恶龙的长刀之前 哦错了 不是三把剑 分别是剑 刀和枪 林奇鸣 布鱼和董仲鸣 再次及时赶到 三人同其连之 瞬间结阵 挡住了对方这一杂 而随后 那虚空一道 被圆环击中 化作了虚无许 我抬头 却见了小龙女 她朝着我 翻了一下白眼 说你到底多无聊啊 居然搞得 那恶心的女人一般的模样 害得我都差点忍不住 想要拿着这金鸡环 往进脑袋上砸去 我朝着她眨了眨眼睛 随后一扭头 却变得如她一般 这小龙女 催了我一口 说果然不是个好人 而在这个时候 又有人加入了战场 调戏完毕的李皇帝 将他的心魔 压下之后 又站了出来 神色复杂的打量了一下 我们这边 随后手中的轩眼睛 宛如电光一般 射向了那恶龙的身上 口中冷喝道 雨外天魔 给我停吧 这恶龙 没有再顾得上我呢 回神与他相机 他口中念叨 别叫什么雨外天魔 我可不是那只 只知道躲在暗处 叽叽歪歪的家伙 我有名字 叫我虚无 李皇帝猛然一剑 将那个自称虚无的女人 挑飞了去 然后轩眼睛猛然一抖 化作万道剑光 万剑归宗 剑光飞去 而感受到了 对方的强悍手段 虚无 扭身一转 却化作了一条 几十丈长的巨大容身 身子一抖 却是将猪般剑光 全部抵挡去 李皇帝轻轻叹道 说这家伙 身如歼铁 金石难入 这可怎么办呢 我压住身上的伤势 抬头望天 雷鸣电闪之中 突然有一种 很强烈的想法浮现出来 瞧见李皇帝 都有一些一筹莫展 又瞧见周遭 一片混乱和狼藉 没有在固子上伪装 足见一点 不踏斗钢 只割剑一条 几品雷击木 剑翘飞起 随后我口中 开始念念有词起来 三清祖师在上 三宝祖师凡事 神福命辱 长传听从 甘有为辙 雷福不容 积极如意令 射 真假鹿言 真龙 翱翔于九天之上 舒展身子 忽远忽近 让人感觉到了 他的伟大 也敬畏了 其无处不在的威严 正如李皇帝所说 这条被域外天魔 掌控了意识的真龙 倘若真的是逃了出去 天下极有可能 会一片大乱 我与李皇帝之间 并无交情 双方之前 还是敌手 我能够感觉得出来 倘若没有这真龙搞事 我肯定要被李皇帝 留在这里 但我在这个时候 最终还是选择了 出手帮忙 因为外面已经很乱了 不能再乱 神剑引雷树 射 天空之上 黑云翻滚 雷意蔓延 电闪雷鸣 在半空之中 闪电突然间 裂开了一条缝隙 并且迅速的撕裂 随后 从那其中 涌出了一大股的雷意来 瞬间化作了一道 金黄色的插形闪电 并且 像吹气球一般 瞬间撑大 连成了一片 这气息 上城九天 暮色尽扫 密密麻麻的闪电 仿佛自我克隆一般复日 整个天空 被点亮的宛如白昼一般 大地之上 那头真龙的面容 被罩得鲜豪辟鲜 每一处都仿佛 入了我的眼中 而身影 则被投射到了下方来 我原本以为 能够笼罩整个大地 却发现仅仅只有十几米 大地之下 无数人都在仰头 被这突然出现的 狂暴的雷电 给吓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无数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震撼之色 有许多的目光 落到了我的身上来 瞧见这个不速之客 举着手中的长剑 仿佛要跟天空之上的 雷电群相作呼应 他想要指挥那 暴力而不可测的雷云吗 这也太不自量力了 无数人的心中 都大概在这么想着 而这个时候 我抛出去的 雷击木剑鞘 落到了地下 我所有的意志和精神 在这一刻陡然拔高 整个人仿佛 融于天地间 意识瞬间被拉伸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从上方俯视 瞧见了这条 被突如其来的电云 吓得四处乱窜的恶龙 它很强大 它也很有手段 翻滚之间 我竟然感觉到 难以把握和触摸到它 但是 你终究逃脱不出我的手心 因为 这是神剑引雷术 天地之威 皆在我一念之间 轰了一下 恐怖集结的雷云 在停顿了数秒之后 终于落下 它没有砸在地下 而是在半空之中 化作了无数的电网 将贸然闯入期间的 青黑色的恶龙给照着 无数电网相连 手臂般粗大的 那种螺旋雷电 捆住了对方 最后 四五十道的落雷 前后不到两三秒 一下子就轰到了 它的身上去 轰隆隆隆 轰隆隆隆 连绵不绝的雷声 充斥了天地之间 也充斥在了 每一个人的耳边 巨大的声音 让无数人的 小脑都失衡了 感觉到这天 也在颤抖 地也在颤抖 人呢 更是颤抖不休 有的更甚至 是直接跌倒了去 而我也在 击中对方的一瞬间 感受到 这力量仿佛 从我的身上 疏然抽离了去 我感觉到了 一阵的虚弱 头重脚轻 不过 我已然 咬牙坚持着 依然不倒 长剑翻飞 那照耀天地的雷电 随着我的心意 将飞向于半空之中的恶龙 给直接轰倒在地上去 在漫天狂雷的轰击之下 它终于撑不住了 落了下来 远看 仿佛上百米 几百米 但是它最终落下来的时候 身子却在迅速的缩小 到了最后 却化作了原来人类女子的模样 李皇帝并没有犹豫 也不想再浪费我创造出来的大好机会 到口中 念和了一句咒绝 很快 从四周突然间 窜出了六个人影来 与它陡然结阵 我在这里面 瞧见刚才被我打败的梁电母和楚娘子 还有没有出过手的马恶鬼 除此之外 我还瞧见了另外三个 缅容各异 但是 同样充满了力量的男人 他们每一个人 都有着自己的特色 而强的修为 似乎并不逊于 那李皇帝之外的其他人 白称子 底蕴深厚 高手层出不穷 这七个人 在一瞬之间结阵 围住了落下来的恶龙虚无 随后每一个人 都扬起了自己最为得意的兵器 在半空之中进行挥舞 我瞧见 头顶之上的半空之中 突然间出现了一道 翠绿色的屏障 随后巨像画 画作了无数流淌的符文 这些符文 从天空之中倾斜而下 宛如下雨一般 落在了那七个人的 头顶的七八米处 李皇帝手中的宣言剑一挥 其人口中其念口诀 黄黄而言 交相回应 翁翁于半空之中 最后 那符文画作了万般的光滑 落到了虚无身上去 被雷电轰击落下的虚无 并非没有一搏之力 他拼命地挣扎着 然而那些符文 画作的光线 却不断围绕着他旋转 画作了千般的绳索 在七名顶尖高手的主持之下 将他不断地包裹 一开始的时候 我还瞧见虚无翻飞 抗争的身影 到了后来 我瞧见他 已然是动弹不得 不过此时此刻 我已经瞧不见虚无的所在 只瞧见无数的符文凝固 最终化作了一块 棺材一般的石板 而即便如此 那七人 还不断地朝前拍打 他们买拍锥掌 就一道符文 飞入其间 这样石板的颤动 又少了几分 五分钟之后 那石板宛如死物一般 不再动弹 而这个时候 我方才感觉到 那些人不约而同地 又叹息了一场 终于 还是将新房 给松了下来 看得出来 那虚无 已然被封印了去 我往后退了两步 突然间 撞到了一个温软的身子 吓一时的往后一退 回头一看 却见这人 居然是对我 满怀恶意的小龙女 我下意识地 横剑挡在胸口 而他 却仿佛并不怕我 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我 说你还不把脸变回来 啊 我下意识地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方才反应过来 刚才我调笑的时候 却是变成了他的脸大 一般精致 一般漂亮 只是觉得颇为奇怪而已 我黑黑一笑 又往后走了两步 脚尖一条 将地上的极品雷击木的木翘 踢在了半空之中 然后指颗剑 入翘 回身一转 将其收入了乾坤囊中 小龙女瞧见 我并没有变换容貌 却并没有再说 而是指着我问道 说你那是什么法器 竟然可以操控雷电 他此刻如同好奇宝宝一般 而我 却并没有给他答案 事实上 我还真不好说 刚才的手段 叫做神剑引雷术 但并不是说 你有一把剑 就能将这雷给引下来 当然 倘若是下雨雷电天 你傻乎乎的抱着一把金属剑 去旷野 或许 能够引下来 但是 死的那一个人 一定是你自己 我没有说话 而这个时候 林奇名等人 却走到我的身边来 他们将刚才 我扔给他们的三把武器 还给我 我毫无客气的收入囊中 而旁边的小龙女 都气忽呼呼的说 为什么给他呀 这分明就是我白成子 供奉多年的法剑 交出来 林奇名等人颇为尴尬 不过我却是 脸皮厚得很 根本不理他 笑话 我凭本事抢的东西 为什么要还回去呢 刚才你们 唯有我的事 就这么算了 小龙女瞧见 我脸皮刀枪不入 顿时气得不行 转身过去 想找李皇帝等人评礼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却有一队人冲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 是留着地中海发型的老头 他冲到人群前 开口说道 说李玉 抓到那个私房虚无 那个人的罪魁祸手了 就是他 他说着 让开身来 然后指着身后那个 被两人压解 跪倒在地的家伙 那家伙 也是个硬茬 瞧见 跟前这么多顶钱高手 倒也痛快 冷笑着说 哼 那玩意儿的确是我放出来的 你们这帮官僚记住 大丈夫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老子叫做陆言 有种就弄死我 来呀 他的话语一出 众人纷纷叫骂 那广场武大妈模样的 梁电模 显然刚从调习之中 恢复回来 又经历了这么高强度的 法式封印 一脑门大汗 他的脾气啊 最是暴躁 要不然 也不会在刚才的时候 第一个跳出来 此时此刻的他 也是控制不住的暴脾气 冲上前来 怒声吼道 好你个 苗江坡的烂皮子 吃了屎的狗贼 还这般嚣张 看我白称子不弄死你 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 他上前去 右手一伸 一道绳索缠绕住 那家伙的脖子 一招杨勇信电疗术 弄得这家伙是浑身狂颤 口吐白沫 其余人 也是纷纷责骂 恨不得将其捅死了去 也不由得那些人不气愤 看看周遭 一片狼藉 不知道多少的建筑损毁 多少人遭殃 这儿可是白称子啊 专门监禁 最大恶极修行者的地方 任何一点小插错 都可能造成一些恐怖的越狱事件 尽管 此刻的这场面 好像已经被控制住了 但是也压不住这些人心头的恨 狗种 这个鹿言太猖狂了 想必他师父陆左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对对 苗疆之人 原本就是荒蛮之地 画外之谜 哪里懂得什么礼术 一帮痴媚王梁 恶性 杀了他 梁电母虽然被众人拦住 但是众人纷纷破口大骂 那鹿言也是从地上挣扎的爬了起来 还在说些什么 突然间有一道幻影越过众人 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伸手过去 将他的脖子抓住 高高举起 我抬头 看着面前这个与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家伙 微微一笑 说你真的叫鹿言 被我单手抓住脖子 高高举起的那家伙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冷笑 唇边的白沫和血水都被擦干净 冷冷地笑道 小娘子 老子就是鹿言 如何 你听过我的鸣声 啪的一笑 他的狂笑 被我干脆利落的一巴掌给打断了 没有能再继续 我这一巴掌拍得很重 那家伙半边的脸迅速肿了起来 痛得我哀忧直哼恶 随后 我又问道 说你真的叫鹿言 他依旧狂笑 说那是自然 他依旧坚持 而我则依旧毫不犹豫地 从另一边再给他来了一击狠狠的巴掌 这一巴掌很对称 他另一边的脸上也迅速地浮肿了起来 随后 我重复地问着刚才的那一句话 说你真的叫鹿言 那家伙也是死硬 咬着牙说对 我没有犹豫 一巴掌又一巴掌 打得对方嘴里的牙齿不断地脱落 看得是鲜血喷流 十几个巴掌之后 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冲上来对着我说 小龙女不得胡闹 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来处理 他这话语刚一出来 有人就忍不住肚草 说你什么眼神 小龙女在你旁边呢 啊 正版小龙女也是一脸无奈 说杨叔叔 我就在你跟前呢 你对我真的是视而不见呢 那人也是一脸懵逼 说啊 什么情况 那他又是谁呢 这人是后来加入封印虚无的顶尖高手之一 并不了解情况 那楚娘子走上前来 大概是解释了几句 众人方才知晓 刚才奇风抖出 站出来操控雷电 将那虚无恶龙给轰下半空的人 却正是我 李皇帝这个时候 也处理了化作石板的虚无 让人看着 然后走到这边跟前来 他盯着我 然后说 这位朋友 首先多谢你刚才出手 若是没有你 只怕我们一时半会儿 还真的难以处理到那家伙呀 我单手举着那个自称鹿岩的冒牌货 力道掌握精妙 并不让他死去 听到这话 点了点头 说客气了 李皇帝这般说的确是客气 因为 我也感觉得到 即便没有我刚才的出手 他们或许还有别的手段 能够拿下那个恶龙虚无 只不过是多花一些代价而已 不过帮忙就是帮忙 这事是抹杀不去的 所以他对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没有了之前的敌事 李皇帝等我说完 然后方才说道 这鹿岩并非孤单一人 背后站着苗江古王陆座 还有许多的顶尖高手 把此番将那恶龙虚无放出来 定然是另有深意的 而且此人有恃无恐 指不定背后还有多少人撑腰 若是贸然杀之 只怕不妥 阁下还是将人放了 留给我们处置吧 他表面客气 但是话语里的意思 却让我有些心冷 我眯着眼睛 哦 你是怎么想的 李皇帝没有说话 旁边走出了一个 落腮胡子的大汉来 他显然是想搞清楚 我的来历 指着我的鼻子 怒声吼道 说小子 你擅闯白成子 本来就是大罪 李玉既然承诺过你 让你离开 那你就乖乖的走 别在这里搞事情 不要以为你刚才帮了点小忙 就可以为所欲为 他说的凶狠 而我却无动于衷 我环食众人 突然间放声大笑了起来 我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而众人则是一阵莫名其妙 有的人甚至 用看着神经病的眼神 打亮着我 我不管旁人的目光 而是认真地打亮着 面前的这位路言 平静地说 你觉得你赢了对吧 那冒牌货被我死死地给掐住 脸上却充满了快意 居高临下的 就这么看着我 说你想说什么 远处的小龙女 也是气呼呼地说道 说你到底在笑什么 我回过头来 环食众人 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我在笑你们这些人 不但坐井观天的本事一等一 就连演戏装傻的功夫 也是一流的 明明可以一眼 勘破的拙力演技 却还是能够配合着一起 将这场闹剧给演完 你们这帮人 倘若是出去拍电影 说不定明年 就能够冲击奥斯卡了 小龙女听不太多 却感受到 我的话语里面的嘲讽的意味 他怒声说道 你别以为 没人治得了你 我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向了李皇帝 平静地说 阁下觉得他是鹿岩对吧 那我就让你们瞧一瞧 这位被你们 都认为是鹿岩的家伙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长路漫漫 我将悬躬着的那家伙 猛然撂倒在地 有人立刻朝着我冲来 而下一秒 只割剑凭空浮现 发出了嗡嗡的风鸣之声 他悬浮在了半空之上 剑尖摇望着冲在最前面的人 我没有瞧他 而是冷冷地说 别打扰我 飞剑 指割剑的出现 让许多人都为之认惊 他们 见过李皇帝的轩辕剑 或许对这种传说中的法器 并不稀奇 但是却知道 江湖上的每一把飞剑 都是有名有号的 没有人会拿自己的飞剑 来开玩笑 李皇帝上前 手一抬 拦住了蠢蠢欲动的众人 我没有在理会他 而是俯下身来 冲着那家伙 微微一笑 说可以啊 你这手段 倒是蛮有欺骗性的 事实上 在刚才给对方 上耳光的过程中 我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个人 不是别人 他就是青鲁王 剥了我的人皮 然后将他套在自己的身上 通过某种秘术 变成我的模样来 并且通过这个身份 去哄骗 我祈求而来的援兵 这就是青鲁王当初的任务 没想到 现如今 他居然这么拼 跑到现实世界 来捂我一手 这一招 很毒啊 只不过 他却没有想到 这假理鬼碰到了真理魁 被我撞了个正招 更没有想到 学会了大英雄术的我 对人体的骨肉 骨骼 肌肉的组织分部 有了远远超出常人的认识 披了我人皮的青鲁王 不但与我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连气息都一般 这让许多 与我接触 不深的人 都产生了误会 但是 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在于那张脸 因为我脸上的皮 并没有被对方剥下 使得他的伪装 并不完美 然而此刻 我一阵狂闪耳光之后 终于是露出了破绽来 如果当初时间足够 我想 我脸上的皮 顾也会 在锯鞋骨被剥离之后 给剥下来 但是幸好 小观音及时出现了 而此刻 我伸出了右手 在对方的脖子处 抚摸了一阵 随后 指尖 划过了他的横下 我摸到了一些 寻常人 难以寻到的褶皱 这就是对方的秘书所在 撕拉一下 我没有给对方 办点反应的机会 直接上手过去 猛然一拉 那家伙的半张脸 一下子就烂了 浮现出了表皮 直下的嫩皮来 随后 一不做二不休 并且 直接将这 不结实的脸皮丝布 露出了里面 青鹿王惊恐的面容来 又顺着脖子往下撕 十几秒钟之后 青鹿王身上的整肠人皮 都给我撕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我方才发现 自己身上 剥下来的那张皮 背面居然 是被纹满了符纹 这些符纹 是换身秘书的一种 让他与青鹿王 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不过此时此刻 对方的伪装 已经被我全部揭穿 将人皮 攥在手中 我从乾坤囊中 掏出了一包火柴来 哗然之后 点在了上面 经过处理的人皮 处于一种 极度易燃的状态 火焰一点 瞬间 就燃烧了起来 随后发出了一种 皮肉烧制之后的 一种焦臭味 弥漫在了整个空间 青鹿王被推过来的时候 修尾已经被控制住 此刻 被我剥了个金光 又撕去了伪装 顿时 就有些绝望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语调 也不再学我 愤怒地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笑了一下 将手中那一团 化作火焰的人皮 往空中一扔 我没有再理会 地上的青鹿王 不懈地看了一下 周遭了众人 然后与李皇帝 对视了一眼 伸手将纸隔剑收回 纳入了乾坤囊中 我朝着他微微一拱手 随后 朝着白城子那边的大门走去 有十来个人出于本能 朝着我快速围了过来 想要阻止我离开 而在这个时候 李皇帝却开口发话了 让他走 立刻有人退了 却还有两三个人 拦在了跟前 这几个人看模样 显然都是有一定级别的 终极的官员 对于李皇帝的话语 也并不是很愿意执行 看得出来 这白城子 也并非是铁板一块 不过这也难怪 这样一个暴力执法机构 倘若成立一言堂 想必很多人都会睡不着觉的 所以啊 必要的前置 还是需要有的 李皇帝虽然有一些不悦 但我说的话 不管用事吗 拦着我的人里 有一个穿着翻喜许久的中山庄的老头说 我们有人落在他手里 不知死活 这个我们正知处得管 李皇帝看向了我 我微笑着说 放心 他没事 李皇帝又看向了那人 眼神中多出了几分严肃了 中山庄没有再选择坚持 而是让开了路了 我朝着监局大门走去 而这个时候 远处则传来了小龙女的声音 说你到底是谁啊 我右手放在胸口 对着头顶上的星空 认真地说 请叫我雷锋 雷锋叔叔潇洒地离开了白城子 然后 望着那一望无垠的草原 有点淡的 想要离开白城子的警戒区 还有好长一段路上要走 尽管我拥有这地顿术 但让人淡疼的是 这一路上法阵重重 根本无法施展 我倘若是要离开这 不得不用双脚慢慢走出去 这事就有点郁闷了 真正的高手 从来都是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高来高去的他们 一个飞升月初 就不见了踪影 而我装完了这波之后 却发现自己不得不硬着头皮 走上几十公里的草原的长路 如果人生是一场戏 我希望这个时候 导演能够喊咖 然后谢幕 但事实上 我走出白城子生活区 外围很远 都还有探照灯 远远的就这么照着我 将我身上的影子拉得长长呢 这场面一度十分的尴尬 而就在我琢磨 是不是要顾忌高手形象 狂奔而走的时候 身后就来了一辆车子 我表现出跟白城子 画星界线的样子 所以并不理会 而是往旁边的路去让开了 却不曾想 那辆汽车停在了我的身边 随后车窗摇下 露出了林秦明的脸来 他众手说 上来吧 我诉你一场 我抬头 似笑非笑的说 怎么 不继续在那监牢里 半可怜 继续当诱饵了 林秦明苦笑 说经过今天这么一闹 哪里还能装得下去啊 我无以为难的 而林秦明的出现 也化解了我尴尬的境地 所以没有再拒绝 绕过车头 坐到副驾驶去 车里面只有林秦明一个人 我左右打量了一番 然后说道 你这儿没有录音设备了 林秦明苦笑 说陆兄弟 今天你这么出风头 各路绝学史出 连毛山宗的秘迹 神剑眼雷术都弄出来了 但凡知晓一些江湖世事的人 应该都能猜得出你的身份 你还有什么可以瞒的 我说只要没有证据 没有被抓个正着 我呢就可以不认 这般说着 我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林秦明笑了 说也是 我说其他人呢 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呢 林秦明说 你是一走了之了 什么都可以不管 这白城市现在 可是一地的烂摊子 总得有人帮忙收拾吧 怎么着 嫌我一个人送你 不够隆重了 我说这倒没有 对了 闯入白城市的 除了我和那冒盘货之外 还有一个用飞剑的家伙 他抓到没有 林秦明摇头 说也没有 趁着那恶龙虚无 闯阵的时候 他自己抽空跑了 我说那人到底是谁啊 林秦明摇头 说我怎么知道 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好吧 我说你会不会 回头跟他们说 我是谁吧 林秦明摆了我一眼 然后说道 我看你还是先好好想一想自己吧 你会神经眼泪树这事 肯定会缠出去 到时候 毛山松的人找你麻烦 看你怎么应付 我哈哈一笑 说你大概不知道 我现如今已经成了 毛山的外门长老了 林秦明有点震惊 说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是一愣 说哎 不对呀 你被人抓进来这个地方 不就是你们陈老大的身份暴露了吗 那毛山遭劫这事 怎么你什么都不知道呢 林秦明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然后将这段时间里 发生的事情 跟他简单聊了这么几句 听到我说的话 林秦明的脸顿时就黑了下了 随后他告诉我 说他只知道陈老大 被人用邪佛黑舍利给磨划了 随后 王清华和成成等人都失踪不见 上头有人找到他们 希望能够让他们配合 将人安置在白城子里 然后引诱陈老大上钩 说到这里 林秦明苦笑着说 我虽然在东南局 但是其他的情况 我大概知道一些 老兄弟都散得差不多了 估计也不会在意我们的安慰 于是就答应下来 想着能够在接下来的事情 能够占据主动 原来如此 林秦明的想法很不错 但只是到底还是经验尚且 不及那些老狐狸 我忍不住说 你大概还不知道 白河和朱雪亭他们的事吧 啊 林秦明一愣 说他们怎么了 我说跟你们沟通的那人 是怎么跟你说的 林秦明说 他们说只有我们三个男人就够了 女子就不用来这受受苦了 我叹了一口气 然后说 据我所知 有人拿着鸡毛当令箭 将那密令 变成了上方宝剑 朱雪亭在混乱之中逃走 至于白河 则在 奏捕的过程中 我说到这里 停论了一下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 林秦明听到我的语气 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 说到底怎么了 你别卖关子 我看着他 想着这事 他迟早要知道的 想着知晓 也是早有一个心理准备 于是开口说到 他在搜捕的过程中试图逃走 不过最终被围困 举手投降 这不过 还是却被那 武副局长 提拔的一个姓武的家伙 给当场下令 当时又给击杀了 啊 林秦明猛的一踩刹车 将车停住 然后转过头来 红着眼睛看着我 恶狠狠的说道 你说什么 我没有给他消化的时间 冷静的说 白河本来已经准备 束手就擒了 但是那人却下令 以防万一 格杀勿论 最终 白河的身体多数重担 致命处 是脑袋的一枪 整个头盖骨 都被掀开了 脑僵子溅落一地 林秦明随后 怒吼了一声 双手 重重地砸向了衣表盘去 轰的一声 整个车子都颤抖了起来 我冷冷地盯着他们 说你觉得我会骗你 林秦明抱住了头 整个人都在颤抖 好一会儿 方才抬起头来 看着我 说有人在这面 恶意使唤 而你们之随过来 大概也是 怕他们像是 会对付白河一样 去对付我们吧 我说我来之前 并不知道你们 跟上面的默契 但是事实上 那个叫做司马顾的家伙 以及被我撂翻的 那几个人 都是想要杀你的 林秦明痛苦地 闭上了眼睛 沉思了好一会儿 方才说道 这件事情 很复杂 我点头 说对 你是跟着黑手双城 打天下的老将 这里面的什么 勾勾坎坎 想必逼我清楚 而我之所以跟你说这些 也是希望 你能够擦亮眼睛 知道哪些人是朋友 哪些人是敌人 不要给人卖了去 林秦明很是痛苦 情绪十分激动 调节了一会儿呼吸 方才控制住了 自己的情绪 这时 他抬起头来 然后说道 我明白了 谢谢你 我说讲这些话 就太客气了 我不太懂你们 朝堂之上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 想要给白鹤报仇 就得将这杀人的心思 给藏起来 先保证自己 能够站得住脚 再慢慢想办法 具体怎么做 你是高手 用不着我来指点 林秦明叹了一口气 悠悠地说道 我明白 不过 我林秦明对天发誓 那姓武的家伙 我定要将他千刀万挂 碎尸万断 我笑了 说这事 有人帮你做了 我将那姓武的队长 惨死于 禁闭事业里的事情 跟他说起 还谈结了我们当初 几个的推论来 林秦明去摇了摇头 说不 能够在总局动手杀人的 只有内部人才能干 所以杀那家伙呢 要么是他们自己的人 杀人灭狗 要么就是另外一拨人 想要杀了他 还平息 我和布鱼 他们几个之间的怨恨 别无其他 他常年身主朝堂 对于这里面的门道 十分熟悉 故而做出来的推论 与我们的猜测 又有所不同 且不管到底 谁说的对 但这件事情 肯定是不会完的 仇劫下来了 那就是不死不休 这会想了一下 恐怕 武副局长等人 并不是不知道 这里面的门道 不过 觉得倘若林秦明等人 重回朝堂 必然 不会放过他 所以 才会先下手为强 斩草除根 从这一点上面来说 那家伙的心胸 和境界 到底还是差了许多 怎么看 都不像是 老谋深算之辈呀 这样的人 是怎么出头的呢 过了十多分钟 林秦明的心 方才将心情放下来 然后又发动了汽车 将我送走 这一路之上 我们聊了很多 经历了这件事情 他没有对我隐瞒太多 跟我说了许多别的事情 两人相互交流的信息 感觉收益颇多 离开了警戒区 又走了几里路 我瞧见远处的山丘上 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下了车 与林秦明告别之后 过去与区方餐见面 远远的瞧见 区方餐紧张兮兮的 跑过来 说刚才怎么回事 你怎么动用了 神剑引雷术 这不是自曝身份吗 我说你刚才在外面 看到了什么呀 区方餐摇头 说白城紫外围 迷雾围绕 大阵不绝 将里面信息 给遮得严严实实的 我哪里瞧得见什么 只是感觉到天空不正常 电闪雷鸣而已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 我正想将这一夜的精彩事情 跟他谈起 突然间区方餐 往后一跳 说等等 我说你咋了 别一惊一乍的 区方餐转过头去 四处的张望 突然 他看向了西北方向 指着那边的草垫子 说你看那是什么 我们一眼一望 瞧见有一个黑色的身影 亮亮呛呛的摔下了坡去 青城剑客 我扬名立万 风光无比的事 讲呢 自然是要讲 但是 那个亮枪摔倒的人影 让我想起了一个可能来 就是那个 强势闯入白橙子的遇见者 尽管那人符合了我 关于高手的所有想象 按道理 也应该是如他的出场一般 来无影去无踪 就这么离开 而不是应该 在这小丘 之前就这么跌倒 但是这是白橙子附近 鸟兽难入 寻常人更是避之不及 谁会出现在这个鬼地方呢 这么说来 那人 倒极有可能是那个家伙了 只是 我看了曲帮三一眼 说怎么了 曲帮三笑了笑 说过去看一眼呗 倘若是认识 将人救起来 倘若不是 管杀不管埋 他倒是简单粗暴 我赶忙 跟着他 朝着西北边的那草丘上跑去 走到跟前的时候 一道见光浮现 没有朝着我们进攻 而是浮现于了半空之中 微微颤动 随后就有声音传来 说别多话来 不然我不客气了 他说是这般说 但无论是我 还是曲帮三 都能够感受到这人的虚弱 他显然是受了很重的伤 曲帮三笑了 说阁下请不要太过紧张 收起你的剑 以免伤了人 我们不是白城子的 就是过来瞧一眼 看看是哪位豪杰 能够在白城子这地方杀进又杀出 他这话是哐人的 而对方却并不知行 冷哼了一声 说白城子 总有一天 老子要将他们全部给破了去 他这话还没说完 曲帮三 就已经撞到他的跟前了 他伸手一抓 将那蒙在脸上的布条给扯开 嘻嘻一笑 说原来是你 那一惊 猛然反抗 却被曲帮三压入 说啥子 你猜这般胡来 刚才的那些话 可就只能是吹牛了 别担心 我们不是白城子那一会儿的 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当我知己 是你得先把身上的伤质号再说 那家伙听到 相信将疑 而曲帮三又指向了我 说你看我这位兄弟 人家也是闯白城子的 不但完好无损的离开 而且还给人家客客气气的送出来了 这个比你强 那人抬头看了我 也离了 说怎么是你 我米尔一打量 忍不住笑了 说还真是巧 想不到我们能够在这里碰面 那人我却是认得的 他叫做李腾飞 青城山的 我们曾经在西北的时候 有过一面之缘 双方算不得多熟悉 但不过 我也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强 就是这个人乘着飞剑闯入了白城子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要知晓 御史飞剑凭借着猪斑手段 如必之史 这并不算的什么 江湖上能够办得到的 不多 但是也不少 但倘若是能够将其踩在脚下 遇见飞行 这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事听起来有点像是神话了 正如同路言说的一般 他在破而后立 大彻大悟之后 学会了操统 空中的蜂火水土四元素 凭空飞行 宛如传说中的地先 这事让无数人视之为奇迹 而现如今夜这一幕 那人踏着飞剑 如同画本小说之中的剑侠一般 欲空飞行 也着实是惊艳无比 那人说 若说是这人 是凭杀死这样的人 我也许会信 但是我面前这一位 却并不太像 我忍不住问他 是我来之前的时候 瞧见一人一剑 闯入白城市 可是你啊 李腾飞点头 说正是在下 居然真的是他 我下意识地打量起对方来 这次打量起 发现这一段时间没见 李腾飞身上 多出了一些我看不透的东西 尽管我讲不出这些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给我的感觉 却是低调深沉了许多 这人像是一团迷雾 让人看不透 我收起了轻视的心来 拱手说道 隔下遇见飞行的手段 天下一绝 失敬失敬啊 李腾飞苦笑 说那不是遇见飞行 我说那是什么呀 李腾飞避而不谈 却在这个时候回想起来 说你就是那个 使神剑引雷术的人 我愣了一下 说你知道 李腾飞说 我当时虽在跑路 但是也知晓里面的大概情形 那真龙当真是十分恐怖啊 只不过你为何要帮他们 将那向往自由的真龙 给封印住呢 我说你有所不知 真龙是真龙 但他还是玉外天魔的虚无 倘若是不封印 只怕外面会遭殃 生灵涂淡 李腾飞显然对白成子 恨意是很浓烈的 冷冷的哼了一声 说白成子那些人说的话 你也信 曲胖三这时插嘴问道 若记得没错的话 阁下应该也是空门之人 为何会对自己人这般刻薄 一句话 说得李腾飞是哑口无言 他没有说话了 不过眉头却是一尘 我这才收起了心中的种种的疑惑 关心的问 说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李腾飞鼓笑 说中了十几宴 不过没事 死不了 曲胖三说你死不了 不过那帮人追来也走不了 不如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李腾飞看了我们一眼 说这个 曲胖三指着我 说站在你面前这位 是现如今的毛山的外门长老 听说毛山与青城山关系不错 帮你也是做个顺水人情 你就别不知好歹的推托了 搞得大家都难做人 他做的事 是好事 只不过话 是难听了一点 不习惯的人 还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好在李腾飞 也没有太过于交情 点了点头 说谢谢 他受了重伤 曲胖三从空洞室里 弄出了一粒丹丸来 给他扶下 又给他包扎了一番 忙完之后 又看向了我 说你怎么样 也受伤了 我点头 说对 不过问题不大 曲胖三 让我解开衣服 然后打量了一下 瞧见我早已 结痂的伤口 还是不由分说的 给找了一颗 医治调完 随后我们离开这 没几步 远俊开车过来接我们 上了车之后 他对我说 政治处打电话给我 我切了电话 告诉他们 说我被打晕了 身份证件丢失 这人呐 在一个乡间废弃的蒙古包里 这样说应该没事吧 我笑了 说你放心 李皇帝发了话 应该不会追查太严 不过 你和马聪聪最近 得缩着脖子做人 别出头就好了 这袁俊双眼一亮 说我靠 这李玉都发话了 我说对啊 怎么了 袁俊说 你跟他有过交手吗 我跟你说 这李玉 是我们白城子里 除了几个隐世不出的 数十年不知死活的 老祖宗之外最强大的修行者 这白城子偌大的威名 大部分都是他硬生 向他打下来的 我说是吗 袁俊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他交过手啊 我点头 说打过一架 不过并没有分出胜负来 后来出了点叉子 被打断了 我说这话 自然是有真有假 的确是打了一架 半途截止 不过我们当时 其实是已经分出了胜负 以及高低 无论是修为还是手段 都挤不上对方 人说六扇门中好修行 这位李皇帝 不但是人在六扇门 掌握着巨大的资源 而且一直还在白城子这样的地方 潜心修行 不强 反而是没道理了 听到我说的话 袁俊叹为观止 说我的天哪 你居然能够跟李玉平分秋色 这也太强了吧 我忍不住笑了 这家伙的脑母能力 还真是够强的 我都没说什么 他就说平分秋色了 有着李腾飞在旁边 我也不想说得太仔细 只是简单的 把我闯入白城子的过程 讲了一遍 一直说到 我揭穿了那路沿的冒牌货 随后 被林奇名送走 这时旁边 闭目挑戏的李腾飞 突然睁开眼睛来 如此说来 我还得多谢你 要不是你说不定 我还真的逃不出来了 我笑了 说你要谢 还是得谢那条恶龙虚虎 倘若没有他 转移仇恨和注意力 说不定 我们都得折在那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今天 欲见而入 那本事真的是漂亮啊 李腾飞摇头 说不 那不是我的力量 啊 不是他的力量吗 我愣了一下 小姐他显然 不想解释的太清楚 也就没有再多问 说起来 我们只不过是 凭水相逢 即便是有一些缘分 也没有必要 彼此掏心掏肺的 说的太多话 而倘若对方这般做 我反而会有几分疑虑 想着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袁俊没有送我们多远 车到半路就停了下来 他把车留给了我们 让我们去找机场附近的联络人 而他则会去白城子报到 毕竟还有一个悲惨的故事要讲 这事关系到他是否还能够继续在白城子里过活 袁俊离开之后 车里的气氛更加轻松了几分 我坐到了司机之位 专心开车 而驱胖三则与李腾飞坐在后面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 大概是聊了一会儿 李腾飞慢慢的卸下了新房 开始跟我们聊起了许多的一些事情 驱胖三对白城子的高手 特别是李皇帝 很感兴趣 问的比较多 又问起了那恶龙虚无的事情 而且还特别的仔细 仿佛他认识一般 如此聊着 他突然话风一转 问李腾飞道 说是什么让你生出这么多的执着来 让你去那白城子里劫狱 车内一阵沉默 好一会儿的时候 就在我以为李腾飞 这么一直沉默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 说我们青城山的众通真人 极有可能被关押在白城子里 啊 众通真人 我虽然入这行当的时间并不算长 但经历过了这么多的事情 又跟当今天下顶尖的豪杰一块进行混合 或多或小 知道当今社会的 以及当今江湖的格局和过往 众通真人 有名众通子 名列青城三老之中 早年间 雄聚川霞 后来因故受伤 故而将精力 集中于兵器之上 兵解成了鬼仙 后来 邪灵教攻占青城 青城三老皆战死疆场 早已随风而逝 当然 我后来从孤狼无声的口中知晓 那位众通子当初只是跌落山崖 不知踪影 或许还活在人世间 我们当初还怀疑 突入总局禁闭室的 将那武队长斩杀 写下血债血偿的人 岂有可能是他老人家 只不过是李腾飞 又为何说众通子被关押在白城子呢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 李兄啊 饭可以乱吃 但是话不可以乱讲 众通真人德高望重 并非有罪过之人 白城子如何能够将他 聚于这囚使之中呢 李腾飞瞧见我不信 也不解释 笑了笑 没有说话 我眯着眼睛 说这件事情 你真的确定 李腾飞被我逼问 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过了好一会儿 他方才回答道 是一个人跟我们说的 但具体是谁 恕我难以奉告 屈望三这个时候突然说 莫非是凭沙子 李腾飞 眼皮一跳 随即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来 冷横了一声 说那家伙的确是我青城山的人 不过 与我并不熟悉 或者说 青城山只是他的出处 要不然 也不会在他和他师父 吴构子 当初在青城山 遭难的前后 根本就不露面 听着李腾飞的话语 我知道青城山一脉 或许对于凭沙子这人 并不太喜欢 朱莉李腾飞所说的原因 更多的想必 是因为凭沙子本身的性格吧 这个人 的确是不太讨人喜欢 屈望三笑了笑 然后说道 你也算是体制内的人 这次的行动 也实在 是太莽撞了一些 今天的事情 是瞒不住的 即便是逃脱了 只怕也会 暴露出你的身份来 李腾飞哈哈一笑 然后说 我在西北吃了多少年沙子 早就吃腻了 本来还打算 将自己这条命 卖给朝廷 可现如今 道爷我 已然挂印而去 爱谁谁吧 他说的绝绝 显然早就有了这样的心思 或许 在出发之前 他就已经想好了 自己的后路 该怎么走 这倒也不是一时冲动 很显然 李腾飞 在西北局的时候 待的还是挺认真的 当初我们在西北局 与他见过一面 但是 他的英姿勃勃 意气风发 而现如今在瞧他 显然已然不再是 那个曾经为国捐取的状态了 李腾飞 是寒了心了 我不确定 让他失望的是 武副局长那帮人 又或者是别的内斗者 但是能够肯定 这位 被人 称颂为 非见欲者的 将会 隐退江湖了 这是一件 让人遗憾的事情 从我简短的接触来看 李腾飞这人 本事也是有的 性子呢 也还算是沉稳 这样的人 再过几年 必然也是一位 顶尖的人物 只可惜 他队上面 已经太过于失望了 所以才会心生退役 车子靠近了 人群的聚集之处 李腾飞提出 要下车 自行离开 我们虽然 都出言挽留 但是 李腾飞 与我们到底 还是只能算是 萍水相逢 并不愿意 与我们有太多的接触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曲胖三拿出了 一个小瓶子来 递给了他 瓶子里 有三粒丹药 能够让他 短时间内 维持伤势 不过 像此刻他这种情况 最好 还是静养 要不然很容易 出现意外的 李腾飞 接过了瓶子 朝着我们拱手 说他恩不言谢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江湖再见 窗外有人 这家伙 在西北 吃多了沙子 按道理说 应该是锻炼出了一身干练 不过说起 这江湖的黑话来 倒也是一套一套的 好像是混迹多年的萧雄 放着李腾飞 身上 把眼墨在附近的 民居的阴影出去 曲胖三挤到了副驾驶室来 一边给自己系上了安全带 一边 若有所思的说 这家伙 身上有故事啊 啊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曲胖三又叹息道 说你觉得这人修为如何 我愣了一下 珍珠了一会儿 方才说 他呀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还行吗 在当今之时 算得上是一流的高手 倘若是再配上飞剑 却也能算得上是一号人物 曲胖三笑了 说你看人挺准的 不过 又还是差了一点事 我说这话怎么讲啊 曲胖三看着我 说你觉得一个能够 独闯白城子 而且还杀了一个来回 队中逃出来的家伙 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这白城子 是老虎的屁股 有几个人能够摸的呀 我一开始还并未觉得 但是经过了今天这么一遭 多少也感觉到了白城子的森严之处 除了各种各样的古怪的法阵 精致的人手 缜密的计划和精密的设备之外 还有许多的顶尖高手 是我们所不了解的 不但是我不了解 就连很多体制内的人 也未必知道像马厄鬼 梁殿墓 楚娘子和李皇帝这些人 他们呢 一直藏在阴影处 在那儿 元朝一脉之上进行修行 默默守护着白城子 然而这李腾飞 却凭借着一己之力 闯入其中 并且趁乱逃离了去 若说 但凭着自己的手段 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再加上 他刚才与我们交流的时候 好些地方都很避讳 寒寒呼呼 显然也是有问题的 我说你觉得是什么呢 曲榜三指着我 说你当初没入行之前 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伙 每天为了吃饱穿暖 挣扎在贫困线上 需要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生存 然而几年的时间 却成长为了现如今的模样 这是为什么呢 我没有回避 直言不讳的说 巨蟹骨 倘若没有他 再加上运气 我说不定早就死了 曲榜三拍手 说对 你既然能够上演这样的奇迹 那为何别人不能呢 说你的意思是 那李腾飞也有奇遇 曲榜三笑了 说是与不适 这事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他给我的感觉很奇妙 现在的局势当真是越来越好玩 各路的牛神蛇鬼粉末登场 真的是让人好期待呀 他没心没肥的笑着 仿佛这事越乱越有趣 这车呢 被我一路开回了之前那处军用机场附近 在一处附近的小院子里 我们找到了联络人 并且与在京都那边等候消息的徐淡定联络上了 只是 这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徐淡定果然没睡 他似乎一直在等待着我们的消息 没打两下 电话就接通了 最后他问起了我此刻的情况了 我告诉他 我受了一点伤 而且呢 精神有点力竭 徐淡定告诉我 说他在白城子那边的内线 告诉了他一些消息 不过 有一些凌乱 不完整 他想亲自 听我跟他谈及那一夜的事情 我没有句句 而是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起来 从化身为袁骏 然后与马松松混进白城子 众刑犯监区开始说起 一直到后来 司马顾等人 准备对林启明等人进行栽赃击毙 到李皇帝等人 将我堵在监牢里 再到我一个人单挑群雄 又到了我用那种神剑引雷术 将那恶龙虚无给轰下来 李皇帝发话 让我离开 这些事 一件件 一桩桩 事无巨细 被我一一说了出来 我没有任何的遗漏 最主要的是怕影响到徐淡定的判断 毕竟我们这边的战斗是结束了 但是他在京都那的事儿 却还没开始呢 明天的时候 方才是他和李浩然等人的反击 也是毛山宗与龙虎山 以及江湖势力 熏贵势力 龙脉家族的一次反扑 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办妥的话 后面很多事情 就能够按照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 而如果失败了 很难想象 一旦他们和这些支持者失势 那么 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 武副局长那帮人将会如何反扑呢 而无数的栽赃陷害 也将分成而来 说不定几个月之后 我们身边这帮人 全部就都变成了通缉犯 如果是这样 那可真是让人绝望啊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担心 所以 我在说完了之后 问徐淡定 说是否需要帮忙啊 我们可以立即反经 徐淡定听完李皇帝 将我放走的事情 沉默了许久 却是松了一口气 他说林奇明他们既然没有事 那就说明 上面对他们态度啊 还是公允的 只不过 也是想将大师兄引出来而已 武副局长 他们在背后推波主拦 甚至造成了功臣惨死的事情 这事 总体有人负责 我这边问题不大 你既然受了伤 那便在那休养 等我的消息吧 与徐淡定 沟通电话之后 天色已经有些潜亮 不知不觉 一夜都过去了 我有些困意 打了个哈欠 问去胖三 要不要睡 他摇了摇头 说出去办一点事情 你在这休息吧 我问他 说办什么事 需要我帮忙吗 徐胖三哈哈一笑 说算了吧 你忙碌了一夜 且休息吧 那事 我也不是很确定 那回头 再跟你讲 徐胖三 在这个时候 还偷偷摸摸地跑出去 不用猜 肯定是有事要做 不过他是我朋友 又不是我手下 他想做什么 想告诉我的时候 自然会说 而不想说的时候 我又去问 去管 难免会让人不喜欢 即便是我和 屈胖三的关系 也是如此 毕竟 每个人 都需要一定的私人空间 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 我正是因为在这方面 做的还算不错 给人的感觉 是相处起来 十分的舒服 屈胖三 才会乐意 跟我整个天混在一块 屈胖三离开了 而我则留在了 联络人的小院子里 我这一夜 确实也是累极了 无论是连环的交手消耗 还是身体上受到的伤害 都让我困意连绵 不过即便是如此 我还是努力的盘腿坐着 行李变气 气行周天 将整个身体和经脉 都调养妥当之后 方才按照 尘团胎息诀的手段 进行侧悟而眠 这修行 每时每刻 从不停歇 越云交手 越让我感觉到了一种 强烈的 到极点的那种压迫感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这句话 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当初我参与天下十大评选的时候 瞧见那五十人的大名单 自以为天下英雄 皆在我的眼中 然而回头一看 却不尽然 民间的其人意识 可不仅仅只是那些人而已 后来毛山遭急之时 涌现出来的敌人 特别是那个千通王 就让我们为之惊骇 再后来就是白城紫炸 抢手如云 在这样的世界里 想要有尊严的活下去 那九地比他们变得更强 而这些荣誉和尊严 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需要每一天 每一刻的积累和感悟 时刻准备着 感受到无时无刻的压迫感 方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我这一觉睡到了天黑 无吗 爬起床来的时候 我打开窗户 外面三两灯火 不知时辰 我出了房门 洗了一把脸 发现客厅这儿也没有人 便走了出来 喊了两声 联络人依旧不在 旁边的房间 倒是走出了一个 梳着羊脚辫的少女来 十一二岁的样子 冲着我说 叔叔 我爸爸刚才有急事 临时出去了 说你要是醒来了 厨房里跟你留了饭 这少女 我来的时候并没有瞧见 听她这么说 我才知道 她是联络人的女儿 我简单跟她聊了两句 知道她叫做何花 我让何花带我去洗澡间 简单洗漱一下 这小姑娘 手脚勤快地把饭给我设好了 我抵挡不住人家的热情 吃了一些 然后问 说你爸爸有没有说 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小姑娘摇头 一问三不知 我有点头疼 吃过饭 就只能跟着小姑娘 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前 有一搭 没一搭地聊着 小姑娘对我倒是挺好奇的 说叔叔 你会功夫吗 啊 我愣了一下 说会一点点 这小姑娘 一脸仰慕地望着我 是我听我爸爸说 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你能够一下子 穿到房顶上 对不对 我摸着下巴 口笑着说 这还真有点难度 这两人聊了一会儿 屈胖三回来了 他瞧见我在院子里 跟小姑娘聊天 吹了一个口哨 然后朝我姐妹弄眼的 那小姑娘不知道 是吃了她什么亏 瞧见她 心慌意乱地招呼一声 就往屋子里躲去 屈胖三笑嘻嘻地跑过来 坐在人家小姑娘的凳子上 摸了摸上面 说嘿呦 还挺热乎的 我说你就耍流氓吧 人家小姑娘 都给你吓到了 屈胖三朝着我扎眼 我不是 是不是打扰你胖妞了 对了 我听杂猫小道说起 你学了他们 毛山聪的双修之法 叫做什么皇帝玉女经来着 是不是有点心痒 想找个小妞试试啊 我瞪着她一眼 说滚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了 屈胖三越发开心 说不过呀 也不是我说你 像这样年纪的小姐姐 这身体发育都不成熟 你这么做 有点禽兽啊 她没脸没皮地 说了这么几句话 然后问我道 说那个傻大哥呢 屈胖三问 是我们这样的联络人 也就是 何华的父亲 我耸了耸肩膀 说我也是刚刚醒来 没瞧见人 说是有急事出去了 屈胖三点头 欧了一声 我说你呢 出去忙了一天 都干嘛去了 屈胖三嘻嘻笑 说忙了一天 我的老哥儿友 你真的是睡糊涂了 都已经过去两天时间了 你以为才过去十来个小时 两天时间 我顿时就懵了 揉了揉脸 说我这他妈也真能睡 都成猪了 屈胖三让我举起手来 帮我检查了一下伤口 然后说道 倒也不是你能睡 主要是你现在修炼的那睡工 就在你睡觉时 帮你修补伤势的功效 你受了伤 所以时间就长了一些 不过这样也好 你睡觉起来 伤势全好了 都省了去医院了 我哈哈一笑 又聊了两句 这时 院子外传来了点动静 没多时 这门开了之后 联络人 就带着另外两个人 走了进来 我抬头一看 去见来人竟然是 袁骏和马松松 两人瞧见了我 远远的朝着我敬礼 然后走上前来 与我打招呼 我此刻 也是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不过 倒也是没有惊慌 站起来与他们打招呼 随后在联络人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东乡房谈话 进了屋 这援郡率先开枪 我来的时候还在想 到底是哪冒出来的高手 能够让白称子这伙人 那帮大佬都给屈服了 却不曾想 竟然是江湖上 近来传得沸沸扬扬的 千面人图 我有点尴尬 说那样的破名号 以后别当着我面说起 真的是太丢人了 这马松松说怎么会呢 听起来很霸气好吧 啊 这两人异口同声的话语 让我顿时有点迷茫 是我的观念太落后了 还是他们审美的角度 与我万全不同 千面人图 怎么听 都不是那种正派人物的外号吧 用来吓小孩 倒也是差不多 双方简单的寒暄了一会儿 气氛没有一开始那般僵硬了 我这才问道 说你们怎么来了 袁俊苦笑了一声 说我们这事 虽然表面上做得不错 但是啊 李皇帝何等人物啊 如何能够 不知晓 我们在其中办的角色 他是个眼里不容沙子的人 虽然没有为难我们 不过还是安地里让人来通知我们 让我们最好离开白生子 免得大家彼此脸上挂不住 啊 我有些抱歉 说对不起 这一次是我害了大家 马松松摆了摆手 说可别这么说了 其实任何心存异心之人 落在他们手里 都没办法待下去 这事我们在行动之前 就已经想清楚了 而且现在其实也算还好 至少他李皇帝对我们呀 还算是客气的 留住了颜面 那位司马顾和其余几个人 可就惨了 直接入狱 从看守变成了囚犯 而且还是对煎熬的水牢 天天与鼠作伴 想想就害怕呀 他这般宽慰我 但我还是有些郁闷 我说那个李皇帝 当真是一点容忍质量都没有 难不成他以为在白城子 他真的可以一手热天 这袁骏和马松松 显然不太愿意去讨论 往日的旧上司 说了两句 这袁骏说道 其实这也挺好 白城子的确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 不过就是单调无聊 现如今跳出了那 徐老大又答应 帮我们调到外交部去 跟他一起混事 这也是塞翁是马 言之非福啊 我说你们要去跟徐淡定混了 马松松点头 说对 本来可以去别的地方 不过他问了一下我们 我和袁骏都觉得 跟着徐老大混 比较有前途 所以就做了决定 他们两个人 有了下家 看起来是比较满意的 我的内疚啊 方才少了一下 又问起了 我离开之后的事情来 两人告诉我 经过了前天那么一闹 白城子其实损失严重 死伤不少 而且不少建筑被毁了 还差点引发立场暴乱 不过好在啊 这白城子的实力 还算是可以 并且 及时封印住了那条恶龙虚无 故而问题啊 倒也不是那么大 紧接着 就是内部的清理 司马顾和他的同伙 算是第一批 李皇帝和身边的那帮 白城子的大佬 可就不会客气 直接将其 扔进了水牢里面去 他们算是第二批 不过手段 不过手段 确实千差万别 援军告诉我 说之所以如此 他和马松松分析了一下 一是他们 身后的徐淡定 和那些人面子 但有一个 估计也是给我面子 如果没有我 对于白城子 李老大 李皇帝来说 他们的行为 其实和司马顾 相差不多 随后就是林启明等着的离开 在天一亮 三人就离开了 据说是进了京 还有许多的后续工作 两人挑重要的来说 随后告诉我 说他们准备跟我们一起回京 跟徐淡定去汇报工作 我当然表示欢迎 聊了一会儿 曲胖三摸着肚子 说饿了 问袁俊两个的意思 也是想喝点 于是就张罗着 置办了一桌韭菜了 我们刚吃过饭 并不饿 于是回房间里 收拾点东西 结果 刚刚回到卧房 突然听到窗边 有点动静 我这心中一跳 一跃过去 将窗户挑开 就瞧见外面 站着一个人 小龙女 彪汉妹子 要入伙 我没有想到 这位来自白橙紫的小龙女 会出现在我的窗外 而对方 却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快地反应过来 所以 这窗户挑开的一刹那 两人顿时就是 大眼瞪小眼 不知所措 好一会儿 我方才反应过来 用着带着南方 声口音的普通话 说道 呃 你 戏边哥 怎么随随便便 闯入别人家的院子呢 我这一开口 这小龙女 就又愣了一下 好几秒之后 方才笑了 说你哄谁呢 装不认识啊 我说我真的是不认识小金尼啊 敢问贵姓 小龙女之前 大概是想要在外面藏一会儿 此刻被发现了 却是自暴自弃 从那窗户 直接跳进了里边的屋子 打量了一下房间 然后皱着眉头说 少装了 我这一路 跟着袁俊和马松松过来 刚才你们在那密谋的时候 我就在边呢 说的什么我都一清二楚 这时候给我装傻成愣 未免也太没意思了吧 我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小姐 现在离开的话 我就不计较你闯入这民宅了 小龙女盯着我 然后说 你是 千面人徒路言吧 袁俊和马松松去外交部 跟那位徐老大 这应该都没有错吧 他说的很慢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听到他 说出了这么几个简单的信息 我便知道 再装下去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皱着眉头说 你秘身形的手段 当真不错 居然叫我们都给瞒了过去 小龙女得意地说 那是自然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话 我还怎么混 我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袁俊和马松松 是你们故意放的吧 小龙女点点头 说这是自然 要不然我留着 他们有什么用啊 你觉得两个背叛了 白称子利益的人 能够这么 胡伦各的离开吗 我说我们都两清了 还有什么事 小龙女盯着我 说这位小哥哥 不要一副 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好吗 我们白称子 对你可算是不错了 你擅自闯入 却全身而退 这天下间 没有几个人 能做到这一点 我说然后呢 小龙女说 然后我们还那么 给你面子 将这两个帮助你 混进白称子的家伙 给完好无损的 给送出来 而且还捏着鼻子 不在他们的档案上 留下什么 这一点 你不应该感激我 我笑了 说 你笑我怎么感激你 小龙女说 你带着我就成了 我说你这是准备卖身 小龙女气得笑了起来 说你想什么呢 我是 说我想跟你在一起 在这江湖上历练一番 李叔说 我本事虽有 修为也够 但到底 还是欠了一些历练 就好像 那温室里的花朵 经不起 寒风的摧残 也扛不起白称子的大旗 更不可能达到 当年亡红旗的成就 所以啊 让我跟你历练一番 摸摸我的性子 我一脸晦气 说偌大的江湖 有的是给你浪的地方 何必来招惹我呢 小龙女嘻嘻笑 说李叔说 当今天下 高手无数 但如会行一般 突然崛起的人不多 他找人问了一下 断定你就是近来 崛起的千面人徒 从一个 岌岌无名的小角色 一路窜红 现如今 便成了毛山聪的 外门长老 这样的人物 必然是有着 过人的本事 和处理事情的情商 让我跟着你一起 多少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我不愿意带着 这么一个小尾巴 说我可不是什么好人 小龙女说不 我听李叔说了 你在这江湖上的名声 虽然不好 还叫了一个 一听就是大反派的外号 但人还不错 那天你出手的时候 从不伤人 就知道是值得信来了 我苦笑 说你看错了 我真的很不好 跟着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求求你放过我吧 小龙女瞪了我一眼 说你真不愿意带我 我说男女受受不欠 我平白带一妹子干嘛 又不能洗衣服 又不能做饭 关键时刻 还不能用 小龙女呸了我一口 然后说 你既然这样 那我也不求你 回头打个电话 把元俊和马聪聪 给抓起来 好好让他们知晓一下 吃里扒外 背叛了白生子 到底是什么下场 啊 我的脸都黑了 盯着他 说你这是在威胁我 小龙女笑了 说我哪里敢呢 您是江湖上 大名鼎鼎的千面人徒 据说毛山一役 您光一个人就斩杀了两百八十人 血流成河呀 我屈屈一弱小女子 哪里敢跟您硬碰啊 我只不过是执行公务罢了 这小牛的话 让我的脸颊顿时就黑了下来 我有点头疼 好一会儿 我方才从被威胁的郁闷之中 走了出来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时候告诉你吧 带不带你 这事儿还真决定不了 需要另外一个人 点头肯定 这小龙女眼睛一亮 说谁呢 我说屈胖三 小龙女嘻嘻一笑 说我就知道 来的时候 我外公特地跟我科普过来 说这家伙 肯定是什么大神转世 盯大一点的孩子 有着超出卓越的成就 他还给我做了一个比喻 说你们两个 就像当年的铁齿神算 刘和一和一字剑一般 他是你快速崛起的幕后黑手 对不对 我一任无语 推门而入 客厅那已经摆开了桌子 连路人和他女儿荷花 手脚麻利的弄出礼桌火过来 而屈胖三和袁俊 马松松则在旁边帮忙 几个人显然是饿了 手忙脚乱 一脸的期待 乔建武和小龙女 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正站在椅子上面 掐腰指挥的屈胖三 吓得是一个亮枪 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而袁俊和马松松 更是一脸惊诈 有一种转身欲走的冲动 不过 他们还是强行忍住了这个想法 脸皮比较厚的马松松 冲着这边笑了笑 说道 真强啊 龙金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小龙女吃着脚 笑嘻嘻的说 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呀 袁俊瞧见我一脸郁闷的样子 知道我的身份 已经被小龙女揭穿 不由的苦笑 朝着我抱歉 说对不起 我摆了摆手 说没事 小龙女瞧见 这现场的气氛 这般的僵硬 忍不住的扑斥一笑 说 别弄得好像 建造了对头一般好吗 我不会做什么事的 恰恰相反 我是过来投靠他的 哎 这位小帅哥 想必就是传说中的 河东驱师了吧 驱邦三稳住身子 双手扶在椅子的靠背上 下巴搁在上面 饶有兴致的说 对啊 你听说过我 小龙女眨了眨眼睛 说对 我对你啊 一直很好奇 有个问题 你方便回答我吗 驱邦三说好 你说来听听 小龙女说 他们都在猜测 你到底是哪位大拿转世 你能告诉我吗 驱邦三愣了一下 摸了摸鼻子 这才说 我的前世啊 是一个王子 后来被女巫变成了青蛙 想要年轻 美丽的女子一个本 才能恢复成人形 你要不要试一试 是不是能够拯救我 她话还没说完 嘴唇就给另外一张 娇嫩如花般的鹰唇 给堵上了 小龙女 出人意料的上前一步 所有的人 都猝不及防之时 驱邦三就被亲了一口 让所有的人 都没有能够再说出话来 驱邦三的小脸蛋憋了通红 几秒钟之后 她猛的将那妹子 给推开了去 我本以为 那个小色狼 会开开心心 结果 一向彪悍无比的驱胖三 居然眼泪都快出来了 难过的对她说 我的初吻哪 本来想留给朵朵的 天哪 驱胖三有点崩溃 小龙女却得意洋洋的说 嗨 我都亲你了 结果你还是一个小胖堆 看来刚才是骗我的呀 驱邦三冲着我叫 说 鹿言 管好你的妞 否则别怪我给你翻脸 我一阵误语 说跟我有半毛鲜关系 驱邦三一论 说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等着我解释 旁边的小龙女 便说道 是这样的 我决定跟着陆言一起在江湖上历练和学习 他不肯 说需要你同意 驱胖三连忙摇头 说不 我不同意 小龙女盯着他 立刻说 你要是不敢不答应 我就立刻把刚才 你亲我的事 告诉那个什么朵朵 你 驱胖三 一向都是小流氓的状态 此刻却被一女流氓给调戏了 顿时是欲哭无泪 斟酌了几秒钟 他最终还是颓了 无助的说 明明就是你亲我 小龙女羞红着脸说 明明就是你骗人家亲你 结果 却倒打一耙 你真的是好坏呀 嗨 我要不要跟朵朵说一下呢 驱胖三抱着头 痛苦的说 好了好了 我答应了 不过事先声明啊 你以后离我三米开外 不要靠近我 小龙女冲着他眨了张眼睛 说好啊 我是没问题的 驱胖三瞪了我一眼 说管好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而这个时候 小龙女一排手掌 说呀 你们是准备吃晚饭吗 吃火锅啊 太好了 有同好喝辅助吗 喝什么酒 马奶酒好不好 有没有白酒 这天冷解寒 小龙女 以一种强硬的姿态 闯入了我们的行列之中来 她用援郡和马聪聪的安危 威胁了我 再用一个湿漉漉的吻 将平日里无比彪悍的驱胖三 给弄得服服帖帖的 最后 她在席间 也表示出了一种泼辣的一面来 那种香喷喷的马奶酒 人家当饮料来喝 大呼小叫的 跟驱胖三几个抢肉吃 又与袁俊 以及马聪聪道歉 和言细语 将两个心怀内疚的家伙 弄得喜笑颜开 忍不住的敬酒 随后 联络人 让荷花军动 来了几瓶老白肝 这小龙女居然 也是不借 开启了瓶子 居然 就当起了 劝酒的角色来 联络人是东北的大兄弟 这嘎的都是活雷锋 又好客 又能喝 这位小龙女 也不很了解 不知道我们这儿 这么多事 有人帮帮劝酒 他自然是开心得很 于是热情的招呼着 我们喝着喝着 随后就唱起了 草原的住酒歌来 那叫一个热闹 实在是推脱不得呀 小龙女也不甘示弱 张口就来 红叶像苍天 天空有多遥远 酒喝干再震满 今夜不醉不完 酒是好酒 火锅 热辣辣的 屈胖三 喝多了酒 人就不再矜持 也没有了刚才那种 嫌隙 嬉嬉笑着 轰着眼 最后 拦着小龙女的胳膊 拍着声扶说 小妞 我跟你讲 跟着大人我呀 保准 没有人敢惹你 谁他们要是敢惹你 抱我屈胖三的名头 就是了 小龙女痴痴的笑 说好嘞 以后也就是我老大了 来 咱们拉钩 在酒精的刺激之下 屈胖三黑黑的笑道 说来来来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便 事宜 屈胖三难得喝醉了一会儿 居然还吐了 折腾了大半小 弄得我是郁闷不已 第二天 屈胖三醒过来 精神有点萎靡 躺在床上 有气无力的说 哎呀 鹿言啊 你这个婆娘 实在是太厉害了 后来 荷花又拿了 五瓶五十二度的二锅头来 算起来 她总共喝了好几斤 真的是厉害 我早早的就起来了 找荷花弄了点热水 拧了一把热毛巾 给她洗脸 听到这话 忍不住的说 你脑子进水了 她可不是我婆娘 屈胖三擦了一把脸 感觉好受理气 这才说 不是你婆娘 难道是我的 我说我跟她真没关系 这话 你以后别乱说 我有正经的女朋友 你也是知道的 她在东海蓬莱岛呢 屈胖三说是虫虫吧 我知道 不过所谓的女朋友 不就得天天待在一块腻乎 到了晚上 还能深入了解一下 弄点男女之间的事情 你跟她虫虫 弄过那事没有 你问的好直接 有点郁闷 不过还是老老实实的说 没有 屈胖三捂着肚子笑 说靠 什么事都没发生 你还要好意思 说她是你女朋友 等等 陆言啊 我问你 你不会连虫虫那小手都没摸过 小嘴都没亲过吧 我恼怒 说怎么可能呢 我亲过的 就是那一次 我们去蓬莱岛的时候 屈胖三笑的快差劲了 哦 照你这么说 这亲个嘴 就算是确定关系 那我昨天还跟那妹子亲过呢 我瞪了她一眼 说你正经点 要不然 我就把这事告诉朵朵 朵朵到底还是屈胖三的软肋 一提这个 她顿时就没气了 不过 还是劝我 说你跟她虫虫呢 连异地恋都不算 人家异地恋 为准还打个电话试试频 讲点小骚话 为己相思之谷 你呢 真的是 这妹子还可以 你可得把握得住 我呸了她一口 说你先前可不是这态度 你还管虫仲叫嫂子呢 屈胖三瞧见我认真了 便不再开玩笑 而是问道 行吧 你不上 我还真不能横在后边 给你推屁股 说吧 这位到底是什么来的 我知道她玩那里是过了 现在开始认真思考起 小龙女的去留来 于是将我了解的情况 跟她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啊 听完我的讲述 屈胖三愣理 说你是说 他分了那条真龙一半以上的积蓄 又融会了白成子的众家所长 他们白成子甚至还宣布这小妞 五年之后将会成为天下第一的存在 我点头 说对 屈胖三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说他们到底哪来的自信 他笑的大声 结果窗外传来了一阵咳嗽 说你们在背后议论别人 说坏话的时候 能不能别那么大声 啊 这声音却正是小龙女的 屈胖三听到 拍着床边喊 说你偷听墙脚也就算了 没事 还参与这什么讨论是什么鬼啊 窗户被推开 露出了小龙女俊俏的小脸来 她黑悠悠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然后认真地说道 为什么李叔 我外公 还有白成子所有人都认可的事情 你们却觉得这么可笑呢 屈往三问 天下第一 小龙女认真地说 对 就是这个 屈往三打了一个哈欠 然后说 那是因为你们拿来对比的对象有问题 或者说 你们没有见过 站在这个世界上 顶尖的人物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解 同学重逢 小龙女 好奇宝宝一般的模样 随后问 这天底下最顶尖的人物 到底什么样了 屈往三摇头 说我不知道 不过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我现在认识的一帮人里面 你别说五年之后了 就算十年之后 也未必记得上他们呀 小龙女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说是谁呀 屈往三却并没有回答 而是怂了怂肩膀 然后说 所以呀 你的想法 是想见一见这帮人 找知己知彼 好为你五年之后 成为天下第一做准备了 小龙女说对 屈往三笑了 说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 我自然会成全你的 也会让你跟着我 不过 在此之前 我们得约法三章 你要是愿意 就得跟着我们 若不远 咱们呀就一拍两散 你一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东木桥 如何 小龙女说好 你说嘛 屈往三竖起了第一根手指 说这第一呀 得服从指挥厅命令 跟着我们呢 就得听话 别我们往东 你往西 我们年狗你追击 当然 我不会强迫你 干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是底线 可行吗 小龙女点头 说没问题 屈胖三又说道 这第二呢 就是断了跟白城子的联系 我可不想自己的行踪 时时刻刻 被白城子 以及所有知晓的人掌握 你若是有这样的想法 趁早就别跟我们一起 小龙女说 你这个要求啊 挺合常理的 不过 我要是想他们 可怎么办呢 屈胖三笑了 说你随时可以离开呀 我们又不是求控你 可没有把你们 白城子那霸道劲 给带过来 这小龙女更加郁闷了 说如果是啊 我若是回来 这上哪吵你去啊 徐胖三说 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擅自离开 就代表着我们的合作结束 这是第三点 若是答应了 我们机长蒙事 虽无学咒 但是各凭本心 若不答应也没事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小龙女思索了一会儿 发现这三点啊 其实都不难做到 也没有太多的限制 所以她很干脆的就点了点头 说好 两个人机长 完了之后 小龙女反应了过来 说不对呀 我不是要跟着陆岩的吗 怎么变成跟你的约定啊 徐胖三捧腹大笑 说你跟着我比跟着他强 那家伙无趣的很 倘若是没啥事 定然就是个老婆孩子热炕头 胸无大志的角色 你要不想当那通房大丫头 就还是得跟着大人我 比较有趣 小龙女的脸红了起来 看着我 说陆岩呢 我先给你讲清楚 跟着你历练 是李叔叔 让我做的 可不是我的本意 你别对我产生什么想法 不 想一想都不可以 知道吗 我松了一口气 说好好好 我绝对不会 我说的如此的坚决 小龙女的脸上反倒是挂不住了 瞪着我 说呀 你什么意思 本姑娘有那么不堪吗 就入不得你的眼 啊 好吧 这女人啊 女人 果然都是一般的模样 昨天喝了一顿酒 今天又是约法三章 小龙女 这就算是入了火 曲胖三聊了一阵 精神好了一些 然后说道 陆岩呢 你给徐淡定去个电话 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能一直就在等在这 你现在伤势也好了 看他要是没事了 我们还得回毛山去呢 我却想起了另外一件要办的事 说磁元阁的方志龙 还在白城泽里蹲着大牢呢 黄胖子 确实在亡命天涯 这事咱们得管呐 不然的话 回不了毛山呐 曲胖三点头 说对 那小子人挺好的 我找到了联络人的方式 又拨通了 刑堂 以及徐淡定的电话 一开始的时候 一直没人接 过了好一会儿 那边打来了是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而那个人呢 就是吴胜 他对我们说 他去了总局 参加什么特别安全会议 昨天晚上去的 一直到现在还没出来 不过 他已经交代过了 为了让自己 先到京都来 他安排过了 你们回来的时候啊 我呢 去接你们 我说 怎么会这么久 到底是什么事情 不顺利吗 吴胜那边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说 事情可能 有些变故啊 事情 的确是有些变故 就在徐淡定这边 与龙虎山一脉 再加上 大量的朝堂势力一起 把握着证据 准备对 武副局长进行弹劾的时候 这武副局长居然 提出了 辞呈 他的理由 有很多 不过 却都只是一些 挑了不痛不痒的问题 避重就轻 武副局长退下来了 结果搞了 李浩然 十分的郁闷 就好像一拳 打在了棉花里一样 没有受到利的地方 很快 就憋出了内伤 不过事情 既然已经准备好了 如同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即使武副局长 自请离职 但是李浩然 以及众人 还是如同约好了一班 进行弹劾 并且 将武副局长 这些日子以来 干过的种种事情 都给翻了出来 对于这件事 对方显然 是早有准备的 一点也不慌张 对一些证据 尚不完善的事情 他们直接来了个 一推625 完全不承认 有这么一回事情 而对那些 证据确凿 实在是没有办法 推脱的 他们也会在这个时候 及时的推出 早已安排妥当的 一些替罪羊来 让他们主动 承认错误 而武副局长 和几个围守者 则变成了领导责任 当时的局势 十分的复杂 可以说 武副局长 以及他身后的 众人的举动 让事情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当然 退让 并不只是 仅有的手段 这帮人另外 还准备了许多的事情 将涉及其中 中立 以及战队的双方 都给拉了进来 翻出了种种的 陈年的旧事 意图给上面 一个信息 那就是 大家的屁股 谁都不干净 正是因为如此 使得这一次 蓄谋已久的弹劾案 被瓦解了去 而对于 武副局长的指控 虽然上面 得到了反馈 但最终 还是将事情 交给了 总局政治处来调查 这事 可跟之前 预料的不一样了 事实上 为了防止 武副局长 几乎穿着一头裤子的 那 严副局长 过来捞人 这边的想法 其实啊 是想借助 民雇委的力量 进行调查清醒 民雇委 全称是 民间顾问委员会 是专门设立 对接民间 修行者的单位 有人称啊 重要程度 与中雇委 有的一拼 中雇委 什么意思 则记百度 这每一位 民雇委的成员 都是德高望重之辈 如果能够 请得了 民雇委的介入 那么对于 武副局长 和严副局长的联合 便能够 一手遮天的局面 得到相当大的化解 但是这个提议 最后 还是没有获得 上面的认可 情况在发酵 总局一片混乱 各部门相互攻坚 大家推脱 最终的结果 是上面派遣了 中央的调查组 专门过来调节此事 并且将相关的人员 都请到了总局会议室 闭门开会 这一开就是好几天 这些就是 吴胜所知道的一切 他也是一头雾水 希望我能够回到京都来 以应对 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吴胜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从他的话语里 让我感觉得到 他对于接下来的情形 其实并不算乐观 这吴胜挺忙的 说完这些 便结束了通话 到中午的时候 联络人帮我们找到了 返回京都的飞机 然后送我们离开 经过漫长的飞行 我们抵达了京都的南院机场 袁郡和马松松 自有屈处 出了机场之后 便与我们告辞 而吴胜 则是在门口不远处 等待着我们 瞧见我们身边的小龙女 吴胜有点惊讶 这个时候 小龙女已经是正常人的打扮 清爽的白色运动服 加上马尾辫 就好像刚刚上高中的 一个女学生 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双方的名字 然后带着屈胖三 小龙女就上了车 在车上 吴胜是欲言又止 显然是在顾忌 这小龙女的身份 不敢说太多 屈胖三却笑了 说你别管他 他就是一花瓶 摆在那的 你有什么就说什么 没事的 得到了屈胖三的兜底之后 吴胜方才说道 你有一个朋友 叫做文明 联系到我们 说让我告诉你 你回京了 去这个地址去找他 他递过一个条子 我接过的一看 是一个地名 上面的确是文明的字迹 记住纸条上面的字之后 我大拇指和食指用尽 将纸条碾成了粉末 然后问道 说他是怎么找到你们的 吴胜笑了笑 说总会有办法的 他没有说太多 显然也是有点顾忌到 小龙女这么一个外人 相关的联络细节 都不便会讲出来 这我可以理解 然后说道 于大哥的会议开完了没 吴胜摇头 说没呢 都在等着呢 我说我们接下来去哪呢 吴胜说去茶馆 罗胖子给你准备了个休息的地方 我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先去会一会我的朋友 吴胜点头 说没问题 他递上来两个电话 说我 罗胖子 还有徐老大的电话 都在这里 随时保持联络就行了 吴胜十分的爽快 而就在我说出了意见之后 立刻就把我送到了 这条子附近的地址 让我们下车之后 他就扬长而去 小龙女 眯着眼睛 打亮着远去的 劳斯莱斯 银丝的幻影 说这车 好奇怪呀 我说你对车 还有研究呢 小龙女摇头 说感觉跟别的车不一样 我呵呵一笑 说这车可贵了 一脸千万 一般人呢 这辈子 都没有做过 小龙女翻了下白眼 说才一两千万 我在白城市 还做过久久主战坦克呢 这也没什么呀 啊 好吧 算你赢了 按照地址 我们找到了一处 仓储中心来 门口有人守卫 我报了文明的名字 打对方 打亮了我一眼 然后用通话器 联络一番 随后经过 层层的检查工具 方才将我们放了进去 走到第二道门的时候 走进了一个女人 我看着很面熟 不过想想 却又不知道叫什么 我愣了一下 对方却笑了 说陆言 好久不见 这对方一开口 是浓重的香音 随后 我一下子 就跟印象中的人 就对上了 十分惊喜地说 牛娟 你是牛娟 牛娟笑了 说对 是我 我说你怎么会在这呢 牛娟说 这文明没跟你说起 我现在跟他一起混吗 我这才想起来 这文明好像的确 有跟我提过意思 激动地说 我们可是有些年头 没见过了 怎么样 过得还好吗 牛娟说还行吧 老同学 你不知道我 但是我呀 却一直都听到了不少 关于你的消息 挺震撼的 想不到我们一届的同学里面 居然出了你和文明 两个八家的大人物 让我每一次想起来呀 都很开心 先不说 我带你呀 去见文明 他带着我们往里面走 转过了两道卷扎门 又来到了另外一处空间来 还通过机关 来到了地下室里面去 最后走入了一道关口 推门而入 我瞧见了文明 他的脸色 比往日更加的苍满 瞧见我们进来 满是歉意的说 抱歉 没有能够去接你 我说客气啥呀 都是自己人 再说了 你让牛娟过来接我 真挺让我惊喜的 不过说实话 你这儿的安保措施 还挺复杂的 挺像那么一回事 说吧 我跟他介绍起身边的人了 去胖三之前就见过 小龙女是第一次 我简单 讲了一下她的身份 文明有点诧异 显然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带着一白橙子出身的女子 不过 她是那种性格很内敛的人 不会贸然将心头的诧异表现出 所以啊 只能是朝着小龙女点了点头笑了笑 也不多问 文明给我解释 说最近风头有点紧 我这般又跟清辉同盟 就闹崩了 所以才会如此 我听说你们之前来过京都 应该找过我吧 我说对 联络地点 外面有人埋伏 就没有进去 这到底怎么回事 文明苦笑 说也就是说 是被清辉同盟会的 有关部门的人给阴了 我损失了一些人 有点忙了 没时间处理 我说清辉同盟会这帮家伙 很难查吗 文明摸着下巴 说怎么讲呢 这帮人呢 都是有年头的纪念老鬼 最大的那个头头 还是从清末明初的时候活下来的 一身修为身后 我一时半会儿还比不过 而且这帮人 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谅解 当起了狗腿子 十分的难缠 我说需要帮忙吗 文明摇头 说不用 对了 你跟我过来 我有个人给你建议 我说谁呀 文明吩咐道 说牛娟呢 你陪一下龙小姐 曲小兄弟 你跟我们一起不 曲磅三伸了个懒腰 说不了 你们老同学 有些悄悄话 我呢 可不乐意听 万一要是搞鸡的话 我是参与好呢 还是不参与好呢 他的话 果真是不好听 不过大概 也是想要消除 小龙女的不满吧 我跟着文明 走过了旁边的一道门 他带着我往前走 然后说道 那姑娘 既然是白城紫的人 那么 认不认识 一个叫做李皇帝的家伙 我点头 说认识 怎么了 你有事找他 我明说 王明不是说了 要找什么 七人配合之术吗 那手段 就在那个叫做李皇帝的人的手中 只不过双方 见过一次面 有点不太愉快 啊 那个李皇帝 就是龙脉家族中 轻木一脉的人呢 我没有想到他们之间居然还有着这样的联系 正是诧异 却见文明推开了一扇门 这床上躺着一个人 却是许久未见的黄胖子 他浑身尽是白色的绷带 而且还甚至鲜血和浓 死亡宣告 我愣了一下 说他怎么了 文明叹了一口气 说我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这副模样了 还好 我的人呢 认出了他的模样 就得及时 没有死 我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往里边走去 一边问到 说他什么情况 文明说死不了 但是却只有半条命了 我走到跟前来 伸手去他黄胖子的手 发现他已经筋脉筋断 除了心脏 有略微的跳动之外 整个人居然没有几分升级 再瞧见他的周身 到处都是流浓和肾血 看模样 文明已经给他处理过伤口 但是还是没有控制得住 有极为腥臭的那种腐烂气息 从皮肉里面渗出来 让人闻之欲偶 我说确定过有什么情况 文明说 应该是中了毒 我对这个不是很懂 通过关系去请医生 不过是蜥蜴 讲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总是不到重点 另外 想办法去京门 请董行的名医过来 我检查了一下 随后又检查了一下黄胖子的别处 拍了拍他的身体 结果发现 他依然陷入昏迷之中 中毒吗 我最初入门 学的是乌骨之道 陆左的传承到了我这儿 该有的都传了 镇压山巒十二爬门 我也是倒背如流 不过这些东西 我并没有时间将其沉淀下来 故而了解的也并不算多 不过从目前来看 黄胖子身上多数受伤 虽然绑得跟木乃伊一样 但是伤口处一直流出浓血 并没有止下来 再加上腐烂的伤口处 有恶臭溢出 的确是中了毒的样子 倘若是巨蟹骨苏醒的时候 我可以让巨蟹骨 将这毒素给吸出来 简单得很 但是此刻巨蟹骨沉睡 除了我自己之外 它没有办法 对黄胖子起到半点作用 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是谁把他弄成这样子的 闻名叹息 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的人是在阴沟里发现他的 当时的确是有别人在附近寻找 但至于是谁 我下面的人力量不够 也不敢就这么乱追下去 我说黄胖子这个样子 怕是活不了几天了 文明说那位师父已经在路上了 具体什么情况 等人来了再说吧 其实即便是没救了 我也是有办法的 我愣了一下 这才说你是让他变成你的后裔 文明点头 说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就只能是这一招了 当初牛娟也是濒临死亡 这才给我转化了 这事 谈不上好不好 就我个人而言 最是知道这里面的不便 所以 倘若是有希望 肯定 不想让他走我来的老路 我点头 问他 说王明现在在哪呢 文明说之前来过信 说找李皇帝聊过一次 双方并不是很愉快 甚至还吵了一会 不过后来李皇帝提出一个要求 说只要找到那东西 就将那法门交给他也可以 所以现如今呢 估计正帮忙找东西呢 我将我这一次去白成子的事情 跟他讲了一遍 说白成子是龙坛虎诀 那李皇帝也是当今天下的枭雄人物 修为十分的高强 会不会有问题 文明笑了 说他李皇帝厉害 这王明也差不了哪去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 他对王明的修为十分的信任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最后 文明问起了小龙女的来历 我如实回答 他沉引了好一会儿 你觉得他可以被信任吗 别把我们的底子都摸清楚 回头将我们给一网打破 我笑了 说这事儿 曲胖三既然同意 想来应该是有一定把握的 文明是知道曲胖三前世 他的身份的 所以对他也是很放心 既然是曲胖三点头同意 那么问题应该不大 我又问起了关于黄胖子的一些事情了 文明如实作答 我又检查了一番 心中虽然很是担忧 但是却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等回头了 我静下心来 好好想一想 在我所学的种种手段里面 有没有能够帮得到忙呢 出来之后 文明张罗了一张酒席 请我们几个人吃饭 牛娟和另外一个叫做吴格飞的男人 在进行作陪 那位吴格飞也是文明的后裔之一 目前负责京都这边的工作 我们既然是多日未见 聊起分别之后的情形 也倒是不学话题 只不过 多了黄胖子的病情这个阴影 吃的倒也不是很痛苦 酒也少喝 另外 在外人在的情况之下 小龙女比较矜持 并没有那一天的豪爽和彪悍 就像是瘦气的小媳妇一样 吃得可小心了 搞得文明频频看我 大概觉得这姑娘的表现 和我刚才描述的大相径庭 饭没有吃完 有人过来通报 说意识到了 这文明赶紧起身 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说好 酒席之上 已经谈过了黄胖子的事情 所以 曲胖三和小龙女都不避讳 当下也是随着文明 一起去见了医师 医师是蒙着眼睛过来的 一直到我们刚才见面的地方 方才取下了眼罩来 与想象中的老中医不同 这位是一个四十多岁 正直壮年的汉子 脸色有些枯黄 左边的眼睛是白色的 显然是失明了 唯独右边的眼睛 幽黑精亮 显得十分的有神 这医师姓柳 单名一个茶子 在京门这一带 十分有名 人称回春柳 文明对于回春柳 十分的恭敬 拱手说 此番请的先生过来 手段有些粗鄙 还请先生 不要怪罪 回春柳冷着脸 说好 只要答应 给枕金就行了 听这意思 人家文明 是花了大价钱 请过来的 简单寒暄之后 文明领着回春柳 去黄胖子睡着的房间 那房间不大 所以呢 就我们几个人进去了 回春柳 他的脾气不太好 也没有给我们 什么好脸色看 但是 竖的影人的名 这这么大的名气 倒也不是白来的 进来之后 望闻问切的闻 吸了吸鼻子 便说 中毒了吧 文明拱手 说先生高明 回春柳走到了床前来 大概是 打量了一下人 又伸手去耗脉 最后将黄胖子身上 缠着的绷带 给全部取了下来 这过程啊 有点不堪入目 绷带取下来的时候 上面沾染了黑色的 那种鲜血和黄色的浓 整个房间 都充满了恶臭 我都有点恶心 想要呕吐 然而旁边的小龙女 瞧见 却颇为好奇 她双眼 蹬得滚圆 仿佛看见 什么新奇的事 果然 是白诚子 那鬼地方出来的 果然不是正常人 回春柳检查过后 皱着眉头说 这人是干嘛的 维明陪着笑 说是一朋友 回春柳说 你找西医 帮他包着过伤口 对吧 维明说对 回春柳大怒 说他这个样子 还包得结结实实的 你想干嘛 是准备把人 弄成木乃伊吗 维明有点尴尬 说这个 我们也不是很懂 所以 回春柳挥了挥手 说别说了 他耽搁了 最佳的治疗时间 我也救不了了 给他准备后事吧 啊 这话一说出来 我们都急了 我走上前去 说柳先生 不管请你来的人 对你多不尊重 但病人是无辜的 还请你看在 扁确祖师爷的份上 不要妄下断言呢 回春柳 眯着眼睛打量我 说你觉得我是因为 他们对我不敬 所以故意不医治病人吗 我攻手 说不敢 回春柳冷坑一声 走到黄胖子的窗头 将眼皮掰开 说你们自己看 双目无神 魂魄早已游离了 这气息一断 谁也招不回来 他身上重的 应该叫做相思痛 这是一种狠毒的药 具体怎么弄 我不知晓 却知道 他能够让中毒者的伤口 鲜血不停 一直到死亡为止 一寸相思 一寸愁 死前受得 最为痛苦的折磨 连梦中都是痛苦万分 这毒 已经发了好几日了 生命力都被耗尽了 就算是扁确在世 也救不活他 啊 这文明就问 说你有解药吗 灰尘柳摇头 说不知道 这相思痛 是魅族一门的 独门的毒药 外人不能知晓 我也是读过 祖辈的医书 方才知晓这玩意 魅族一门 黄胖子 怎么惹到那帮人了呢 灰尘柳解释完毕 收拾一箱 准备走人 结果这时 曲胖三走上前来 开口询问 这人之所以没救 是因为生命之力耗尽 生机断绝了 对吧 回春柳点头 说对 曲胖三问 那如果给他输血 能不能延缓他的死亡 回春柳摇头 说不行 这输血是吸一的法 那鲜血是别人的 不是他自己的 输再多 也不能给他败来 这分毫的生机 反而会有排斥的反应 加速死亡的到来 之前帮着处理的 那个家伙 多少也懂一些 所以才没有用 你说的这个纯办法 曲胖三思索了一会儿 又问道 说那如果 我能够将他的生命之力 给增强 然后在这段时间内 将那相思痛的解药找到 这人是不是就有救了 回春柳冷冷一笑 说这法子倒是不错 不过 你如何增强他的生命力 小朋友 别一想天开了 你们真以为 我不想赚着枕金 那是没办法而已 我可以说 这长江以北 我柳茶说了没救 那就是没救了 你找谁都一样 曲胖三 朝着我示意 我点点头 摸出了一物件来 说先生 您看看这东西 曲胖三 让我拿出来的 是我手中剩下的 唯一一份 毒龙壁火的精血 这玩意儿 能够极大刺激 人体的机能 并且让人的断肢重生 澎湃的动力的源泉 对于维持人的生机 以及体能 应该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而那位回春柳 皱了一下眉头 瞧了一眼 却又都说 没听过这玩意儿啊 你们到底想干嘛 毒龙壁火精血 是荒域的特产 别说回春柳了 这世间 知道的人 其实也是屈指可数 就连荒域的土著 知道的人也不多 他不认识 这很正常 曲胖三说 那我给他服下这东西 问题 应该不算大吧 回春柳说 我反正已经下了断论 你们若是不信 死马当活马医 自然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不过 千万不要跟人说 是我来治的 咱丢不起那个脸面 明依说这话 而我 已经将的毒龙壁火的精血 倒入了黄胖子的口中 按道理讲 服用毒龙壁火的精血 其实需要很多的步骤 和服药进行配合 方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功效 不过 黄胖子此刻 并非断手断脚 早点给他吃了 刺激他的生理反应 至于 其他的事情 后面再说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药萌 黄胖子一服下 没两分钟 身子突然就抖了起来 随后他一口浓潭呕出 因为是躺着的姿势 所以啊 全部都吐在了下巴和脖子处 臭气顿时就弥漫在了整个空间 我以为办错事了 然而一只冷眼旁观的回春柳 却皱了一些眉头 说咦 他有些惊讶的走上前来 顾不得我突兀的肮脏 伸手翻了一下黄胖子的眼皮 又去耗了他的一下脉 几秒钟之后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 说你给他吃的叫做什么来着 我说叫做毒龙壁虎精炫 这种药能够让人断肢重生 啊 回春柳有些惊讶 说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东西呢 曲胖三在旁边得意的笑 这世间没有 别处有 他说的这话 话中有话 意味深长 然而回春柳却有些激动 在这一刻 他展示出了一名名医的素质来 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偶突兀之后 顾不得洗手 从药箱里掏出了一套针灸 在黄胖子的周身上下 一连刺了上百针 这是我第一次 直观的瞧见有人用针灸之术 三指长的银针 他直接扎进了皮肤的深处的穴道里去 这一扎一拧 手法娴熟无比 扎完了上百针 回春柳一脑门的虚寒 他丝毫不在意 用袖子擦擦 然后说道 人暂时保住了 不过三天之内 如果没有能够找到解药的话 还是逃脱不了死亡的结局 所以你们得抓紧了 除了针灸 回春柳还准备烟熏和烤制 尽量将毒素拖延下来 不让其藏在心脏附近 他施展这些 需要空间 房间里不能留那么多人 故而我们都自觉的离开了 黄胖子有救了 我们都没有嘲讽这位名医刚才的妄言 事实上 毒龙壁虎精血这东西 用来严命 的确是出人意料 倒也不好说对方什么 更何况 人家还挺有职业道德的 但凡有一线生机 立刻就变得择无旁贷起来 出了门 我低声问候 说这魅族一门 我记得没错的话 应该是邪灵教的分支啊 闻名摇头 说我前两年在国外 回国之后 又一直发展自己的产业 对这江湖的关注度不高 作业也不是很清楚 曲胖三看向了小龙女 说你在白称子那种 国家暴力机关 对于这个应该知道一些吧 小龙女一脸无辜 说按道理说呀 这白称子应该有一些资料 不过人家都是潜心修行 对这事关注度不高 你们真想知道 要不然我去打个电话 给白称子打电话 算了吗 黄胖子现如今的身份 就是一个通缉犯 这么做 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叹那口气 说我打个电话试试吧 闻名带着我来到一个房间里 指着桌子上的红色的座机 说就在这儿打吧 地下室的信号都屏蔽了 手机打不出去 我点头 拨通了吴胜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会儿 随后接通了 听到吴胜的声音之后 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说道 你对魅族一门了解吗 吴胜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笑了 说你怎么对那伙姚姐感兴趣了 我说你知道 吴胜说 人在京城 又混在金融圈 对这帮女的多多少少知道一件 怎么了 我松了一口气 说知道就好 给我说说他们的情况 邪灵教不是已经公开覆灭了吗 他怎么还在活动呢 谁是猎物 吴胜说 这魅族一门 虽然之前是邪灵教的一只 但其实不过是负一而已 就像藤蔓一般 他可以依附在这棵树 也可以依附在那棵树 毕竟都是从事皮肉行业的 赚钱才是硬道理 跟邪灵教那帮 满心试图改变世界 毁灭世界的狂头不一样 还有后来的时候 他们的首领 美魔刘子涵 投靠了朝堂 算是主动反击 因为提供了许多关于邪灵教的线索 立了功 又有贵人相助 所以在这夹缝之中生存了下来 吴胜跟我讲起了那些江湖的密室 我耐着性子听完之后 说你知道密族一门之中 有一种毒药叫做相思痛吗 吴胜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说不知道啊 我将黄胖子此刻的情形 跟他说了一遍 不过没有谈及黄胖子的身份 当我听说这位朋友 中了相思痛 三日之内 倘若没有解药 人会痛死的时候 吴胜那边说 这应该是有误会吧 魅族一门 攀上了贵人 现如今很少会参与相互的纠葛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地址 回头打个招呼 你直接去跟他谈 我说谁啊 吴胜说 那人叫做吴美凤 是一家摩托公司的副总 总之 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 海天盛宴 他是其中的组织者之一 在业内算是很著名了 手下掌管着大量的嫩魔 二三线的女院员 以及外围女的信息 在魅族一门里面 算得上是地位比较高的 你找他谈一谈 问题应该不大 得了吴胜的回复 我放心了一下 跟他约好了具体的步骤 然后表示了感谢 吴胜说 你可以说是 毛深的外门长老 有什么要求 我们计量满足 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我挂了电话 回过头来 跟文明 曲胖三 简单的说了一下 文明听完 皱了皱眉头 而曲胖三则问我 说那什么海天盛宴 是什么呀 听起来挺不错的 美食大会吗 我说好像是 文明忍不住笑了 说你们两个整天 东奔西走 肯定不知道 这玩意儿表面上 是卖豪车 卖邮轮和飞机的展会 其实啊 就是一帮有钱人的聚会 然后组织方 会找一些各路的野魔 和愿意下海捞钱的 演艺人士来 组织银趴 干各种不堪入目的事情 啊 好吧 这事儿跟魅族一门 还真是很大 我有些尴尬 而曲胖三则兴奋不已 说这是真的吗 还是你们城里人会玩呀 到底是哪位想出来的 我很少有 想去认识人的冲动 陆岩 你什么时候去见面 我都忍不住了 我苦笑 说咱们是去谈事的 可不是参加那点破事 曲胖三完全不理会我的话 说什么时候走啊 我说事不宜时 黄胖子的病情不能拖了 我让吴胜约在了八点钟 他说应该没有问题 曲胖三一拍手 说好 我们现在就走 他兴冲冲的想要去见识一下大场面 文明现如今 正跟清辉同盟会闹得很僵 露不了脸 便只有我们去 我征求了一下小龙女的意见 本以为她并不愿意 却不曾想这小妮子兴致盎然 京城之地 藏龙卧虎 我自然地改头露面 弄成了一个中年老男人的模样 而曲胖三和小龙女却不管 素面朝天 跟在我的背后 活脱脱就是一老子 带着一对儿女乱窜 吴胜有事情要忙 没有过来 不过派了一个小弟过来接我们 这小弟的名字叫做刘谦 宜官楚楚 十分的谨慎 跟着吴胜的气质很像 不过不是毛山的子弟 只是他的助理和雇员 地方是三里屯附近的一处商业的楼里 刘谦带着我们来到这家公司的会议室 等了没一会儿 门一开 走进来两个女人来 年纪大的 三十来岁 很有韵味的一位美少妇 打扮得时尚 明艳而极艳丽 而小的一些则更加漂亮 个儿也挺高 穿上高跟鞋 低有一米九 前面的那位少妇 就是吴胜 给我们介绍的安迪吴 见到我们 脸上充满了盈盈的笑容 他跟刘谦是认识的 双方简单寒暄之后 刘谦帮着双方介绍了一下 那位安迪吴 说王先生这么晚过来 有什么需要吩咐的 尽管直说 他十分的热情 姿态又摆得很低 我比较着急 也不跟他废话 说吴小姐 吴胜应该跟你谈过了 那我也不跟你绕圈子 我有一个朋友 中了你们魅族一门的相思痛 需要解药 还请您帮忙啊 安迪吴一愣 说相思痛啊 这东西 我恐怕帮不了你 眯起眼睛了 而旁边的刘谦 就有点急了 说吴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安迪吴 一本正经的说道 刘主理 你应该是知道的 魅族一门当初解体之后 我们这些姐妹啊 就七零八三的 不再联系了 这是奇 这奇二 王先生 你刚才说的那相思病 我的确听说过 但此物 除了之前的门主 山门护法和四大长老之外 无人知晓 当年魅族解体的时候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清官人 如何知晓这玩意啊 他一副按摩能助的样子 有些叹息 而刘谦 敲见我脸色不对 赶忙说道 吴小姐 你不会 但是应该能够帮忙联络到上面会的人吧 安迪吴笑了 说我刚才都已经讲了 这魅族一门解体了 再无上下之分 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什么联系 我实在是帮不了你 刘谦又开口问了两句 安迪吴 他的嘴很硬 就是不肯开口 而这个时候 刘先脸上就有点挂不住了 说吴小姐 这魅族一门的背景 可不是你说抹除就抹除了的 谁不知道你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背后 一直有魅族一门在背后帮你撑着 当真是一点忙 都不肯帮吗 那安迪吴也是硬气 说刘助理 你这话说的真好笑 这公司可不是我的 背后的确有大老板 但是呢 跟以前的魅族一点 半门的关系都没有 我也只是帮人打工而已 刘谦说真的不行 安迪吴说 爱莫能住 请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起身送客 没有半分挽留的意思 而旁边那个大长腿模特 则眯着眼睛打亮着我们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安迪吴声名魅族一门 早就烟消云散 解体了去 不过我还是能够感觉的出来 我们面前的这两位 都是恋家 不但如此 而且还是挺厉害的那种 特别是那个 轻力高冷的大长腿 竟然还能够给我几分威胁的感觉 很显然 安迪吴在撒谎 只不过 我们这次过来 是找人帮忙的 对方不肯 甚至 一副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我们呢 也是没半点的办法 总不能在这耍横 将人给扣下来 毕竟 这儿是京城 天子脚下 守善之地 现在又是这么敏感的时期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到时候 我们可就真的是满地乱跑了 大家没谈妥 不患而散 下了楼 刘谦有点愧疚 说对不起 王哥 我把事情办砸了 因为要野蛮身份 所以啊 我在刘谦这儿 姓王 隔壁老王的王 我摸了摸鼻子 说这女的挺傲的 连你们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刘谦苦笑 说这娘们的背景深得很 光个什么狗屁活的公司 里面参股的都有好几股 那种雄厚的大集团 另外好多部委的领导 跟他都很熟悉 特别是圈子里 玩得比较嗨的几位富二代 官二代 跟他呀 都很熟 大老板据说 实力也是雄厚的很 吴总虽然有些面子 但是在他这儿 其实还是不好使啊 我笑了 说其实讲起来 人家肯这么晚等着咱们 已经是给了面子了 刘谦说 嘿 这帮姚姐 最擅长的就是 长袖善巫 拉关系 扯人脉的事 溜得很 跟谁都熟悉 谁也不得罪 但真正横起来 也没有他们怕的人 苟让人事而已 我叹了口气 说如果是这样 这事可就麻烦了 回到了车里 刘谦给 吴省汇报情况 而我 则打电话给了文明 得到了我的回馈 文明笑了 说这事啊 是意料之中 那帮人现在最顾忌的 恐怕就是此刻的身份 你跟他又不是特别熟悉 肯帮你忙才怪呢 你也别着急 这嗜毒 就会有解毒药 虽说相思痛 是独门的毒药 但是天下间 最擅长解毒的 可不只有一个人 你比如说 你唐哥陆卓 对这事 想必就有些惊艳 又比如说 王明的小女儿小米儿 她可是苗疆万都窟的主人 我想取取解毒的手段 应该还是有的 我一开始 还有点抽眉苦脸 此刻听到 文明的开导 顿时就豁然开了 说对呀 放着这些人在 我们何必舍尽求援 援木求鱼呢 文明说 讲起来 你也是蹲战苗谷一脉的 多少也懂一些药理 你真没办法 我苦笑 是我这事啊 有点特殊 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 可以的时候 这巨蟹谷醒着的时候 分分钟的事情 手到擒来 而不可以的时候 则是因为 他此刻睡着了 要不然 何必如此的奔波呢 文明问我 说我何时回去 我说 先不会去了 咱们保持联络就是 我呢 在这边等消息 另外 我帮你联系我汤哥 看他那边 能否有什么办法 文明说好 我这边 争取联络到 王明的女儿吧 这事挺麻烦的 不顾我尽力 我挂了电话 而刘谦那 也汇报完毕了 他稍晚我一会儿 挂电话 收起手机后 跟我说道 抱歉啊 王哥 我跟吴总说了 他说 会另想办法 要你啊 不要着急 我点了点头 说没事 王胖子 还有三日的时间 我不想一上来 就采用极端的手段 于是让他开车 而我 则开始给陆佐那边 拨打电话 陆佐是得到 小妖姑娘的消息 匆匆去了进西 我有他的一个号码 不过打过去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关了机 这事 对于休省者来说 很正常 没有时不一天到晚 带着手机 就连我也一样 联系不上陆佐 就只有给 杂毛小道那边打电话 结果呢 也是打不通 接电话的 是杂毛小道身边的 一个师弟 我大概记得一下 他现在 如今跟着杂毛小道的身边 当一个助理的角色 他告诉我 说杂毛小道 现如今在京开会 因为是个封闭式的会议 所以没带手机 啊 我愣了一下 然后问 说你们来京了 什么时候 他说今天早上到的 总局那边有个重要的会议 请了很多人 校长教 也在这些 邀请人之中 来得及 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跟我说 又或者 等他开完会之后 我让他第一时间 给你打电话 有着外门长老这块牌子 他对我倒是挺客气的 事无计细 跟我讲得很清楚 我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那行吧 让他出来了 立刻打给我 挂了电话 我看向了曲放三 说他和徐淡定 应该是参加的同一个会议 看起来这一次 真的是闹得挺大的 曲放三笑了 说那是 权力的洗牌吗 总是比较繁琐的 涉及到排排座 分果果的利益纠葛 谁也不愿意被抛弃 当一个边缘人 我们聊着天 小龙女 就坐在旁边坐着 仿佛是一个透明人一般 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突然崩出一句话来 说你们注意一下 后面那辆黑色的大车 他跟了我们差不多 有二十几分钟了 会不会有问题啊 啊 这小龙女这一提醒 我们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瞧见一辆黑色的 本田奥德赛MPV 在我们两个车位之后 跟我们同 刘谦只能算半个江湖人 他开着车 听到这话 忍不住手抖 说什么意思呀 曲帮三却笑了 说他跟了多久了 小龙女点头 说差不多我们出来没多久 他就一直在后面跟着 拐了三个路口了 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 我现在怀疑 曲帮三点头 说好 小刘 你离开主路 往旁边拐 啊 刘谦愣了一下 说拐哪儿去 曲帮三说 哪儿人少就往哪儿拐 费什么话呀 刘谦听到 下意识地看我 吴圣吩咐过他 让他一切都听我招呼 所以呢 他不确定曲帮三的话语 是否代表了我的意思 我点了点头 说听他的 刘谦没有再犹豫 方向盘一转 朝着右边拐手 然后说道 前面是一片拆先区 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是个空城 要不然 我们去那儿 曲帮三说好 获得了肯定之后 刘谦开始偏离了主路 越往前走 灯光越发黑了下来 没过多久 前方就出现了 画着拆字的 大片围墙和破楼 这儿是一个城中村 或者什么地方 总之比较破旧 外面用围墙和绿网围着 黑漆漆的一片 到了路口的附近 曲帮三让刘谦停车 将我们给放下来 下车之后 瞧见曲帮三 在远处 看着那黑色的奥德赛 朝着这边缓缓的开来 于是 尝试刘谦挥了挥手 说你走吧 别停着 拐个弯就走 刘谦犹豫了一下 看向了我 我示意他离开 他这才一踩油门 车子掉头离去 正好与那辆黑色的奥德赛 擦肩而过 那台车子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向左走去 朝着另外一边的路口走过去 欲盖弥彰 曲帮三与我对视一笑 然后朝着前面的拆先驱走去 越谷路障 翻过围墙 来到了一处三层小楼这边来 小龙女在我们的身后 有点激动 呼吸都急促了几分 紧张地问道 说嘿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两个的葫芦里 卖着什么药啊 我黑黑一笑 不说话 而曲帮三则说道 拜托了山门 把屠夫当成了医生了 啊 小龙女说 你的意思 是那个什么安邸屋 就是造成那胖子 现如今模样的罪魁祸首 我走到窗边 望着远处的鬼碎的人也 笑着说 至少是知情者呀 他是通缉犯 也是 我朋友 我们过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问题 而离开的时候 身后 却有人跟着 这只能说明那个 不肯帮我们的安邸屋 他知道一些情况 或者说 他给这黄胖子 吓得相思痛 并且 和弄出那般模样的家伙 其实是有联系的 这事真的是太巧了 又或者说 这个世界 还真是小 想必安邸屋 也是满心的惊诚 估计 那帮下毒的家伙 也正在满世界的 寻找黄胖子呢 结果 却找上了门来 跟着我们的那辆车 或许 是安邸屋的人 但相信 那帮对黄胖子 下黑手的家伙 很快就会赶过来 驱胖三 让刘前把车 开到这边来的用意 其实 是给对方一个 集结兵力的机会 而我们这 则是 进可攻退可守 不管如何 都能置于不败之地 小龙女 没有见过这阵场 有点激动 说接下来该干嘛呀 驱胖三 懒得回答 打着哈欠 显得很平均 他这是一贯的手段 表示自己的风轻云淡 对任何敌人呢 都是轻蔑无比 只有我来给他解释 说不用干嘛 等着他们吹哨子 叫人就行了 现在来的 估计 也就是安地屋身边的人 抓到了毫无意义 只有等到了 真正的幕后黑手过来 弄起来才有意义 京都堵车的人多了 给他们一点宽容的心 让人慢慢来 别着急 小龙女说 你怎么的确 确定是那些人的 不是有关部门的人呢 我说你这不废话吗 要是有关部门的人 怎么会无脑道 黄胖子身上 像那种相似痛呢 这明显就是 想从黄胖子的身上 弄一点好处的那帮人 听我说的笃定 小龙女便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藏身的这个小楼 里面的东西 都搬得七七八八 连门窗都给拆了 所以我们只是 在窗边站了一小会儿 便没有继续待着 我们来到了顶楼处 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 我左右打量了一番 瞧见刚才跟着我们的人 已经散落到了各处 这帮人还挺专业的 相互占据了几个要道 将我们这给封锁住 当然 所谓的封锁 只不过是卡住位置 让我们离开的时候 能够被发现而已 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离开了 他们想必 也不会很着急 因为啊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这事是刘谦带着我们过来的 刘谦上面是吴胜 那帮人倘若是跟丢了我们 只怕回去 找吴胜的麻烦 在他们的心里 吴胜不过是一个 投行的小老板 真正倒起来 还不是随意拿捏的对象 就算知道了吴胜 毛山联络人的背景 只怕他们呀 也不会收敛太多 毕竟这儿是京都啊 不到京都 不知道官大 这儿的人背后 人人都有深厚的背景 都有照得住的老大 我们在这儿 差不多 一刻钟左右 终于感觉到周围的人 变得多了一些 没一会儿 并有十来人 从黑暗的角落里涌了出来 朝着我们这边的小楼树 汇聚而来 尽管他们都是顺着墙角的阴影走来的 显得很神秘的样子 但还是被我们瞧得一清二楚 这些人大部分 都穿着类似于跆拳道的练功服 不过是灰色的 而另外一部分 则是穿着变状 从我的角度来看 穿练功服的人 身手一般般 变状 倒是有几个高手 另外 在远处 我瞧见了几个人 其中一个 挺扎眼的 却是之前 我们在那摩托公司的时候 站在安地屋身边的 大长腿的姑娘 那姑娘 即便是换了 易于行动的平底鞋 此刻打量过去 也有一米八几 她的长腿 宛如圆规一般 又细又长 瞧见这些人 朝着这边围了过来 我回头对小龙女说道 这江湖的欧呢 跟你们那种 暴力机关并不一样 用不着下死手 将人打个 昏死 打倒就行了 没必要去接仇 知道不 话刚说完 突然间又就有一东西 顺着抛物线的轨迹 落到了小龙的房间里面来 一声门响 绚丽的白色光芒 从楼道口的缝隙那 传了过来 紧接着 围在小楼外面的那帮人 就全部冲进了小楼里面来 我们是因为在顶楼 所以并没有被波及到 不过还是可以知晓 对方刚才往小楼里面 扔了个闪光弹 有哈 这装备够齐全的啊 装备齐全 说明人家 对咱们重视 驱胖三与我配合默契 朝着我使了一个眼色 我就知道他的意思 足夹一顿 地顿数激发 人便出现在了远处的废墟的跟前来 朝着前面的三五人 微微笑道 说各位 真的是好兴致啊 这大晚上的跑到这儿来放烟火 啊 在远处观战的那些人听到这番话啊 回过头来 顿时就是一愣 那家伙明明在小楼那儿啊 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不过啊 这惊讶归惊讶 但对方的素质 到底还是挺高的 在下一秒 立刻 就都散开了来 将我给团团围住 对面一共五人 除了那位大长腿 除了我认识之外 其余的人啊 都很陌生 这里面 有一半老头子 穿着洗白的夹克衫 面向威严 而其余的三个人 则时不时地看向了他 显然 他才是这里 真正的发号施令者 我看向了大长腿 认真地说道 小姐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不肯帮忙就算了 这还派人过来读我们 这是什么道理啊 大长腿不说话 表情病了 而那半老头子的说 大兄弟 你那个中了 相思痛的朋友 在哪啊 你坦白告诉我们 我给你饶你一命 让你不死 他说的挺有诚意的 不过 我却为之一愣 我说我为什么要死 半老头子说 你敢这么狂 恐怕还不知道 我们是谁吧 我笑了 说还未请教 这半老头子 确是个人老成精的角色 将我们给擒住之前 哪里会露出自己的底下 当下也是一挥手 冷然喝倒 拿下他 是 另外三人果然是他的得力手下 口中称是 接着 宛如鬼 魅一般 就朝着我妹这边冲过来 瞧见了对方 矫健的身姿 我才知道 对方有着这般的自信 还真的不是在吹牛 赶到这个时候 这个地点 如此嚣张的人 一般人 都是 有些真本事的 对方的本事不低 三人 宛如鬼魅一般 将我围住 然后手一伸 却有三把锋利的 蛇叠刀 就滑了出来 朝着我这边展来 这三人 皆不如我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他们三人配合起来 一时半会儿 倒也让人瞧不出 有太大的毛病了 我左闪右臂 躲开了 对方宛如潮水一般的攻击 而三五个回合之后 双方都在僵持 那长腿姑娘 便站不住了 低声喝道 我来 他抽出了一把 狭承了长刀来 刀身黑幽幽的 仿佛做了磨砂处理 融入的 完美的黑夜之中 长刀在手 让这姑娘十分的彪悍 静止闯入到圈子里面来 他的刀 很是犀利 有一种 朝朝致命的劲 我躲了几下 发现 倘若 一度的避震 最终只能是让自己 落于下风之中去 于是 没有再犹豫 伸手入怀 摸出了指割剑来 兵者 指割 想要让对方停下来 这好事 有时得好好商量 就得把对方 打得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一剑在手 我瞧见面前这四个人 上来就是青池宫 十二剑招之中的杀手剑 汤汤汤 对方原本气势无红 想将我一击给拿下 却不曾想 我的指割剑一掏出来 连销带打 那三人的折叠刀 全部都不够看了 直接折断了去 唯一 跟在前面围持的场面 就是那大长腿姑娘一个人 她的一人高冷 而手中的长刀则犀利 长刀在手 宛如速杀的秋风 翻飞如蝴蝶 有着女子罕见的凛冽之意 然而这般的凛冽 在指割剑面前 却多多少少 有些不够看了 指割剑堂堂正正 以正胜其 通过不断的硬拼 创造优势 然后将对方给压得死死的 从修位上来说 跟前这位长腿姑娘这儿 是年轻一辈里面 算得上是一位很不错的高手 但是跟我逼起来 到底还是差了一些 经过那么久的力量 我的对手已经上升到了 天下十大那样的级别 这位姑娘 到底是有些不够看的 青池宫十三剑招 正其相辅 来去如风 将对方牢牢的牵制住 而我的修位 又一直碾压对方 经过最开始的试探 和僵持之后 我的一技一剑斩 打破了僵局 那姑娘 整个人都飞了起来 而手中的那把刀 则断了 我是留了情的 我提着剑 缓步走上前来 半老头子的气势很粗 显然 修为也是极高的 面对着我的逼近 他显得很平静 然而话语里 却有些虚 隔下豪剑法 在江湾上 想必也是有名号的人物 还请不令赐教 我缓步向前 然后说 不瞒你说 那个中了相思痛的人 叫做黄小炳 另外有个名号 叫做炳日天 半老头子 眯着眼睛 说阁下 可知道他的身份 我说 什么身份 半老头子 刻意加重了语气 说他是通缉犯 总局的重要的通缉犯之一 上了榜单的 我点了点头 说 随后 我又认真地说 不过 他是我朋友 黄炳子不但是我的朋友 而且 还是被冤枉 他倘若 是一个十个不舍的大坏蛋 对于他的下场 我虽然有些难过 但是 也会默认 只会 在他死去之后 分头上添入香 已是 祭奠 但他不是 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 如果徐黛宁他们 能够成功翻盘的话 他身上背着的那通缉令 分分钟 就会解除 对于这件事情 我心中了解 而别人想必 也不会不知道 但是 对方用这事来压我 那就表明了 他们无所谓 黄炳子身上 背负的罪名 是真实还是虚无 他们 只在乎结果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没有必要 处处装孙子了 拔剑 我抬起下巴来 朝着对方点了点 那人笑了 说其余人 也退后了去 而他和我 腾出了交手的空间来 很显然 这些人 对自己的头头 有着足够的信心 那半老头子 走上前一步 缓缓地说 你真不认识我 我笑了 平静地摇了摇头 我是真不认识他 按理说 这世间 并肩的人物 我其实差不多 都能够说个 一二三四五 毕竟 当初评选 天下师大的时候 那五十个人 候选人里面 已然是囊括了 江湖之中 最顶尖的一批人 但是 我面前这一位 我还真的是不认识 不过不认识 不要紧 对方竟然 能够将黄胖子 弄成这般模样 肯定 还是有一定本事的 黄胖子 尸称南海一脉 他的父亲 是天下十大之一的 一字剑 一字剑 皇臣取君 黄胖子手中 还有一字剑 传给陆左 陆左又传给他的 十中剑 那把剑 同样也是一把 江湖上 鼎鼎有名的飞剑 现如今 却不知所踪 黄胖子有多强 或是前所见的 当初 长城白泪的时候 他曾经到场 与曲胖三打了一架 双方都没有留守 最终 是曲胖三 既胜一筹 不过 也仅仅是 胜一筹而已 半老头子的眼上 在笑 不过 却没有说话 旁边的狗腿子 自然不会放过 给老大 装一波的机会 上去说 我家大爷 是燕帝 红家的人 明顾伟的 红天仇 是大爷的二弟 总局二次 特勤四组的 副组长 秦国红 是他侄子 总装备部的 红丰 是他堂弟 大爷 与总局的 孙老 是败把子兄弟 江湖上人称 不老神鹰 红天秀 不老神鹰 我说阁下贵庚 半老头子微笑说 八十有四 八十四岁 结果长得有五十来岁 半老头子的模样 的确称得上 可以说是不老了 而且 听到狗腿子的话语 这背景里 也是很深厚 好歹是个机要部门 都有自己的人 尽管我不认识什么 红天仇 红国泰和红丰 但是我却知道 那个孙老 出手整治了 此原阁 将方志龙 弄进橘子里的那位 总局的素老 也姓孙 很显然 他们应该是同一个人 这位不老神鹰 红天秀 有着大楼的派头 冲着我一拱手 说找那位姓黄的 是些许小事 阁下 若只能给我一个面子 今日之事 我可以不涉及你们 到此为止 大概是我刚才的表现 让他对我 生出了几分尊重 我也拱手 说阁下 倘若是交出 相思痛的解药来 赔礼道歉 我可以饶你不死 这话 是对他刚才说的 豪言壮语的规范 几乎 是一模一样 半老头子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当真是 不吃敬酒 这敬酒不吃 自然得吃法酒 我看着他 说个小小的疑问 像您这样 德高望重的江湖的老前辈 按理说 都应该在家里 寒衣弄酸了 尽享天伦之乐 又何必亲自 跑出来跑江湖呢 审问徐晓晓 老年人 就该干一些 老年人应该做的事情 把这些打打杀杀的事 交给小辈去做就好了 万一到时候 碰上什么意外 那可就不太好了 洪天秀 眯着眼睛打亮我 说你觉得 你能够动得了我 我微笑 说我能 刷了一下 洪天秀微微一笑 手一扬 手下有人 递来了一把剑 他手完一抖 将那剑给拔了出来 并且发出了一道 凌冽之声 剑是好剑 在寒夜里 寒光 散发出了让人发冷的气息 人也不错 八十多岁的老爷子 五十多岁的外貌 十八岁年轻人的杀气 眯着眼睛 打亮着我 下一秒 他动了 洪天秀不动如山 难知如阴 一动 则如雷霆 轰然而至 这长剑 在瞬间 破开了空气 带着破空声 猛然砸了开了 炙弱千军之力 仿佛山鸾倒塌一般 当地 我横剑去打 双剑之间 发出了一声巨震 坑枪之声 穿透空间 紧接着陷入了枪支 一炸定 两人没有继续 而是死死的抵在了一光 洪天秀一开始以为 自己能够 吻胜于我 然而这一剑斩下来 却并没有将 不闪不避的我 劈成两半 顿时 有了几分惊讶 这老头 活了这么大岁数 别的不说 这经验 自然是一大把 他一边 不断加着劲 一边说道 很扎实的基本功 阁下到底是谁 报上名来 我微笑 然后说道 民间有一句顺口溜 叫做 七十三来八十四 阎王不叫自己去 老先生 您出门的时候 难道没有看一下皇帝吗 话音刚落 我握着手中的剑 猛然一震 将对方的长剑挑开 双方 疏然后退 然后 又冲向了前去 当当 当当 这双方 迅速交战 脚步交错 剑气送横 这位 红天秀老爷子 在有人相斗的时候 有着一鱼常人的勇猛 远比年轻人 要彪悍许多 手中的长剑 一秒钟 能批好几下 势大力尘 还当真是老当义壮 势若蒙 双方交手 十来个回合 他往后退了两步 有些意外的说 毛山踪的人 我刚才使出了两手 青池弓十三剑招的手头 没想到这老家伙 却是一眼看了出来 面对着我的质疑 我没有回话 而是一计一剑斩杀了过去 对方挡入 而整个人 朝着后面的小飞楼飞了去 他脚步在墙壁上 轻点几下 这人三两下 就上了六七层的高路 突然间 已经是腾宫 这人就顿入了黑暗之中去 我抬起头来 却感觉到乌云压顶 无数的黑暗急速跌落下来 仿佛整个人 天都崩塌了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与对方 他的杀手锏相拼 而是顿入虚空之中 这才瞧见 那家伙掏出了一张 绣着三头六臂 恶神的方法 那玩意儿 在半空中旋转 将所有的光线收住 然后朝着下方旋转而去 阴影将我刚才所站的地方 给掩盖住 而伸手 抓着一根 刚凉的红天袖 则是单手之剑 准备随时降临 将我给刺杀 然而这事情 有点出乎 他的意料之外 凭空消失不见的我 让他寻找不到目标 顿时就有点慌了 目光四处搜寻 想要找到我的身影 而再次确认不到的时候 又看向了那件 吸收光线的 法器的方帕之上 那件法器 曾经立功无数 而此刻 却让他心中生疑 到底是哪出问题了呢 恐怕 他的心中满是疑惑 而我则在下一秒 出现在了荒帕之上 然后陡然一箭划过 将那可能是让我 阴沟里翻船的法器 给斩成了两半 这方帕被迫 下方的巨大黑暗 瞬间消失 而红天秀 则是一口老血喷出 拔了一下 他怒吼一声 租家一灯墙壁 那带差的楼房 垮塌半边 而老头 也是如同 书糖的炮弹一般 重重的 轰到了我的跟前来 当了一下 双方再次的交手 这一次 不老神鹰 显然是动了真动 用了最强大的剑招 我感觉到 这空气中的气场 都是一片的旋转 围绕他 仿佛龙卷风一般 无数的气息 都给他 喷不而出 在那一刻 我也没有留后手了 各种力量 在一瞬之间 汇聚到我的身上来 奇经涌动 气血 汇聚于右臂之上 我紧紧地握着指个剑 宽如 紧握了整个世界 一剑禅 挥出常见的一瞬之间 我感觉到 有一股气息 从我的身体上浮现而出 我没有看 但是却知道 那是一剑神王的意志 穿越时空 再现辉煌的一剑 当了一剑 双方竭尽全力的一盏 而后 我从办公中 落在了地上 稳稳地站住 而红天秀 却是挖的一声怪叫 坠落下去 倘若不是虚空之中 不断浮现出来的 苍白手臂将它扶着 只怕 它就要摔死在 那地上去了 那些苍白的手臂 全部都是虚妄之心 不过 却栩栩如生 不知道 这又是什么神通 不过 即便如此 落地之后的红天秀 还是没有能够再站起来 躺在地上的它 气劲被迫 口吐鲜血 头发 在几秒钟之后 变成了银白色 脸上的皮肤迅速帅了 老人般 跟肥皂泡泡一样 不断地浮现出 又过了几秒钟 这老神鹰 终于是 恢复了 他本来应该有的年纪 也就是所谓的 蝶帽之年 垂垂牢一样 这是修为被迫的表现 我朝着他缓缓走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 有几束光 从远处射来 然后又喇叭喊道 说里面的人听着 我们是总局 特勤四组的公务人员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请立刻放下抵抗 举起手来 否则 格杀勿论 重复一遍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格杀勿论 我愣了一下 而这个时候 那红天秀已然 离我们有些远了 我还想要追 结果一脚被人拉着 曲网三 用古怪的腔调说道 蒋千里 死地不宜久留 快走 这一次的地顿术 比以往来得更加的艰难 听从了曲网三的吩咐 我在被他拉着之后 直接启用了地顿术 结果感觉到了一阵 眉不来的疲惫 回过头来的时候 这才发现 不但有曲网三和小龙女 而且曲网三手上 还托着另外一个人 那位大长腿的妹子 居然也给曲网三 给俘获了来 我真是热了狗了 我有点郁闷 指着那个陷入 昏迷之中的妹子 说这是什么意思 曲网三一本正经地 给我解释 说那糟老头子 虽然被你打败了 但是油滑得很 一时半会儿 又抓不到 那帮人来势汹汹 还带着枪 又是公家的人 一旦冲突啊 跳进黄河里都洗不清 与其如此 不如抓一个人 回头好好审问一人 我说道理我懂 但是你能不能把手 别放在人家那啥上呀 啊 我和小龙女 表情古怪的注目之下 曲网三淡淡自若的 缩回了手 说我只是想看一看 他还有没有心跳 刚才一急 手啊 难免重了点 要是万一弄死了 到时候挺麻烦的 我说是吗 曲网三一本正经地说 那当然了 我从来都不会骗人的 我点头 说也对 哎 看着这女孩挺有料的 不知道 是什么罩杯啊 曲网三说 应该是地吧 短暂的交谈之后 我们没有继续停留在这 很快就离开了 随后 我给吴胜打了电话 讲明了此刻的局势 吴胜听完之后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 这样子 我让刘谦哪 去避风头 我也去罗胖子的茶馆 等 徐师兄出来之后 看看风向再说吧 我说抱歉 给你们添麻烦了 吴胜说 没这事 任何事情 都难免会碰到意外 而且说起来 这事 是我连累你们 倘若不是我介绍了 乌美风的女人给你们 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简单聊过之后 吴胜问我们现在去哪 是来茶馆呢 还是别的 我们这儿需要晒人 带去罗胖子那儿 显然不太好 相比而言 还是文明那儿 比较安全和合适一些 我说呀 我去朋友那儿 你不用管了 洪天秀的背后 是总局的孙老 另外 还有一大群的关系王 这些人 无论是哪一个 都不是乌胜 所能够招惹的 他虽然可以藏起来 但是 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所以呀 也没有跟我有太多废话 匆匆挂了电话 我挂了电话 和屈胖三 小龙女 蹲在了 离拆迁区不远的医处 乡道里 回头看了一眼 陷入昏迷之中的大长腿 有点郁闷 说怎么办呢 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人 打个低直接就走了 但是 带着这么一个长腿妞 还真是有点不太好办 好就好在 屈胖三这个人没别的啥 花点子是一茬接一茬 他眼珠子一转 让我拿了点零钱 去街角的小卖铺 买了两瓶锅头 然后 往那大长腿身上淋得上去 期间免不得 在人家身上 占点便宜 搞得那妹子 一副快醒过来的样子 弄得我是心惊胆战 小龙女瞧见 也不拦着 反而是痴痴的笑 我有点诧异 难道在她心中 这瑟瑟的男生 更具有吸引力吗 无解 将大长腿弄得浑身酒气 就跟从酒吧里 简视回来的妹子一般 屈胖三看向了小龙女 说去扶着她 小龙女嫌弃的大长腿一身酒味 说为什么呀 干嘛不让陆岩扶着 她肯定乐意 屈胖三说你傻呀 她这样本来就挺让人怀疑了 陆岩现在一副为所样 你出去肯定要打电话 给人报110的 你扶着 这问题就简单多了 经过屈胖三这一提醒 我这才改变了模样来 瞧见我变成阴木那小哥的模样 不情不愿的 将这大长腿扶起来 小龙女士一脸的羡慕 说陆岩呐 你这是什么手段呢 简直太棒了 能不能教我 我可以拿我的本事给你换 行不行 我笑了 说不行 屈胖三催祖道 说走了走了 那玩意是天赋 我还想学呢 要学早就会了 三人边走边出了街区 小龙女扶着大长腿 而我则拦了一辆提示 上车的时候 这司机皱着眉头 说 您这身上的酒味可真是 我这车刚洗的 可别吐车里 可不 这酒全都是我泼身上的 这味怎么能不大呢 小龙女大长腿和小流氓 屈胖三坐到了后排 而我则坐到了副驾驶室 跟司机唯笑 说不好意思啊 我这妹子就喜欢泡夜店 这一喝就往死里喝 得亏我小妹撞见了 要不就给坏人捡了去 指不定闹出多少岔子的 司机打量了一下 这车里的几个人 有女的 有小孩 这警惕性也就没了 忍不住笑道 说你这当哥哥 也是费心了 我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说可不是嘛 操心都操碎了 这司机忍不住 就聊起了这简师的话题来 说不过你的担心 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就常常 搭到好多年轻人 这女的喝得死死的 直接倒在酒吧外面 这男的甭管认不认识 抬起来 就去酒店里开房 我瞧见她 是调侃的越来越来劲子 忍不住 咳了咳嗓子 说大哥 这车里还有骰子呢 啊 这司机这才 收敛了一些 跟我聊起了一些别的来 不过这话里话外 还是跟我说了一个道理 现在的年轻人呢 可比咱们那时候开放了 你管得了一时 管不了一世 听她这意思啊 恨不得让她大长腿给人捡了去 最好还是她自己 不过 也怪不得她 毕竟那大长腿的模样 长得真的是不错 就跟电视上的明星一样 特别是一对大长腿 嘿哟 我这一般联想 顿时就各种念头 分成而至 皇帝玉女精的种种法门 浮现于脑海 弄得我是那个男手 这车 坐得是 折腾无比 好不容易到了附近 我下了车 终于摆脱了碎嘴司机 随后又是辗转 终于回到了文明那来 不过 她人不在 出去了 牛娟在这守着 我呢 不跟老同学客气 管她要了一个审讯室 牛娟很快 安排了一个房间 小龙女将人扔在地上 又帮忙 捆上了手脚 正准备旁边看热闹的 结果去房三 就开始感人清场了 小龙女不乐意 说凭啥呀 这人也是我帮你们扛过来的 这一路 我说什么了没 怎么看好戏的时候 偏偏赶我走呢 驱胖三笑了 说你要看我也不拦着你 不管 本大人审讯呢 比较不好看 你不要叽叽歪歪的 小龙女 嗤之一鼻 说你也不想想 我是什么地方出来的 会怕这个 驱胖三不再多说 在牛娟离开之后 咬了一瓢 早已准备好的凉水 直接交到了这大长腿的头上去 哗啦啦的 这大长腿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 睁开了眼睛 瞧见我们三个人 恶狠狠的奋力一挣扎 结果就发现自己给捆得严严实实的 下意识的大声叫 说放开我放开我 驱胖三认他叫了好一会儿 没了力气 方才缓缓的说 你也瞧见了 就算你叫口喉咙 也不会有人理你的 大长腿这时方才明白自己的处境 红着眼睛说 说这是哪儿啊 驱胖三说 这儿是哪儿 你不用管也管不着 只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 这儿归我管 第二 你也归我管 这第三 你乖乖配合 我们相安无事 你若是不配合 自然有你的苦头之 大长腿愣了一下 好一会儿 放在亨里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驱胖三说 你若是想吃苦头 只管嘴硬 若是不想 我们好好聊一聊 表个态吧 大长腿抬头看了驱胖三一眼 说想问什么 驱胖三往后一退 坐在一态势椅上 翘着二郎腿 像是大爷一般摇晃着身子 然后说 先说你叫什么吧 大长腿沉默了几秒钟 说 徐晓晓 驱胖三 很满意对方的顺从 高兴的说 很好 很不错的开始 徐晓晓 好名字呀 轻着就是个美女 那我们废话少说 直接开始吧 那个老头到底什么来历 大长腿冷笑 说你们不是知道吗 驱胖三说 我想听你说 这大长腿突然挺起了胸来 说他是燕帝红家的人 背景深厚的狠 好多的支持者 你们抓了我 坏了他 肯定活不出京都来 现如今把我交出去 或许还有的商量 否则只有一个死字 他突然来了劲 驱胖三的脸就黑了 一下子跳下了椅子 指着他的鼻子说 你好大的胆子 信不信 我叫人把你给卷了大米去 大长腿怒道 说你敢 驱胖三转过头 看着我说上 我愣了 说上什么呀 驱胖三恼怒说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 这都不懂 就是脱下你的裤子 去恶狠狠的和谐他 上呀 我有点郁闷 不知道他闹的这是哪一出 正不知道说些什么话来配合呢 结果有人敲门了 我开门 牛娟站在了外面 他对我说 有人找你 我忙不迭失的出了门 牛娟跟我说 有你的电话 我跟他来到这电话间 拿起了座机上的话筒 听到那边 传来徐淡定的声音 说我出来了 校长叫在我这边 你有空的话 我们见一面 会议结果 会 开完了 听到徐淡定 这平静的语气 我心中的大石头 终于是落了下来 电话里头谈事情 似乎 并不太方便 我问清楚了约见的地点和时间 然后呢 便挂断了电话 牛娟瞧见我脸上 不有几分兴奋 忍不住笑道 什么事这么激动啊 笑了笑 说好事 我没有说太多 牛娟呢 也并没有问太多 说对了 你还记得许志华 秦官和项立志他们不 我说怎么不记得呀 去年回家 我还碰到过他们 一起吃了饭呢 牛娟笑了 说是这样的 我跟许志华 最近有过联系 他问我 说有时间的话 可以组织一下同学会 让我们那一家老同学聚一聚 出事会这么多年了 大家好久没见了 想想也挺不容易的 我笑 说他是约你呢 还是约文明啊 牛娟听了 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说你知道啊 我说是啊 我上学时的梦中情人 居然喜欢文明 而且还偷我找过 想要他的电话 这事我如何能够不记得呢 牛娟有些抱歉 说这个 我听说文明 说呀 你有一个女朋友 而且是个大美女 倾国倾城的样子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说不会 不过文明这么多年来 没有找过女朋友 牛娟叹了一口气 说他呀 他的感情比较复杂 受过一些情伤 这些年来呢 一直在找一个人 却找不到 我有时候在想啊 其实他很大 许志华凑成一对 或许会好一点 就不会有时候 抽雪茄 抽得很凶 没事还老喝酒了 听到牛娟这样的身边人 从这个角度谈起文明 我有些意外 文明闯荡江湖多年 在我的眼中 是相当成功的 不但有一身 深不可测的功夫 而且还成为了 大中华区的血族的大头目 手底下不知道 长管了多少人 不过他私底下的情感生活 我还真的是没时间多问 我跟牛娟一路聊了两句 到了审讯室这边来 我笑了笑 说这事啊 我们回头好好研究研究 牛娟也跟我稍微提了一下 说这事还得文明点头啊 所以礼貌的说 好 你忙 我进了审讯室里 结果发现 原本十分骄傲的大长腿 此刻哭得稀里哗啦 眼神却固执的很 旁边的小农女 憋得难受 一直等我进来 方才扑施一笑 也不知道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 我憋了一眼 浑身湿淋淋的大长腿 然后朝着屈胖三 打了个手势 屈胖三 没有把大长腿搞定 心中多少有些不开心 不情愿的走了出来 说怎么了 我说徐淡定出来了 小大哥在他旁边 让我去见他 你去吧 屈胖三说不去 我说你不去 那我就自己去了 屈胖三想了想 说哎呀 我还是去吧 那帮人开会 到底是个什么结果 我说具体的我也没问 就约定了一下 在茶馆里面见面 到时候好好聊上一聊 屈胖三说 我进去收拾一下 然后马上就走 他进了审讯室 没一会儿便出来了 而小龙女也跟着出来 屈胖三不太乐意带的 说我们是去办点事 你在这里守着这个女人 回头我们再过来便是了 小龙女不愿 说不 咱们说好的 你们去哪都得带着我 约法三章 我遵守的是规规矩矩的 你们可别想抛弃我 我笑了 说真不是想抛弃你 是我们呀 去见几个朋友 你却不合适 再说了 这女人放在这儿 也得有人看着呀 不然挺危险的 咱把人弄过来 总得负点责任 你说对不 小龙女说 我们可以找这帮人 帮忙看一下呀 这个时候 牛娟在旁边说 对呀 简单两三人 帮忙看着 问题应该不大 小龙女绝着嘴 说你们要去见谁呀 别以为我没有听到 是不是徐怠定出来了 听你们说的他那么神 是不是很厉害 我要去 跟你们掌掌见识 曲胖三无语 说行行行 带上你还不行吗 一会儿到了地方 你别说话 就戴着一双眼睛就行了 跟这边的牛娟交代了一会儿 然后又牛娟派人开车 送我们去 罗胖子的茶馆附近 现在差不多是半夜十分 街道并不堵 所以时间并没有花太多 到了茶馆附近 我们下了车 绕了圈子 瞧见身后没什么人 这才找到了茶馆那边去 来到了店前的时候 都已经打烊了 我们按照约定的暗号 三长一短 吱咽一声 小门开了 罗胖子将我们迎了进来 很快 我们被引到了密室来 这儿除了杂猫小的和徐旦定之外 吴胖也在里面 外面有几个人 想来是跟着他们干活的 双方见面 这少不了 就得介绍起小龙女的身份了 对这事 我有些无奈 毕竟 这人是白成子 出来的 我以为徐旦定和杂猫小道会介怀 却没想到 这两人均是朝着我暗卫一笑 反而是和和其其的跟他打起招呼 而小龙女来的路上 已经知道了这两人的身份 本以为人家会将自己给赶走 却没想到这般亲切 这一颗心终于是放到了肚子里 杂猫小道是个很擅长调节气氛的人 三两句话 将小龙女逗得是小脸发红 让她娇羞不已 寒暄过后 曲榜三有些迫不及待的进入了正题 杂猫小道看向了徐旦定 这事 有徐旦定来说 毕竟 他开会的时间比较长 而他 则是后半段才被通知介入的 徐旦定点头 然后把这事徐徐竖来 这一次的会议 之所以会开这么久 是因为 它不仅仅只是一次单独的事件 或者说 是几件彼此关联的事件 而是牵扯到了中央 地方和江湖上的几大势力的 角力和斗争 并且 力图在和谐发展的前提下 弄出一个提案来 因为事情的重要性 所以啊 出席此次人员的级别相当之高 高到很多人想象不到的地步 一直到会议结束的时候 领导发表了类似于会谈上讲话的重要讲话 接下来便是指导工作 支随这般是因为之前朝堂上 实行了类似于禁武令的法案 对一切涉及修行者的案件都从严从重 使得在此期间受到波及 陷害和诽谤的江湖人士是数不胜数 无数人家破人亡 而江湖之上却未趋向平稳 反而是不断的激化了矛盾 让仇恨的种子是越烧越旺 风云翻滚 不断的有血案爆出 将这江湖元气给消耗一空了 许多传承的百年 几百年的那种小家族小说门 都在这一期的严打工作中进行泯灭 许多名声鹤起的修行者 都躺进了泥土里面去 许多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也都成为了烈士 牺牲到了工作中 再加上境外势力的入侵 国内各种反动势力 黑道 邪道 以及邪道势力的复苏 反而是弄得一片烽火 到处是一团乱 总之就是一句话 有人呢 故意制造混乱 把大好的局面都给搞砸了 既然如此 就地有人来负责 会议期间 武副局长被当场进行了双规 并且 明顾委和全国协会的许多地方的相关部门 将会介入此事调查的工作中来 查明这位新晋权贵 是否跟境外师弟有勾结 武副局长成为了这一次混乱事件的最大的背锅侠 而接待他的 依旧是与他有着相同背景的人 不过 那位啊 并没有武副局长的激进 各方势力 倒还算是不错 从这方面来讲 我们这边是胜了 不但如此 杂毛小道还在这一次会议中 斩头落脚 为黑手双城 据理预争 保住了他的地位 并且 让朝堂之上的有关部门低头 帮忙 全力寻找黑手双城 并且 将他最终 楚智权 交还给了毛山 这事其实是挺难办的 好在黑手双城之前 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人脉 故而 也是磕磕绊绊的弄了下来 谈了结果 又聊起了过程了 这个时候的话题 就轻松许多了 徐丹丁告诉我们 说这次白城紫的人 也参与了会谈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在几个 关键的议题上面 对这边 表达了很大的支持 杂猫小道 则告诉我们 说林启明和布鱼 也参与了 此次的会谈 看样子 他们接下来 可能又要生了 他还跟我 说林启明 跟他聊了两句 差不多知道了 白城紫的事情 说到这儿 杂猫小道笑 拍着我的肩膀 说在这件事情上 你做得不错 关于这次的会议 还有许多可聊的地方 徐丹丁 剪完了重要的事情 说过之后 然后问起了我来 刚才 吴胜跟我说了一点 黄胖的现在 情况怎么样了 我把目前的情况 跟他简单说了一下 杂猫小道听到 忍不住笑了 他说 你们谁有电话呀 吴胜在旁边听到 赶忙将手机递了上 杂猫小道 有些笨拙的解锁 然后按了一个电话 没多一会儿 居然电话接通 杂猫小道直接说 是我 萧可明 那边传来了一个女人 娇媚的声音 哎呀 真是稀客 大掌柜居然打电话给我 今天是吹了哪阵风啊 杂猫小道说 别废话 刘子 我找你有正事 刘子涵 这名字听起来 怎么这么熟悉呢 我有点诧异 正思索着 旁边的徐弹店 却不给我猜测的机会 在我耳边轻声地说到 美族刘子涵 美族刘子涵 是啊 这位可不就是 美族一门的门主吗 没想到 他与杂猫小道之间 竟然还有这一般的熟人 倒也真是 让我有些意外 杂猫小道 并没有跟刘子涵客气太多 而是当前的情况 电话里简单说了一遍 听到这话 美族刘子涵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我人在魔都 现在太晚了 一会儿我让人去看一下 成早上最早的班机 回京城了 你让这位千面人徒 不要过度紧张 相思痛的解药我有 让他呀 别着急动手 人是不会有问题的 扎猫小道笑了 说没事 他脾气虽然暴躁 但是啊 还是比较听我的话的 刘子涵这才松了一口气 说那就好 得 感情杂猫小道 在拿着我的名号 吓唬人 不过 我也有点奇怪 怎么看起来 那位凶名赫赫的魅魔 对我好像挺怕的样 杂猫小道又问道 说这件事情 你参与了没有 刘子涵在电话那头叹气 说 嗨 现如今 这情况 你无事不了解 手下的人四分五裂 各自为政 虽然表面上奉我为宗主 但实际上 背后都有大金主 和那些长老和大金 个个都有自己的想法 杂猫小道说 没你的事 那挺好的 你好不容易洗白了 别因为这件事情 又翻了 刘子涵叹息了一声 然后又跟他做了保证 这才挂了电话 杂猫小道 将手机还给了吴胜 然后对我说道 问题不大 相思痛 的确是 魅族一门 独门的毒药 不过作为宗主 刘子涵还是有解药的 我有些好奇 说夏大哥 你跟那女人 怎么好像挺熟悉的样子 在我的印象中 魅魔之前 可是邪灵教的人 而杂猫小道 则是出了名的邪灵教克星 双方按道理 以及关系来说 应该是敌对才对 杂猫小道笑了 说起来 他束手就行 改过自新 我还是担保人来着 这点小事 倒也算不得什么 他并不忌讳 跟我们聊了 两句往日之后 然后说道 这些事说起来 还真是怪不了他 一个当老大的 以前那些事都放弃了 又没有找到 持续的盈利点 那么很容易就被人抛弃 他现如今 维持着如今的场面 已经算是十分难得了 他跟刘子涵 辩解了两句 而徐淡定 显然是注意到了 另外一件事情 他问我 说你跟那位 不老神鹰 红天秀交手了 我点头 说对 徐淡定说 那人死了没有 我摇头 说没 不过功力被我给破了 气脉文乱 估计会有大损 徐淡定摸着下巴 说这事有点难办了 我有些心虚 说啊 是不是我办错事了 这个 徐淡定摆手 说你不用自责 红天秀此人哪 心眼极小 在京城 有些势力 力量很强 不过 并不是我们惹不起他 恰恰相反 这家伙 跟总局那孙老 是败把子兄弟 而且这位 孙老都办的 又正是辞员阁的事情 我们本来 就准备跟他们过招的 我比较关心此事 说问 接下来怎么办呢 徐淡定说 这次会议结束之后 当下朝堂和江湖的局面 将会以维稳为主 一切 有可能造成群体事件的事 都会被严格重视 也尽可能的 避免发生 特别是江湖上面的事情 实行的是问责制 慈元阁这件事情 办得不太漂亮 本来这一次 都已经有人准备翻起来了 不过既然如此 不如就趁着这股劲 直接翻案吧 我说朝堂之上的事情 我不太懂 不过 有什么事需要吩咐的 您尽管吩咐 徐淡定笑了 睡倒是无事 我自会处理 而你们则好好休息一下 等明天 那刘子涵过来 给黄小兵解了毒 我们再聊后面的事情 我说好 天下风云 出我辈 徐淡定 又看下了吴圣 说你的事件 也别着急 回头 给总军那边打个电话 让他们压一压 特金四组 别见风就是鱼的 拿着鸡毛当令剑 到处搞事 你这边啊 稳一点 明天应该就没事了 搞呢 也不只是 他们下面的人的乱搞 相信今天 这回开完了 各个领导回去 将事情宣传清楚 问题应该不大 他说的很轻松 毕竟 当前的局面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个单体的事件 但其实 因为上面走得太急 有种摸着石头 过河的意思 要说之前的严打 完全就是 武副局长那帮人 搞出来的 但凡有点智商的人 应该都不会相信 若是没有一位 级别比较大的 大佬派板 他们怎么敢乱来呢 上面的想法 肯定是觉得 要用强硬一点的手腕 将这些 狭义武犯禁的江湖人士 给震住 却不曾想 劲儿有点使过了 不但没有让局面 稳定下来 结果呢 反而是外忧内患 阎风四起 直接就玩脱了 现如今 连毛山这样的顶尖道门 都遭受了劫难 要万一继续下去 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 总会有爆发的一点 而到那个时候 光凭着这点 皇家的供奉团 未必能够镇压得住 这无数愤怒的修行者 所以 得走缓和的路子 反正这段时间里 那些 不容于上面的 大佬眼中的刺头 大多数 都已经解决干净了 武副局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成为了替罪的羔羊 牺牲品 当然 那家伙 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所以 将他扔出来 也算是一件 大快人心的事情 多少呢 也平息了 一部分人的怒火 不过 即便如此 上面还是特别的 注意平衡 各方势力的分布 还是被当选者 玩弄在鼓掌之中 所以 现如今 上层的态度 已经表露出来 风气 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事情谈得差不多了 徐淡定离开 而我 则掏出了手机来 想给文明打个电话 通知一下他 当前的情况 既然 魅族一门的宗主 魅摩溜子涵 亲自 送相思痛的解药过来 那么 也就用不着 去找汪明的干女儿了 毕竟 听他说 这件事挺麻烦的 万一真的叫来了 还不知道 如何解释呢 能不麻烦 最好 就别麻烦了 在这段时间 差不多 是凌晨两点多 我打过去的时候 一直不在服务区 难道文明已经回基地了 所以手机没信号 还好 我记得那边的座机号码 又拨打了 文明秘密基地的电话 结果好久都没有接 一直 到我不耐烦的时候 准备挂掉的时候 终于有人接了 听到 听筒里传来一个 沉闷的男人的声音 我愣了一下 说找一下牛娟 牛娟 那人愣了一下 说你是谁啊 我被对方问的 也是愣了一下 眉头皱了起来 不对劲 我说你别管是谁 牛娟或者文明在不在 让他们过来接电话 那人骂了一句神经病 然后就挂了电话 听到电话 那头传来嘟嘟嘟的声音 我的脸直接就黑了下来 我不是生气被人挂了电话 而是觉得有些奇怪 在文明的秘密老巢里 居然有人不知道 牛娟或者他文明的 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了 我想来想去 就只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出事了 我越想越不对劲 赶紧找到杂毛小的和去胖三 将心里的担心说出来 听完我的讲述之后 杂毛小的皱眉头 说不会吧 老鬼我是知道的 这人十分的谨慎 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你再打一遍试试 我当着他们的面 又拨打了电话 结果还是没有人接听 打了三通之后 杂毛小到伸手 就抓起了大衣来 说不对 我们过去看看 当下 我们也没有在茶馆再休息 而是分别乘坐两辆汽车 赶往了文明的那个仓储中心去了 两地相隔 不远不近 而且这会儿 又是凌晨的两三点钟的时间 路上的车并不多 所以一路过去 倒也还算是通常 半个多小时之后 我们赶到了地方 当我们准备进去的时候 一辆车子 从远处的高速冲了过来 差点跟我们撞上 就在我们忍不住 要反击的时候 车子上 戛然而止 从上面跳下几个人来 为首的一个 却是之前 出去办事的文明 咱们小道 好久没跟文明相见了 上前打招呼 却没想到文明 并不太热情 而是说了一句 出事了 然后 带着我们往里面走去 原本安保措施 十分严密的物流中心 此刻一个人都没有 一路来到了地下室的入口处 大门敞开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有点懵逼 而文明则已经带人 进到了最里面去 没过一会儿 从里面传来了一声 愤怒至极的怒吼 这吼声 有点像是受伤的孤狼 在咆哮 我的心一紧 快速冲到下面去 结果发现通道处 好多的尸体 到处都是鲜血横流 这场面瞧得我心都发紧 不知所措 随后 我瞧见文明 在这通道的尽头处 跪倒在地 抱着一具 无头的尸体 我冲到了跟前 瞧见这无头的尸体 你的不远处 还有半边破碎的脸 这张脸 我很熟 是牛娟 时光一世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一同年时 竹马青梅 两小乌菜 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 你 增添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 向时光难道回 我只有在梦里 相依偎 牛娟死了 这个曾经的高中同学 长得并不算漂亮 甚至可以说毫无特点 普普通通 扔进人群之中 都无人注意了 但即便如此 他跟我和文明 还是有过同窗的岁月 而且记忆中 他跟那帮 兢兢计较的小姑娘不同 成熟得更早一些 所以比较宽容 许多同学 跟他的关系都比较好 在此之前 我们还谈论了一段时间 准备 张罗一场同学聚会 把许志华 秦官和向立志 等人都叫上 好好地吃一顿饭 聊一聊天 牛娟还准备 撮合许志华和文明 想让他回归正途 用不着再受情商的困扰 然而此时此刻 他却躺倒在了血泊之中 他的胸口处 一片潮湿 心脏被掏了出来 头被斩下 脑袋落在一旁 白色的鸟浆 红色的鲜血 涂了一地 让我只能够瞧见半张脸 我并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我见过不少的尸体 我甚至杀过不少的人 但此时此刻 瞧见当前的画面 我发自内心地 涌出了一股呕吐的冲动 因为此刻躺倒在地的 是我非常重视的朋友 他居然死了 我愣在原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整个人好像丢了魂一般 而在这个时候 又听到 有人在我耳边说着什么 好一会儿 我方才回过神来 这才得知 处于重病之时的黄胖子 也不见了 不但如此 被囚禁于死的大长腿 也不见了踪影 这个秘密基地 被人突袭了 抱着前面的一片狼藉 费尽心血弄出来的根据地 变成了如此模样 文明终于忍不住了 怒吼了一声 旁边的气息 充斥空间 奔涌不息 整个建筑都在颤抖 以及抖动 仿佛地震了一半 这种力量 才是文明真正的实力 而到了这个时候 我方才从悲伤之中走出 虽然依旧难过 头脑却还是清楚的 瞧见杂毛小道 走到了文明的跟前 将他抱住 他在文明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仿佛是在劝说 我像个木头人一样 脚步僵硬地走上前去 心中充满了内疚 苦涩地说 文明啊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文明抬起了头来 双眼布满了血丝 仿佛有血海在里面涌动 想要淹没一切 他极度地痛苦 不过却并没有失去理智 此刻的文明 就好像是一座 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火火山 不过 却没有对我有任何的敌意 他一字一句地说 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别乱往自己身上乱责任了 杂毛小道点头 说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文明眯着眼睛 说到底谁干的 我不管 总之有一点 所有在这一次事件里面 沾染上鲜血的人 我都要从肉体上将其摧残 让他不能活的 逍遥法外 我走到尸体的跟前来 伸手过去 从文明抱在紧紧的手中 将牛娟的无头尸体也接了过来 文明一开始并不愿 然而目光落到我身上时 终于温柔了几分 牛娟是他的同学和朋友 同样也是我的 尽管我与牛娟多年未曾见面 但是感情仍在 也经历过同样的一段时间 文明放开了手 我接过了牛娟 又将人 带到了不远处的 半边脑袋上前 将两者的挨着 深吸了一口气 将双手覆盖在了身体和头部的连接处 大意涌出 这是我第一次 作用于自己身体之外的人 混沌境的天赋 在这一刻有些难以施展 然而几秒钟之后 有流淌的血肉组织 从我双手之中荡漾而出 落在了那些残缺的地方上去 将牛娟的另外半张脸 也给补全了去 我用自己身上的肉 补在了牛娟的额头上 到最后 原本身手分离 脑袋只有半边的牛娟 呼伦个的躺在地上 而我 则掏出了指鸽剑 将我与那部分 组织连接的地方 给切断 切断的一瞬间 疼痛迅速蜿蜒 痛彻心扉 然而我却宜然不动 因为她再痛 也没有我的心痛 此刻的牛娟 安详地躺在了地上 仿佛睡着了一半 老鬼的心情平复了一些 瞧见我刚才所做的一切 叹了一口气 说你其实用不着这么做 刚才做的这些 对我的身体 还是有一定伤害的 但并不能够 将牛娟给救活过来 她已经彻底的死了 我所做的 只不过是让她一容 变得稍微正常一些 没那般恐怖而已 并无别的作用 我咧嘴笑了 却笑得十分难看 我说我愿意 千金难买心头好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 去来做这件事情 其实呢 也是让自己充满内疚的心中 稍微得到一点安慰 我能够做的 也就只有这些了 弄完了这些 我感觉疲倦不已 文明伸出了手来 与我相握 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感受着对方的力量 牛娟是文明的同学 也是我的同学 她死了 我们都有责任 有的责任 帮她复仇 任何与牛娟 知死相关的人 都得陪葬 这是我和文明达到的共识 确定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没有再继续 儿女清长的悲伤 强行压住了心头的痛苦 开始接下来的扫尾工作 事实上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的一个原则 那就是江湖是江湖了 那帮家伙冲到我们的家里 来杀人放火 情急而来扬长而去 而我们要做的 并不是报警 将此事交给有关部门来处理 没有几个江湖人 受得了有关部门 繁琐的手续和节奏 对于他们的办事能力和公正性 也是有所质疑 而且文明的身份也比较特殊 血足 这事有关部门基本上是不管的 就算是有事 也会交给清辉同盟会去处理 所以这件事情 最终还得由我们自己人来处理 关于这一点 无论是杂猫小道 还是临时通知到的徐淡定 都没有持反对意见 收敛尸体 简单清理完县长之后 文明将牛娟的遗体带上车 剩下的工作就跟手下人去做 而我们则来到了附近的 另外的一处藏身处 一群聚在一起 交流着彼此的信息 经过讨论 我们大概定出了好几个 有可能做这事的闲人了 最先的一个 自然是清辉同盟后点的那帮家伙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文明跟清辉同盟的人 一直处于战争的状态 在国内扎下了根 甚至还获得了官方认可的老吸血鬼们 虽然说在全亚洲都有势力分布 但是实力最强的势力 依旧盘踞在京都这 那些家伙都是从清末民初 民国时期走过来的老不子 这些人很强 融合了东方修行法门 和西方血族力量融合了他们 就是上一个世纪的文明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沉淀 这力量不是寻常人 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别看他们现如今如此的隐忍 跟朝堂的关系 以及有关部门 也相处得十分的和睦 但是血族就是血族 特别是没有摆脱血液诱惑的他们 打心底儿都是冷酷无比的存在 这是改变不了的天性 但除了青灰同盟 还有好几个嫌疑的对象 比如说魅族一门 以及他们后面的金主 比如寻找黄胖子的红家 以及红天秀的拜把子兄弟孙老 和他们背后的势力 又或者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 仔细算一算 还真的不能算少 另外 这地方的防卫如此的森严 不是自己人 是不可能寻找得到的 那么问题来了 对方到底是怎么知晓这儿的呢 要知道 基地的人 都是文明一个个挑选出来的 每一个人 都有着足够的信任 相信他们不会反水 毕竟通过血脉的牵制 他们心中但凡有半分的反应 就会被文明掌控生死 即使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第三代 第四代的后裔 最大的可能 其实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身上 然而小龙女 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而且瞧这迹象 她也不可能参与其中 大家开着会 讨论各种可能 不知不觉 天色 就已经亮了 这边的安全点 是文明的手下 吴格飞建立的 他早早叫人买了的早餐 让我们先吃点 垫垫肚子 让我们不要这么着急 吃过了早餐 我们又开始定下了计划 准备一个个的排查 商议的时候 我的电话响了 我接过电话 却是吴省打来的 他跟我问了一声好 然后问萧长叫在不在 我说在呀 要给他吗 吴省说 不用 就是跟你们说一个事 那个妹模刘子涵 打电话过来 说他已经到京都了 问到哪 来跟你们进行见面 我开的是话外音 杂毛小道 听到之后不由的鼓笑 说人都不见了 哪里还用得着 相思痛的解药啊 吴省说除了这件事情 他还有别的急事 杂毛小道问 说什么事 吴省说 刘子涵 说他非要带一个 叫做徐晓晓的弟子 过来登门道歉 还请您 一定不要误会 他亲自上门过来 会给您 做一个解释 徐晓晓 等等 那不就是 消失不见的大长腿吗 人心散了 徐晓晓 就是驱胖三 从拆圈区 掳来的大长腿 我们本来 是准备从他的口中 审出关于 相思痛解药的下落 后来因为徐晓晓的电话 所以我们将他 就留在了这儿 让牛娟看管 而我们 则离开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 这边的基地 被人公布 他和黄胖子 不见了踪影 而这儿的负责人 牛娟 则是惨死于此 现如今 他却跟刘子涵在一起 很显然 那些人并没有为难他 在杀了人之后 将他给放了 又或者 呼吸文明 这秘密基地的人 根本就是魅魔一族 不管是什么 刘子涵严明 要带着徐晓晓过来 很明显 知道自己扛不下这事 所以 才会主动提出来沟通 我没有说话 而砸猫小道 则沉默了一会儿 说好 让他过来 他告诉了 吴胜一个弟弟 那就是 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路上碰见的一个咖啡馆 无声回话 而砸猫小道 则是看向了文明 他说老鬼 这件事情 我们肯定会管的 而且 会一管到底 但是 我有件事情 还是得多说一句 文明说你讲 砸猫小道说 该死的人 必须死 这个没问题 但是 我也希望你 不要将这件事情扩散 将无辜的人牵引进来 造成太多不必要的损耗 文明对砸猫小道 还是比较尊敬的 沉默了一会儿 他点头 说好 他点了头 砸猫小道才起身 带着我们去咖啡馆 此时啊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还挺多的 徐大定那边 需要负责 给辞员个发案 将黄胖子此刻 通缉犯的身份给解除 而我们 则要找出作业 偷袭基地 并且杀害牛娟 以及文明下手的 那些凶手 并且呢 还得赶紧将黄胖子 给找回来 这些事情千头万绪 在偌大的京都城 并不是特别好解决的 之前我们想的 是一家一家的去排场 实在不行 就得动用一些 雷霆手段 但现如今 刘子涵既然肯站出来 我们倒也是想 听一听他的说辞 清晨的时候 咖啡馆的生意 并不是很好 走进去的时候 富有文艺气息的 年轻老板 正打着哈欣 调戏服务员 服务员穿的是 定制的黑白女扑裙装 模样不算太漂亮 但是挺可爱的 瞧见我们一群人走进来 女服务员热情的 上来打招呼 曲胖三 不愿意 跟我们这帮人 坐在一块 带着小龙女 窝到角落里面去 而我和杂猫小道 文明 则坐在了一张桌子上 至于其他人 都有事要忙 并没有来 我们是卡着时间过来的 没过一会儿 咖啡厅的门口 传来了一阵 微微的降风 我抬起头来 瞧见两个 明艳可人的女子 出现在那儿 目光在咖啡馆里 寻视了一圈 然后 落到了我们这边来 两个女人之中 其中一个是高个儿 大长腿的徐晓晓 而另外一位 则是个 妩媚迷人的淑女 那女子约莫 三十来岁 有着妇人的 妩媚和成熟 也有着少女般的 明媚青春 别看年纪大了 但整体的韵味 却比旁边的寻晓晓 还要强上许多 仿佛天生 就应该是在 人群的中心 天生吸引旁人的注意力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风景 自己的咖啡馆 突然来了两位 这样级别的大美女 让那年轻的老板 有点激动 她自个儿 跑出吧台来 想要亲自招呼 而那两人 则是 走向了我们这边来 那位光彩耀人的 大美女 走到我的桌前来 冲着大毛小道招呼 说好久不见呢 得先恭喜一下您 又成为 毛山宗的掌教真人 这以后 可得多照顾姐姐我呀 这人 便是魅魔刘子涵 面对着这位 风情万种的大美女 杂毛小道 却显得十分平静 倘若是 没有在这一次的事情中 发生之前 她或许 还会跟刘子涵 调侃几句 说点风流话 但是现在 她却不会 她是个贴心的朋友 知道照顾文明和我的感受 杂毛小道 面无表情的 指着面前的椅子 然后说 坐 刘子涵坐下 而徐晓晓 站在她的后面 也不敢坐下 杂毛小道抬头 看了她一眼 然后说 也坐吧 别弄得好像 我们欺负人一样 徐晓晓这才坐下 而那咖啡馆的年轻老板 则跑了过来 热情的说道 两位小姐 喝些什么呀 我们这的咖啡很不错 要不给你们推荐一下 刘子涵挥了挥手 说两杯白开水 谢谢 年轻老板一愣 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给旁边 文明用那种 阴郁的眼神恶狠狠的瞪理 不自觉的 就是一哆嗦 犹豫了一下 还是离开了 他一直到了后面 都没有再过来 打发走了人 大家都没有再说话 场面有些尴尬 而魅魔刘子涵 僵持了一会儿之后 颇为尴尬的笑了笑 然后说 我是刚到京都不久 听到了一些事情 感觉这里面有些误会 所以就赶紧 带着徐小友过来 跟你几位道歉 杂猫小道抬起手来 然后说道 刘子涵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的 老交情了 用不着绕圈子 刘子涵被他直接戳破 有些尴尬 迷了迷嘴 然后甘笑道 这个 杂猫小道指着旁边 黑着脸的文明 说这件事情 我兄弟老鬼做主 刘子涵陪着笑脸 说感情是江湖上 鼎鼎有名的 艳尾老鬼呀 实情实情 小小和美凤他们 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多原谅啊 文明此刻已经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面对这位曾经 艳明满江湖的魅魔 他抬起头来 平静地说 刘总主 此事与你无关 我对你呀 也没有什么意见 只是有一些小问题 想要找汇文这位 徐小姐何时一下 还请批准 魅魔陪着笑 说这人 不是给您带过来了吗 文明点头 然后看向了旁边的徐小小 凝视许久 方才说道 徐小姐 我们素未谋面 不过 昨天的事情 我不相信 你应该不知道 还请不领四角 徐小小被刘子涵拉到这来 显然是并不太情愿的 这点 我们能够从她的脸上 敷衍的表情里看出来 不过 在刘子涵的面前 她多少还是得给些面呢 开口说 之前的冲突都是误会 既然你们跟宗主认识 那么几位抢了我 并且拘禁我的事 那咱们就一笔高销了 她这话一说出来 文明愣了一下 然后转过头去 看向了刘子涵 她说刘宗主 你们还没达成统一一件事吗 她这话说的平静 但是语气却是极冷的 刘子涵有点急了 直接的推了徐小小一把 说你干嘛呢 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来这儿 我们就是认错的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人家问你什么 也直接回答就是了 说吧 她又转过头来 冲着我们笑 说不好意思啊 路上来得及 没有跟她说清楚 徐小小当时就急了 说宗主 至于吗 不就是毛山宗吗 他们毛山宗 刚刚给人端了老窝 差点就亡了 要不是走了点狗屎运 说不定都不存在了 好嘛 这好不容易缓了一口气 不在自己老窝里舔伤狗 跑咱们京都来装什么大尾巴狼 宗主 咱们认识那么多大佬 个个对你恭敬有加 你何必跟他们低声下气的 哦 听完这小娘皮 骄傲不逊的一番话 咋毛小道 似笑非笑的看着刘子涵 原来 我这家伙在大家的眼花里 不过是一过气的 松门的小头目 我在旁边也冷笑起来 啪了一下 没有等我们说话 这刘子涵 已是 慌的直接站起来 抬手就给那位 徐晓晓一个大耳瓜子 这一巴掌 显然 是没有留余力的 徐晓晓的右脸之上 迅速浮现出了 五根红色的手指印 而那妹子 则是一下子站了起来 往后退了两步 一脸不可思议的 望着刘子涵 说宗主你 你居然为了几个外人打我 刘子涵气得不行 只是徐晓晓说 看来我真是太惯着你们了 现如今 真的是不把我当宗主了 徐晓晓捂着脸 满脸恨意 说宗主 你胳膊直往外撇 如何能够服众啊 刘子涵说 我都训不了你了 对吧 徐晓晓大声说道 说我有错吗 我跟你讲 这帮人把我抢卢而来 非法拘禁 对我言行逼供 甚至还想强暴于我 若不是有人及时赶到 将我给救了 我能不能活下来 都两个说呢 怎么别人一个电话 你就屁颠颠的 押着我过来道歉呢 刘子涵气得翘脸通红 还在说话 这时文明举起手了 说听 喝住了两人 文明平静地看着徐晓晓 说我就问一句 闯进我地盘 并且杀了我手下的那些人 到底是谁 徐晓晓冷哼一声 说我凭什么告诉你 文明耐心地说 我希望你能够说出来 不然你会后悔的 徐晓晓说 你难道敢杀我吗 他一脸挑衅的模样 让文明的脸 越发冷了起来 而就在文明即将爆发的时候 突然间 咖啡馆的门口 又走进来几人 徐晓晓笑笑了 说你以为 我就不知道叫人吗 咖啡馆门口 涌进来十几个 身穿黑色中山装的男人 领头的那位 三十来岁 替着小瓶头 一副精锐能干的样子 他的眼睛 像是天空上 翱翔的鹰 目光锐利地打亮着我们 徐晓晓 朝着他挥了挥手 显然 这些身上充满了 浓厚 观气味的这些中山装男子 应该就是徐晓晓他们叫过来的 瞧见这些人 我们的脸上 并没有惊慌 而是有些同情的望向了刘子涵 我明白了 杂猫小道 之前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了 人心散了 这队伍就不好带了 这句话 是天下乌嘴里 葛优饰演的贼头 经常聊起的一句话 现如今 用在刘子涵的身上 也是一样的 很久之前 当他还是魅魔 还是邪灵教 十二魔形之一时 想必 手下的人 不会敢有如此擅作主张 不按照他的丰富形式 因为那个时候 魅族一门里 制度森严 稍微出点什么岔子 就直接门规处置了 现如今却不一样 魅魔刘子涵 抛弃了以前的身份 自然不可能 如之前那般为所欲为 有人监管他 使得这位 曾经纵横江湖的 女金国 最终变成了如此模样 他手下 真正服从的 恐怕是不多了 这帮人自觉的身后 有那么多支持者 也用不着刘子涵 在他这身后讨饭吃 所以之前积累的微信 在利益冲突一起来的一瞬间 崩塌了去 徐晓晓的年纪还小 看不出我们的叹息 反而有些趾高气昂 在他看来 帮他撑腰的靠山来了 这位小平头男子走到我们的跟前来 瞇一眼睛 打亮了一周 然后 瞧响了我来 说便是你打上了红楼 并且 掠走了徐晓晓 私自囚禁他 我出门的习惯 是改变模样 所以此刻的我 是徐晓晓之前见过的那副模样 他们 应该不太了解我的真实身份 我平静的看着他 然后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听不懂 小平头的脸色一变 说少废话 把身份证拿出来 他在这耍威风 而我们这边 则是一动不动 杂毛小道翻了一下眼皮 平静的说 你是谁啊 那人显然是知道 杂毛小道的身份 朝他摇摇抱了一下拳 然后摸出了一本证件来 展开之后 说道 我是 总局二司特勤四组的副组长 洪国台 校长叫 我知道 你开会去了 没有参加昨天的那起事件 不过 你是准备干预 我们的合理执法吗 杂毛小道怂了总监吗 笑了 是我一个过了气的 宗门的小头目 有什么资格 干预您执法呀 行吗 所以 我来这儿 只是喝咖啡的 他的置身事外 让小冰头 多少松了一口气 他之前故作姿态 主要也就是 想要杂毛小道 拉不下那个脸来 要不然 他还真的 不敢跟堂堂的 毛山宗的长教 真人起什么冲突 能不管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摆平了杂毛小道之后 洪国台看向了我 说愣着干嘛呢 拿身份证出来 他说着话 身边一大帮的中山庄 全部围了过来 咖啡馆的那个年轻老板 本来趴在吧台那 时不时打量着 这边的美女 瞧见这变故 顿时就是一阵慌乱 立刻有人迎了上去 跟他交涉 并且让他 将大门给关上 我抬头 瞧见了徐晓晓脸上 忍不住的得意的笑容 他想的很不错 尽管来的这位 在修为或者别的方面 算不得什么 但是 无论如何 都代表着有关部门 代表着朝堂之上的法度 现如今 这风声鹤唳的局势之下 很少会有人 感冒天下之 跟这些人正面冲突 他们有着很强的信心 而眼前 发生的事情 也的确是如此 连那位 毛山宗的掌教真人肖克明 都认怂了 他觉得 这位魅族一门的宗主 已经老了 他注定 会被时代所抛弃 而整个事情发生之后 刘子涵一直坐在椅子上 面无表情 有一种哭笑不得的尴尬 面对着 刘国泰的步步相逼 我依旧没有动 此时此刻 我并不是主角 杂猫小道说了 这件事情 现如今 用老鬼来做主 我们此次过来 是陪客 老鬼 也就是文明 他才是主人 果然 在洪国泰步步相逼之下 文明咳了咳 然后伸出了手来 在木桌之上 轻轻的敲了敲 还依旧 没有去看洪国泰一伙人 而是认真地盯着 这徐晓晓 他最后 说我最后问一遍 昨天去我那的那伙人 到底是谁 谁杀了牛娟 这是最后一次 我和和气气地问你 你告诉我